柯南,他又不会说出去,又不会影响警方查案 算了,他自己来,如果纵火地点的选择有规律 他不信他发现不了 佐藤美和子,时飞时开车 分别在五个小学生去巷子 高木舍和白鸟人三郎开车跟在后面 阵仗很大 中途,佐藤美和子绕道 顺便去了一个路口,买了白色花束几百 我想起来了,白鸟人三郎看着路边闭目祈祷的佐藤美和子 今天是他爸爸佐藤正义警官的忌日,也是殉职的日子 高木舍惊讶,是这样吗 是啊 18年的今天,佐藤正义警官在追捕银行抢劫案的犯人时 在这个路口被卡车撞到了 白鸟人三郎低声道 不幸的是,当天下着大雨,救护车来迟了 我听木木警官说,他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在救护车里去世的 我记得那个案子叫,仇私郎 柯南神色严肃道 因为被卡车撞倒的警官,不停地被逃走的犯人叫着仇私郎 所以才会被叫做仇私郎事件 当时警方还布下了侦察网 不过由于掌握核心的警察已经去世 侦察没能继续下去 这个案子三年前已经过了追捕期了 白鸟人三郎和高木舍惊讶看着柯南 柯南反应过来,连忙笑道 这件事,我是听毛利叔叔说的了 这个案子我也知道 在电视上看到过好几次呢 高木舍回想着 这是一个计划周祥的案件 唯一的线索,只有银行监控视频拍下的不到十秒的画面 而且,也没人知道 去世的警官靠什么锁定了嫌疑人 整件案子就像在云雾之中 没想到左腾警官的父亲就是那名警察 这也是当然啊 左腾美和子走了回来 神色带着一丝悲伤 事件和主犯虽然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但殉职的警察的名字 也只有与他有关的人能记住 高木舍正主 左腾警官 左腾美和子 自己缓了过来 笑道 不过 我们的工作 也并不是 让大家记住 也是为了保护警察的家属 吃飞吃到 特别是犯人还在逃的情况下 因为难保不会因为怨恨 或者因为担心那个警察透露什么 给家人而伤害家属 所以 报道很少会提及警官的具体姓名 左腾美和子愣了一下 笑咪咪道 这么说也对 当时那个卡车司机 没有看到凶手的脸吗 袁泰问道 左腾美和子 弯腰看着袁泰 解释道 没有 而且因为凶手穿了长雨衣 是男的是女的都不知道 监控视频里 也戴了太阳镜 口罩 帽子 穿了大衣 会员挨看着左腾美和子 低声道 看来他很看得开吗 嗯 持非持应声 其实左腾美和子 内心也挺温柔的 对小孩子说话 能弯腰就弯腰 以免小孩子费劲养着头 面对不便站起来的人 说话的时候也会蹲下 凶手的名字 是叫仇四郎吗 光燕也问道 可是 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有嫌疑啊 而且仇四郎 左腾美和子 突然若有所思的顿主 怎么了 高牧舍关切问道 啊 我早上不是见到七月了吗 当时头脑一热 就跑上去 让他帮忙查这个案子 还说 只要能调查出来 什么事我都愿意答应 左腾美和子 只起身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 现在想想 还真是丢人爱 不过我说的是实话 无论是谁 只要查清楚这个案子 我都愿意任何事 什么事都可以 高牧舍和白鸟认三郎 脑补了和左腾美和子结婚的事 下一秒 美滋滋的心情就消失了 左腾警官这个承诺 也对七月说了 以七月的效率 好像有点不妙 不可以 是啊 是啊 这样太草率了 哎 左腾美和子有点猛 那要是我找到犯人 要一千份鰻鱼饭可以吗 袁泰问道 不美 我想去住热带乐园的城堡 光燕 如果是我的话 我想要国际宇宙战的车票 柯南也凑热闹 肖问道 我可以要这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路场券吗 会员哀想了想 我的话 就菲尔德最新款的进口皮包好了 或者十万日元 迟非迟 小哀还在纠结纵火饭那一半赏金啊 不是说好了 晚上给他三十万日元的薪水了吗 还有 菲尔德的包包不用买吧 他打电话 可以让人把所有款都送过来 可 可以啊 左腾美和子笑着 心里大汗 现在的孩子 都这么现实的吗 而且 要先解决案子再说吧 那七月答应调查这起案子吗 柯南神色认真了些 他有没有说什么啊 没有答应哦 左腾美和子回想着 他说这起案子 让我自己去查 仇四郎的意思 是去自首 就这两句 很奇怪 对不对 柯南思索着 眼睛一亮 急切追问道 他的原话是不是 只能你去查之类的 左腾美和子证了证 是啊 他说这个案子 只能靠我自己 那就没错了 柯南嘴角扬起笑意 这两句话 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吗 高牧舍思考着 仇四郎的意思 是去自首 去自首 啊 我知道了 仇四郎和去自首 发音相似 如果断断续续说出来 很可能被人听错 七月是这个意思吧 白鸟认三郎侧目 出乎意料 高牧居然比他快 不行 他也要努力了 我也才是这个意思 左腾美和子道 不过前一句 左腾警官 柯南卖蒙提醒 你父亲看着犯人的背影 说去自首 表示 他希望犯人去自首 他们之前很可能谈过 什么情况下 你父亲会先去找犯人 谈自首的事呢 左腾美和子将在原地 难 难道说 是啊 只要了解过这个案子 就应该知道 殉职的警官掌握了核心线索 还是其他人不知道的核心线索 仅凭一段不到十秒的监控录像 就发现犯人 再加上跟犯人谈自首的事 柯南眼镜左边的镜片反着光 嘴角上扬 笃定到 犯人是他认识并且熟悉的人 所以七月才说 这个案子只能靠你自己 因为只有作为殉职警察家人的你 最了解 他到底有哪些朋友 静 白鸟人三郎和高木舍仍在惊讶 另外就是 一个小鬼跟他们抢什么风头啊 说话间 四个看起来上了年纪的人 拿着白色花束走过来 其中一个大神 打量着左腾美和子 咦 你是 美和子 左腾美和子转头 看着四个人 他老爸的朋友 这不就有四个送上门了吗 高木舍和白鸟人三郎转头 叮 这年纪 少年侦探团五个人抬头 叮 带着白色花束 是左腾正义警官的朋友 不会错 池飞池也抬眼打量四个人 四人 发生了什么 气氛怎么突然变得有点奇怪 左腾美和子最先反应过来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笑咪咪打招呼 啊 好久不见 你长大了呀 一个大叔干巴巴笑道 刚才那一瞬间 是世界卡带了吗 袁太看着四人 一脸怀疑 我说啊 你们里面是不是 布美和光燕立刻伸手 一脸严肃地捂住袁太的嘴 嘘 嘘 高木舍也朝几个孩子比划 左腾美和子依旧笑着 这孩子是在好奇 你们是什么人吗 是啊 高木舍挠头笑着配合 我是想告诉他们 乱打听别人的朋友不太好 要是想介绍的话 左腾警官会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白鸟人三郎 高木今天的反应速度太快了吧 没关系 左腾美和子笑道 那我来介绍一下 这四位是我父亲高中时期棒球社的朋友 池飞池一边听着 一边查了网上的报道 特别是有关于那段不到十秒的监控视频 投手袁杜朗 现在五十岁 是高中教师 陆野修二 四十九岁 经营意大利餐厅 珠宝满雄 五十岁 金融社社长 唯一的女性 球队经理神鸟碟子 四十九岁 服装店老板 四人没有待太久 击败之后就一起约着到居酒屋喝酒去了 其实除了报道出去的事 还有一个线索 左腾美和子目送四人离开 在警察手册上写着 拿给其他人看 我爸警察手册上 写着三个奇怪的片假名 从来没有听说过 白鸟认三郎摸着下巴 警方似乎没有透露过这件事 左腾美和子回忆到 从我爸前后调查的经历来看 似乎和那件案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时候 警方就有人来问过很多次 问我和妈妈 爸爸有没有提到过有关于的事 然后呢 高牧社追问 可惜 我一次也没听说过 也根本不懂他的意思 左腾美和子苦笑着贪手 小时候 还一直盯着这三个字看 很努力地想过 柯南摸着下巴 七月的分析应该没错 如果仇四郎的意思是去自首 那么 犯人是在左腾正义警官的朋友之中 是代号吗 白鸟人三郎的电话突然响起 连忙在一旁接起电话 木木警官 现在吗 我们三个 现在是在背护艇第四驱的 什么 你说 有人目击到 疑似纵火犯的男人 除了池飞池 一直盯着手机外 其他人纷纷转头看去 品川艇第六驱 遇到埋伏的警官 结果跑了吗 特征是 长头发 戴帽子 穿着灰色的长大衣 好的 我和高牧立刻过去 白鸟人三郎挂断电话 看向高牧社 听到了吧 高牧 我们立刻过去 啊 好 高牧社翻着口袋 我的警察手册 还有手铐 糟糕 高牧警官 白鸟人三郎已经上了车 疑惑催促 你在磨蹭什么呀 我把手铐放在搜查一刻 办公室桌子上了 高牧社尴尬笑着 搞什么呀 白鸟人三郎无奈提醒 现在可没有时间回去拿了 左腾美盒子也无奈了 你没问题吧 高牧 没关系啦 反正只是个纵火犯 高牧社笑着宽慰 而且杂志上的占卜说啊 我今天是红运当头 超级好运啊 左腾美盒子将在原地 想起他父亲出事那一天 出门前也说过今天的占卜说 我运气好得不得了这样的话 也同样把手铐忘在了家里 左腾 左腾警官 高牧社见左腾美盒子 盯着自己发呆 疑惑问道 你怎么了呀 左腾美盒子回神 啊 没什么 那这便就交给你了 高牧社打算上车 结果就被左腾美盒子叫住 左腾美盒子 把自己老爸的遗物 就是落在家里的手铐 交给了高牧社 柯南目送 白鸟认三郎的车子离开 为什么抓捕 纵火犯要戴上手铐啊 因为 在第四次纵火地点 发现了被害人的尸体 虽然没有确切证据 但他应该是目击到纵火犯纵火 才被杀害的 左腾美盒子政策提醒 所以你们 不可以离开我身边 如果离队 要告诉我和池先生 知道了吗 是 三个孩子应声 灰原哀打了个哈欠 他突然发现 做赏金猎人的一个好处 可以知道一些 还没报道出来的内幕消息 池飞池看了灰原哀一眼 收起手机 太困的话 我先送你回去 不用 池原哀走向 池飞池停在路边的车 打开车门 去看看 昨晚纵火犯的纵火地点吧 我很好奇 一群人去了 昨晚的纵火地点 池原哀半月 眼看着现场外的行道 这就是他 昨晚判断失误的地方 那个家伙 居然在这么靠外面的地方 就开始放火 往巷子里面一点 就可以从 僻静的另一个出口出去了 真是不谨慎 柯南抬头 发现池原哀一身 笼罩着黑化气场 疑惑问道 你怎么了呀 辉原 没事 辉原哀语气依旧淡然 只是觉得 这个纵火犯 真是可恶的要死 柯南汗了汗 完全不明白 辉原哀发什么火 刚转头 又发现 池飞池出了巷子 池哥哥 我和小爱今天早上行得早 有点提不起精神来 你们继续 我去车子坐一会儿 池飞池到 我也去 辉原哀跟了上去 柯南无语难难 辉原这家伙那么大脾气 原来是太困了 车上 辉原哀见池飞池 一直盯着手机 没有出声打扰 这个人 用七月的身份 提醒佐藤美和子 调查佐藤正义的朋友 又用池飞池的身份参与调查 还真是爱操心 小爱 池飞池盯着手机 突然出声 除了纵火犯提供线索的赏金 其他都到账了 670万 给你70万 辉原哀 一 等等 池飞池来车里 是为了确认赏金有没有到账 他之前想什么来着 他什么都没想 你有银行账户吗 池飞池问道 辉原哀没跟池飞池客气 反正池飞池也不缺钱 池飞池给辉原哀转了账 又继续看手机 辉原哀拿出手机查到账信息 这70万日元 就是自己的小金库 存着 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美滋滋 两人一时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没多久 佐藤美和子 带着其他孩子 急匆匆跑出来 上车离开 柯南打开红色雷克萨斯的车门 跳进车里 关上车门 池哥哥 我们去品川车站 高木警官出事了 池飞池收起手机 点火发动车子 跟上前面佐藤美和子的车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柯南愣了愣 隐约能看到副驾驶坐上 辉原哀侧脸的嘴角 挂着一丝笑意 咦 之前不是心情不太好吗 女人真是莫名其妙 辉原哀收敛了笑意 怎么回事 柯南回神 神色严肃地解释道 刚才高木警官打电话过来 说他知道18年前那个案子的犯人是谁了 结果没说出名字 就被人袭击 现在完全联系不上 之前那四个人去的地方 也是在品川亭 很可能是犯人听到他打电话 担心事情败露 所以袭击了他 为什么不会是纵火犯袭击的 辉原哀侧心里 依旧对纵火犯怀有怨念 之前木木警官说的那个可疑的男人 已经被逮捕了 不是纵火犯 只是一个闯空门的小偷 柯南摸着下巴思索 说是纵火犯袭击的 也不是不可能了 左腾警官说七月提供的消息 就是犯人要在地图上写个火字 最后一笔落点 就是在品川亭 池哥哥 你怎么看 这问题问的 他又不是原方 还能怎么看 池飞池 睁着眼睛看 柯南仰头 一脸呆 喂喂 认真点好不好 近了一会儿 柯南才无语道 现在警方已经聚集在品川亭 埋伏纵火犯 还有秘密搜寻高牧警官 现在纵火犯事 不用担心了 不过18年前的案子 我犯了那件案子的网上报道 具体的视频没有公布 池飞池认真了些 不过其中好几篇报道都提到了 那个银行抢匪在抢劫后 一枪托打死了一个警卫 蛤 柯南不解 左腾正义警官 是怎么锁定犯人的 池飞池提示 等等 柯南脸色微微变了变 用枪托打死的 左腾正义警官 棒球射 如果说 犯人当时用枪托打人 是打棒球的姿势 那左腾正义警官 就是靠犯人挥舞枪托的动作 发现犯人是谁的 也就是说 左腾正义警官 对他挥棒的动作很熟悉 那么刚才那四个人里 投手原杜秀朗先生 和经理 神鸟蝶子小姐 就不太可能了 嗯 还是要明白的意思才行 池飞池沉默 柯南抬头看池飞池 池飞池想了想 我对解暗号不太擅长 不过罗马英是 他记得高木社是看到 车站牌的罗马英才明白的 还有什么文字游戏 嗯 等等 谜题好像解开了 柯南低着头 神色晦暗不明 池哥哥 怎么了 K 慧云哀念了一遍 也反应过来 如果改成的话 就是 入眼 你这家伙最讨厌了 柯南在后座探出头 黑着脸冲池飞池咆哮 像个幼稚小孩子一样 委屈闹腾 老说什么 自己不擅长解暗号 结果每次都那么快 把暗号解决掉 谦虚太过 就不是谦虚了呀 混蛋 池飞池沉默 谁知道 只是换成罗马英 就转过来了 他还以为这个暗号很难 就想 柯南咆哮完 在后座抱着自己头 一通乱挠 可恶啊 池飞池这家伙 真是太气人了 赢就赢呗 每一次都说自己 不擅长解暗号 可恶 可恶 慧云哀想说什么 不过被池飞池一个眼神阻止了 小孩子闹脾气怎么办 不能灌 晾一会儿就好了 柯南在后座打滚挠头 累了之后发现 没人搭理自己 坐直升 抬头 就看到飞池从驾驶座那边 看着自己 又一次抱头打滚 没人发现他闹小情绪吗 前座两个人就像没看到 飞池还在那边静静地看热闹 气人 飞池呆住了 主人 柯南很不对劲爱 池飞池也有点方 别的小孩子这么闹 不奇怪 但柯南这么闹就不正常了 他原本是高中生啊 那么 问题来了 要是主角疯了 算谁的过 还打不打九场了 柯南 柯南闷闷应了一声 坐起身 好歹池飞池搭理自己了不是吗 池飞池声音平静道 我没法理解你为什么这么闹的 他是真的没法理解 柯南为什么抽抽 他做什么了 不就是先说了 自己不擅长 解决暗号 紧接着说了关键吗 又不是故意的 闹一会儿差不多得了 柯南从车内后视镜 看到池飞池神色平静的脸 正了正 瞬间冷静下来 心里有点发闷 却不是因为生气 他看出来了 池飞池是真的没法理解 他为什么生气 也很认真很直接地说了 没法理解 就是这份认真 让他心塞 没法理解 是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情 没有过胡闹的经历 包括小时候 因为没人可以让池飞是胡闹 那种心情 大概也是他这个小时候 有父母陪他胡闹 哄着他的人 没法理解的 会云安毫不留情地说穿 他是说太多次 压抑久了 又觉得你谦虚过头 感觉被打击到 就像小孩子要发泄 结果发泄没人搭理 所以才闹的 抱歉 不过 柯南垂眸 眼住眼中的复杂情绪 真拙着开口 齿哥哥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 车子杀停 前方 左腾美和子 已经带着三个孩子下车 走了过来 池飞池听柯南 问了半句没下文 转头问道 什么 柯南抬头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问下去 逗逗眼 没 没有 对了 我要去跟左腾警官 说犯人的事 名侦探开门 下车 关门 像个呆呆的小木偶 池飞池沉默了一会儿 转头看灰云哀 柯南该不会 真的出什么问题了吧 那个 下次叫你录音 记得去 辉员哀也一脸呆呆的 说完就下了车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车里 池飞池又沉默了半天 突然觉得 身边的人都不太正常了 怎么破 飞池也疑惑 主人 他们是不是都不太对劲 飞池 人类有一句话 当你觉得其他人都不正常的时候 其实是你不正常了 那么 到底是谁不正常了 池飞池低头想了一秒 思考失败 直接放弃 打开车门下车 算了 不正常就不正常吧 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没正常过 18年前的犯人已经确定 左腾美和子听了柯南的推理后 决定亲自去会议会路野 顺便问出高牧舍的位置 池飞池就负责送一群小鬼回去 光燕跟袁太对视一眼 又转头看不美 确认过眼神 都是想去抓纵火犯的人 好 那就一起提出来 池飞池送走左腾美和子 转身看一群小鬼 那我们去抓纵火犯 袁太 光燕 不美 齐齐一个亮枪 差点滑倒在地 真 真的吗 光燕惊讶确认 不是吧 他们还没提呢 我们真的可以去吗 不美期待问道 池飞池看了看周围 先带你们去吃饭 准备行动 他们这次可是全员出动 满装被柯南 再加上他 还怕放不倒一个纵火饭 小孩子 要适当运动 熊孩子 要多带着折腾 有人带着 折腾到他们没力气折腾 总比让他们自己 跑去闯祸好 好耶 池哥哥最好了 我们有活动经费 请客 请客 一阵欢呼加彩虹屁 另外 池飞池还收获了一顿免费的晚餐 你是怎么想的呀 柯南低声问道 赌不如输 池飞池简单回答 吃完饭出来 池飞池直接把行动策划的事 丢给一群小鬼 品川这么大 该怎么找好呢 走在街上 光燕摸着下巴思索 要不要分开 袁泰提议道 品川分六个钉木 我们这里正好六个人 不行 会原来阻止这个危险的想法 太分散了 小孩子单独遇到纵火犯 是很危险的 说不定来得及联络就被发现 等其他人赶过去 已经被杀害了 我们最好集中行动 被杀害 不美脑补各种凶残场面 自己被自己吓到了 柯南懂了 与其让他们瞎折腾 不如让他们懂得规划行动 保证自身安全 别瞎跑 半提醒半吓唬道 是啊 第四次纵火地点 已经发现了尸体 这个纵火犯是会杀人的 其实现在已经有警方 在街道上埋伏 排查了 我们就去一些比较可能纵火的地方找一下 集中在一起行动 如果被发现 以池哥哥的身手也能应付 也对 光燕点了点头 拿出一张地图 这是我刚才去便利店买的 先把特殊的地点标出来 然后我们找过去 可以吗 光燕 柯南都笑着称赞 池飞池在一旁走着 没有掺和 突然感觉到手机震动 拿出一看 有新邮件 帮我个忙 明天上午十点联系 Jim OK Rookie在不确定 他方不方便接电话的时候 请酒一般不会直接打电话给他 从我们在的四钉木 向五钉木 六钉木搜寻 然后再走这条巷子 可以从六钉木的仓库街 走进道道三钉木 光燕拿笔 在地图上写写画画 可惜车子不方便开进去 距离有点远 巷子至少要走半个小时 不过这条巷子 也有可能成为纵火地点 正好排查 驰飞驰收起手机 跟着开始在巷子里乱转 六钉木转到三钉木的进道入口 一群孩子探头看看 鬼鬼祟祟往前走 眼睛乱瞟 我说你们啊 柯南干笑 只要保持安静 听到脚步声或者说话声之后 警惕起来就可以了 还好他们是小孩子 换了大人 会被当成小偷 或者可疑分子的吧 驰飞驰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往回走 进了刚刚路过的一条小岔道 哎 柯南惊讶 跟了过去 这条小道不远 只是给尽头的仓库 提供一个过道 池哥哥 怎么了呀 光艳三的孩子追过去 有什么发现吗 灰云哀问道 看窗户 池飞驰走向仓库的窗户 柯南 其他人 能不能顾及一下小孩子的感受 他们都太矮了 这道窗户有点高 柯南跑上前 跳上一个大木箱 点着脚看过去 顿时愣了愣 那个该不会是 窗户留得很小 还被竖着的铁栏 分隔出细长的缝隙 袖几斑斑 在铁栏其中一根铁柱的下角 有一抹不怎么明显的 同样生锈的银白 手铐 左腾美盒子给高木舍的手铐 因为是他父亲的遗物 已经有些生锈 在同样生锈的窗户栏杆下角 很不显眼 但确实有可能 柯南忍不住转头 看池飞驰 大晚上的 池飞驰走过去的一瞬间 就看到窗户铁栏上 有一点异样又转回来 这家伙的观察力 还是这么强啊 窗户上有什么吗 三个孩子学着柯南爬箱子 柯南又跳了下去 半分钟后 年久失修的仓库门 直接被池飞驰一脚踹开 一群人进去 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外面的月光透过铁栏 照进仓库 隐约能看到 一个人影 被手铐靠在铁栏上 真的是高木警官 三个孩子跑上前确认 他为什么一动不动 是不是死了呀 血 他头上有好多血 没死 池飞池检查了一下 高木舍的呼吸 心跳 头部遭受重击导致的昏迷 柯南松了口气 正则道 我们赶紧告诉木木警官他们吧 等柯南打电话说明了位置 一群人就在仓库里等 嗯 高木舍迷迷糊糊醒过来 茫然睁眼 低头 隐约看到昏暗中 有几双眼睛盯着他 脑海里顿时冒出一个 平静清冷的男生 那些矮矮的视线 埋自什么洞性 大概是小动物吧 他这么想着 在黑暗中摸索了一下 触手一片冰凉粘稠 叔叔 你摸到我的眼珠了 黑暗中 孩子苍白的脸上 带着纯真微笑 仰头看着他 眼眶里却什么都没有 那倒男生不带情绪的诉说下去 像是审判罪行的死神 又像预言着什么的巫师 让人心里生出一丝寒意 蔓延 扩散 仓库 无法动弹的年轻男人 低矮的黑影 昏暗中 一个小小的黑影走向他 仰起头 陪我们玩找眼睛的游戏吧 输了就把你的眼睛留下来 高木舍的脸瞬间惨白 出了一脑门的冷汗 啊 救命 就 刚打算问问高木舍怎么样的柯南 都被猴腿猛了一下 连忙捂住耳朵叫道 高木警官 是我们了 哎 高木舍一愣 柯 柯南 是认识的小孩 那就不是鬼了 从叫声来看 他的精神还不错 辉原哀悠悠吐槽 之前在高木舍脑海里想过的平静男生 又在旁边想起 只是昏迷 又不是重伤兵死 高木舍一头冷汗 转头一看 看到站在他旁边研究手铐的池飞池 露出一个尬笑 池先生 你也在啊 都是你了 以前说什么故事 害我吓一跳 鬼宅小孩那个故事 池飞池想了想 那个故事不吓人吧 高木舍 呃 柯南有些无语 这么久了 高木警官你还记得啊 高木舍 行行行 你们都是大佬 就他一个人还在害怕 行了吧 现在不应该想想怎么把他弄下来吗 什么故事 灰云挨疑惑 原来池飞池还会讲故事吗 他怎么不知道 是高木警官穿女装那次 我们不是一起去调查吗 柯南解释 就是那天晚上 高木舍 能不能换个说法 什么叫他穿女装那次 大概是凌晨三点多 你们去车里睡觉 我们三个干脆就等到天亮 柯南继续道 干等得太无聊了 持哥哥提议 换着讲故事来提神 结果就跟我们说了很多恐怖故事 会员哀想起来了 难怪第二天早上 看柯南和高木舍都脸色发白 精神抖擞 是什么恐怖故事 不美好奇 很可怕吗 高木舍汉 小孩子最好不要听比较好 那些故事会成为童年阴影的吧 有人来了 站在窗前的池飞池 透过铁栏看着外面 小道里 一个穿着灰色长大衣 胡子拉叉的男人 拎着汽油桶走过来 纵火饭 别出声 刚打算叫喊那三个小鬼没了 静了静 光焰压低声音问道 现在出去抓他吗 当然 袁太刚掉头往外跑 感觉到被一道冷冷的视线盯上 停步 转头 神色严肃的完美衔接 要听池哥哥指挥啊 池飞池心里满意 知道听指挥就行 盯着 等他点火就动手 柯南 拿手机录一下 哦 好 柯南点头 在心里默默鄙视了袁太一下 怂 高木舍拽了拽靠助手的手铐 放弃尝试 转头一看 一群人已经走到门旁 悄悄监视外面了 喂喂 能不能先考虑 把他解救下来 他好歹是个战斗力啊 仓库外 男人蹲在墙边 把废报纸和干木板堆到一起 泼洒了汽油 门缝后 柯南拿着手机 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 将哗然的火柴丢过去 看着升堂而起的火光 眼睛发亮 神经质的呢喃 好孩子 快长大 时飞时接过柯南手里的手机 指了指柯南 指了指外面 距离远 他担心追出去后 纵火犯跑了 必须让柯南出去勾引一下 柯南有些无语 为什么每次都是 他去勾引犯人啊喂 不过 还是推开半眼的门 走了出去 抱歉啊 他长不大了 连续纵火犯先生 什么 男人一惊 慌忙站起身 发现是一个小孩子 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 右手拿出藏在怀里的刀 盯着柯南 慢慢逼近 长不大的 恐怕是你啊 小朋友 好了 告诉我 你怎么会在这儿 大人去哪里了 柯南走到门对面 面对火光站定 眼睛有些反光 嘴角露出笑意 你真的想知道吗 大叔 男人紧盯着柯南 怕柯南跑了 一步步走到门前 当然 乖乖告诉 池飞池快步出门 一手抓住男人拿刀的手腕 顺势过肩摔 Doin 男人被砸到地上 翻了翻白眼 彻底晕了过去 柯南看着完全昏迷的犯人 脑海莫名冒出一句 惨遭池飞池重击的犯人 加一 警察晚了一步 冲进巷子 木木警官 这里失火了 三个孩子看到熟悉的警察 高兴起来 是木木警官 我们抓住了纵火犯哦 池飞池将柯南的手机 递给木木十三 让柯南录 就是为了用柯南的手机 手机肯定要被警方带回警示厅 他明天还得联系勤酒呢 木木十三上前 接过手机看了视频 转头让警察把纵火犯带走 又说了 手机要带去警示厅的事 让柯南明天去拿 好 我明天再去拿 柯南卖萌点头 思索了一下 等等 他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旁边 一个警察看着笼罩仓库的火光 提醒道 木木警官 这里的火势太大了 消防人员恐怕来不及赶过来了 这里的仓库下个星期就要拆除 白鸟人三郎上前道 应该没关系 从路野那边赶过来的佐藤 美和子疑惑 对了 你们不是说找到高木了吗 是啊 木木十三疑惑转头看周围 高木老地人呢 柯南将着转头 看向蔓延到仓库门口的火 不美呆呆道 我们好像 把高木警官忘了 仓库门口 高木射冲了出来 双手还抓着被拆下来的铁栏 一个剑步从火上跨了过来 跑出仓库 火光映照中 那道身影英姿飒爽 像是电影中绝地逃生的英雄 潇洒地将火光甩在身后 喊出的话 却委屈悲愤 你们才想起我来啊 跑到镜前 直接扑街 高木 左腾美和子 连忙上前扶起高木射 看到高木射头上的血迹 焦急喊道 你怎么样 我 高木射还没来得及说完话 晕了过去 我们的计划 似乎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光艳尴尬难难 也算他因祸得福吧 会员挨看着两人 看起来离报德美人归不远了 一日 早 池飞池一觉睡醒 出门晨练回来 洗了个澡 看时间差不多 给勤九打了电话 出门确定没人跟踪后 找地方换了易容 搭公交去了练马区 碰面 上车 车子驶离原地后 勤九才说了情况 闲不住的勤九打算去弄点炸药 当然 不是自己去 一年前 有一个四人犯罪团伙 用炸药勒索过好几个金融会社 在一次行动中 其中一人被警方击毙 剩下还有一个人暴露了长相 池飞池在赏金榜上见过这个案子 在被通缉后 三个人都消失了大半年 组织里有人 发现了这三个人 之后勤九给三个人提供情报 屏蔽器 断电器之类的东西和枪械 让这三个人去窃取警方收缴的炸药 谈好的事 窃取成功后 双方把炸药分了 但前天谈好的事 这三个人 昨天就偷偷跟暴力团体接触 真以为勤九的情报是白拿的 给了情报 勤九就肯定会找两个人过去 盯着这三个人的一举一动 一直到行动结束 避免三个人搞什么小动作 其实 组织要炸药的话 完全可以从别的途径弄 比如在美国那边集合 搞一个大行动 弄一大批 再分运到各处 随便丢三个人去冒险 就是撒网捞鱼 如果不成 那三个人不了解组织的情况 被抓了 最多就是供出有人给他们提供信息 如果成了 那组织收获炸药 分是不可能分的 组织看上的炸药 那都得是组织的 至于那三个人是留用 还是直接解决掉 待定 不过 这三个人 现在还跟其他势力搭线 勤九肯定恼火 不会再留着那三个人 而且 组织出了情报 出了东西 要是那三个人失败就算了 要是成功了 结果东西 落到别的势力手上 不 不存在的 咱不能吃这个亏 必须对翻他们 你跟他们见面谈了 池飞池问了句题外话 勤九知道池飞池是什么意思 瞥了池飞池一眼 前天见过 则 跟杀气腾腾的勤九谈过 居然还没有重视 完背叛这一出 真不知道那三个人是傻 觉得跟暴力团体搭线 就能黑一波勤九 还是胆子大 压根就没把勤九放在心上 又或者是太聪明 感觉到跟勤九合作 最后肯定没有好下场 不管怎么说 两边都心怀鬼胎 就看最后谁赢了 池飞池一贯平静的眼中 闪过一丝异色 这种圣者为王的比拼 还真是有趣 他们什么时候行动 今天晚上 勤九声音阴沉 在他们河山口祖接触前 把人解决掉 基安帝有别的事去做 这次行动 只有科恩和卡尔瓦多斯 让其他聚集手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两个过去 必要是直接引爆炸药 行 池飞池懂了 炸药可以不要了 弄死那三个家伙就行 别说浪费 组织不缺炸药 不缺子弹 最浪费的 还是叫上这么多 核心成员行动 不过大家最近 好像都挺闲的 大概就是一起出来 溜带一下 看勤九也挺闲的 如果有别的事 哪怕是想出气 勤九估计也会 丢给狙击手就完了 拉克 波本会盯着山口祖那边 福特加补充道 在那边的人有行动之前 会提前告诉我们的 池飞池 好吗 还要再加上一个波本 不过也算在他意料之中 组织不会跟暴力团体起冲突 更不可能火拼 除非涉及到核心秘密暴露 双方不是一个路子 暴力团体人多且杂 暴露在明面上 而组织主要讲究暗处活动 走精兵路线 如果真要拼个你死我活 组织也不会正面对上 把情报搜集好 全员出动 狙击 暗杀 大量炸药埋过去 把对方高层全解决掉 那团体基本就散了 一个上午 拿狙击枪 吃饭就过去了 到了下午 晴九突然收到了信息 看着 神色沉宁了些 看完后 把消息复制 发到池飞池邮箱 波本好像找到了一条大鱼 池飞池点开邮件看了看 的确是条大鱼 邮件上的说法是 某只波本光盯着那边 觉得无聊 顺便从山口祖的人那里 套了一个信息 江口妓子 女 29岁 山口祖某个高层的情人 那三个人 就是通过江口妓子 跟山口祖搭上了线 这个女人平时负责 找一些他国偷渡来的女人 或者留学生 在歌舞伎丁经营生意 手段自然不怎么光明 威逼利诱 不 没有利诱 酬劳几乎不可能支付 完全是靠着暴力团体胁迫 也就导致了 这个女人手里 每天都有大量现金流入 还有一部分暴力团体的资金 也是她管理 囤积了大量现金 具体多少不清楚 不过至少有十亿日元 还有一部分美金 英镑 黄金 在某个地方 囤积了这么多现金 跟银行也没什么两样了 迟飞迟沉淫了一下 最好尽快行动 搜集情报的时间够不够 既然勤九叔发现大鱼 肯定是盯上了 这个女人手里的现金 现金用途很大 在不方便转账的黑色交易里 现金往往更能取信于人 如果能尽快行动 近两天对江口妓子下手 可以误导山口组的人 为什么早不出事 晚不出事 偏偏那三个人 接触过这个女人后 就出事了 那三个人的算解 不 肯定是最近有冲突的 其他暴力团体 派三个炮灰打探他们的消息 策划了报复行动 组织跟他们没有明面上的冲突 他们绝对想不到 这一切的开始 只是请九针对那三个人的报复行动 这样一来 组织还是继续隐藏在暗处 不会惹麻烦上身 如果要行动 就要查清楚资金的具体位置 资金的数目 安保力量怎么样 漏洞 情报调查的越详细 行动就越简单 波本没那么快 今天肯定查不清楚 先去解决那三个家伙 请九考虑着心思也转到江口继子这一边 报复哪有打钱重要 而且两者也不冲突 福特加去歌舞祭丁附近 好的 大哥 福特加开车转了车道 反正他是不指望能听懂这两个人的对话了 迟非迟不知可否 继续翻着手机里的资料 安石头那里 恐怕已经掌握了不少线索 林祖将国家置于个人之上 几个人的死亡和国家安全比起来 他们必定会选择牺牲前者 那个女人胁迫的人太多了 还有留学生 一旦被爆出来 国际形象 国际关系都会受到影响 要是他国要求对山口组进行整治 说不定还会出乱子 山口组各方面的人脉 跟政界人物的关系 各党派之间的纠纷 牵扯到的是很多 这件事只能在暗处解决 要么公安突袭 秘密逮捕 要么直接让这个女人 死于某个黑色势力的纷争中 最佳选择 应该是其他跟山口组 有纷争暴力团体 现金在那摆着 既能打击山口组 想必很乐意做这把刀 但可惜 那些人未必有组织做得干净利落 驱狼主虎 狼是浑身铁刺 獠牙尖锐的群狼 而虎是一只依附强权的母虎 爪牙风不风利 还要再接触才能判断 抵达歌舞祭丁之前 勤九又进入了发邮件 等回复模式 顺便跟福特加 说着江口组子的事 车停在街区外 没再往里开 三人找家店吃了东西 出来后 又等了十多分钟 一辆白色的车子 开到旁边停下 驾驶座上 女人一身紧身黑衣 微卷的黑色长发 束在脑后 戴了一顶鸭舌帽 隐约能看到 一双眼角上扬的俏丽猫眼 停好车后 放下车窗 转头问道 请酒 找我有什么事 池飞池透过车窗打量着 这张脸他不陌生 女主持人水无连奈 主持的节目和新闻报道不多 但好歹 也是上过电视的人 水无连奈 原名本堂英海 CIA情报员伊桑本堂的女儿 同样是CIA情报员 跟父亲一起 卧底在组织 代号基尔 四年前 CIA新联络员的街头行动中 父女俩在仓库街头 由于基尔没有发现 衣服上藏着组织 用来监视新成员的发信器 两人秘密街头的事 被组织察觉 之后 伊桑本堂为了掩护女儿继续卧底 开枪打穿了基尔的手脚 又打断了基尔的肋骨 还对基尔注射了突针剂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MD 之后 咬断了自己的手腕 开枪自杀 那张MD里 只有伊桑本堂 审问基尔的录音 没有基尔的声音 伊桑还让基尔编造了说辞 大概就是 基尔发现了伊桑的疑点 将其带出来审问 反被伊桑置住 拷问并注射了突针剂 但就算是这样 基尔也一直坚定地一声不吭 没有透露任何一点组织的情报 最后咬断伊桑的手腕 并开枪反杀了伊桑 因为这件事 加入了勤九的行动小组 不过 赏识归赏识 那一位的谨慎 可不是说笑的 就算是他 明明以往经历能查得一清二楚 跟各国情报组织 没有任何关系 又被特殊手段洗脑 也照样有监视期 还要他跑去英国杀个卧底 保证彻底把他拖下水 而基尔加入组织前的假经历 做得再完美 也总会有一点怪异 四年前的事 组织里未必没人怀疑 这是卧底们死一保一的戏码 相比起来 哪怕基尔加入的时间比他久 但在那一位心里 恐怕还没有他可信 自由程度方面 跟他也没法比 当然 目前基尔没露什么破绽 被信任程度 还是有一些的 我要你混进歌舞祭丁去 搜集一点情报 请九直接了当道 水无连那眼里 戴上一丝惊讶 不是装的 是真的惊讶 请九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福特加不由失笑 由于戴了墨镜 只能看到嘴角咧了脸 我就知道 基尔是不会想去那种地方 搜集情报的 那就你去吧 今晚的行动 就让基尔跟我们一起去 请九冷声道 你这副打扮 跟暴力团体分子 没什么区别 只要装成顾客 试着接触管理人员 把接触过程录下来就行了 池飞池 换了个轻快阳光的年轻男生 还不用易容 很方便 福特加愣了一下 会变声了不起啊 老是变个不熟悉的声音 吓他 算了 只要不问他奇奇怪怪的问题就行 水无连耐 这才注意到 请九车后座有人 看了一眼 收回视线 对方坐在后座中间 不靠近任何一边车窗 所以根本看不到头部 不过可以看到模糊的身形 应该是男性 请九的行动组 来新人了 福特加觉得这两人说的有道理 压根没多想 点了点头 打开车门下车 好的 大哥 那就我去吧 池飞池 请九 没发现这是一个小小的报复吗 原来欺负老实人 才是最没意思的 连点反抗都没有 福特加戴上摄像头 和小型通讯器 干脆利落地离开 池飞池下车 转到副驾驶坐上车 水无连奈侧过头 大大方方地打量着 对方一身利落的黑衣 金发碧眼的欧洲面孔很年轻 脸颊上还有几粒小雀斑 看起来就像个和善的大男孩 池飞池上了车 翻出一台平板电脑 平板已经连上了福特加那边的摄像头 不过福特加还没有接触那几家店 暂时不用看监控 池飞池沉默了一下 转头 对水无连奈露出阳光的微笑 嗨 美女 你好 刚坐上驾驶座的勤酒 无征兆 不定时发病又来了吗 你好 水无连奈笑着回应 虽然知道 组织里不可能有善累 光看外表是会吃亏的 但看着那双迎着笑意的湛蓝眼睛 她心里还是不受控制的 被轻松地感觉笼罩 你是刚加入行动组的新人吗 你觉得是就是吧 我觉得是就是 你不会也是个神秘主义者吧 大概不算 勤酒冷声问道 要不要等你们聊够了再走 啊 抱歉 水无连奈被勤酒冷冷盯着 心里汗了一下 神色认真了些 那么 目的地呢 银座八丁目 勤酒发动车子 开离原地 水无连奈 开车跟上去 保时捷356A开上主流道 池飞池从后视镜看了看后面跟上来的车子 懒得在维持脸上的微笑 声音也恢复了平静的语调 你似乎吓到她了 她大概猜到了 勤酒只是问一问 就是语气冷了点 要是他们说 要再聊一会儿 勤酒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他们现在过去 时间还早 但基尔显然误会了 还以为他们磨磨蹭蹭 引得勤酒不高兴 勤酒或许是不屑解释 或许是懒得解释 他的胆子可没那么小 勤酒开着车道 倒是你 怎么有心情跟基尔说这么多 试试装嫩是什么感觉 持飞驰平静道 整天看柯南装嫩 他觉得挺有意思的 勤酒有点不知道 该怎么吐槽持飞驰这份无聊 转而评价持飞驰刚才的笑容 笑得很别扭 我也知道 那种情况配上微笑有点奇怪 应该要再笑得开朗一点 最好露出牙 不过 持飞驰语气平淡地说着 露出一个标准的露驰笑 很违和 随即 笑容一秒消失 恢复冷脸 持飞驰继续一脸冷淡道 任何异于常人的特征 都容易被记住 勤酒之前侧头看了一眼 已经收回了视线 拉克这变脸速度 真的比翻书还快 不过 他也看清楚了 拉克两颗尖牙比一般人 要长出一些 你还真不适合自己易容 嗯 持飞驰点了点头 身高也是个问题 勤酒继续道 跟吸血鬼一样 就算换一百张脸 只要露出那对 遮挡不了的獠牙 就会被别人认出来 持飞驰 怎么听来听去 他都觉得 这不是好话 勤酒没再说下去 拉克毕竟还年轻 年轻人容易被爱冲昏头脑 如果拉克真的对基尔感兴趣 他就要多留意一下基尔 不过现在看来 这家伙就是闲得无聊 逗人家玩 持飞驰也没跟勤酒聊下去 戴上耳机 用平板看着福特加那边传来的录像 江口记子手底下 有四五家不那么正经的娱乐会所 每个会所都有所谓的电场管理 他们原本的计划是 帮水无连耐水 随便换张脸 让水无连耐混进去 接触那些店长 了解情况后 选择一个合适的店长 再用易容术 让水无连耐将对方替换掉 这样一来 搜集情报也好 接近江口记子也好 都会方便得多 那些店长也跟山口组一些高层不清不楚 算是江口记子的小姐妹 一群人无聊 就会坐在一起聊八卦 而八卦 就是搜集情报的路径 再加上 江口记子每天会去会所看情况 如果顺利的话 水无连耐化身某个店长之后 还能接触一下江口记子 摸清这个女人的情况 方便安排行动 现在计划改变 由福特加去试图接触 但等易容替换某个店长的时候 估计还是要找个女性过去 男性伪装成女性 有很多地方不方便 原本贝尔摩德是最佳选择 不过贝尔摩德估计不会来 所以最后 恐怕还是要接而去一趟 而他的任务 就是 利用福特加身上的小型摄像头 记下那些女店长的长相 性格行为举止 录下声音 挑选合适的冒充人选 简单来说 福特加就是进去转一圈 尽量跟那些女人接触 挑选易容目标 记录特征的任务 还是得她来 夕阳的余晖渐渐消逝 夜幕笼罩大地 银座街头 灯火璀璨 一辆黑色保时捷 和一辆白色车子 前后停在路边 池飞池盯着平板 分析着福特加那边的情况 偶尔跟那边 带着耳机的福特加沟通两句 请酒发了邮件 联络狙击手 去目的地周围进行埋伏 水无连奈下车 走上前 没等水无连奈问 请酒就开口道 上车 我们去日本桥 池飞池一点也不意外 银座巴丁木 本来就不是真的目的地 他们要去埋伏的是日本桥 先跑到这边来 是防着基尔 也是请酒的谨慎使然 等水无连奈上了车 保时捷开离原地 水无连奈 大概也习惯了请酒的作风 没有多问 带着你刚才留下的烟头离开 池飞池已经换了干涩嘶哑的声音 通过耳机通讯 指挥福特加离开 盯着三号目标 出去后找个隐蔽的地方等着 他离开就跟过去 后座 水无连奈惊讶抬头 刚刚那个阳光大男孩声音呢 假音 从车内后视镜看去 那张年轻的欧洲面孔上一片漠然 目光冷峻 跟刚才的样子截然相反 确认他的住所 住处周围的环境 我们这边玩时去找你 池飞池说完 切断通讯 重新回放着平板电脑上的视频 看了一会儿 截了张目标的正脸图 发到勤九的邮箱里 勤九在日本桥一带 找了个地方停车 才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池飞池发的邮件 又将图片存下来 发给两位外围成员 让两位外围成员过去帮忙 让福特加一个人跟踪 不太稳 而且最好有两个帮手一起过去 出了事 也能及时把情况反馈回来 勤九打开车门下车 接二 明天还要你去一趟歌舞鸡丁 哦 水无连奈好奇 福特加的调查失败了吗 不 成功了 具体地让拉克告诉你 勤九直接到一边去打电话 拉克 水无连奈眼里 带上一丝惊讶 池飞池没有转头 从车内后视镜看了一眼 以嘶哑声音道 怎么 很奇怪 没什么 只是听贝尔摩德提过你 他说 你和勤九神秘兮兮地做事不待他 他让我也别告诉你们 他在做什么 水无连奈笑着 努力压下心里的别扭感 明明是同一张脸 之前打招呼的时候 还让人觉得 是一个年轻阳光的大男孩 一转眼 冷脸加上平静嘶哑的声音 就像一个顶着年轻面孔的冷酷老人 很奇怪的好不好 刚才去迎座巴丁木的路上 发生了什么 人被替换了吗 他才一整天神神秘秘的 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池飞池低头看平板 把有关三号目标的视频整理了一下 发给水无连奈 说回正事 我会帮你易容成这个女人 你以她的身份 去打探江口记子的情报 最好能接触一下江口记子本人 水无连奈拿出手机看视频 点开后 一边思索一边看 视频明显结果 只有这一段 应该是拉克筛选过适合易容的人 对方的体型和他很像 声音也有几分相似 视频里表现出的性格 也外向开朗 喜欢打听事情 确实很适合用来做打探情报的身份 伪装成这个女人不难 只要易容没问题 声音不像的话 他可以说感冒 敷衍过去 估计他也不用在那里待太久 让他觉得棘手的是拉克这个人 昨天 贝尔摩德让他以看病为理由 去新出医院碰面 还跟他提起过这个代号 他没说谎 贝尔摩德确实说过 行动让他对勤酒和拉克保密 他假装好奇 想打探一下情报 不过贝尔摩德没有多说 直接把话题转开了 看样子 贝尔摩德和勤酒 对拉克都有一些了解 对他保密 也就意味着 其他核心成员 也未必知道拉克 可以推测 拉克在组织里地位不一般 也绝对不是什么新人 本以为是刚来的阳光萌新 结果却是只阴沉的老狐狸 害他听到勤酒说出拉克这个代号时 表情差点就惊崩了 这个大骗子 刚才跟他说的话 表现出的样子和性格 没一样是真的 这是一个恶趣味的玩笑 还是他被怀疑了 他有露出什么破绽吗 在水无连带自我反思的时候 勤酒已经打完电话 俯身从车窗外对持飞迟到 科恩和卡尔瓦多斯等会就位 我提供给那三个家伙的逃亡路线中 这一带的交通情况 全部打探清楚了 他们或许会故意偏离一些 但绝对不会偏离太多 而给他们的设备里 也装了定位器 他们已经出发了 大概两个小时后 会路过这一带 持飞迟点头 他就说吧 勤酒的东西 哪有那么好拿 那三个人觉得占了便宜 殊不知整个动向都被勤酒掌握了 要什么时候处理 就什么时候处理 寻着发行器找过去 也就是几颗子弹的事 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去那边的立交桥上 接儿 你来开车 勤酒默认了这个提议 他和持飞迟到时间就去立交桥上 一枪打完就走人 有意外 也可以开车跑 是个不错的选择 等水无连带去了驾驶座 勤酒上了后座 又问道 易容的是没问题吧 没问题 水无连带神色认真起来 答应得干脆利落 明天和后天 我没有节目需要主持 有时间 夜 11点41分 清静无人的街上 一辆车闯过一个个红灯 飞速狂飙 车里 开车的男人留着披肩长发 一脸漫不经心的绣车技 后面还有警察跟着吗 旁边副驾驶座上 胖男人拿着一个对讲机 听了听那边的声音 笑了起来 眼里带着几分喜意 后面的警车已经被甩掉了 警方会在前两个街口设领检 我们只要避开那两个灵检地点 就能彻底摆脱那些警察的抓捕了 那两个家伙给的东西 还真好用啊 连警方的通讯频道 都能轻松链接上 小心一点 被改装的后座 个子矮小的男人 蹲在车厢里 整理着炸药 声音低沉道 那两个人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说到底 这次是我们耍了他们 不要按他们提供的路线走 明白 长发男将车子开进一个岔岛 自信道 放心 山口组的人会过来接应我们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老大 跟我认识的朋友合作 是不是比跟那种危险家伙合作好得多 接下来谋划一次大场面 怎么样啊 炸药够 我们用很多次了 就算是最严密的银行 也挡不住的 几人兴致勃勃地憧憬未来 抢了多少银行 能分到多少钱 被车子载着 绕路直奔日本桥 而在日本桥一带 已经有一群人 静静等着他们到来 一栋大楼天台上 卡尔瓦多斯和科恩架好狙击枪 观察着一条条远处延伸过来的道路 主干道上方的利胶桥上 一辆黑色保时捷356A驶来 在路边杀停 勤九低头看了手机一会儿 用耳机连通了通讯 科恩 波本那边说 山口组来了四个人接应 那四个人已经开车转进三号线路 车牌没变 还是之前那个 那边交给你 看到车子后 让车子停下来 怎么做随你 没问题 科恩闷闷应了一声 没再说话 勤九 我看到目标车辆了 耳机里 卡尔瓦多斯道 前排坐了两个人 还有一个应该是在后排 看不到人 驰飞驰也发现有车子狂飙着 在利胶桥下方的道路上行驶 放下车窗 架起狙击枪 等车子从桥下经过 瞄准锁定那辆白色车子的后座车窗 看了看 从后面也看不到人 那就让他们下车 勤九拿起狙击枪 从后座瞄准外面 利胶桥下 车子飞驰而过 桥上 保时捷的前后座 两个枪口探出车窗 静静瞄着 在白色车子开到桥与大楼之间时 后座车窗探出的枪口 冒出火花 子弹飞出 贯穿车子后轮车胎 打进地面 与此同时 相隔一条车道的一辆进口车 也同样被科恩打爆了车胎 四个山口组成员不明情况 骂骂咧咧下车检查 而利胶桥下 被勤九一颗子弹 打爆车胎的白色车子 晃晃悠悠开了一段 被迫杀停 副驾驶坐上的胖子 开门下车 转到车后检查轮胎 跟同样下了车的长发男 沟通了两句 很快 后座的矮个子也下了车 似乎打算在附近 找辆车换了 在这种背景追捕的时候 别说没有备用车胎 就算有 也没那么多时间换 还不如集体换辆车跑 耳机那边 卡尔瓦多斯道 目标都下来了 我就处理之前 躲在后座那家伙好了 可以 晴九盯着瞄准镜的目光 变得杀意凛然 拉克 我左你右 时飞时脸上 没什么情绪波动 瞄准了右边的长发男 三个红点 从三人身上移动到脸部 子弹前后飞出 三人刚发现 对方头上红色的点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爆了头 保时捷没多停留 两个枪口收回后 开离原地 窗户也随之降了下来 位于两栋大楼上的 科恩和卡尔瓦多斯 也迅速撤离 大概三分钟后 一辆在附近待命的车子开来 停到躺了三具尸体的 白色车子旁 两个人下车将炸药收走 又开车离开 早已远离 立娇桥的保时捷里 晴九打了个电话 确认炸药到手 又让对方送到 指定的仓库去 池飞池联络了福特加 让水无连耐 开车过去接福特加 如果没有江口祭子的事 今天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也不会叫上基尔 到了晚上 他们过来开一枪就走人 选定的易容替换目标 住在旧室住户楼 福特加在那一带的路口等 车子刚接近路口 一直躲在池飞池衣服下的 飞池乐了 欢托提醒道 主人 福特加太大意了 那边有三个人 在他背后的巷子口 两边屋子窗户后 都有人要 池飞池转头扫了一眼 路口旁边的住宅楼灭了灯 楼上窗户还拉上了窗帘 看不清有没有人 不过窗帘留了一条 大约十公分左右的缝隙 一处 两处 三处 水无连奈 已经看到等在路口的福特加 刚放缓车速 准备过去 就听到后座 响起嘶哑声音 别过去 别停车 别加速 前面街口便离商店旁边停 池飞池说着 又用手机给福特加打电话 水无连奈愣了一下 还是照做 保持放慢的车速 没有转到 继续沿路向前 勤酒扫了车窗外一眼 没有吭声 深夜车少 站在路口的福特加 一眼就看到过来的保时捷 刚想上前 发觉手机震动 被阻拦了一下 拿出手机 左右看看 接通后压低了声音 喂 拉客 电话那边 嘶哑声音 以一贯平静的语气道 有人盯着你 别东张西望 往前一个路口走 假装不认识车子 直接走过去 换耳机通讯 保持联络 我知道了 福特加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拿出耳机 将通话转到耳机里 保时捷在前面街口的便利店前停下 水无连奈疑或低声问道 有人盯着福特加 请酒用车上的点烟器点了烟 问的问题就直接多了 几个 六个以上 两旁的住宅楼上至少四个 福特加身后的巷子口至少两个 池飞池也把通讯转到了耳机 拿过平板查地图 保时捷356A停到了便利店前 后座窗户放下来一些 一缕烟气往外飘散 福特加从一旁路过 没有多看 没有停留 一直往前 没多久 两个同样穿着黑西服的男人 路过保时捷 侧目看了一眼 没有多留意 继续跟了上去 打车 去代工山亭 自己脱身 池飞池对着耳机那边 低声说了一句 前方 福特加拦了一辆出租车 坐上车离开 远远跟踪的两人 由于不知道福特加的目的地 迟疑了一下 又转身往回走路过保时捷 回了之前的路口 随后 路口又走出两个相同打扮的人 四个人凑在一起 低声说着话 往街口走 街口住宅楼楼上 也有几个窗户亮起了灯 保时捷停了一会儿 才离开原地 水无连带感慨道 还真有人 在盯着福特加呀 暴力团体成员 请酒道 嗯 池飞池清应了一声 从之后住宅楼里亮起的灯 可以判断 之前确实有人住宅楼的窗户后 偷偷盯着 那栋楼 留着常年有人居住的痕迹 不可能是临时占据的 也就不会是目标发现 福特加跟踪江口继子后 叫来的人 有两个可能 第一 那一带住的 都是社团里的人 福特加这个生面孔 在里面徘徊被发现了 在家的社团成员 都从自家窗口 悄悄盯着福特加 第二 提供江口继子情报的波本有问题 提前让人在附近找房子埋伏 准备了一个陷阱 虽然易容目标是由他们选定 但如果事先了解过那几个女人 又足够了解 请酒会怎么安排行动 会派谁去执行任务 不是不可能推测出 他们的目标是 这个体型跟水无连奈相似的女人 提前安排埋伏 不过 后者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波本怎么肯定请酒的安排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让请酒改主意 明知道请酒有其他行动 不会亲自来 如果跟着请酒 了解很多组织秘密的福特加不过来 蹲一个外围成员 也没什么用 所以不太可能 而福特加接电话离开后 跟出来的人 无论穿着文质冰冰的打扮 还是沉浸的气场 都跟山口组成员吻合 如果是公安之类的人 伪装成暴力团体分子 精明的人不会 直接跟出来 那些势力的精英会考虑 外面是否有组织成员蹲着 他们跟出去 是否会被察觉异样 考虑得越多 反而越容易被分辨出身份 简单来说 如果是公安之类的人 在发现请酒的车 没有接到福特加 而福特加突然离开 必然不会冒冒失失地出来 而如果不精明的官方特工 不可能伪装得这么像 从那四个人行动间的身体痕迹观察 也不像是经受过官方机构训练的人 他和请酒 刚才不是在确认跟踪人数 而是在观察对方的行为举止 辨别是哪一方的人 刚才请酒特地说了一句暴力团体成员 是在跟他核对结论 是非是让福特加将人引出来观察 在请酒看来 或许是为了确认波本有没有问题 不过正好相反 他是特地在请酒面前 帮波本证明清白 他不确认 请酒或许也会去确认 或许会从别的渠道确认 但也可能懒得确认 直接怀疑 在心里留个心结 这样对波本潜伏不利 他也不担心会把安氏透坑了 那小子不会不这么粗糙 又容易暴露自己的局 水无连耐 不会去考虑波本是否有问题 也就没有那些复杂的想法 不清楚两人之后的简单对话 是在甄别确认某只波本没问题 只看了衣着打扮 就确认那是暴力团体 调侃道 看起来他们就住在附近 我听说 有的暴力团体分子 会集中住在同一个区域 有陌生人进入那一带 就会引起警惕 福特加这是闯进贼窝了 明天等那个女人出来之后 再找机会动手 请久没有解释 甄别是有必要的 如果是波本有问题 那么就要考虑 怎么反过去套路一波 如果波本没问题 他们也算是确认了 对方周围的情况 明天就不会 忙忙撞撞跑进去那一带 在山口组成员的包围中动手 而福特加那副打扮 跟暴力团体分子 没什么两样 再加上墨镜挡脸 对方离得远 未必看清具体长相 不会被山口组注意到 说不定对方还会把福特加 当做其他社团的人 觉得是别的社团想搞事 总的来说 福特加暴露不算坏事 也不算好事 因为不敢保证 福特加的特征 会不会被山口组的人记住 以后行动时被认出来 不过跟福特加体型相似的人 不止一个 一身黑西服 也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以后也不一定会被认出来 时飞驰也没跟水无连带解释 他喜欢分辨各类人的性格 再根据性格和思考方式 去推测对方的行为模式 或者根据行为模式 去反推对方的思考方式和性格 虽然涉及到变化多端 难以确定的情绪因素 推断多半会出现失误 但抛开情绪变化因素 基本都能推测个七七八八 在加入组织之前 他一直觉得 琴九的心思应该是最难揣测的 但相处下来 却也没那么难猜 或许是同样喜欢藏着情绪 或许是论多疑 他不比琴九好到哪去 只要抛出自己知道的事情 忘掉红方的身份 把自己当成真正的组织成员 去思考 他的选择差不多 也会是琴九的选择 而情绪变化 这个他难把握的因素 对琴九他都是靠感觉 可 分析有时候 反而不如感觉靠谱 要是琴九懒得确认 只是心存怀疑 在一听水无连带这番话 就有点故意误导 遮掩的嫌疑了 一日 下午 天气炎热 偏僻的仓库 门枝压压被推开 一个穿着紫色短裙 细长高跟鞋的女人探头 看了看里面高高落着的集装箱 迟疑着进门 妓子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 妓子小姐 你在吗 记 抱歉啊 水无连带 穿着同款的紫色短裙 头上戴的帽子 帽颜压低 挡住大半张脸 举手枪对准女人走出来 大倒和美小姐 是我们找你 你 大倒和美吓了一跳 刚后退一步 就感觉后背 被冰凉的枪口抵住 顿时停下脚步 背后 一个嘶哑难听的声音响起 江口妓子囤积现金的地方在哪里 大倒和美脸色发白 微微侧头 只能看到身后的人的黑色衣角 不敢再乱动 颤声道 我 我不知道 你觉得会在哪 池飞池又问道 大倒和美有些迟疑 和美小姐 水无连带微微抬头 冒檐下 双眼带着几分冷意 你出卖了他们 他们确实不会放过你 但现在死和可以逃 我相信 你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我确实不清楚 大倒和美连忙道 不过 我知道妓子小姐其他的住所 江口妓子所有住所 江口妓子的性格 江口妓子平时的习惯 亲人的住址 面对死亡的威胁 大倒和美有问必答 竹筒捣豆子 一般全部说了出来 我知道的只有这些 能 能不能请你们放过我 池飞池后退两步 枪口上移 对准了女人的后心 毫不迟疑地扣下扳机 这种趁着别的女孩子 在一国他乡 利用黑色势力逼良为娼的人 她不会正义感爆发 去玩什么以暴之暴 但行动需要的时候 她也不会心慈手软 荡成漫画里的纸片人 就行了 修 装了消音器的 勃来塔九2F枪口 冒出一丝火光 女人低头 看着紫色衣裙上 扩散开的鲜红 瞳孔一缩 连忙伸手捂上去 却阻止不了生命的流逝 倒在地上 外面太阳炙热 仓库里却十分阴凉 水无连耐 压下心头泛起的凉意 收起枪走上前 故作惋惜到 真是可惜了一个大美人 自始至终 对面那张金发碧眼的 年轻面孔 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连眼神都平静如初 就像眼前倒下的 不是一条生命 只是一个模型 虽然为了继续潜伏 遇到这种人 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相比起无辜者 解决这种人 心理负担要小得多 但她绝对表现不出 这份从骨子里 透出的无所谓 论不把人命荡一回事 拉克比之勤酒也不差了 时飞池低头 检查了一下衣服 刚才后退两步 也是为了避免了 衣服上被溅上血迹 文言扫了水无连带一眼 转身出仓库 还好这话是女人说的 换个男人 对着尸体这么感慨 就太像花花公子了 出了仓库 两人离开巷子 在外面无人的街道 上了一辆黑色的车子 车子开出一段距离后 时飞池按下引爆器 后方渐远的楼房后 顿时传出爆炸的轰响 清理痕迹要不少时间 能炸还是炸得好 附近路段没有监控 等警方出警 灭火 找到尸体 确认尸体身份 他们这边早就完事了 池飞池开着车 在歌舞基丁附近 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停下 帮水无连奈 一融成大岛河美的模样 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提醒到 五个小时之内撤出来 明白 水无连奈利落应声 下车离了李群百 从容离开 池飞池也开车离开原地 等时间差不多了 他还要过来接水无连奈 以免水无连奈出事 没人接应 这辆车 是他三天前跟组织申请的 价格一般 外形一般 有车牌 但根据车牌查不到他头上 今天到手 他那辆雷克萨斯太招摇 不适合行动的时候开 在歌舞基丁外围转了一圈 熟悉了地形 池飞池刚把车开回 上次准备的一个临时安全屋 就接到了毛利小五郎的电话 喂 老师 晚 8点17分 居酒屋里 女服务生把一碟碟菜摆上桌 公退开 请慢用 怎么样 这家店的环境还行吧 毛利小五郎倒了一杯酒 一口闷 舒服得溃淡 哎呀 这酒还真是不错呀 池飞池尝了一下菜 味道不好不坏 标准的日式料理 还行 是的 他翘班了 卸了一容 就跑过来跟毛利小五郎吃饭 当然 也不全算翘班 他提前跟勤酒说过 出来吃个饭 等水无连奈那边解决 他能去接应他就去 他去不了勤酒去 吵闹就说明生意好 而且今天八点到十点 只要一份钱 就能无限量吃喝 毛利小五郎又倒着酒 大大咧咧道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没有不满意 池飞池一脸平静的表态 嗯 毛利小五郎抬头看了一眼 无语低下头 继续喝酒 他这徒弟狠行酒 都习惯了 不叫上小兰他们吗 池飞池问道 小兰和那个小鬼 毛利小五郎自顾自地埋头喝酒 要是叫上小兰 我哪能喝个痛快啊 男人喝酒 就没必要叫上他们了 放心 小兰会做好晚饭 带着那个小鬼吃的 池飞池默默到了杯酒 喝了一口 小兰平时没上演全五行 对这个老爸 也算够耐心的了 不到一个小时 毛利小五郎就喝多了 挂掉毛利兰打来的电话 搭着舌头 朝服务生招手 再 再来一瓶 池飞池也被拉着喝了不少酒 拿出手机 拨通了毛利侦探事务所的座机 喂 你好 这里是毛利侦探事务所 我是池飞池 毛利老师喝多了 我们在米花艇 一丁目61号的居酒屋 等会儿我送 飞池哥 你等一下 我们马上过去 嘟嘟 这一次 倒是别人先挂了池飞池的电话 池飞池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还有两个多小时 送毛利小五郎回去之后 应该还来得及去接水无连耐 老师 别光喝酒 你别光吃菜 喝酒啊 毛利小五郎 接过服务生送来的酒 开瓶倒满一杯 朝池飞池笑哈哈举杯 来 干杯 池飞池举起酒杯 跟毛利小五郎碰了一下 见毛利小五郎又是一口闷 也一口喝完 等毛利兰带着柯南赶到的时候 毛利小五郎已经最趴在桌上 池飞池去结了账 帮忙扶着毛利小五郎离开 飞池哥 真是不好意思啊 毛利兰也帮忙扶着 还要你帮忙结账 没事 池飞池到 柯南左右张望了一下 池哥哥 你没开车过来吗 要喝酒 没开 池飞池找了个借口 他那辆红色的雷克萨斯 停在银座那边 从组织领的车 停在神山亭 都挺远的 我还要喝 毛利小五郎口齿不清的男男 再来 这里离侦探事务所不远 我们走着回去 大概二十多分钟就能到了 毛利兰跟池飞池说了一句 又埋怨毛利小五郎 爸爸 你已经喝太多了 一路走过去 夜晚的巷子里 没有其他人饮 平 街旁 一栋住宅楼二楼 窗户玻璃突然破碎 吸引了池飞池四人的实现 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 推开阳台玻璃门 往下面看了看 回头抱怨道 不要乱丢东西好不好 你回去了 屋里 另一个声音显得很愤怒 要我回去 你这混蛋 敢叫我回去 眼镜男转身回了屋 似乎跟屋里的人推脏起来 干什么 快点放手 中本 少啰嗦 窗帘挡住了玻璃门 屋里两个人 似乎还在持续争吵 池飞池转头看了一下 自己这边的阵容 毛利三人组都在 好不容易翘班跑来喝酒 这是又要发生事件的节奏 毛利兰听着那边屋里的吵闹声 转头问道 怎么办 飞池哥 还能怎么办 毛利小五郎收回两人架着的胳膊 走着S路线 晃晃荡荡过去 既然看到了不能不管 我去 去劝架好了 我去看看 池飞池拉住毛利小五郎 将人交给毛利兰 盯着毛利小五郎 您好好待着 有寒气 毛利小五郎 抬眼对上那道近的发冷的视线 清醒了一些 嗯 好 你们不用担心 一个养着长须的老头 牵着狗走过来 转头看着二楼的窗户 笑呵呵道 他们两个平常就这样打得闹闹的 不过每次吵过之后 没多久又会笑着和好了 说着 还弯腰摸了摸柴犬的脑袋 对不对 柴犬摇着尾巴 仰头蹭了蹭老头的掌心 密起眼污了一声 好吃的 好吃的 驰飞驰低头看狗 这种性格温顺又亲近人的狗 念到简单词汇的时候 大多是主人最好 主人 主人 开心 当然 具体还要看宠物的种类和性格 这是一只吃货狗 还是说 这老头是个拿食物骗狗的狗贩子 毛利小五郎一听老头这么说 果断放下了去劝架的想法 真是的 害我白操心 您的宠物不怎么喜欢吃东西吧 驰飞驰视线上移 看向那个老头 顿时发现了不对劲 眼前的人身形看似钩楼 但手臂相应的弯曲幅度不对 膝盖刻意曲了一点 营造出衰老的假象 而且 长须过于光泽了一点 被长须遮挡以外的地方 皮肤光滑 似乎也没有皱纹 虽然昏暗光线下有点模糊 但 他是当所有人都瞎吗 这分明就是一个没有长须的年轻人伪装的 男人还不知道 自己被看破了 笑眯眯以缓慢的声音笑道 他 只是最近胃口不太好 平时吃的可多了 驰飞驰没再说什么 目送这人离开 又扶着毛利小五郎 继续往前走 不用想 肯定是发生事件了 这个老头有问题 只是他还要去接水无连耐 今晚最好还是别惹出什么事来 驰哥哥 那只狗怎么了吗 柯南主动问道 他不觉得 驰飞驰是那种多话的人 毛多 但有点哭 驰飞驰镇定道 缺乏微量元素 柯南 这是职业病犯了 不过 话说回来 驰飞驰还知道自己是个兽医啊 驰飞驰送毛利小五郎 回了侦探事务所 也要回家休息为理由 没有多留 打车去神山亭 换上雀斑男一容后 又开车去接水无连耐 到歌舞纪丁附近 时间还早了一点 等了十多分钟 水无连耐才打电话过来 驰飞驰将车开过去 接了水无连耐 就直接离开 水无连耐上车 闻到一丝酒味 好奇问道 你去喝酒了呀 嗯 等会儿你来开车 驰飞驰将车子开往偏僻巷子 情况怎么样 大岛和美之前没撒谎 水无连耐 也不敢多打探 说回正事 我说自己感冒了 嗓子不舒服 把声音的异样遮掩过去 和管理其他店的三个女人聚在一起聊了一会儿 他们应该没发觉人被替换了 知道的是 也和大岛和美一样 另外 江口继子这个女人 似乎很不好应付 江口继子的父亲 原本就是山口组的人 不过地位很低 与之相比 江口继子就要强上不少 大概17岁加入 到如今有15年 从水无连耐打探到的过往分析 这是一个擅长察言观色 也足够很辣的女人 不过喜欢炫耀 张扬傲慢好面子 水无连耐接触过本人 经过观察 江口继子身上有两串钥匙 从情报来看 江口继子一共三个住所 还有五家不小的店 再加上两栋提供给被迫害女孩住的住宅楼 身上的钥匙很多 一串钥匙有17把 另一串有5把 没有发现保险箱钥匙之类的东西 到了一个接口 时飞时下车 你来开车 水无连耐也下了车 转去驾驶座 继续道 钥匙太多 我没有时间印下来 他盯得也很紧 我假装不小心把咖啡泼到他身上 想趁他换衣服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印下两把的模型 确定他那两串钥匙的用处 不过就算是去换衣服 他也没有把钥匙放在外面 而是带了进去 嗯 时飞时给秦九发了邮件 把得到的情报总结一下发过去 三个住处的地址 五家店和两栋住宅楼的地址 被重视的两串钥匙 性格习惯 关系人 有益容数 打探情报确实方便 应付这些 不是情报组织出身的人 更简单 等了大概三分钟 秦九才打了电话过来 喂 波本那边查到一个消息 那个女人在港区的住所 七年前动过工 是用他们山口组自己的工程队 虽然山口组不少人重建房屋都是这样 但明明不算老旧 却重新专修 他平时不常住 都是住在文京区 而且 也只有这一个住处动过工 如果没有其他的地方 那囤积现金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那里了 那边秦九语气平淡 池飞池倒是感觉到 秦九的心情还不错 也对 要是顺利的话 这次行动很快就可以收网了 你有没有找人去确认过 池飞池问道 正在确认 秦九道 今晚山口组一个大头目召开会议 江口继子那个情人也会过去 不到凌晨三点不会回去 我们确认完就行动 你们先过去台东区 他已经往那边去了 行 池飞池挂了电话 对水无连奈道 去台东区 根据水无连奈打探到的消息来看 江口继子家里的司机和管家 都是山口组成员 另外还有两个保镖 白天出门带三个 刘管家在家 晚上四个人都在保护 如果他那个山口组高层的情妇过去 人手还会更多 看起来 在白天动手似乎比较好 但白天江口继子的活动区域 都在山口组的地盘内 人手更多 如果只是暗杀 在江口继子 去某个地方的路上拘杀就行 但他们 还要拿到那两串钥匙 钥匙在路上 一旦死人 必然会引起路人的注意 想偷偷取走钥匙很难 最好能够近距离解决 拿了钥匙就走人 看江口继子的重视程度 那两串钥匙中 必然有打开囤积现金地方的钥匙 当然 没法百分百肯定 只不过十亿以上的现金是很多 但对于勤九来说 也不算什么 多勒索两个人 或者多进行两次黑色交易就有了 勤九显然不想在这件事上 浪费太多时间 以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也足够行动了 夜里十一点半 一对情侣携手离开公园 男人余光 瞥见一辆黑色车子驶过 好奇转头看去 保时捷356A 没想到 居然还能看到这种古董车 可惜 车子很快转过街口 消失在视线中 男人有些遗憾 收回视线 一边往前走 一边对女朋友科普着这种车 丝毫没有察觉 刚才有狙击枪瞄准了他 保时捷没有离开多远 转过街口后 就在一辆黑色节路池 Zalus车子后停下 知道了 勤九对通讯耳机那边的科恩说了一句 打开车门下车 人已经走了 应该只是路过 看见车子有点好奇 大半夜还来这种僻静的公园约会 还真是够奇特的福特加根下车 觉得突然不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了 害他以为是什么可疑分子 警惕了半天 前方 谢了一容的水无连奈等在车旁 看到两人下车后 走上前解释道 拉克说 他先去看看情况 勤九恩了一声 去了多久 不到二十分钟 水无连奈道 勤九在心里估算了时间 那就等他的消息 水无连奈 心里有些惊讶 面上却没表露 在行动中途 自己先跑去打探情况 这已经算是私自行动了 以勤九的性格和行事作风 居然没有打电话过去 夺命连环靠 看上去也没有恼火 没换地方等 说明也没有起疑 很不正常 拉克那家伙 果然不是什么新人 如果是新人 这么做早就惹得勤九不快了 不过勤九的想法不好推测 还要再看看 看拉克死不死 福特加倒是压根没多想 人家拉克是有自由行动权的好不好 别说先去打探情况 就算介入行动 先一步行动 只要对组织有利的介入或抢先 那都没问题的 等了五六分钟 勤九听到耳机里科恩的汇报声 看向街边巷子口 穿着一套黑色休闲装的高寿人影走出来 昏黄的灯光 渐渐照亮金发和那张平静的面孔 池飞池走近后 直接到 有点麻烦 水无连奈微微垂眸 留意着旁边勤九的举动 要是勤九心里恼火 手肯定已经偷偷握紧枪了 勤九左手从封衣口袋里缓缓伸出来 水无连奈面不改色 压住有些加速的心跳 果然 下一秒 猜测完全失败 勤九拿出烟盒 取了一支烟咬住 又拿出打火机点燃 你前进去了 水无连奈 嗯 啊 不是枪 没有 别墅附近的住户 应该也是山口组的人 大部分人没睡 我没惊动他们 只是避开人看了一下 迟飞迟到 至于江口妓子家里 管家 司机 一个园丁 两个保镖 两个女佣 再加上江口妓子 一共八个人 除了园丁之外 其他人都没睡 在院子里喝酒 那确实麻烦 水无连奈收回思绪 他们聚在一起 就很难接近江口妓子 进行暗杀 勤酒脑子 也快速转着 本来是打算 凌晨一过就行动 暗杀江口妓子 拿到钥匙 留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将钥匙带到港区去开锁 不过现在很难暗杀 直接去港区炸开房子 如果现金没有放在 地下室之类的地方 钱可能也会被烧没了 去港区实地探查 想办法避开钥匙 能开锁还好 但要是那种复杂 或者有警报的锁 一定需要钥匙 又得折腾过来 等到目标那群人去睡了 要是山口组 那个高层结束会议后 带着人回来 应该会留人警戒 再加上别墅里的人一多 暗杀目标 还要加上一个老狐狸 那个高层 可未必是简单人物 就更难动手了 还是先撤 改天再找机会下手 深更半夜 公园旁的街上 一头银发 穿黑色风衣的高个男 站在车旁抽烟 一旁 穿黑西服 戴墨镜的壮汉皱眉 对面 一个穿黑色男休闲装 金发闭眼的高个男 也垂了垂眸 街灯将地上 三道黑色影子拉长 与清一色的黑衣 混在一起 池飞池抬眼留意到 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话 深夜聚集在 东京街头的乌鸦 还好 水无连带之前 为了顶替大岛和美 换了紫色衣裙 没有换回来 只戴了顶黑色的帽子 多少有点别的颜色 不对 现在看起来 貌似更奇怪 远远看到的话 就像是三个黑衣男 再为一个穿子裙的妹子 静命没有持续太久 大概也就一秒 福特加不快埋怨 这么晚了 那群人搞什么呀 居然还不睡 池飞池提醒 我们也没睡 福特加 拉克 好好说话 咱别杠 池飞池又转头看勤酒 我前进去试试 勤酒突然想到一个关键 你身上带了毒 那种毒发作快 毒素剧烈 用少了 容易让他们挣扎 弄出动静 用多了 要是放在食物或者酒水里 其中一两个人先吃 其他人还没入口 就会发现异样 停止进食 而且 他们在院子里 空气流通 试图让毒液物化成气体释放 也不稳妥 池飞池转身去车旁 打开副驾驶座 探过身 从储物阁里 拿出一根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黑色铁棍 别弄那么复杂 引进屋就行 勤酒瞄了眼黑棍 知道那是一把折叠大镰刀 毕竟他也是看过视频的人 然后 就想起了那个 砍死所有目击者 就是完美暗杀的理论 你喝酒了 放心 我清醒得很 池飞池拿着铁棍 关了储物阁 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请酒被说服了 相处下来看 池飞池在不正常的时候 也不会冲动 更不会因为这种小事 不顾生命安全 而且他记得在伦敦的时候 池飞池直接走过去 给车子油箱装上炸弹 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响动 连进在车前的人都没察觉 有这种可以做到 翘无声息的身手 潜入那栋别墅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水无连奈若有所思 喝酒和清醒对应 他可以理解 不过拉克为什么还要说 不会拿生命开玩笑 结合喝酒的事 难道是指拉克不能喝多 喝多了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酒品不好 安排好之后 行动开始 科恩要继续盯着外面的主干道 确保撤离时没有意外 请酒和福特加又顿了 找了个适合观察到别墅一带 又能保证安全的地方 水无连奈开车 送池飞池过去 同时负责主要的接应 公园距离江口祭子 所在的别墅区不远 开车大概三分多钟就能到 水无连奈 将车停在街口 没有开进去 耳机那边 请酒出声道 目标住所东西两侧的人家 都有不少人活动 从前方第二个路口 右转绕过去 明白 池飞池戴上手套 拿了个背包下车 请酒的提醒到此为止 附近 没特别高的地方 以他所处的位置 最多帮忙辨别一下 附近人家亮着灯光的情况 池飞池也没指望 请酒能帮多少忙 拍了拍衣服 行动了 飞池立刻在衣领处露了一个头 欢快道 终于轮到我表现了 哦和和和 池飞池 都说了别跟小圈红子学 可 飞池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 好了 主人就位 跟请酒说的一样 第二个路口右转 直走 右转 前面那户人家围墙 附近没有人 翻过去 很好 我们绕过他们的屋 注意了呀 前面第三个窗口边 有个人在打电话 咱弯腰过 好 翻过去 别急着跳下去 走围墙 好 翻左边那家的围墙 前面那户人家二楼有人 弯腰躲 好嘞 翻上旁边的围墙 黑夜中 一道黑影快速穿梭 避开灯光和所有人的视线 翻过围墙 绕过房屋 宛如鬼魅 远处商城高楼上 科恩帮忙看了看 别墅区的情况 镜头里 一道黑影从围墙上闪了过去 嗯 怎么了 通讯耳机里 琴九问了一句 科恩没急着回答 用瞄准镜转过去 刚才的围墙附近看 没有发现一点黑影的踪迹 就好像刚才他眼花了一样 不过作为狙击手 眼花是不可能眼花的 沉默了一下 没什么 我好像看到围墙上 有道翻过去的影子 耳机传出一声轻科 似乎是用手指指甲 敲了一下通讯耳机 琴九和科恩懂了 现在不方便说话的 只有拉克 那就是告诉他们 我知道啊 拉克 刚才 科恩话没说完 耳机里又传出一下敲击声 刚才是他 琴九帮忙翻译 别问他为什么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问就两个字 猜的 琴九猜对了 飞驰选择的路线很野 几乎以一条直线指挥驰 飞驰过去 越过墙壁 楼层 围墙 还不时来个现实通过 在别人眼皮子底下跑过去 换个体力不行的人 根本跟不上这种节奏 驰飞驰不便出声 也没空出声 将速度提到最高 竭尽全力 暗夜急行 听着耳边风声喧嚣 看着场景飞速变换 心里也不由生起一丝畅快自由的感觉 飙车哪有飙 自己来得痛快 而周围一户人家一楼 一只懒洋洋 趴在窝里的三色猫 突然站起身 抖了抖耳朵 跳上窗台 用爪子扒开纱窗 跳了出去 附近一带的围墙上 街道边 公园里 一只只猫行动起来 有的毛发光泽整洁 一看就知道 主人照料得很好 有的干瘦却矫健 目光带着家猫 没有的野性和锐利 本不该有多少交集的猫 此刻都飞速在房屋间窜跳 向同一个位置汇聚 最先发现异样的是飞翅 主人 猫 有很多猫过来了 紧接着 科恩也发现了不对劲 瞄准镜快速在一个个墙头 屋顶扫过 额头渗出冷汗 视线里 一道道小小的黑影窜动 数量多的吓人 追着一个从围墙上闪过去的黑影而去 拉客 那一带跑出了很多猫 很多 至少有三十多只 他们好像在追你 养猫预警吗 福特加忍不住道 那些家伙 还真是狡猾 池飞池停了翻越 靠到一堵围墙的阴影处 皱了皱眉 难道真的是山口组的成员 都在家里养猫预警 动物厅里 嗅觉敏锐 尤其是猫 集体养猫 预防陌生人潜入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等了五六秒 第一只猫到了 黑白花色的猫 跳下围墙 蹲下看着池飞池 很快 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第五只 不到一分钟 池飞池面前的巷子里 都蹲满了猫 一声不吭 仰着头看池飞池 一双双眼睛发亮 偶尔有两只猫 眼睛闪过忧虑的光芒 池飞池忽然就懂了 这些猫的意思是 来啊 造作呀 继续飙 大家一起飙 嗯 大概是他那个没有说明 没有引导 没有升级提示的三无外挂 自然之子 又触发了 某种奇怪的情况 把这些猫引过来了 喵喵喵 一直看起来体型稍小的猫 娇滴滴叫了一声 不跑了吗 一起跑吗 飞池好奇 主人 他是不是在朝你撒娇啊 池飞池 穿越过来 第一次 有生物朝他撒娇 可惜 是只猫 飞沫从空中落了下来 也来凑热闹 兴奋到 主人 我想把我在附近的手下们叫过来 放心 我们就在空中转两圈 耳机那边 琴酒隐隐听到了猫叫声和乌鸦叫 有点担心 等会儿猫跟乌鸦打起来了 拉克 不行就撤出来 池飞池朝飞沫点点头 表示同意飞沫带乌鸦来溜两圈 飞沫有数 会约束好那些乌鸦 不过这些猫 还是试着沟通一下 池飞池压低声音 对群猫道 我还有事 改天再来找你们玩 一群猫转头 互相看了看彼此 其中一只先离开了 随后 其他猫也陆陆续续离开 过两天 我要去别的地方了 最后一只流浪猫丢下一句话 也窜进了旁边的巷子 不用撤 解决了 池飞池对耳机那边低声说了一句 继续听飞翅的指挥 绕过巷子翻墙 琴久想到 池飞池驯养动物的能力 也没有坚持撤离 要是潜入暗杀完成 今晚也不算白跑一趟 要是栽了 落到山口组手里 比落在警方或者官方情报机构 手里好得多 他安排营救也不难 也让拉克吸取点教训 池飞池距离江口组子的住处 已经不远了 大约两分钟后 就翻过别墅二楼的围墙上 隐在墙边的黑暗死角 别墅院子里 一群人坐在一起吃喝 带着醉意齐声唱跑掉的歌 不时有人唱错 引来其他人哄笑 江口组子留着奇耳短发 露出一张精致的瓜子脸 穿着一套简单的短袖衣裤 席地而坐 搂着女管家的肩膀侧头说话 笑得坦荡开怀 看起来就像是普通人 跟好友开开心心聚餐 不过 一旁的两个女佣 被保镖占着便宜 神情僵硬地强颜欢笑着 让气氛多了一丝怪异 池飞池收回视线 在房子后方绕了一圈 主人 一楼厨房里面没人 可以从厨房进去 有一个人在左边的房间 半天没动静 应该是睡着了 飞池提醒道 池飞池看了看 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铁牌 沿窗缝塞进去 向下压 厨房窗户上了锁 不过这种锁很好开 只要掌握用力的方式和角度 很容易从外面打开 窗户被悄然推开 人影翻过窗 轻巧蹲到地上 避开面向院子的窗户正面 悄然到厨房门口 开门 进入客厅 除了有人睡着的房间 池飞池 几乎将一到三楼都看了一遍 摸清各个房间的位置 用途 门窗的方向 文件粗略翻过 枕头下 抽屉里的枪支 丢进背上的背包里 找到几把钥匙 不过观察了形状 大小 在屋里的门内试了一下 都是屋里其他房间的钥匙 池飞池悄然进了江口祭子的房间 一边打亮房间里的布局 袖子里的铁棍滑落在手中 将其彻底展开 化作一把镰刀 上前把房间里窗帘轻轻拉过去一些 又将窗户上的锁打开 慢慢拉开窗户 夜风吹动窗帘 扫到一旁的化妆台上 化妆台上 一瓶玻璃装的化妆水 被推下去 瓶 玻璃瓶自然落地 发出清脆声响 碎成了几块 楼下院子里 江口祭子疑惑转头 看到似乎是被风吹开的窗户 往屋里飘荡的窗户 再联系到刚才的脆响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祭子小姐 女管家也转头看着二楼 你忘了关窗户吗 我去看看 江口祭子起身走向门口 我也起吧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 顺便把手机带去房间充电 女管家也起身跟了过去 江口祭子打开门上楼 快到房间门口时 又隐隐听到一声什么 在桌上咕噜咕噜滚动后 啪的落地声 连忙加快脚步上前 驰飞驰在把一只口红推下桌后 握着镰刀 躲在了跟化妆台相反方向的门口 怎么让一个女人 快速注意到你 摔她的化妆品 江口祭子桌上那些化妆品 她认不全 不过其中有两款是限量款 剩下的价格似乎也不便宜 那就更得摔了 咔嚓 江口祭子打开门 顺手开了灯 第一眼就看向化妆台 心痛 匆匆跑过去的时候 视线下方晃过一道略微弯曲的黑影 来不及停步 脖子上寒意略过 嗯 江口祭子连忙伸手捂住脖子 惊恐转身看后方 不过没来得及看到人 就被捂住嘴扶住 挣扎间 力气渐渐消逝 驰飞驰已经把门眼上 等江口祭子没气息之后 将人放倒在地上 又把化妆台上的化妆品 全扫落在地 哗啦 瓶 啪 乱七八糟的声音响了起来 各种香味弥漫 折盖了血腥味 祭子小姐 怎么回事 在一楼房间的女管家 疑忽问了一声 连忙上楼 扮演的门后 池飞驰已经收起了镰刀 镰刀握柄长 七字形构造 不用冒险逼近身后 只需要探手过去就能伤人 等江口祭子发觉不对 并开始挣扎的时候 咽喉受损 已经很难说出话来 他只要上前将人置住 要不要多久 江口祭子就没法挣扎了 能避免弄出太大动静 所以说 镰刀不仅能开无双 也是能用来暗杀的 至于女管家 按照一般人的思路 感觉楼上有一样上来查看 心有警惕 不会冒冒失失闯进来 再者 这是屋主的房间 一般人也不会冒失 最可能的是先探头看 那么 镰刀除非用斩下去 或者用尖端刺过去的方式攻击 否则还真不好下手 而那两种方式 前者多半会斩在后径 力道小了 无法一击毙命 力道大了 直接斩头会喷剑太多血 他身上血腥味太重 等会儿出去 说不定会有麻烦 后者 对方探头看 突然看到 一把镰刀刺过来 容易失声惊呼 也会让事情变得麻烦 听脚步声到了门口 齿飞齿摘下手套 摸出身上藏着的那张 写有金色英文 Rocky的黑牌 飞牌的话 戴手套就有点不方便了 妻子小姐 女管家推开门 刚探头看情况 一张黑牌定入博侧 毒素快速顺着血液扩散 齿飞齿把人置住 等人断气后 拖进门 顺便回收黑牌 戴好手套 关上房门 上锁 主人 又有一个人上来了 飞池提醒 齿飞池蹲下身 从江口妻子身上 搜出两串钥匙 模仿着女管家的声音 故意将话说得断断续续 妻子小姐 生什么气 门外 保镖迟疑了一下 还是敲门 妻子小姐 没事吧 没事 妻子小姐很重要的瓶子 被风吹到地上摔碎了 你们玩吧 我先休息了 妻子小姐 我帮忙清理 齿飞池一人分饰两绝 她没听过江口妻子的声音 随便挑了个女声 声音压得很低 血腥味被一地破碎化妆品的香味掩盖 保镖听得模糊 不过大概了解一点情况 估计是化妆品或者香水摔碎了不高兴 心里嘀咕一句 女人的心思真难猜 呃 那我先下去了 飞池一直留意着保镖的动静 齿飞池已经把钥匙放进背包 又从背包里拿出两个炸药包 装好远程引爆器 一个放到化妆台下 一个放到两具尸体身下 组织里的人进行暗杀行动 一般都会戴顶帽子 不完全是为了遮挡容貌 也是为了防止头发掉落在现场 另外就是暗杀结束后 用纵火或爆炸的方式 销毁现场痕迹 她今晚顶着易容用的金色假发 没戴帽子 也不担心自己的头发掉落在现场 不过一些痕迹很难避免 比如捂住两人嘴巴留下的指印 或许不会很清晰 但也是线索 福尔摩斯也曾说过 所谓事件 只要有不可解之处 就很容易解决 看起来平凡无特征的犯罪 才真棘手 要么别做 做了别想着弄什么作案手法 不在场证明遮掩 以最粗暴的方式 销毁所有痕迹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完事 等我过去 齿飞池对耳机那边说了一句 切断通讯后 在炸药包上 黏了一个窃听器 戴上窃听器匹配的窃听耳机 敲了敲 确定声音传递没问题 这是防止有人提前发现尸体 预计爆炸 是在三点左右 最好在他们 到港区检查了现金之后再引爆 以免惊动山口组的人 察觉到异常 转移现金 但如果有人提前发现尸体 为了能及时消除痕迹 他就会提前引爆 再之后 就是一路下去 检查 清理一些自己留下的痕迹 在潜入的厨房窗户下 放个炸药包 潜出去的同时 清理围墙上的痕迹 接口 水无连奈等持飞驰上车后 立刻开车离开原地 请久 我已经接到拉克了 好的 港区会合 持飞驰听着窃听器那边的动静 看了看时间 凌晨1点37分 还有一个多小时 江口继子的情夫 就会结束会议 虽然路上需要时间 但难保不会先打电话回去 察觉异样 让人去检查 所以 时间是要算会议结束的时候 速度快一点 可能 还没有一个多小时 虽然他用女声说了 江口继子要收拾 打扫 休息 但期间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他们的时间不多 波本在盯着那边开会议的酒店 如果人提前出来 他会及时将消息传递出来的 水无连带正色 说了一句 加快了车速 调侃道 拉克 你现在算是名副其实的拉克酒了吧 香料味十足 持飞驰将车窗打开一条缝隙 他现在身上的气味不好闻 各种香味混杂 连血腥味都被遮掩了 不过面对这句吐槽 他也不知该怎么回应 沉默 水无连带等了一会儿没见回应 又道 初次见面 那个跟我笑着打招呼的人 是你的孪生兄弟吗 持飞驰瞥了水无连带一眼 不至于生气 就是不太习惯陌生人的调侃 大家又不熟 接耳 好好开你的车 水无连带被冷冷扫了一眼 心里遗憾 面上不显 从容笑了笑 好吧 但我没说 看来和勤酒一样 性格恶劣 脾气不太好 一言不合 就乱用眼神吓人 关键是 还真的能吓到人 四十多分钟后 水无连带开车飙到港区 等到了江口妓子买下的房子附近 已经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 勤酒和福特加 也随后不久赶到 持飞驰听着窃听器那边的动静 下车道 大概十分钟 有人去敲了江口妓子的房门 尽快 勤酒走向门口 拿出枪 一枪打坏了门锁 根本没多停留 直接进屋 持飞驰也跟了过去 既然勤酒直接进去 应该是提前找人 确认过里面没人 里面确实没人 没什么安全警报之类的东西 也没有找到现金 不过 四个人在屋里搜查 总会找到一点异常的痕迹 这边 水无连奈在一个房间里出声 等其他人三个人过来 敲了敲墙壁 声音不对 持飞驰打量着屋里的陈设 瞥见墙壁上灯的开关下侧墙壁 有不自然的磨痕 伸手打开灯的开关 拉克 水无连奈 有些意外 持飞驰没解释 又将开关继续按下去 水无连奈 前方的墙壁 轰隆向两边打开 露出一道带密码的铁门 跟银行的金库 也差不到哪去了呀 福特加感慨一声 持飞驰蹲下看锁孔 从钥匙串里找到两把差不多的 试了一下 第一把就对了 水无连奈盯着门上的输入键 还要六位数的密码 秦九转头看持飞驰 潜入的时候 你搜查过了吧 有没有发现 他家里所有手写信息上 有五个六位数数字 持飞驰到 有几次输入机会 没有显示 水无连奈看了看 不过这种门 一般都是三次 也可能他根本没有把密码 记录在什么地方 而是自己背下来了 要叫人送密码破译器过来吗 福特加道 赌一赌运气吧 秦九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两点四十一分 拉克 那边情况怎么样 尸体暂时没有被发现 不过估计很快 又会有人再去敲门 不用乱世 根据性格 喜好 记录密码时 有可能身处的环境 持飞驰一边听着 窃听器那边的动静 一边回忆着 江口继子的性格 喜好 设想江口继子 会在什么情况下 记下密码 既然里面有一部分 是山口组的资金 不会是江口继子 一个人忙活这里 那个女人擅长察言观色 在团体很会做人 为了表达重视 记录密码 也不可能随手记录在杂志上 字体不会歪斜潦草 这个密码很重要 为了防止被人窃取 聪明一点的人 不会记录在日记本之内 代表了秘密的东西上 江口继子不傻 甚至可以说 是个精明的女人 排除掉这些 那么 是写在诗集上那个 接二 492535 水无连奈 快速输入了六个数字 门上 显示灯跳到绿色 请酒直接拧开门把手 走了进去 一个金属构造起来的空间 架子上摆放了不少箱子 里面全是现金 日元 美元 英镑这三类 另外还有一些金条 进门右手边的架子上 还放了枪支和子弹 前班走 请酒顺手放置了炸药 开车撤离 刚入手一批炸药 大家用起来 似乎都很随心所欲 附近一处废弃码头 两辆车前后停下 拉克 你要的水 福特加下车 把路上帮买盲的矿泉水 递给吃飞吃后 点了支烟 彻底放松下来 请酒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2点51分 别墅那边一切正常 还没有人发现尸体 持飞池取下连接窃听器的耳机 扔进海里 又拿出遥控器 引爆了布置在别墅的炸弹 爆炸足够将厨房和江口机子的房间 炸得面目全非 窃听器自然也会在爆炸中被销毁 请酒也引爆了放置在现金囤积地点的炸弹 将一行人活动的痕迹彻底消除 用车上的点烟器 点了一支烟 下车吹风 这次行动结束 大家都可以休息两天了 请酒最多也就是确认一下后续 看看山口组的反应 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 持飞池没有点烟 Sigaran的飞色烟身太醒目 虽然不只是他一个人抽 但日本抽的人不算多 他可不想水无连耐 因为这个锁定他的身份 拧开矿泉水瓶盖 拿了一个小瓶 往水里加了一小点舌腿粉末 飞池的舌腿里 检测出氨基酸 酸性蛋白等成分 还有一些钙 钾 那之类的微量元素 没有发现毒素 总的来说 可以消炎消肿 退一瓶目 泡水喝 大概是不能治什么病 持飞池就是当作补充能量 微量元素的保健品 暂时替代一下枸杞 熬夜 要注意防脱发 水无连耐 注意到持飞池网瓶里加东西 有些好奇 不过想到之前持飞池冰冷的目光 还是没多问 转而看向勤酒 勤酒 东西送到这就可以了吧 可以了 勤酒咬着烟 低头用手机发着邮件 我会联系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持飞池喝了两口水 将矿泉水瓶拧好盖子丢进车里 吹着夜风 看向一片暗沉昏暗的大海 突然间 双眼传来烈火灼烧般的剧烈疼痛 勤酒第一时间察觉异样 视线立刻从手机上 转到持飞池身上 怎么了 持飞池低下头 用右手捂住眼睛 没有吭声 那种痛感 似乎沿着神经 一路窜到大脑 最重要的是 眼睛 有人觉得盲人眼前是一片黑暗 其实并非如此 如果想体验盲人的感觉 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闭上那只眼的感觉 就是盲人的世界 那种感觉 就像是脸上少开了眼睛所在的窗口一样 连黑暗都没有 只有一片虚无 现在他的双眼就是这样 主人 飞池的声音在耳边渐渐模糊 持飞池快速冷静下来 分析着现在的情况 不管会不会失明 现在考虑后果还太早了点 要先考虑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看能不能强行挽救 问题应该出在飞池的舌退之上 明明没有检验出毒素 而就算有毒素 从他的检测结果来看 他体内抗体足以免疫大多数生物毒素 甚至因为抗体强大 一部分人工合成毒素也可以免疫 那么 是因为今晚喝过酒 激发了某种毒素的合成或者增强 还是因为他自然之子 这个三无外挂 前者还好 他身上带着从自身抗体研究出来的解毒药 加强自身抗体总没错 但如果是后者 那他还真不知是该怎么解决 总结 现在没有解决的办法 他可以开始考虑后果 后悔 并总结经验了 嗯 东西果然不能乱吃 下一秒 食飞食眼部 大脑的痛感全部消失 突然的落差 让人觉得刚才的疼痛只是错觉 而持飞食眼前 不 应该是脑海里 出现了各种色块组成的事件 身边的红橙色相见的三个人 深蓝的水泥地 蓝色烧浅的大海 车子橙色的发动机 热量成像 拉克 勤九伸手按住持飞食的肩膀 目光阴严肃 显得更加凌厉冰冷 持飞食睁开眼 看向勤九 世界恢复正常 勤九放下手 盯着对面那张金发 闭眼的欧洲面孔 打亮了两眼 没法从那张依旧平静的脸上 看出什么问题来 眼睛出问题了 不是 有点头疼 持飞食闭了闭眼 发现闭上眼睛之后 热成像又出现在脑海中 睁开眼 随便找了个理由到 我把毒荡成营养品 加进水里去了 勤九 伏特加 水无连耐 请问 眼看着一个人一脸平静表示我没事 只是不小心 自己给自己下了毒 该用什么表情来应对 关键是 这可是组织的核心成员 一个头脑 潜入暗杀 狙击都足够优秀的核心成员 居然差点把自己给堵死了 今晚的芬儿真迷惑 勤九转身看着大海 狠狠吸了一口烟 将烧到尽头的烟丢进大海中 沉没 持飞池看了一眼海水上漂浮的烟地 沉没 污染环境不太好吧 伏特加和水无连耐也沉没着 有点不知该说什么好 勤九转过身 盯着持飞池问道 之前是谁说的 放心 我清醒得很 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不是玩笑 是失误 持飞池 平静纠正 看来 不仅东西不能乱吃 坏习惯也不能乱学 比如学毛利小五郎利Flag这种事 打脸根本不用隔天的 勤九低头重新点了支烟 他算是明白了 清醒对拉克来说 不是衡量形势是否正常的标准 现在看到那张平静下来的脸 他会心口疼 气闷 呼吸不畅 不如不看 伏特加出声问道 拉克 那现在没事了吧 没事了 持飞池冷淡地应了一声 伏特加 能不能给点反应 比方说 表示一下后怕 不后怕 至少也懊恼一下 这样真的让人没法聊下去啊 好在 勤九的情绪缓过来了 低头发了邮件 转身上车 不用其他人送现金过去 拉克 我们两个去一趟 行 持飞池转身上车的时候 闭了一下眼 热成像消失了 看来是有时效的 不确定是否根据摄入舌退分量决定时效 也不确定再服用 是否还会产生疼痛 伏特加和水无连奈看 两人都像没事人一样 继续沉默 两辆车又离开港区 持飞池送水无连奈 勤九送伏特加 之后又在涉谷区碰面 把现金送到江古田 放进一栋没人住的房屋的地下室 里面大概有五百万英镑 给你做活动资金 勤九锁好地下室的锁 将一把钥匙丢给持飞池 持飞池接住钥匙 你有用就用 我去英国还得两年 也行 勤九没有推辞 两人都没怎么在意这笔资金 所谓行动经费 正常来说 就是行动所需的花销 衣食住行 伪装潜入的道具花费等 核心成员偶尔没任务的一两天 也同样有行动经费 有点生活费全包的架势 贝尔摩德去高档餐厅吃饭 也是用行动经费 另外 其他人根据情况 大概是有酬劳的 持飞持不清楚 因为他没有酬劳 连车子被炸了都不给报销 警号 不过 背护艇的训练厂加安全屋 枪支弹药供应 上牌的车 对于他来说 比钱更难得 就算他一个人能弄来 最后的开销 绝对比一辆雷克萨斯SC多得多 而这笔行动经费 超过一般行动所需的经费很多 对于他和勤九而言 可以像套似全大五的地产一样 用来许诺 或者进行真正的交易 比如购买武装直升机 再或者在某个自己 想要什么东西的行动中 给参与成员发钱 另外 去建实验室 去收买某个人 用途大概就是这些 当然了 也可以自己扣留着花 不过五百万英镑 相当于六亿多日元 他还没放在心上 或者说 再翻十倍 他也不在意 就算没有真池集团 和菲尔德集团的背景 他自己去打赏金 也能打到这笔钱 而且作为卧底 要工资 也得像公安要 那些从组织得来的活动资金 他最好别用在个人身上 以表示自己 不是为了钱或者享受 而进行卧底工作 至于勤九那边 也不至于太在意 敲诈两次就有了 钱来得太容易 长久以往 就会觉得钱不值钱 当人不缺吃穿 有了比钱更在意的东西时 更是如此 钱只是达到目的的过程 而不是最终的目的 临上车前 勤九又转头道 你体内有一些毒素抗体 嗯 吃飞吃点了点头 组织有他的造血干细胞 想发现抗体不难 勤九没再问下去 上车道 有抗体 也别没事浮度完 你的检查报告 尽快交给那一位 我有空去医院 池飞池知道 勤九说的是什么 采集造血干细胞之后 那一位让他有空去医院复查一下 确认身体没有出什么问题 两辆车在街头分开 池飞池开着车 沉默思索 在码头的时候 勤九的反应有点过激 相信水无连奈和福特加都看出来了 勤九不该这么在意一个人的死活 肯定有别的原因 他对于组织这么重要 关键应该在于他的穿越 否则柯南里早该出现这么一个人了 之前 原意识体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 却一直没有人发现 如果没有他穿越过来 大概会在某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穿越过来最大的变故 应该就是 原本不确定什么时候死亡的人活下来了 其他的呢 还有什么东西 主人 你之前到底是怎么了 飞驰从领口探头 之前水无连奈在 他没探头看 反正隔着衣服影响也不大 持飞驰当时的状况 他看得一清二楚 像是眼睛疼 又像是头疼 持飞驰收回思绪 算了 线索不够 还不如不琢磨 将车子停在路边 检查了一下车内 虽然不觉得水无连奈会那么沉不住气 往他车上放窃听器 或者发心器之类的东西 但防止意外 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好 检查完车子 持飞驰才跟飞驰低声说了自己的发现 我的热眼 飞驰有点呆 主人之前就已经有毒牙了 现在怎么连热眼都有了 那他以后不是连打游戏 而呸 协助主人行动的兴趣都没了吗 是我的热眼 持飞驰纠正 飞驰 持飞驰找到之前丢在车里的矿泉水瓶 拧开盖子 看了手机上的时间 又喝了两口 闭上眼睛 必须弄清楚具体的情况 科学实验不行 那就只能拿自己做人体实验了 这一次没有疼痛 脑海里也很快浮现周围的热成像 那么 第一次应该是让他的神经 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适应这种情况 总结说 就是对他身体的改造 随着时间流逝 热成像消失 持飞驰睁开眼睛 看了看手机 大概一分钟 在心里计算了一下 加入蛇退粉末的量 矿泉水的量 转头 看到飞驰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大概够用300分钟 5个小时 只能紧急的时候用一下 只是临时的 飞驰心里松了口气 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幸灾乐祸 反思自我了一下 出声宽慰 没事 主人还有毒牙呢 你的毒牙比我的厉害多了 持飞驰想了想 毒牙其实没什么用 它不能真的咬人 会留下齿痕 平时就只是取毒液给排脆毒 另外 牙口比较好 别人咬不动的东西都能咬碎 比如飞银里做的碳烧猪排 对了 主人 飞驰期待到 既然来了江古田这边 我们去找块豆怎么样 去块豆家蹭住一碗 也好 持飞驰同意了 不过车不能开过去 顺便还要清理易容 换下粘袋了血迹的衣服 烧毁 凌晨5点03分 黑羽快逗打着哈欠开门 看到门外那个穿着黑衣 帽子压低 一身冷冽气场的人 顿时睡意全无 侧身让开路 飞驰哥 现在是凌晨5点啊 你不现在还没睡吧 嗯 行动刚结束 持飞驰带着飞驰和飞沫进屋 哟 飞驰和飞沫都来了啊 黑羽快抖关了门 刚转身 就感觉胳膊一疼 转头 看着咬住他胳膊的飞驰 表情顿时木然 谢谢你的见面了呀飞驰 持飞驰翻了翻口袋 我之前没想过会来找你 没带血清 不过只是 贪一两个小时 应该没关系 怎么可能没关系 黑羽快逗声音严肃 抬头 看持飞驰的目光 忧怨而专注 飞驰哥 你变了 你以前都会为我带着血清的 持飞驰忍住一巴掌呼过去的冲动 一脸冷漠地转身 走到沙发上坐下 这个戏精 哎 真是太无情了 我可是半夜收留 你们主仆的恩人夜 黑羽快抖去到了杯水 喝了一口 又转头问道 对了 我老妈跟你老妈谈得怎么样了 前段时间我在考试 放假之后 又跟亲子他们 去了雄本旅行 忘了 给她打电话 我也没联系上我老妈 迟飞迟到 不过昨天的国际新闻里 有一条的标题是 第三次战书 盯上加奈夫人的神秘怪道 哎 黑羽快抖顿时饿了 端着杯子 走到沙发旁 放下杯子 拿出手机坐下 我最近都没怎么留意国际新闻 嗯 找到了 第三次战书 等一下 还有一些报道 神秘怪道执着于加奈夫人 盗窃宝石又再度归还 最终目的究竟是违情 扑 什么呀 这些人还真敢猜 老是盯着我妈头 也难怪被误会 迟飞迟没奇怪 他昨天就看到了 应该说 他最近都在关注他老妈那边消息 没错 黑羽牵引 已经第三次给他老妈发预告寒了 前两次 一次是在意大利 偷了他老妈的宝石 一次是他老妈去美国的时候 追到美国发预告寒 偷了别人送他老妈的名家画作 两次都得手了 两次也都是 偷了就归还 这是玩上瘾了吗 说好的 找他老妈 谈他和快逗的事呢 也对 从意大利追到美国 我老妈难得这么执着地追一个人 我得存下来 改天给他看看 虽然他也不会在意就是了 黑羽快逗乐呵呵地看着报道 三个小时前有新报道 池飞池拿出手机上网页搜索 前天 他老妈回菲尔德集团总部 结果黑羽牵引 又追到英国 发预告寒 要偷他老妈珍藏的怀表 嗯 最新消息是三个小时前 他老妈直接将怀表打个包 丢到预告地点的天台上 将警卫全部撤走 还阻止了警方干涉 摆明就是一句话 东西送你了 莫反我 看样子 不是我老妈追的不卖力 是你老妈根本不回应啊 黑羽快逗笑着调侃 其实应该偷你家的祖传物之类的 这样才能引起重视啊 乌鸦嘴 池飞池忍不住说了一句 打 飞沫转头 他好好在这蹲着看戏 主人别扯上他 他才没那么幼稚 黑羽快逗继续刷新闻 三分钟前 新鲜出炉的网络报道 神秘怪盗取走了怀表 并留下信件 下一次偷菲尔德加组上 传下来的贵族勋章 然后 炸了 菲尔德加有爵位 那梅勋章 也是英国皇室认可并发放的 这可不是 针对他老妈一个人的偷窃 网大了说 算是对一个国家非灭事 再之后 MI6介入了 这个 是不是闹大了 黑羽快逗遗憾 他刚才还真的乌鸦嘴了呀 池飞池起身 去冰箱里找了苹果汁 你知不知道 我母亲为什么被叫做加奈夫人 而不是称呼爵位 因为你母亲没继承爵位 黑羽快逗 摸着下巴猜测 英国贵族是长子继承制度 继承家业的 必须是长子 如果有三兄弟 通常是长子继承祖业 次子从军 老三进入教堂当牧师 如果家中没有男孩 继承权就要转给家中的男性亲戚 原本爵位和资产都是这样 一直到1925年 继承制度修改成资产 可以由女儿继承 不过 国会通过特别法案之后 现在也是可以允许特例 有女儿继承爵位的吧 我外祖母就是特例 先是继承大部分资产后 让菲尔德集团像猛兽一样 快速成长 之后因为财富 我外祖母才继承了爵位 说到底只是男爵 影响不是很大 实非是解释道 根本原因就在于 我外祖母是昭坠 我母亲是外嫁 还是跨国外嫁 所以我母亲没法继承爵位 按理来说 爵位在我外祖母去世之后 应该会回收 就算不回收 也要给我曾祖父那边的男性亲戚 不过因为菲尔德集团影响太大 大家好像都忘了 有人称呼 我母亲为家奈夫人 是因为她没有爵位 夫人不单只是代表某个男人的妻子 也有对身份的认同 也就是说 这次 黑语快逗没说下去 头皮发麻 既然闹大了 大家再装忘解 就说不过去了 也就是说 这次菲尔德家的爵位 很可能会被回收 或者传给其他人 反正跟池菲池这一家 是不会什么关系了 虽然现在有爵位 也没什么实权 但毕竟是传承下来的念想 放心 你老妈不会想不到这点 池菲池思索着 他们应该谈过了 商量出这一出 回收再授也可以的 对吧 即便不是英国国籍 也可以授予爵位 我记得有一些潜力 菲尔德集团对英国的经济发展 做了不小的贡献 授予应该没问题 黑语快逗抓头发 不对 那他们商量 这一出做什么 再来一次特例 给你老妈继承不就行了 还没有这么麻烦 池菲池提醒 可以打电话问问千尹夫人 黑语快逗反应过来 在这猜来猜去 我还要去睡觉 没空等报道 池菲池把话说完 黑语快逗一夜 他怎么觉得 池菲池要去睡觉才是重点 这就是又想吃瓜 又觉得困 干脆找内部人士 拿第一手资料 算了 他体谅 池菲池一晚上没睡 打电话去 黑语快逗打了电话 直接说了池菲池跟自己的分析 然后那边不知说了什么 电话就挂断了 无语吐槽 那边是晚上十点多 他说要赶着 睡美容觉 让我别吵他 对了 他还说 他们确实是打算让爵位回收再寿 你老妈已经跟官方那些人谈过了 不过爵位再寿 不是给你老妈 而是直接给你老爸 也就是说 他们玩这一出 是想撇开菲尔德加的其他人 那我知道了 我曾祖父当年的孩子都去世了 剩下一些关系不远不近的外妻 我外祖母 是我曾祖父收养的孩子 跟那边的亲戚关系不好 他们觉得 我外祖母 作为收养来的孩子 没有他们的高贵血统 不配继承家业和爵位 池菲池顿了顿 将飞翅放到桌上 他突然想起 他曾祖父 也就是老菲尔德男爵去世 是他大舅舅害死的 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让他外祖母底气不足 一直忍着 到他母亲现在 才算是忍无可忍了吧 不过 他也不知道具体发生过什么事 总之 在他们眼里 菲尔德应该由他们瓜分 一直到我老妈这里也是一样 闹了几十年也没消停 很混乱 我去洗个澡 没关系吧 他身上不知道有没有血迹 不过最好还是洗一下 没事 黑羽快斗起身 积极带路 左边第二个房间给你 洗手间和浴室在这边 对了 我的房间就在你隔壁 我给你拿洗漱用品 家里有备用的 吃飞时去洗澡了 黑羽快斗 也没闲着 连飞翅都不撩拨了 站在浴室外吐槽 那你老妈这样做 可是狠狠摆了那些人一到啊 就差没名说 爵位跟你们没关系了 别想了 不仅不给你们 念想都不给你们留 以后不管传几代 爵位都不可能 传到你们头上去 可能早几年 他们就在准备了 要给你老爸某个爵位 至少要真持集团 在英国有贡献吧 我们好像突然碰上了 一个大计划的收尾哀 话说 你就不能稍微激动一点吗 吃飞时沉默 的确 这操作真的够狠 直接断人家念想 黑羽快斗 还有 不知道你老爸这个爵位 是不是世袭的 你可是长子 要是世袭的话 以后就是你的了 嗯 以后你还要继承两个集团 其中一个总部还在英国 为了拉拢你 这个爵位很大可能是世袭的 虽然没什么权力 但说出去很威风啊 你就不能高兴一下吗 浴室里 吃飞时出声道 我考虑的是 撕破脸皮 要乱了 这么说也对 黑羽快斗靠到墙上 摸着下巴 兴致勃勃道 不过看样子 现在是你老妈掌握了主动权 她应该早就做好了准备 该担心的是对面 我感觉这是个准备了好多年的局啊 还是你老爸老妈联手做的局 大人的世界还真是 想想 就觉得很有趣 嗯 吃飞时认可 他认可的是 联手做局这一点 也就是说 他老爸老妈 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 反而背着他 偷偷摸摸搞事 至于两人的感情问题 在跟他老妈好好谈一次之前 还说不好 应该存在什么误会 但这次的动作 他父母的目标一致 打击菲尔德集团里的动乱分子 这么说起来 我老妈也掺和进去帮忙了一言 那我们要不要去英国一趟帮帮忙 黑羽快斗兴致很高 不 不对 你不能去 要是有人恼羞成怒 说不定会拿你泄分 对了 你的安全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既然他们选择动手 肯定是觉得 这边我可以应付 吃飞吃到 敢跑到他这里玩暗杀 来了就别想回去了 黑羽快斗继续到 虽然以你的能力 就算有人过来找你麻烦 也应付得过去 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要不要我来保护你啊 吃飞吃直接拆穿 你想凑热闹的话 可以去英国 黑羽快斗一夜 认真了一些 我不清楚他们的计划 而且肯定会涉及到一些商业手段 我不是很了解那些 去了也未必能帮上忙 一不小心 还会帮到忙 能做的 估计我老妈会配合着做了 我过去也没用啊 他 黑羽快斗 心里有数 池飞池 既然知道过去也没用 那还唠叨什么 过了一会儿 黑羽快斗还是没停 再次换角度分析 又过了一会儿 黑羽快斗 依旧热情不减 说到英国官方的态度等等 大概是激动过度 被飞翅咬到的毒素提前起笑 扑倒在浴室外 客厅 飞翅和飞沫吓了一跳 转头看 浴室里 池飞池也洗得差不多了 听到动静 出声问道 怎么了 黑羽快斗沉默了一下 飞池哥 飞翅的毒是不是变强了 我完全没做好准备 池飞池穿好衣服出浴室 心里叹了口气 今天就够忙的了 在安心去睡觉之前 他还要先安置 一下自己这个跳脱 画牢 经分 瘫痪在地的傻弟弟 想想自己还真是不容易 黑羽快斗 隐约感觉到嫌弃 是错觉吗 下午一点 池飞池被毛利兰打来的电话吵醒 起床 出门 黑羽快斗坐在电脑前 转头问道 飞池哥 我给你买了便当 家里还有给飞池买的泥丘 我不知道飞沫喜欢吃什么 我买了一点小麦和豌豆 可以吗 辛苦你了 这样就行 池飞池去洗漱 黑羽快斗收回视线 继续用电脑查阅着保时资料 心里不由感慨 他作为一名高中生 还要照顾起床 都一脸冷漠 黑羽加身 咒服夜出 混在犯罪组织的哥哥 以及他的两只宠物 想想还真是不容易 池飞池洗漱完 出来随便吃了点饭 我去趟毛利侦探事务所 等会儿 我跟亲子他们约好了去游乐园 你不去吗 黑羽快斗问道 不去了 池飞池起身 准备出门 那边有个案子 我算是目击证人 那我就不送你了 黑羽快斗压根梅罗窝 拜了拜手 改天给你打电话 注意安全啊 小心英国来人 真不要我保护你啊 不用 小屁孩 还是去游乐园玩去吧 池飞池带上 黏黏的飞翅和飞沫出门 再这么熬下去 他撑得住 就怕自家宠物 熬成了猫头鹰 开车到了背户艇附近 池飞池 把车停在安全屋外 这里日夜有乌鸦盯着 不担心有人在车上坐手脚 飞沫蹭完车 就飞走了 打算回老窝补个觉 飞翅窝在池飞池身上 早睡着了 池飞池出了巷子 确定没人跟踪后 打车回家开车 去毛利侦探事务所 他昨晚跟毛利小五郎 喝完酒出来后 他们路过时 吵架的那户人家出事了 戴眼镜的年轻男人 名叫入江贵行 被人杀害在家 案发时间正好是 他们路过的时候 警方调查周围人的口供 确定昨晚不少人都听见了 死者与一个叫中本的人争吵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 中本是否有争执后 冲动杀人的可能 毛利侦探事务所里 气氛沉重 如果我昨晚 去劝架就好了 毛利小五郎傲骂 都怪那个死老头 哎 毛利兰和柯南起起叹气 要怪也是怪我没去 池飞池坐到沙发上 相比喝醉的毛利老师 昨晚我可没喝多 行了 你小子想那么多做什么 毛利小五郎一脸嫌弃 我才是名侦探 爸爸 毛利兰失神了一瞬 自家老爸这是在揽责任吧 还真有点名侦探的样子 突然失笑 问道 你们晚上想吃什么 飞池哥也是一个人 就留在这里吃饭好了 吃什么都可以吗 毛利小五郎顿时精神了不守 坐直了身 刚想表达自己 要喝酒的诉求 就被匆匆开门 闯进来的男人打断 毛利先生 求求你救救我 男人看起来很年轻 穿着一身粉色西服 留着微卷的褐色短发 神情慌乱 嗯 毛利小五郎 疑惑抬头看去 男人连忙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米花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学生 和遭人杀害的入江贵行 一起就读的同学 我叫做中本博斯 哎 毛利兰顿时想起 昨晚跟死者有过争吵的中本 你信中本 毛利小五郎也反应过来 立刻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 质问道 原来是你 昨天就是 你把入江先生杀了的吧 不是 我没有杀人 中本博斯上前 焦急解释道 虽然警方把我当作最重要的嫌犯 找去问话 但是他们误会了 其实昨天晚上 我根本就没有到入江的房里去 这是真的 毛利小五郎觉得奇怪 让中本博斯坐下 等毛利兰泡了茶端上来 才严肃问道 可是我们四个昨天晚上都亲耳听到了 你跟遇害的入江 确实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你说你没有杀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录音带 他先把声音录下来 再制造是我说话的假象吧 中本博斯无奈道 什么 毛利小五郎疑惑 是个假象 对 中本博斯迟疑着点头 入江计算好时间后 就把录音机的播放按钮按下去 之后再扔水杯打碎玻璃 假装有人在跟他争执 池飞迟回想了一下 回忆失败 完全不记得这个案子 你是说 他在演独角戏 毛利小五郎追问 他这么做的目的 池飞迟提醒 一个人好端端的 怎么可能假装跟人争执 为的是要制造我的不在场证明 中本博斯 一副如实交代的模样 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潜到我们的 恩师初村教授家里 就可以把教授给杀了 这个人 池飞迟观察着 中本博斯的眼睛 转身走到毛利小五郎 身旁的沙发上坐下 端起茶杯 继续观察 毛利小五郎 压根没留意池飞迟的举动 被中本博斯说的话 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初村教授 他竟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 今年累月的暗地里 卖给企业的研究机关 中本博斯握紧拳头 神色变得悲愤 揭发他的行为之后 却因为教授的人脉跟权力太大了 我们竟然落到 被开除学籍的命运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才想趁着教授的家人不在 制造强盗杀人的假象 潜入教授家里 将他杀害 毛利小五郎 盯着中本博斯 皱了皱眉 中本博斯一脸无奈 看着毛利小五郎解释 可是事实上 根本不如我们计划的顺利 我潜入初村教授家里之后 发现教授根本不在家 我等了一个小时 他还没有回来 到最后 我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我是晚上十点到教授家的 离开的时候 刚好是晚上十一点钟 毛利小五郎 半月眼苗中本博斯 这两个家伙 还真打算谋杀啊 如果你说的是全部是真的 你的确不可能杀害入江桂行 不过 没想到教授却说 他昨天晚上都待在书房整理东西 一整晚都没有踏出自己的家门 中本博斯低下头 伸出双手 痛苦地抱住自己的脑袋 我不懂教授 为什么要对警方说谎 确实有点奇怪 毛利小五郎到 中本博斯抬头 右手扶额 声音沮丧 这么一番折腾 警方会把我当成凶手的 不过话说回来 毛利小五郎疑惑问道 警方怎么会轻易地释放你这重要关系人啊 我在警局里 听他们说 明侦探毛利先生 昨天晚上 也刚好从命案现场经过 中本博斯抬头 目光恳切地注视着毛利小五郎 我觉得 这是老天还没有放弃我 所以我才来找你 请你救救我 池飞池无语 垂谋喝了口茶 老天是没放弃你 但你自己放弃了自己啊 年轻人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迟疑 这个案子 的确跟我有点关系 可是 中本博斯轻轻叹了口气 又低下头去 看来毛利先生也不相信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说着 又闭上眼睛 似乎苦恼 要是能够找到那卷录音带 那事情就好办了 中本先生在学校里 有没有参加过表演社团 池飞池突然出声问道 表演 柯南略一沉思 偷偷看中本博斯的目光 变得严肃起来 中本博斯心里一慌 脸上一片茫然 没有啊 为什么这么问 我是东都大学的毕业生 以前去米花大学 参加联谊活动的时候 好像有在舞台表演 看到过很像你的人 池飞池随便找了个借口 一分真 九分假 这样 那大概是你看错了 中本博斯心里松了口气 又一脸感慨道 不过 你已经毕业了吗 虽然我再读研究生 不读的话 大概两年前就毕业了 但你看起来 比我小了不少呢 这小子是提前毕业的 毛利小五郎 半月苗池飞池 就是脑子聪明 家世又好 还长了张寿女孩子欢迎的脸 让人极度地 恨不得弄死她的那种人 池飞池平静回望 毛利小五郎 被冷冷盯着 沉默 居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好吧 她的错 错个屁啊 老师吐槽一下 弟子不过分吧 能不能不要这么盯着她 是这样吗 中本博斯神色有点尴尬 这两个人什么关系啊 怎么觉得相处模式很奇怪 老师也是人生赢家 识飞池收回视线 平静道 要嫉妒也是我嫉妒 哈 也对啊 毛利小五郎挠头 又看向中本博斯 对了 我们还是继续说正事 真的有你说的那卷录音带吗 柯南心里呵呵 看大叔僵硬转移话题的反应 他只看到了一个大写的耸 中本博斯皱眉 握紧双拳 抬眼看毛利小五郎 怪就怪在 警方在入江的房间里搜查之后 到处都找不到这卷带子 依我看 一定是凶手把他带走了 很快 伸手摸着下巴 手指硬硬挡住嘴巴 又苦恼起来 要是一天不找到那卷带子 我就一天 没办法洗刷我的冤情 这该怎么办 要是凶手早就把他丢弃了 毛利兰不忍看人被冤枉 转头劝道 爸爸 我看我都去找找看那卷带子吗 嗯 毛利小五郎 转头看毛利兰 柯南也积极劝道 如果能够成功破案的话 你就可以挽回名声了吗 挽回名声啊 毛利小五郎握紧右拳 斗指昂扬道 好 那我就去试试看好了 一群人当即出发 四个大人 一个小孩 持飞时的车能坐得下 一路开车到 昨晚路过的公寓旁 这栋公寓的出入口 就只有这里 那么 犯人的逃亡路线 只有直通车站这条路 毛利小五郎分析着 带头往车站方向走 柯南伸手 这次没拉到衣脚 拉到了裤子 持飞时蹲下身 伸手从柯南头顶 平移到一边一旁 看了看手掌 离地的高度 柯南 你是不是变矮了 柯南半月眼钉持飞时 他还在长身体的时候 要变也是变高好不好 别开玩笑了 持飞时沉默 柯南明显比在侦探事务所的时候 矮了二十公分 为什么就只有他发现 跟奇怪的时间一样 这个世界 好像又打算把他排挤在外了 不过比较好的是 大概只有柯南的身高 会出问题吧 柯南坚持飞时不吭声 严肃起来 低声问道 说正是 钟本先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问他是不是参加过表演社团 难道你怀疑他在说谎吗 持飞持站起身 一个演技拙劣的说谎者 不是怀疑 而是肯定 有人觉得 说谎者会心虚 不敢指示别人 但恰恰相反 由于人类觉得 指示对方是真诚的表现 大多数说谎者 都会指示对方 表现真诚 并企图通过自己的观察 确认对方是否 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 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应对 当然 光靠指示判断是不准确的 决定说话时 指示与否的因素 还有本身的性格 而钟本博斯之前说话时 眼神与肢体方向不一致 肢体在表现紧张 焦虑 无奈 痛苦 目光大多数时候 却紧盯着毛利小五郎 尽可能地表达情绪 希望能取得毛利小五郎的信任 另外 人的瞳孔 是情绪反应的表达 在同一环境中 人在紧张时 瞳孔会紧缩 放松下来时 瞳孔则会扩大 说谎者心里既有担心被发现的害怕 也有说完没被发现的轻松 瞳孔在不断变化 刚才钟本博斯就是如此 而且很多时候 瞳孔的变化 与自身想表达的情绪不符 当一个人在表达自己悲伤 苦恼的时候 瞳孔表达的却是紧张 很别扭 很多间谍会进行 说谎时的行为纠正 比如 水无连耐意 安视透这类人 除了纠正身体语言 面部表情外 还有视线 瞳孔反应等方面的训练 一般情况下 很难看出 他们是否说谎 就算是驰飞驰 前世也专门找人训练过 相比起来 这人实在是 菜 换了柯南说谎 可能都会比这人表现得好 钟本博斯刚才的表现中 唯一算是可圈可点的 大概就是肢体语言表达了 在语言时 利用一些动作 加强情绪表达 不过 钟本博斯的肢体语言表达 也有一些问题 声音浮夸 像是提前准备好的剧本 之前 被他岔开话题 正常人要重新进入情绪 多少需要一点缓冲时间 但钟本博斯之后的肢体语言表达情绪太过 很不自然 动作过多 情绪转变过快 舞台剧表演时 需要大量肢体语言配合 但现实中 人的肢体语言表达往往没那么多 就算是喜欢边说话边比划的人 同种情绪下 肢体语言可以化归为同一类 并出现重复 而像贝尔摩德这样 专门学过表演的人 分得清现实 舞台剧 不同种类影视剧的区别 其中 舞台剧表演 因为观众位于观众席上 为了方便后排观众能看清 肢体语言的动作幅度最大 也是跟现实差距最大的 他问钟本博斯 是不是表演社团成员 还真不是嘲讽 而是认真问的 钟本博斯本身有点秀演技的感觉 当成了学校舞台剧表演来演 动作幅度大 却很自然从容 甚至可以说 已经养成对外表演时的肢体语言习惯 应该参加过多次之类的活动 柯南跟在一群人后面 一边走 一边思索 没想过 池飞池是从这些方面发现的 第一反应就是 语言漏洞 钟本先生说的话 出现了漏洞 在哪里 干什么 别动 毛利小五郎大喊一声 连忙戴上手套 冲向路边清理垃圾桶的男人 柯南回神 看了看身后的公寓楼 犯人有足够时间逃走 就算遇到了什么意外 但真要有意嫁获钟本博斯 就不可能把可以证明 钟本博斯清白的录音带 丢在这么近的地方 那边 毛利小五郎抢过垃圾袋 戴着手套一番 还真的找到了录音带 就是那份录音带 钟本博斯一脸欣喜 努力表演 丝毫没发现 旁边有个小鬼看他的目光 明显不对劲了 还有个男人一脸平静 用视线余光静静欣赏他表演 高木舍和另一个警官 从一旁走出来 戴着手套 接过毛利小五郎手上的录音带 辛苦你了 毛利先生 高 高木警官 毛利小五郎 被突然冒出来的高木舍吓了一跳 这份证物呢 我就带你收下了 高木舍笑咪咪道 你给我等一下 毛利小五郎反应过来 伸手按住高木舍的肩膀 钟本博斯是重要关系人 就算没理由 一直将人留在警局调查 警方也会在钟本博斯离开后 安排人监视 高木舍应该就是负责监视的人 你可别想平白把录音带拿回去 至少要让他了解 听听录音带是不是真的 看自己的调查方向 有没有出错吧 再度回到毛利侦探事务所 这一次 还多了个高木舍 录音带里的录音被播放出来 确实是昨天晚上 他们听到的那一段吵架声 没错 我们听到的 就是同一段对话 毛利兰确认 又转头看柯南 对吧 柯南 嗯 柯南有点心不在焉 之前钟本博斯的话 到底哪里有破绽 这样应该就可以证实了 毛利小五郎神色严肃地分析 钟本说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一个愿意相信 我的人了 钟本博斯脸上露出欣慰笑容 又很快垂眸 语气不减 不过 教授为什么要对警方撒谎呢 毛利小五郎点了点头 也有些疑惑 确实如此 钟本博斯摸着下巴 手指再次挡住嘴巴 声音怨愤 如果不是教授说谎 警方也不会怀疑 我就是杀害入江的凶手 哎 柯南留意了一下 钟本博斯的动作和情绪 不知道是不是他心有怀疑 隐隐感觉到 一丝不协调的怪异 我知道了 毛利小五郎眼睛一亮 开始自己的推理 他就是想让你成为第一嫌疑人 可是他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钟本博斯一脸无辜 我不懂 池飞池 暗示太明显了吧 可惜 该配合演出的毛利小五郎 视而不见 压根没反应过来 钟本博斯没办法 又转头看高目射 继续暗示 难道说 教授昨天晚上是去了什么地方 还是不能够跟人家说的 柯南感觉更不对劲了 仔细辨认了一下 确定这不是自己的主观一段 转头看池飞池 哦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 这么说起来 难道初村教授 昨天晚上去杀了陆江不成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钟本博斯道 如果教授知道我们计划杀害他的话 那倒是有可能 可是我们一直 是在陆江的房间里面 排练这场独角戏的 再怎么样 教授都不可能偷听到我们的计划 一直在陆江的房间 偷听计划两个暗示丢出来 毛利小五郎的思路果断跑偏 推测陆江房间里 有教授放置的窃听器 还把警方的调查方向也带偏了 又带着高目社 去了陆江的房间调查 在陆江的房间里 高目社发现 插座塑料壳的螺丝都松了 又推测 里面肯定动过手脚 虽然没找到窃听器 但也可能是犯人行凶后 回收了呀 柯南在屋里转了一圈 没发现别的线索 一看毛利小五郎 把警方彻底带偏 有些急了 高目警官 池哥哥 池飞池手急眼快 拎起柯南捂住嘴 嗯 柯南后面有话要说 压根就没能说出口 嗯 怎么了吗 高目社疑惑转头看两人 没什么 池飞池面不改色 他觉得我欺负他 想找警察告状 哈哈 是这样啊 高目社笑了笑 对柯南道 这种事我可管不了 柯南啊 如果跟池先生闹矛盾 好好沟通才是解决的办法 明白了吗 柯南 冤枉 他才不是那种会告状的人 一行人又回了毛利侦探事务所 我要坐池哥哥的车兜风 柯南装出小孩子胡闹的语气 转头看池飞池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兜风 我要跟你谈谈 那就好好沟通 不许吵架哦 毛利兰失笑提醒 推着毛利小五郎 去坐了高目社开的车 柯南默默爬上池飞池的副驾驶座 又得演小孩胡闹 他太难了 转头 瞄池飞池 池飞池从容上车 发动车子离开原地 无视柯南忧愿的小目光 冷声问道 你又想坑我 明明知道他怕坐笔路 还一直想让他跟事件牵扯过深 最近柯南很不老实 才不是柯南反驳 再不提醒他们 叔叔和警方就会怀疑 初村教授才是杀人凶手了 我是小孩子不方便说 说了也不会有人重视 我没证据 池飞池的回答 简单明了 提前提醒 是能让毛利小五郎和警方 注意一下中本博斯 但也会让中本博斯更加警惕 没证据 不说毛利小五郎和警方信不信 就算信了 也没法定罪 中本博斯还可以告他诬陷 诽谤 呃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线索呢 柯南一时理亏 心虚 那你是什么判断中本先生说谎的 还有 问他以前是不是加入过表演社团 他的举止表演性太强 标准的舞台剧表演形式 池飞池到 另外就是人说谎时的一些细微反应 还真是这样 柯南认真思索起来 这只是池飞池的个人判断 无法作为证据定罪 甚至想说服警方都很难 可不是关系好 就能决定警方的调查方向的 就算警方信任池飞池的判断 但也总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才能进行调查 而就算屋里有中本博斯的指纹 这两个人本来就商量的杀人 入江房间里有中本博斯的指纹 不奇怪 另外 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中本博斯犯案 经过昨晚一晚上的时间 凶器肯定早就被丢得远远的了 要不炸一炸 说是警方需要证据才能给出村教授定罪 逼中本博斯去拿凶器 不过经过一晚上 要是中本博斯早把凶器丢进河里 中本博斯也捞不出来啊 又一次回到毛利侦探事务所 毛利小五郎已经开始出村教授 因为担心两人把他贩卖研究成果的事 说出去 用窃听器偷听两人的行动 听到计划后 反利用两人的计划 杀害入江 嫁获中本的推理 整个推理 逻辑合理 完全没毛病 这项计划确实天衣无缝 只不过再巧妙的计划 也逃不过我大名鼎鼎的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的法眼 毛利小五郎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起来 你还好意思笑 毛利兰埋怨道 要不是你 昨晚喝多了 我们就能去看看 入江先生的房间 看看情况吗 那根本不是我喝多了的问题啊 毛利小五郎反驳 都是那个老头 这件事 我听木木警官说过 中本博斯了然道 据说是一位带着狗散步的老人家 阻止了毛利先生上楼劝架的 嗯 柯南眼睛一亮 嘴角扬起笑意 考虑了一下 偷偷溜出门 不知跑哪去了 破绽总算找到了 可惜池飞是不知道这件事 看来还是要靠毛利大叔 几分钟后 柯南回来 撇了稳稳当当坐在一旁看戏的池飞池一眼 这家伙 还真是一点不好奇 他这边掌握的线索呀 咻 一针麻醉针 毛利小五郎被放倒 是啊 关键就在于这位老人 才让你的计划 没有被破坏 推理全部反转 昨晚钟本博斯 没有潜入初村教授家 而是在入江桂行 按照剧本演读角戏的时候 闯入入江桂行家中 将人杀害 并且在插座螺丝上动了手脚 拿走录音带丢到附近 通过证词 企图误导警方 初村教授才是凶手 那位老人 也是钟本博斯假扮的 露出的破绽就是 毛利小五郎没跟其他人说过 那位老人还带了一条狗 目目十三自然也不知道 那么说出带着狗散步的钟本博斯 昨晚必然在附近 根本不是潜入了初村教授家 你的说法根本就没有证据吗 毛利先生 钟本博斯压根不承认 态度也不如之前那么随和 转头看沉睡的小五郎 还是说 你们做侦探的人 最拿手的都是纸上谈兵 这可不是纸上谈兵 柯南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道 我手里就有一个证人 小子小姐 门被打开 女人探头 抱歉 刚才柯南叫我来这里一趟 坐在沙发上的吃飞时抬眼打量 现在的假本子头发还不是黑长直 短发染红烫卷 另外 衣服也过于老气 不过五官倒是很精致 现在这个发型的假本子 还真是让人有点认不出来 是我拜托柯南请你来的 柯南一点不担心事后穿帮 拉过毛利小五郎的名头就用 首先 钟本先生肯定想过 这起案子 会有什么人来进行推理 方便他误斗 喜托嫌疑 这个角色必须让警方申信他的推理 你就想到 让我毛利小五郎来帮你完成计划 不过呢 你想着 如果贸然登门拜访的话 我也许会拒绝 所以就想让我跟案子扯上关系 保证我会对你说的是感兴趣 让我做了昨晚的目击证人 高牧社意外 怎么做 他一定是打听到 我有喜欢喝酒的坏习惯 就将这份昨晚八点到十点 吃到饱喝到饱的传单 放进了我们事务所的信箱 柯南在桌后偷偷伸手 推着毛利小五郎的手 把桌上的传单推上前 这样一来 我在昨晚八点到十点喝过酒之后 就必然会从陆江先生的公寓前经过 你又告诉陆江先生 找了个目击证人 为了能掌握具体的时间 我猜陆江先生 一定是在确定我们过去之后 才开始演那场独角戏的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你根本没有按说好的计划 去杀害初村教授 而是盯上了他 并且当时就在附近伪装成 带狗散步的老人 当然了 你的准备也是有用的 否则昨天晚上 就算我喝多了 不能去劝假 飞驰也可能会去 这就会破坏你的计划 不过爸爸为什么要让小子小姐做证人呢 毛利兰疑惑 这是因为假本子迟疑 中本先生 你是在昨天早上 把这份传单放进我信箱里的吧 柯南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 结果话道 他就是目击到你 这个举动的证人 中本博斯脸色大变 转头看了看假本子 又低下头去 怎么样 小子小姐 柯南问道 你昨天早上看到的是这个人吗 对 就是他没错 假本子也不再迟疑 点头道 昨天早上 我正要去店里上班 路过楼下 就看到他把一张红色的传单 放进音箱里 我想 应该就是桌上的那张传单 我们只要把这张传单拿去化验 相信一定会查出你的指纹 一般来说 这种传单都不会发到车站 另外一边的住宅区 柯南质问 那你到底有什么事 一定要特地将这种传单 放进我的信箱里呢 中本先生 中本博斯沉默了一下 冷哼一声 我还以为会很顺利呢 你是怎么注意到 我有杀人嫌疑的呢 沉睡名侦探的声音 从一开始 你的谎言就被看穿了 中本博斯下意识地 看向池飞池 如果说一开始 他说谎的时候 有哪里奇怪 大概就是池飞池 那个表演的问题 池飞池 等等 柯南这是想干嘛 好好推理不就行了 把他牵扯进来做什么 没错 我也说过了吧 我这个弟子很聪明 你说谎的行为 在他眼里 根本无法隐藏 从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怀疑你了 再加上录音带 找到的实在太容易 这样一来 你的误导就太明显了 只不过 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 柯南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 狠狠吹了池飞池一通 心里美滋滋 这一下 池飞池的口供是免不了的 警方总要问一下 他什么时候怀疑中本博斯的 还要问一下 当时中本博斯的举动 哪里可疑 看吧 只要有耐心 总能找到报复的机会 中本博斯不甘心 直勾勾盯着池飞池 阴阳怪气道 不愧是名侦探的弟子 你还真是擅长 怀疑别人呢 池飞池心里 正被柯南这一波操作惹得不快 抬眼看中本博斯 目光也阴冷了几分 多谢 嗯 中本博斯被那道目光盯着 心底一阵阵寒意上涌 就好像自己是个死人一样 不能动 不敢动 旁边 甲本子默默退了一步 毛利兰遗憾 气氛是不是冷过头了 躲在桌后的柯南 感觉到气氛不对劲 心更慌 他好像做了个大死 高木设为了避免起什么冲突 连忙打圆场 那个 中本先生 请跟我们去警局再说吧 中本博斯回神 感觉刚才像过了一个世纪 一般漫长 等迟 飞驰收回目光 悄悄松了口气 好 好的 一道小小的身影 从桌后冲出来 路过高木设旁边 风一般出了门 被打开的门晃晃荡荡 柯南的声音 一路往楼下去 渐渐消失 小蓝姐姐 我突然想起 阿力博士有事找我 时间快来不及了 晚饭我会在阿力博士那里吃 打击报复一时爽 报复完了撒腿跑 迟飞驰 他平时只是无聊 想欺负一下柯南而已 刚才也就是觉得 柯南有点挑衅他 他不至于把柯南怎么样 戏弄一下就完了 又不会吃人 柯南跑那么快干嘛 还有 这种跑出残影来的速度 连他都没能反应过来 不科学 他记得 牛顿是埋在英国的 威斯敏斯特圣彼德学院教堂吧 改名前叫西敏斯 他有空 是不是该去一趟英国 看看牛顿的棺材板 有没有盖好 哎 可 毛力兰愣了愣 看着门口 无奈又气恼 真是的 就算急着过去 也要跑慢一点啊 柯南还真是调皮呢 甲本子失笑 我还有工作要做 就先告辞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小子小姐 还要麻烦你上来一趟 毛力兰转身送甲本子出门 池飞池 留在毛力侦探事务所 等着蹭饭 楼下街角 一个阴影处 柯南敲摸摸探头看 发现毛力兰送甲本子下来后 又折返回去 没看到池飞池的身影 悄悄松了口气 墙头 飞沫带着两只乌鸦 津津有味地看戏 柯南没发现乌鸦们 拿出手机打电话 喂 博士 十多分钟后 一辆甲壳虫 停在米花亭五丁目接口 柯南小跑着上前 左右看看 打开车门上车 阿力博士见柯南反应古怪 疑惑问道 新一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刚看了池飞池那家伙一次 那个小心眼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柯南完全没了一开始的高兴 坐在副驾驶上 一手撑着下巴 一脸纠结 他现在还在毛利侦探事务所 我是趁他不注意跑出来的 哈 阿力博士有点猛 坑了就跑 然后打电话向他求救 这什么操作 你确定你这是坑别人 而不是坑自己吗 后座 传来柯南熟悉的清冷声音 柯南转头 半月眼看着悠然坐在后座 看书的辉原哀 你这家伙 怎么也来了 还有 你幸灾乐祸个什么劲啊 飞驰哥叫我过来毛利侦探事务所吃饭 晚上带我去看猫 所以我就顺便 搭阿力博士的车过来了 会员爱和尚书 打开车门下车 转头对前座的博士道 博士 我晚上可能去飞驰哥那边 你就收留一下这个无家可归的名侦探好了 啊 好 阿力博士应了一声 见车门被关上 发动了车子 那我们就先回去吃饭好了 来之前 小爱给我做了咖喱牛肉 不行 柯南急忙阻止 想到在桌后感觉到的冷意 他就觉得 这次做死做大了 认真道 池飞池那家伙 说不定会过去堵我 我们还是找个酒店住一晚吧 阿力博士突然想起会员爱说的 柯南这到底是坑了自己还是坑了别人 这下倒好 毛利侦探事务所不敢待 连他家都不敢去 我说新一啊 嗯 柯南疑惑抬头 阿力博士笑眯眯道 你该不会是进入叛逆期了吧 柯南 第一次发现身边的人都如此毒舌 甲壳虫史离米花亭母丁木 丝毫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巷子口 两个人正在低声交谈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说了 我只是要钱而已 漂亮女人一头粉色卷发高高竖着 手指间夹着一支烟 神色淡然 五百日元 只要给我五百万日元 你以前做过的那些事 我可以不说出去 五百万日元 对面 戴着帽子 引在昏远中的小黑 有些气恼 我只是一个记者 去哪里找五百万日元给你 你好像通过挖掘新闻 勒索过不少有钱人 女人依旧淡定 拿出五百万日元 对于你而言 应该不算什么吧 我那些钱都已经花出去了 还有 你以为有钱人是那么好勒索的吗 小黑反驳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女人将烟头丢在地上 转身就要离开 既然不愿意给钱 你又何必 约我到这种地方谈 等等 小黑忙出声叫住女人 低头翻口袋 拿出一张照片递过去 我没有五百万日元给你 不过 我可以给你这个 女人停步转身 接过照片 照片拍的歪斜 似乎是在一个商城外 人群围观看着什么 这是什么 你注意看人群后方 停在街边的那辆车 小黑提醒 那个穿着黑色西服的老头 很眼熟吧 女人在照片左下方 找到对方说的老头 仔细辨认 回想着 前段时间杀人的大企业家 升山县三 没错 在他身边的年轻人 是真池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也是唯一的继承人 小黑低声道 那天 背护踪和伤城 发生了有人被拘杀的事件 我正好赶去报道 拍到了这张照片 就在升山县三杀人前几天 未来继承人 跟一个杀人犯有交集 对真池集团 会有一定的声誉影响 在升山县三出事之后 丝毫没有相关的报道 也是因为真池集团 在暗中留意类似的风声 你想让我拿着这张照片 去勒索那位大少爷 女人扬了扬照片 直白道 先不说招惹那些大集团 有没有好下场 事先并不知道 这位升山县三先生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仅凭这张照片 真的能让对方乖乖付钱吗 你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不就是因为 不敢肯定能拿到钱 而且觉得风险过大吗 还有 他在毛利侦探事务所 想必跟名侦探 毛利小五郎关系不浅 要是他委托毛利小五郎调查 未必不能查到我身上来 那我可就危险了 勒索是要被逮捕的 我也是事后看到 升山县三杀人的报道 才发现 这张拍歪了的照片里 有他们两个人 也只有这张照片 小黑道 现在对于真池集团而言 不跟杀人犯扯上关系 才是最主要的 他们说是 商业洽谈也没有证据 升山县三死于枪杀 尸体又被大火烧焦 虽然现场找到了枪 警方也猜测 是他举枪自杀 他手上的枪 也被烧成残渣 无法进行弹道比对 但我也可以猜测 真池集团那位大少爷 才是主谋啊 升山县三之后 是被杀人灭口 是不是事实并不重要 让真池集团拿出五百万 对于他们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想更多的钱 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了 你就算勒索我 我最多 也只能拿出一百万给你 实在不行就算了 你手中的东西 也就是让我被开除而已 以我的能力 去别的报社 照样的生活 女人考虑了一下 照片 底片 还有具体的信息给我 那边那辆红色跑车 就是那位大少爷的 至于具体的情况 我也没法调查清楚 毕竟那种人 不是我能随便接触到的 要调查 你可以自己去 至于底片 我当然会给你 小黑道 不过你 也要把你手里的东西交给我 没问题 女人答应下来 两人交换完东西 小黑又把自己 调查到的情况告诉女人 才转身进了巷子 女人走到巷子口 看着不远处 街边的毛利侦探事务所 点了一支烟 低头用手机 把照片上的内容拍下来 准备发邮件过去 迟疑了一下 还是把五百万的数字 改成了一百万 她本来也没指望 能勒索那个记者多少 同样没多大威胁性的东西 明显还是勒索 有钱人比较容易 毛利侦探事务所 池飞驰悄悄留意着 灰云哀的反应 这一次见面前 她没去找团子 或者别的动物消磨利器 不过大概是相处熟了 今天雷达没起反应 灰云哀在厨房里帮忙 察觉到背后有道视线 疑惑转头看去 发现池飞驰在跟毛利小五郎说话 又疑惑收回视线 池飞驰跟毛利小五郎 随便聊了两句 察觉手机震动 拿出一看 点开新邮件 里面 一张照片附带着一句话 一百万日元 照片和底片都卖给你 深山县三 池飞驰一眼就看到了照片的重点 倒也还冷静 快速分析着 现在要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 照片曝光出去的后果 如果曝光出去 引起舆论 也可以解释为商业洽谈 或者她找深山县三 买某款限量版的车这种私事 深山县三是汽车企业的董事长 她委托这种事 不奇怪 不过 这最多只能平息外界民众的疑问 在接触过贝尔摩德之后 要是她再一次跟深山县三也有接触 FBI那群人会盯上她的 不一定怀疑她是组织的人 但一定会怀疑她手中掌握了组织的某个线索 甚至跟组织有合作 跟她的洗白计划冲突 她只是想变成贝尔摩德用来干扰 FBI判断的假目标而已 第二 对方掌握了多少线索 勒索金额不高 对方应该不知道这张照片的重要性 也没多少把握能勒索到她 也就是说 对方手里可能就一两张引起舆论的照片 没掌握多少线索 第三 对方的态度 有一点很微妙 对方说的是 卖给她 算勒索 也有点交易的意思 就好像在说 我知道真池集团在押风生 我缺钱 你给钱 这张照片和底片给你 一百万日元的价格买照片 不多不少 也卡在交易范围 而不是勒索 一百日元 折合人民币 也就是六万多 她拿得出来 不过她在伦敦 在东京 或自己坐 或看着勤酒坐 见过太多威胁勒索了 这种事 有一很可能就有二 越表现得重视 对方越可能得寸进尺 再者 她也不想 将一个不安定分子 放在外面 好了 可以开饭了 毛里兰笑咪咪 端着菜出厨房 会员挨也帮忙端了一盘菜 摆上桌 池飞池收起手机 暂时没有回复 安心吃饭 首先 曝光出去 影响不大 不急 其次 照片和底片 肯定要拿回来 人也不能放在外面 不至于杀人 但最好先安排掉 最后 照片 应该是那天去商城被拍到的 当时如果有人举着手机 升山县三没注意到 他也会注意到 以当天的情况 照片上的聚焦点 照片的歪斜程度来推测 对方应该是个记者 当天去报道拘杀事件 结果之后 不小心在拍歪的照片里 发现了 他和升山县三的身影 想试试看 能不能敲诈掉钱 吃过饭 池飞池带辉元埃下楼 这么晚了 去哪里看吗 池元埃熟练的爬副驾驶座 文京区 池飞池上车 瞥了一眼后视镜 在触及到街口一道 偷偷看这边的人影时 快速记下特征 收回视线 开车离开 女性 穿着黑色的外套和休闲裙装 身高大概在170至175之间 中等偏瘦 发型 发色很特别 看体型和后颈 背部腿部的轮廓练习过 且长期坚持练习舞蹈 让他在意的是 他觉得这个女人有点眼熟 该不会是绿川沙西吧 他记忆深刻的一个案子 应该会在很久之后才会发生 因为男朋友欠债跑路 绿川沙西就去了酒吧做舞女 一边勒索别人 帮忙还债 一边在一个家徒四壁的公寓里等 回家后 一天天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路 现代版的望夫时 一望就是几年 再之后 绿川沙西因为掌握了一些人的秘密 被人杀害 一直到死 也没能等来他想等的人 不过 如果是绿川沙西 那他对勒索方的推测 是错误的吗 不 那张照片绝对是一个记者拍的 如果刚才那个鬼鬼祟祟的女人 就是威胁者 也是绿川沙西 那就还有一个知情人 后方 绿川沙西拦了一辆出租车 远远跟着红色跑车后面 看到前方的车子停了 连忙让司机停车 迟飞驰下车后 跟辉远哀说了一声 走进街边的宠物商店 嗯 真持宠物商店 自家的 不过买猫粮 还是要付钱 在货架旁 迟飞驰拿出手机 先是照片连同那段话复制 加上一句话 发给那一位 有人掌握了我和皮克斯有联系的线索 我需要解决一下 Rocky挑了两大包猫粮 放进购物车 请久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事情很麻烦吗 不麻烦 其中一个已经有线索了 这个人说不定可以用 不过知情人不止这一个 我要把后面那个人挖出来 目前能够解决 有需要再联系你 好 那你先自己处理 组织有关于通话追踪定位的研究 最近已经快完成了 实在不行就拖着 到时候找到人直接解决 OK 迟飞驰之所以告诉那一位 首先 这不单他一个人的事了 要是不说 以后走落风生有什么麻烦 他不好得解决 再就是为了方便挖出另外一个知情人 要是对方狡诈 有组织配合 要简单一点 组织那么多资源 不用白不用 挂断电话 迟飞驰又给威胁邮件回信 可以 钱怎么给你 等了大概十多秒 回信传来 准备好前 明天联络 迟飞驰收起手机 去柜台结账后 拎着两大袋猫粮出门 开车去文京区 后方的出租车 又跟了上去 会员挨渐地也发现不对劲了 低声道 飞驰哥 后面那辆出租车 一直在跟着我们 没事 别管 迟飞驰道 知道是什么人吗 辉原哀正色问道 迟飞驰一脸平静 女人 辉原哀 他突然觉得 要重新估测一下 迟飞驰的自恋程度了 在公园附近的巷子旁停车 迟飞驰发现有眼熟的猫 找了一个空处 将猫粮拆开 倒到一块纸板上 喵 流浪猫跳下墙头 跟迟飞驰打了个招呼 叫上大家 吃完了 我们去跑步 迟飞驰道 昨晚说过来找这群猫的 其中一只流浪猫 还说过两天 就要离开这一带 既然答应了 还是趁早过来比较好 流浪猫眼睛一亮 又跳上墙头 喵喵喵叫着跑远 趁迟飞驰道 猫粮的时候 辉原哀已经到了 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旁 一脸冰冷地抬手敲车窗 跟着我们做什么 车里静了一会儿 车窗缓缓放下来 辉原哀右手 默默握紧了 口袋里的催眠瓦斯 既然赶过来 他就是做好了准备的 上次在公寓外 抓到的两个监视狂 迟飞驰说 大概是某个女生 委托的憋族侦探 结果高木警官说的 审讯结果 还真是 这一次 迟飞驰说是个女人 他就不 车窗后 是一个留着粉色长卷发的女人 回原哀 真是女人啊 欲穿沙西也沉默着 好像有点尴尬 本来想调查一下 那位大少爷的住处 看待他的反应 没想到调查没进展 还被一个小女孩 发现了 小爱 听到身后的喊声 回原哀转头 看到迟飞驰脸色发冷 顿时心虚 你什么时候 跟柯南学的到处乱跑 迟飞驰问道 要是回原哀离开 都没发现 那他算是白混了 明知道后面有人跟踪 在不知道对方什么目的 是什么人的情况下 回原哀还跑过来 被柯南传染的不轻 也不怕被绑架了 我只是想来看看 是什么人跟踪 回原哀强自镇定的解释 我带了催眠瓦斯 绿川沙西 看来不止被小女孩发现了 目标也发现了她的跟踪 还有 这个小女孩身上 带着催眠瓦斯 突然觉得 两个人都不好惹啊 现在怎么破 时飞时抬眼 看向绿川沙西 绿川小姐 好久不见 就本性来说 绿川沙西算得上好人 原本的剧情里 看到不美在路上摔倒 也乐意 将人带回家帮忙包扎 就算回原哀也表示 对不美口中温柔漂亮的 大姐姐感兴趣 去见过绿川沙西 是绿川沙西的话 倒是不用担心 她会对小孩子下手 啊 绿川沙西一愣 努力回想着 两个人什么时候见过 认识的人 酒吧里的客人 要是勒索到 以前关系不错的人身上 好像有点尴尬 不过 要是她见过池飞池 不可能不记得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见过 绿川沙西满腹疑惑 碍于还有个小女孩在场 自己又做了跟踪这种事 有台阶下自然好 笑了笑 嗯 好久不见 回云埃 还是认识的 她就奇怪 池飞池怎么一点也不急 原来早就知道了 要不要一起喂猫 池飞池邀请 啊 好 绿川沙西下车 多少钱 池飞池问司机 她知道 绿川沙西的处境不好 很缺钱 在日本打车不便宜 照这么跟下去 她怀疑勒索自己那一百万日元 最后 恐怕剩不了多少 那个 不用 我自己 绿川沙西刚打算说自己结账 不过池飞池已经把钱给了 出租车离开 巷口已经汇聚了不少家猫 野猫 池飞池走到自己车旁 打开后备箱 翻出两块纸板 又去把猫粮多倒出来一些 会员挨看看池飞池 又仰头看了看绿川沙西 准备吃瓜 她还是第一次见池飞池 邀请女性一起做什么 还主动赴打车前 有八卦 绿川沙西被盯得有些不自在 垂了垂眸 走上前 池先生 其实我 晚一点 我送你回去再说 池飞池头也不抬道 他和生山献三的事 还不能让辉云哀知道 嗯 绿川沙西看了看辉云哀 没有再说下去 有些局促地站在一旁 你们可以无视我 辉云哀似笑非笑道 或者我先回去了 别乱想 池飞池看着汇聚过来的猫群 绿川小姐家境不太好 我帮过她 她是想来道谢吧 是啊 我有喜欢的人 所以 请不要误会 绿川沙西抬眼看池飞池 目光带上几分认真 我只是很感谢池先生 感谢能够在这个冰冷的城市 遇到你这样的人 虽然不知道 池飞池怎么会认识他 但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池飞池应该知道 他就是那个企图勒索的人 却还是体谅他的处境 帮他劫车费 会原来有些失望 恨铁不成钢地撇持飞池 女性朋友不少 偏偏女朋友找不到一个 是吧 很温暖 真的 绿川沙西脸上带着微笑 眼眶却有点发红 低下头聚公道 慧原哀正了正 目光柔和下来 也对 他当初也不是这种感觉吗 池飞池蹲着 看一群猫吃猫粮 没回头 也没多说什么 没什么 只是欣赏你而已 换个人 死了我都不会管 飞池哥 你没救了 汧原哀吐槽一句 蹲下撸猫 等一群猫吃完 池飞池又带着一群猫 去公园跑了两圈 一开始 汧原哀和绿川沙西 还跟着跑 到后来完全跟不上了 我们去那边的咖啡厅喝点东西 绿川沙西 弯腰问辉原哀 辉原哀泪得够呛 双手拄着膝盖 点了点头 说不出话来 绿川沙西突然想起来 自己貌似还是恶索者 转头看池飞池 池先生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 池飞池摆摆手 你们去咖啡厅 等会儿我过去 谢谢 绿川沙西又说了一句 等两人离开 池飞池转头看一群猫 我们翻墙去 一群猫眼睛顿时亮了 其中一只帅先窜了出去 转头看池飞池跟上来 又继续往围墙上窜 夜里八点多 主街道上依旧车水马龙 无人的巷子里 一道道黑影窜过 百猫夜行 不过池飞池 没往别墅区那边跑 远远避开那一带 昨晚才死过人 虽然看报道 山口组的人把风声压下去了 似乎打算自己查 但难保不会有警察在调查 跑过去飞檐走壁 没什么好处 跑了一个多小时 池飞池也累得够呛 翻墙跟平路可不一样 不过他最近除了沉练 也没家练过 荡成家练也不错 给一群猫画了地图 标注了自己的住址 池飞池才回去咖啡厅 接回云埃和绿川沙溪 送回云埃回去 又送绿川沙溪回家 背户挺公寓里 回云埃转身去洗漱 若有所思 特地撇开他 是有什么事要说 那么 这个瓜还能不能迟到 一栋老旧的公寓楼外 车子停在街口 绿川沙溪沉没了一路 拿出照片和底片 递给池飞池 池先生 对不起 你应该也猜到了 给你发那封邮件的是我 池飞池接过东西 垂眸看照片 情绪对人的意识 有很大影响 从而导致人 做出一些不明智的选择 什么 绿川沙溪疑惑 就像你 因为感动 将东西主动交到我手上 还将自己的地址暴露 池飞池转头看绿川沙溪 车内昏暗光线中 那张年轻脸庞 似乎冷漠的不带一丝情绪 声音也平静地吓人 情绪有时候 会让人做出错误的选择 绿川沙溪正了正 笑道 池先生 想说 之前是骗我的吗 未必不是 池飞池收回视线 我原本觉得你可以用 可惜太过情绪化 不过 我还是想问问你 为了钱 你能做到什么地步 绿川沙溪 仔细琢磨了一下 池飞池的话 池先生 想要我做什么 池飞池没回答 反而道 加上帮你找到 你想找的那个人 绿川沙溪垂眸 神色也渐渐平静下来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声山县三是被灭口的 池飞池突然换了个话题 否则 他一个企业家 又何必做杀人这种事 绿川沙溪笑不出来了 他突然想到 那个记者的猜测 所谓声山县三是 被人指使的猜测 当时他还觉得 那个不切实际 胡乱猜测的记者 实在可恶 但现在池飞池如实说了 也就意味着 池飞池就算不是幕后主使 也是相关人 不 这么看来 他拿到的那张照片 并没有那么简单 说不定包含着某种线索 他知道这种事 本来就很危险 难怪池飞池提到暴露住址 他知道了这件事 对方还能放过他吗 帮我搜集一些情报 就像你勒索别人搜集的情报一样 无论是谁都行 有用的都记录下来 在有必要的时候 我会指定某个人的情报 让你搜集 当然 我也会给你 提供一些帮助 池飞池直接提出条件 报酬足够你还清 那个男人所欠的债务 那个男人我会帮你找 你应该很清楚 你这么等下去 又能等几年 就算想找 你也没有那么多人 迈何渠道去调查 我只要你一年时间 一年之后 我放你走 我答应你 绿川沙西目光坚决 他很清楚 池飞池刚才说那些 就是明摆着告诉他 要他去搜集那些信息 恐怕不会用在什么好的地方 但为了找到那个人 他无所谓 只要能找到他 我可以答应你 我不希望你再出现 情绪化的情况 池飞池警告 他一点也不意外 绿川沙西会做出这个选择 这个女人本性不坏是真的 但为了一个男人走火入魔 也是真的 既然可以勒索 那么搜集情报 也未必不行 他的欣赏 与正邪善恶无关 只是欣赏绿川沙西那种 望夫时一般的执着 其实从绿川沙西 得到照片的时候 就注定逃不了 为了以后不出乱子 他知道这件事 就必然要报备 否则以后不好解释 到时候倒霉的人会很多 说不定还会牵连他身边的人 而一旦报备 组织或许不关心 得到照片的人是谁 但一定会关注 那个人是否处理掉 不处理绿川沙西 把绿川沙西安排掉 绿川沙西想必不会愿意 依旧坚持要等那个男人 到时候纠缠不清 随便跑出来 被组织的人发现了 会给他添麻烦 倒不如一开始就拉过来 放在身边 而且绿川沙西市的聪明人 也有搜集情报的天赋 一个女人身无分文 靠着搜集别人的把柄 勒索了不少人 这就是一种本事 反正那一位也提醒过他 要他自己找几个外围成员 只属于他一个人调度那种 必要时可以作为炮灰 他一直没有动作 也不是好事 他不会把绿川沙西当炮灰 但当作自己发展的 情报搜集人员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这边的人 还是一个连组织 都不知道的外围成员 请久不会多加干涉 找个时间跟公安报备一下 绿川沙西做不了卧底 但他不会让绿川沙西 做太火的事 搜集一下情报 确认一下情况 有的是他去做就行了 方便以后 带着绿川沙西一起洗白 唯一的问题是 他担心绿川沙西情绪化 因为不忍心 感动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只他一个人的行动还好 加上安格普德 基尔这些人的行动 也没多大事 他还是有决定权的 但如果请久主导的行动 因为绿川沙西提供的情报 有问题而失败 绿川沙西被查出来后 必死无疑 所以他才会提醒绿川沙西 不要感情用事 绿川沙西重重点头 我明白了 希望你是真的明白 时飞时拿起照片 冷冷盯着绿川沙西 看这张照片的细节 很明显是一个记者拍的 是谁给你的 现在绿川沙西说出 那个人是谁 很可能将别人推向死路 他要确认 绿川沙西能做到什么地步 如果不愿意说 还是安排掉比较好 免得以后送死 还连累他 绿川沙西沉默了一下 狠了狠心 如实道 确实是一个记者拍摄的 他叫清柳哲也 时飞时用车上的 点火气点了支烟 将车窗放下一道缝隙 方便烟气能散出去 具体说说 我要知道你 所有了解到的情况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人 是因为查到他之前 为了报道一个大新闻 故意将受害者扭曲成 无理取闹的人 还藏匿对方手里的证据 他有一次去酒吧玩 喝多了亲口告诉我的 我录了音 绿川沙西顿了顿 对了 我是在酒吧这类娱乐场所工作 这些我知道 时飞时打断 直接问道 之后 你想勒索他 他将这张照片转给了你 绿川沙西愣了愣 随即就释然了 池飞池对他的了解 比他想象中要多得多 而且从一张照片 就能判断出 这是一个记者拍的 这份敏锐和眼力 也是他从未想过的 是 这张照片的存在 有哪些人之情 池飞池又问道 我没有告诉过其他人 绿川沙西垂谋思索了一下 他应该也不会告诉其他人 勒索这种事 只有消息 掌握在自己一个人手中才可靠 要是让别人知道病传了出去 那也就没法勒索了 池飞池点头 要勒索 一般知情人不会多 可能就只有勒索者本人知道 比直接曝光出去赚名气的人 要好处理得多 之后 绿川沙西又回答了不少问题 清柳哲也的住址 联系方式 人际关系 他的把柄呢 交换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已经交给他了 知不知道他最近的动向 他的动向我不清楚 不过他最近为了获取在静岗县 开发天布山的企业家的丑闻 勾搭上了对方的女儿 天布山旅游景点 近期正式开放 他应该也会过去 不得不说 一个能在娱乐场所混迹的不吃亏 还能抓住别人把柄反勒索的女人 的确是一个优秀的情报搜集者 绿川沙西掌握的信息 远比池飞池想象中要多 也省了他不少事 关于你要找的那个人的信息 池飞池到 把你知道的 包括照片 发邮件给我 绿川沙西 目光瞬间柔合下去 低头用手机发邮件 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还没有用手机 照片是我们一起 去玩的时候拍下的 之后我才用手机拍下来 存在手机里 只有这一张 池飞池拿出手机 等着收邮件 他欠了多少钱 6300万日元 绿川沙西忙道 池飞池收到邮件后 点开看着 现在还有多少没还 莫永亮 这种名字不多见 对方应该换了假名 容貌恐怕也有一些改变 甚至彻底改变 欠了6000多万日元跑路 换成人民币也是400多万 恐怕当初就没打算再还 家庭情况 独子 父母已经去世 有个多年不联系的伯父 不过那个伯父 一家之后去了国外 也找不到人 这么一个人真心要躲 想找到无异于大海捞针 日本还没有身份证这种东西 从一部分信息来看 绿川沙西早年肯定自己尝试找过 现在之所以只守着方面租下的房屋等 只怕是找得绝望了 只能期待着 那个男人 哪一天会不会想起他 回来看看他 这些年 我还了利息和一部分欠债 绿川沙西垂谋道 还有2970万 持飞持没吭声 继续往下翻 还了3000多万日元 将近200万人民币 虽然离还清还远 但一个女人几年时间攒这么一笔钱下来 实在不容易 哪怕其中还有勒索来的钱财 也就是几十万 一两百万日元攒出来的 有时候 可能也就勒索到几万日元 够个生活费 绿川沙西也沉默了一会儿 轻声道 我勒索了那么多人 进监狱是迟早的事 不怕再犯别的罪 我知道很难找到他 找不到也无所谓 一开始 我是觉得 只要欠债还清了 他就愿意回来了 到后来 我只是希望他哪一天 回来看看的时候 告诉他 我一直在等他 他的欠债我还清了 他可以 不用担心被追债 可以好好生活下去 在之后 我也不清楚 我为什么等了 或许只是想等一个答案 我已经做了那么多 再多做一点也没什么 已经还了三千多万 再还两千多万 也没什么 人就是这样 付出的越多 越不舍得放弃 池飞池盯着手机看 目光顿了顿 欠债原因 赌博 他突然想告诉绿川沙西 等什么等 找到拍死的了 或许是 不等到一个答案 我怎么也不会担心 绿川沙西低头拿出一支烟 又拿出打火机点燃 转头看向车窗外 其实我自己清楚 或许他已经找了别的女朋友 也不会再回去了 往好处想 池飞池平静道 或许他只是死了 绿川沙西愣住 连打火机都忘了放下 这什么逻辑 不过对于他而言 这个结果或许是比较好 是非是把邮件内容看完 将内容复制下来 重新编辑 加上自己的分析 给飞沫的邮箱发了过去 能找 行为习惯 爱好 曾经擅长的东西 讨厌的东西 有这些能够排除锁定一些人 我先让人在东京找 找不到再去他老家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绿川沙西有些惊讶 本以为在这种难度下 迟飞驰会放弃的 没想到迟飞驰居然还真打算帮他找人 谢谢 其实 你一开始帮我付车费 并不是因为想骗取我的好感 而是真的打算帮我 对吧 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判断的 迟飞驰反问 一个能带着小女孩去喂野猫 还那么受动物欢迎的人 不可能是坏人 而且看小爱的反应 你这么悄悄体谅别人 也不是第一次 绿川沙西抽着烟 顿了顿 突然失笑 不过提出送女人回家 肯定是第一次 至少在小爱面前是这样 我说过了 对我欣赏的人不一样 迟飞驰心情依旧平静 也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本来我是要解决掉你的 在你身后的势力 你不是主导者 绿川沙西问道 不是 别多问 对你没好处 迟飞驰提醒 我知道 绿川沙西笑了笑 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会被灭口 另一个大集团未来继承人 也不是主导者 你背后的势力的能量 恐怕不是我能想象的 知道的越多 死的越快 我没那么傻 也不会犯傻送死 更不会连累你的 你很聪明 观察力和搜集信息的能力都不错 迟飞迟到 不过 过于感性 动物的世界弱肉强时 它们会躲着一些危险人物走 是因为危机意识 但如果危险人物 对于它们而言比较亲近的话 那危险人物 无论杀不杀人 都无关紧要 毕竟 人类在它们眼里 本来就是不属于它们同类的另一种动物 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人的好坏 误差率不低 还有 你的警惕性不够 跟踪技巧很差 反跟踪能力几乎没有 算了 我也只是打算 让你搜集情报而已 你杀过人吗 绿川沙西问完 见池飞时沉默 懂了 好吧 那我换个问题 小爱知道吗 不知道 池飞时神色没什么波动 你也是一样 最好别让其他人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 否则那些人要么被灭口 要么也会被卷进来 要是你张扬出去 或者联系警方 我也保不了你 她和普通的小女孩很不一样 绿川沙西想了想 太聪明了一点 她真的不知道吗 池飞时沉默了一下 突然问道 你好奇心很强 不 只是想了解一下自己的处境 绿川沙西道 有的人一辈子也未必能摸清组织的情况 甚至一辈子也接触不到核心 你只要搜集情报就行了 池飞时没再多说 问了绿川沙西的账户 赚了一百万日元过去 等我联系 我这算不算勒索成功了 绿川沙西下车后 转头问道 你觉得 算那就算 池飞时道 绿川沙西一看 猜到池飞时是不想再跟他磨叽了 拾去地离开 无奈笑了笑 这个人 翻脸还真是够快的 谈妥之后就懒得跟他多说了吗 他不知道的是 池飞时翻脸翻得更彻底 目送绿川沙西进了公寓楼之后 池飞时转了一下项链挂环 对那边道 飞墨 过来一下 好 飞墨就在附近 大概一分多钟 就飞到了车窗旁 踩着车窗边缘站定 盯着绿川沙西 池飞时到 有联络警方 或者想将事情泄露出去的迹象 就立刻告诉我 飞墨挥了挥翅膀 后面跟着飞过来的两只乌鸦 立刻飞向公寓楼 24小时间是 不带商量的 乌鸦们的训练成果够优秀了 池飞时评价着 低头给那一位发邮件 有的是不能说 比如 他怎么了解绿川沙西的情况这种事 可以改成他发现跟踪者 反逮住对方 谈了条件 让对方为他提供情报 绿川沙西这边是解决了 另外一个有点麻烦 轻柳哲也拿回自己把柄后 肯定会第一时间销毁 他手里没有对方的要害 调动组织的人去调查 再胁迫对方加入组织 没有必要 组织也不会在一个记者身上 浪费太多精力 除非需要轻柳哲也 但目前没有什么关联行动 需要轻柳哲也配合 虽然轻柳哲也还不清楚 这张照片牵扯了多少秘密 也不够重视 过段时间说不定就忘了 但谁也不能保证 轻柳哲也会不会喝多了 突然想起来 传了出去 那一味的回信传来 大概意思是 要是不能利用 就直接解决掉 当然 这次灭口的是不急 我也觉得 乌鸦们的训练差不多了 飞沫认真道 所以我正准备开始第二次扩张 争取早日统一东京 是非是有些语色 在忙之前 不打算跟我出去玩吗 飞沫考虑了一下 点了点头 也好 联络员我训练好了 我暂时离开东京也没关系 有情况 他们会发邮件给主人的 我正好需要时间 来制定一下新的扩张计划 迟飞迟 出去玩还考虑着扩张计划 飞沫简直是工作狂啊 想想自己到处去玩 突然有点羞愧 飞沫也站在一旁思索着 去玩 不不不 主人明显是去调查 那个清柳哲也 把调查都当成完 太努力了 主人都这么努力 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想想自己还天天抽空打游戏 突然有点小羞愧呢 一日 天步山山脚 一辆列车停在站台旁 等着乘客上车 天步山的天女尊者数百年 一直庇护着大家 也一直受到山下村民百姓的信仰 说话的老妇人 一脸皱纹和老年般 嘴里也只剩下两颗牙 穿着灰白色的修道服 脸色阴沉 沉生怨愿道 可是 那群混蛋 居然在天女巷上凿了一个洞 让缆车通过 他们这种行动 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让天女尊者触怒的异端 没有一个好下场 没错 天女尊者 是不会放过唐本家的 用我们的天女巷来开发她的观光饰演 真是太过分了 周围村民 交头接耳 一旁 留着飞红色长直发的女生走过去 下巴微扬 优雅又带着不合群的孤傲 瞥了一眼围在一旁的众人 正准备上车 突然听到 后方天空中 传来一声乌鸦的叫声 一瞬间 小泉红子 维持优雅金贵的表情 有点崩 转头看去 该不会是 录的镜头 一个年轻男人走来 黑T恤 黑外套 黑色休闲裤 从上到下一身黑 黑色细碎刘海下一张脸 表情冷漠 子童不带任何情绪 浑身上下 带着生人物尽的冷漠气场 小泉红子 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决定去打个招呼 顺便蹭蹭冷气 转身穿过人群走过去 在池飞池面前站定 你来天步山旅游吗 找人 池飞池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小泉红子 你呢 找东西 小泉红子不知想到什么 侧过脸看另一边 你没开车来吗 路绕远了 不如坐列车去 是这一趟列车吗 那要不要一起 好 池飞池朝空中伸手 莫从天上飞下来 停在池飞池手臂上 又顺势蹦到池飞池肩膀上 转头嘎哑 朝小泉红子叫了一声 魔女小姐 你好 飞池也从池飞池领口探头 吐了吐蛇杏子打招呼 魔女小姐 你好 你们好 小泉红子大概猜到了 一蛇一乌鸦 在跟他打招呼 回了一句 心里松了口气 他突然发现 如果有块痘在 气氛会火热不少 只有他一个人面对池飞池 还是这么平静打招呼的时候 总觉得气氛有点冷淡 不过还好 池飞池应该没发现 他脸上的问题 不然 两人结伴上了列车 池飞池突然出声道 少吃辣椒 容易上火 小泉红子 Lambda 他脸上那颗痘痘 果然被发现了 他为什么会吃辣椒 还不是这个邪恶的 自然之子带坏的 一开始是因为魔力沸腾 他想研究一下 结果吃着吃着 就很难戒掉 吃辣是真的爽 之前池飞池不提醒他 现在已经晚了 心里一通咆哮 小泉红子脸上保持着镇定 在列车上找了座位 靠窗坐下 谢谢提醒 池飞池就坐在靠沟道的外侧 你来这里找什么 找先祖 留下的一颗珠子 小泉红子下意识地摸了摸脸上 那一颗痘痘 心在滴血 一颗可以保证 我不管怎么吃辣 都不会长痘痘的珠子 他可是魔女啊 居然长痘痘了 还怎么也削不下去 让他突然想到 之前手臂上的羽毛和鳞片 他实验了不少魔法药剂 好不容易才削下去 其实池飞池天生克他吧 明明他那么和善来着 第一次见面就把快斗打包送过去了 长痘痘就别摸了 池飞池提醒了一句 对于小泉红子来说 为了削痘痘 跑大老远找魔法屋很奇怪吗 一点也不奇怪 这个魔女一天就是嫌得太无聊了 你说的仙祖 就是他们信奉的天女 大概在几百年前 有个仙祖曾经来过这里 并居住了一段时间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留下了天女的传说 哦 霍霍霍 小泉红子眼口一阵低笑 随即摆了摆手 赤红眼里带着明媚又刻意矜持地笑 其实也没什么了 信仰对我们又没什么用 池飞池抬眼看小泉红子 我怎么觉得你在炫耀 绝对 没有 小泉红子一秒认真脸 目光严肃成智 这么一闹 气氛倒是缓和了不少 小喵呢 你没带他出来走走 前段时间我在游戏里问他 能不能出来见一见 我可以带他去看我的魔法球 结果他拒绝了 小泉红子郁闷诉说自己企图面积 面积失败的过程 前天晚上 我在游戏里说送他的符咒 他又拒绝了 在这之前 拒绝他的只有黑与块豆 要不是那边有个邪恶的自然之子 他早就 早就直接飞过去 找人了 池飞是有点无法想象 会原来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 去面对小泉红子 一口一个魔法 一口一个符咒 而且看样子 两个人在游戏里 好像还经常聊天 我是因为那个组织的事 才过来这里 带上他不方便 不过回去之后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找他 嗯 小泉红子的符咒 不管是保护性的 还是攻击性的 会原来能有一个是好事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到了 回去的时候嘛 小泉红子想躲着池飞池的 犹豫了一下 改天吧 我再问问他 还是取得他的同意比较好 这可不像你的性格 池飞池毫不留情地拆穿 小泉红子一噎 强行转开话题 你呢 找到那个人之后 要解决掉吗 大概会 池飞池没有隐瞒 看情况 他记得怪到积德的剧情里 小泉红子有一次 因为纠结快逗 不被他迷惑 心里不爽 就想到弄死快逗 并且还行动了 虽然最后小泉红子选择了放弃 但一开始在小泉红子 普通人或许就是 只能膜拜他的存在 那是家族传承 从小接受的理念养成的理念 就像他的祖先 天女尊者的传说中 天女受人信仰 但对于异端 天女会毫不留情地 给予惩罚 处死 那个时候 在小泉红子眼里 快逗大概就是异端 魔女 对人命可没那么重视 同时 小泉红子也渴望抛下孤独 融入人群 却不知道该从哪开始 甚至一开始 根本不明白 自己心里渴望的是什么 迷茫而懵懂 所以 一点点温暖 也能让他动容 被快逗 那家伙一聊之后 慢慢发生了变化 其实很难受吧 总是在不经意间 发现自己的世界观 和别人的世界观不一样 别人重视的东西 自己怎么也无法理解 而因为太多的秘密不能说 太多的秘密说出去 也会被当成蛇精病 所以 自己在他人眼里 又太古怪 凉薄 这种感觉 他时而不时也会有 不过相比起来 他比小泉红子要好得多 至少在他的认知里 他还是人类 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只是多了一个三无外挂而已 而且 前世看得多了 面对不同的世界观 他也不会苦恼纠结 唯一让他有点苦恼的 反而是这个三无外挂 小泉红子听说 大概要把人解决掉 有些好奇 那就带上我一个吧 我凑个热闹 吃飞吃恩了一声 转而说起别的事 你说我的力量藏在灵魂里 基本可以确定是这样 他在屏蔽外界对我的干扰 但我发现他 也在压抑我的情绪 也就是说 他把我的情绪 也当成了外界干扰 前世的时候 他的情绪变化 也不少 高兴了会心花怒放 生气了会怒火中烧 难过了心里会刺痛 但这一世过下来 他发现 情绪波动没有前世那么大 好像在被什么东西 慢慢压制 割离 一直到那一位企图洗脑 他的心情再一次次激荡下 恢复平静 他才意识到 这个三无外挂在影响他的情绪 企图让他一直保持 绝对冷静的状态 这样不好吗 小泉红子转过头 一手撑着下巴 看窗外的风景 身边的人 一个个饱受生老病死的痛苦 最后入土为安 只有自身是永恒 这便是神明 为了避免难过又因难过 而犯下违逆之罪 只有割断这些情感 还真是让人羡慕啊 你不用自己修行 不用自己学习 连这些都有老天给你准备好 你只要走下去就行 我可不觉得 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如果有一天 身边重要的人死了 我也不放在心上 高高在上地说一句 尘归尘 土归土 那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持飞持平静说着 顿了顿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就算是放弃力量 也无妨 小泉洪子惊讶转头看持飞持 随即垂谋 他大概有点懂那份心情 就像自己小时候想哭 却不能哭的时候 心里闷得慌 没有 至少我没办法 有的路不是你我可以选择的 不过情况也没那么糟糕 如果你不愿意 就那么走下去 末法时代对于你而言 或许是件好事 持飞持很快明白过来 阻拦了成为神明的途径 是啊 小泉洪子收敛了心头的触动 懒洋洋道 无法真的成为神明 就不会彻底断绝情感 别瞎担心 邪恶的 且永远不可能成为神明的神明 你带水了没有 没有 持飞是放心了 只要别彻底变成一个莫得感情的机器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魔女还要喝水吗 小泉洪子正色强调 我是人 人类 永远无法违抗神明的力量 后方 那个老妇人又在一脸怨愤地鼓动 唐本家根本不知道他们面对着什么 昨晚的预言告诉我 自然之子 非红魔女 光之魔人 这三大黑恶势力 持飞持 他记得小泉洪子曾经占不过 光之魔人将从东方的天际降临 消灭白色的罪人 是指柯南小朋友会挫败积德 光之魔人是柯南 自然之子是他 非红魔女是小泉洪子 这个预言还挺准的 不过 三大黑恶势力 是什么鬼 小泉洪子挣了挣 低头默默撸袖子 可 是三个拥有着人类无法抗衡的能力的存在 将降临天不删 为侮辱天女像的罪人降下惩罚 老妇人没留意到这边的情况 面不改色地将话改了 诉声道 唐本家要完蛋了 车厢里 当地人群情激愤 似乎觉得 天女像真的不可冒犯 持飞持侧头 跟小泉洪子低声说话 你先祖还传了占卜术出去 小泉洪子点了点头 转头看了看老妇人 一点点 不过不是正统的传统 大概是我们三个碰到一起 事情不小 他才能占卜到 持飞持点头 要是没有他 小泉洪子不会吃辣椒 也就不会来找什么猪子 所以说 人还是他引来的 又问道 你对那个唐本家有不满吗 说不上不满 能让更多人瞻仰仙族的美貌 这是好事 不过凿动确实有点过分 小泉洪子有点纠结 不用纠结了 持飞持到 光之魔人会帮你解决的 既然柯南来了 那个唐本家还想好 难 如果是唐本家 邀请柯南一行人来的 那家里百分百有人出事 如果再有鬼神传说 房屋临悬崖间 周围交通不便 某个人特别讨人闲等情况 出人命的几率 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甚至可以直接宣判 某个人的死刑了 说起黑恶势力 他觉得 他和小泉洪子 是被无辜牵连的 真正的黑恶势力 明明是那个光之魔人 后排座位上 柯南丝毫不知道自己 刚被判定为黑恶势力 心里呵呵一阵干笑 如果亵渎天女 真的有什么惩罚 唐本家还能存在到现在吗 毛里兰被老夫人 深沉严肃的语气 吓得够呛 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突然瞥见 前方有个熟悉的人 侧头跟什么人说话 咦 怎么了 小兰姐姐 柯南疑惑 顺着毛里兰的视线看去 脸顿时僵住 卧槽 石飞驰 这家伙 怎么会在这儿 一晚 本来想着 出来玩个一两天躲躲 回去再说的 结果这都能撞上 什么呀 毛里小五郎转头 也看到了熟悉的人影 难道飞驰 也受到了开幕盛典的邀请 毕竟是大集团的大少爷嘛 那我们去 毛里兰刚想提一句打个招呼 就被柯南打断 不行 小兰姐姐 柯南汉 快速找了个借口 一本正经道 我觉得 还是不要去打扰他比较好 前方 驰飞驰背对 他们坐着 再加上座椅靠背阻拦 只能看到脖子以上 而旁边有一个红色的头顶 隐约看得到 有一缕长长的发丝 搭在窗户旁 似乎是个红色长发的女孩子 哎 毛里兰看过去 顿时反应过来 露出八卦的笑 也对 那边两人对面没人坐 应该没有其他同伴 两个人再说话 就算不是一男一女 一起出来旅行 而是路上遇到的 那也是飞驰哥的一个机会啊 有什么关系吗 毛里小五郎无语说着 起身要往那边走 叔叔 柯南慌了 转头看毛里兰 发现毛里兰也一脸纠结 喂喂 不是吧 我也有点好奇呢 毛里兰迟疑了一下 笑道 去打个招呼 应该没关系吧 两票对一票 柯南反抗不过 只能硬着头皮跟过去 突然侥幸一想 池飞驰跟女孩子在一起 说不定是好事 当着女孩子的面 应该不至于为难他 飞驰哥 毛里兰笑咪咪走上前打招呼 突然发现 池飞驰身边压根没人 刚才那个 什么 池飞驰一脸平静地抬头 似乎不太想和柯南接触 发现有人过来 提前顿了 他不懂小拳红子说的领域 不过小拳红子刚才的话 总结来说 就是 大家都是新手 就像他一不小心 把小拳红子坑的手臂长鳞片 长羽毛一样 他不想掺和到光之魔人的领域里 以免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变化 至于他 大概属于可以强行介入其他黑恶势力 自身不受影响的那种人 不对 他怀疑自己之前 介绍到那些会出世的人家 被赋予新温神的称号 这个郭柯南要背后 刚才不是有个红色头发的女孩子 跟你在一起吗 毛利兰疑惑左右看着 有吗 池飞池反问 毛利兰脸色顿时苍白 没 没有吗 难道说 刚才池飞池身边根本没什么女孩子 那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仔细想想 他们起身走过来 就算对方离开了 他们怎么也该看到才对 就好像是 突然不见了 不见了 我和叔叔都看见了 你抵赖也是没有用的 柯南半月眼 撇池飞池 这家伙搞什么鬼啊 啊 看到了什么 毛利小五郎 坐到池飞池对面的座位上 一脸疑惑地抬头 刚才飞池哥身边有个红色头发的女孩子 毛利兰在旁边坐下 挨紧自家老爸 偷偷看池飞池身边的空位 什么女孩子 我没看到啊 毛利小五郎疑惑 你看错了吧 柯南 毛利兰看向柯南 仿佛想确认什么 柯南突然看到座位上的东西 嘴角扬起 爬上座位 趴在池飞池腿上 探过身 伸手去拿那根红色的长发 我也看到了 如果刚才在池哥哥身边的不是人 那就是池哥哥 想跟我们开玩笑 用了假发之类的东西吧 之后只要藏起来 就能造成人消失的假象 我在座位上发现了 手指从红色线条上擦过 不是头发 只是一条画上去的红线 毛利兰 想看又不敢看 柯南 你发现了什么 柯南嘴角一抽 嗯 没什么 反正我看到了红色的头发 我去问问隔壁座位上的那位叔叔 这么大的列车 坐的人不多 旁边坐了什么人 一眼就能看到 他总能找到证人的 柯南爬下座位 走过去 仰头 指着池飞池的座位 卖萌笑 叔叔 刚才和那个大哥哥在一起的姐姐呢 你有看到他去哪里了吗 啊 什么姐姐 那边大叔疑惑挠头 不好意思啊 小朋友 我没看到 那位先生倒是一直坐在那里 柯南继续追问 那红色假发之类的呢 或者红色像假发一样的东西 座位上的红色线条有点弯曲 很像人类垂落的头发 如果不是假发 也可能是在透明纸张上画上去的图案 只要把透明纸张立起来 录个头顶 就能造成有人坐在身边的假象 而且 也方便处理罪证 没有 大叔笑着低声道 那个小哥一身黑衣服 要是身边出现红色的东西 那么醒目 我一定会看到的 连这个也被买通了 柯南仔细辨认大叔脸上的表情 发现对方说谎的可能性不大 转身就跑 谢谢叔叔 还有其他人 他可以确认 比如 跟他们一样 坐在后排座位的那一对男女 比如 一直站在那边跟众人说话的老妇人 这个列车车厢 一共坐了27个人 总有人看到的 池飞池坐在座椅上 静静看着柯南跑前跑后 红子还说 不涉及别人的领域 看看 把光之魔人名侦探 弄成什么样了 阿帖 天空中 骑着扫帚 掀一步上山的小拳红子 打了个喷嚏 仔细回想了一下 好 其他人的记忆都消除了 不过光之魔人和他女朋友就算了 以免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反弹 二十分钟后 累成狗的柯南走回来 低头思索着 所有看到过池飞池的人都说 池飞池上车后 就坐在这儿 除了肩膀上那只乌鸦 身边没别的东西 怎么就没人看到什么红色的东西 这不科学 是光线问题 其实不是红色的 只不过他们的角度 看去是红色的 还是这辆车的人都被买通了 演戏吓唬他们 毛力兰看着柯南走回来后 又围着座位打转 不是趴下看座位底下 看得莫名心疼 这孩子是怎么了呀 被吓坏了吗 柯南 柯南站直升 转头看池飞池 池哥哥 别开玩笑了 我认输 你是怎么做到的 池飞池伸手 贴在柯南额头上 没发烧 柯南 难道真的不是池飞池搞的鬼 不 看池飞池过往的撒谎经历来看 这家伙撒谎压根看不出来 不过也不排除是其他人做的 或者 池飞池收回手 看向毛力兰 平静解释 人的眼睛 如果长时间看一种颜色 视觉神经因受刺激而容易疲劳 视觉神经就会诱发出一种补色 来进行自我调解 手术符之所以是绿色 就是因为 医生在手术过程中 长时间注视红色的血液 采用绿色做手术符 不仅可以消除因视觉捕色 产生的绿色错觉 也能减轻医生视神经的疲劳程度 从而保证 手术能够顺利进行 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 绿色的捕色是品红 窗外大片绿色的树林 也有一些圆顶的树木 会不会是你们盯太久了 转过头来 就看到类似形状的红色 虽然知道毛力兰怕鬼怪 但没办法 他先答应了红子不说出去 只能尽量用科学的说法糊弄一下了 飞沫 飞翅 看着主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羞愧 心虚 还有点小佩服 是这样吗 毛力兰迟疑着 回想之前看到的红色头顶 品红是偏紫色的红色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翅红色呀 对吧 柯南 嗯 柯南刚点头 就被池飞翅拎起 放到身旁的座位上 警号 他个子是小 但就能想拎就拎吗 好吧 好像还真能 不过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视觉错觉 他们因为某种原因 把品红的补色 看成了赤红 不对 刚才他看得很清楚 那明明是人的头顶 窗外树叶的补色 总不可能连发丝都有吧 他不可能看错才对 那个 毛力兰注意到 穿着修道服的老夫人路过 转头出声问道 你好 虽然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不过还是请问 你知不知道 天女尊者的头发 是什么颜色的 池飞池 为什么非要问这个问题 被他骗过去不好吗 老夫人没有想到 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严肃道 根据流传下来的记载 天女尊者的头发 是如同火焰一般的长发 啊 毛力兰印证了一下 刚才看到的红色头发 火红的 没错 天女尊者有多高呢 这个问题我怎么会知道 如果非要说的话 大概是顶天立地那么高吧 毕竟天女尊者可是神明啊 老夫人看了看车窗外 山林间的天女石像 感慨一声 转头问毛力兰 你问这个做什么 啊 没 没什么 毛力兰脸色有点不自然 总不能说 他们刚才可能看到 天女尊者了吧 柯南也觉得匪夷所思 红色的头发 难道他们刚才真的看到了 天女尊者 列车近战 一行人没走出车站 迎面一个穿紫色衣裙 黑色长发 披萨的女人 走来 温和出声问道 请问 您就是毛力小五郎先生吗 我是 毛力小五郎看到女人 眼睛一亮 一脸痴汗样 真是美人佩子啊 你是来接我们的人吗 是的 我叫吉野凌花 是唐本观光公司副社长的秘书 吉野凌花笑着鞠躬 我已经恭候大家多时了 请多多指教 哪里 毛力小五郎挠头笑 还有麻烦贵公司招待这两个孩子 真是不好意思 对了 这是我的弟子 我们在路上遇到 他正好过来天步山观光 你好 我是池飞池 池飞池朝吉野凌花点头 你好 吉野凌花笑道 既然是毛力先生的弟子 那就跟我们一起吧 相信社长很乐意招待各位 池飞池语气冷淡道 不用麻烦 我已经定了房间 不好意思啊 这小子的性格就是这样 毛力小五郎道 没关系的 吉野凌花脾气似乎一直很好 你好 我叫毛力兰 毛力兰也出声打招呼 看向柯南 还有 这是暂时借助在我家的柯南 柯南顿时笑咪咪 同音卖萌 阿姨好 不应该叫姐姐吗 池飞池在凉嗖嗖地说了一句 柯南 嗯 等等 他好像忘了什么 貌似在昨天 他坑了池飞池就跑 这是 要开始报复了吗 是啊 你这小鬼还真是不会说话 毛力小五郎瞥了眼柯南 又转头 对吉野凌花笑道 凌花小姐这么年轻漂亮 当然要叫姐姐了 毛力先生 您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已经28岁了 叫阿姨也对 吉野凌花弯腰笑着对柯南打招呼 你好啊 还请多多指教 柯南 一群人出了车站 车站外已经开启了各种商店 不少观光客聚集 或结伴行走 或张望看风景 或坐在一起吃东西 吉野凌花开车 送一行人去山上的饭店 这次能请到大名鼎鼎的毛力名侦探 亲自力领本公司 明天举办的那场开幕典礼 真是我们的光荣 别跟我这么客气 毛力小五郎笑咪咪道 兔女郎 毛力兰无语 转头看车窗外 突然发现 外面挂满了抗议开发的牌子 这些全部是反对空中缆车的自排啊 毛力小五郎也转头看了看 神色严肃起来 看来贵公司这次会找我来 应该不只是单纯的 要我出席开幕典礼吧 是的 吉野凌花迟疑着 这点稍后 社长会亲自解释 到了山顶的酒店 吉野凌花请毛力小五郎去 特别接待室见社长 池飞池没有跟去凑热闹 带着飞驰和飞沫去了房间 到了酒店房间里 飞驰日常巡视地盘 把所有角落逛了一遍 这家酒店的房间还真是不错 嗯 池飞池也很满意 虽然房间里的颜色单调了点 但无论沙发 床铺 还是面对群山的大落地窗 都很闲适 飞沫跳到窗前看了看 眼里迎着绿色 看起来也很兴奋 主人 你问问飞驰 要不要出去兜风 兜风 池飞驰没懂 飞沫要带我兜风吗 去 去 飞驰爬上前 然后 池飞驰懂了 飞沫所谓的兜风 就是让飞驰缠住他 他也用爪子抓住飞驰 然后飞出窗户 在空中一阵狂飞 见两只宠物在窗外闹腾 池飞驰拿出手机 给小泉红子打电话 红子 我到酒店了 我在山上 正在找那颗珠子 我也不知道 仙祖把它放在哪了 小泉红子道 大概晚一点会去酒店 要帮忙吗 池飞驰问道 不用 我先找找看 小泉红子道 看能量显示 应该就在天女巷附近 我找不到再找你帮忙 行 挂断电话 房门就被敲响 毛力兰邀请池飞驰 去试搭空中缆车 池飞驰问了一下 只有吉野凌花 唐本观光的副社长 和他们四个 也就答应了 这个案子他没印象 也不打算掺和进去 清柳哲也还没有开始勒索他 明面上 两人没有交集 那么就算之后 清柳哲也死了 他也没有杀人动机 而如果碰过面 清柳哲也看到 他有什么特殊反应 或者起了重新勒索的心思 绝对会被柯南发现异常 现在 最好还是避开清柳哲也 飞驰和飞沫 大概是觉得飞行不新鲜 也决定 去试试搭缆车的感觉 一个藏在袖子里 一个停在池飞池肩膀上 跟着一起出发 不过 上了缆车没多久 一蛇一乌鸦 就有些兴趣区区 只是在一个会移动的大盒子里 靠绳子拉动上山 跟飞行根本没法比好不好 缆车的窗户没法打开 只能关紧用 门在运行过程中 有安全锁 不到终点也开不了 唯独头顶 有个不大的通风窗口 飞沫展开翅膀 都比窗户大 也飞不出去 更别说带着飞驰飞出去 忍一忍 快到了 池飞池只能劝到 那边 毛利小五郎在恐高症下 闭着眼睛 将在座位上 低声碎碎面 是啊 一会儿就到了 一会儿就到了 副社长唐本宝 则转头问毛利小五郎 毛利先生 该不会是有恐高症吧 我 我没事 毛利小五郎脸色僵硬 不看外面就行了 站在窗户旁的毛利兰 见飞沫捏捏的 疑惑问道 飞沫不喜欢搭缆车吗 他嫌闷 迟飞迟到 也对 吉野凌花笑道 鸟类能在天空中 自由自在地飞翔 缆车这种悬空 对于他来说 是太无聊了一点 又只能待在一个 狭小的空间里 觉得闷也很正常 不过前面的隧道 很有意思 可以来看看哦 飞沫 飞沫精神了一点 飞到座位靠背上停下 往窗户外看 吉野凌花一愣 随即失笑 他真聪明啊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当然了 飞沫很聪明的 还有飞翅 毛利兰转头 剑持飞翅也走了过来 不过 凌花小姐可别吓到 什么 吉野凌花疑惑 飞翅是条蛇 也是飞翅哥的宠物 毛利兰笑眯眯 看向持飞翅外套的领口处 那里悄悄探了一个舌头 持飞翅也走到窗户前 看了看外面 缆车临近天女石像 没有小圈红子的身影 该不会是跑到隧道里了吧 飞翅见毛利兰说起他 头往外探了一点 表示自己在这儿 吉野凌花之前没注意飞翅 不过现在看清了 一时手脚有些发僵 突然觉得 毛利先生身边的人好奇怪 一个冷冰冰的弟子 养乌鸦做宠物就算了 虽然罕见 但也不是没有 不过养蛇就比较奇特了 还把蛇放在身上 本来觉得毛利兰是个性格温和 脾气很好的女孩子 似乎也喜欢蛇 看到蛇脸色都不变一下 一脸亲密 就不怕被咬嘛 惹不起 惹不起 灵花小姐 毛利兰见吉野凌花脸色不对 有些担忧 你没事吧 没什么 吉野凌花回神 无奈道 真是抱歉 我从小就比较怕蛇 池飞池默默离远了一点 吉野凌花忙道 其实不用这样 没事 池飞池顺手把柯南拎过去 放到身边 柯南 要发火就发呗 一言不合就拎他 就像提醒他 昨天做了什么 完了又什么都不说 不做 让他心里毛毛的 一旁 毛利小五郎 强忍着在高处的不是 跟唐本宝泽 谈着正事 有村民因为觉得给的钱不够 反对开发 还打电话威胁唐本观光 另外 也有一部分人和当地报纸 在宣扬报应 诅咒 让其他村民也跟着担心 您可信其有吗 隧道到了 吉野凌花提醒一群人 缆车进入隧道 隐约可见 下方微弱灯光照射下 通道两侧放了不少石像 毛利兰被吓了一跳 那个是什么 那是五百罗汉像 吉野凌花解释 老实说 我们现在正从上面那座 天女像的体内经过 从体内经过 毛利兰疑惑 是不是从神像体内经过 就能得到什么好处 吉野凌花道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宣传可以这么说 池飞池低头 看着下面的罗汉像 唐本观光的开发计划 是很出彩 不过 把天女像体内凿个洞 让缆车通过 还在里面放五百罗汉像 天女像还真是够倒霉的 特别是 当她想到 这是小泉洪子先祖的雕像 心情就有点微妙 也不知道小泉洪子 看到之后 是什么心情 通过隧道 只用了短短三十秒 外面的光线再次亮了起来 话说 刚才那个叫 清柳哲也的家伙 说开发隧道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毛利小五郎 依旧不敢往外看 我看那个家伙 根本就是想捏造丑闻 好借此 从我们公司捞点油水 唐本宝子埋怨道 不过我妹妹也不对 为什么要把那件事 告诉那个家伙 那件事 毛利小五郎疑惑 什么事 柯南听到 顿时转头看去 唐本宝泽 脸色有点不自在 忙道 没什么 是我们自家人的事 这边 吉野玲花又继续介绍景色 只要从隧道里出来 就能看到天女像的上身 这座神像 是距今八百年前 游人雕刻的 天女像右手伸出的姿势呢 叫做院印 左手手掌上托着的 名叫如意宝珠 据说是一颗能够消除灾难 和不幸的神奇宝珠 迟飞迟看向石像上 那个很像桃子的东西 小群红子找的 应该就是如意宝珠 消不消灾难他不清楚 不过可以消痘痘 吉野玲花继续道 为了能方便游客 近距离欣赏天女像 我们公司还特地耗费了巨资 在天女像身边 搭建了展望台 柯南无语 难怪那个老婆婆不高兴 这个展望台 都能摸到天女像了吧 再加上凿洞通缆车 信仰被玷污 不生气就怪了 到了山顶 一群人下了缆车 在山顶的平台上 眺望风景 飞沫带着飞翅 搜一下飞走 在空中盘旋 这里的视野真美 毛力蓝惊叹 要看到这样的景色 还真不容易 持飞持沉默看着 要比梦幻 黄山常有云雾缭绕 要比壮阔 泰山一览众山小 再看这里 大概就只能感慨一下 自然风光了 看着这样的景色 真让人有沧海一粟的感觉 毛力小五郎也感慨着 唐本宝子自豪道 没错 但就是经过 这样渺小的人类的开发 才能将美丽壮观的景致 开发出来 让大家一起欣赏 不远处的天女巷上 一道目光悠悠盯着唐本宝泽 红发飞扬的身影出现 又迅速消失 仿佛只是错觉 哎 转头看实相的毛力蓝 在视线已久 捕捉到一缕红色 真正看过去时 却又什么都没发现 怎么了吗 吉野凌花问道 没什么 毛力蓝收回视线 看向吉野凌花 吉野凌花低头看了看 指着自己的凶针笑道 这个呀 是我母亲留下的遗物 不 我不是看凶针 毛力蓝笑了起来 当然 凶针也很漂亮 不过我是觉得 凌花小姐 长得很像那座天女像 吉野凌花有点脸红 我像天女 池飞池收回视线 转而看吉野凌花 实相雕刻出来 跟真人肯定有差距 差距还不小 比起吉野凌花 那座天女像的眉眼 跟小泉红子更相似一些 略微狭长 明媚又带着些许锐气 这么说起来 当年雕刻实相的师傅 手艺还真不错 至少能让他区分出 谁更像一点 是啊 你好温柔 又好有气质 毛力蓝道 谢谢 就算是应酬话 我也很高兴了 吉野凌花笑道 池飞池又继续看向天女像 天女未必温柔 这才不是应酬话 毛力蓝反驳一句 又看向那边引线的天女像 凌花小姐 你说 天女尊者真的存在吗 这个 吉野凌花有些为难 我也不清楚啊 毕竟没见过 没见过啊 毛力蓝有些走神 他总觉得自己又看见了 不过也不确定 是不是绿色看多了的补色 毕竟只是闪了一下 柯南也想起列车上的红发 下意识地仰头看池飞池 发现池飞池 也一直看着天女像 突然觉得有些怪异 他本来以为 池飞池会捶他的 结果 就只是拎了他两次 然后一声不吭 这是什么意思 而且 池飞池今天也太安静了一点 虽然平时也不怎么吭声 但不至于一句话不说吧 难道这家伙在生闷气 事业 池飞池没跟毛力小五郎去吃饭 在酒店泡了得早 接到小全红子的电话 出了酒店 酒店三楼 毛力蓝准备带柯南去泡走 从窗外看到 通往山上的步道上 有个穿着浴衣的人影 隐约间 觉得身形有些眼熟 小蓝姐姐 柯南有点担心 怎么从看到列车红发之后 小蓝老是看着远处走神啊 你是不是在想天女尊者的事啊 嗯 毛力蓝应了一声 依旧盯着那道身影消失的方向 好像是 飞池哥 不用多想 就像池哥哥说的 可能是 我们眼花看错了 把补色看成了头发 柯南自己说着 也有点不幸 不过也只能这么安慰了 我现在回想 看到的也不是赤红 柯南 毛力蓝打断柯南的话 收回视线 盯着柯南 正色问道 你觉不觉得 飞池哥今天很奇怪 小蓝也发现了 柯南迟一点头 是有点奇怪 他今天好像不怎么说话 毛力蓝若有所思的往前走 今天他也不跟我们一起去吃饭 一直一个人待在房间 还有啊 以前他和你关系不是很好吗 柯南抬头 发现毛力蓝走的方向不对 提醒道 小蓝姐姐 澡堂在那边哦 我们先去找飞池哥 毛力蓝继续往前走 可以顺便拜托他 带你去泡澡 柯南想了想 他和持飞池这么僵持下去 也不是办法 看持飞池这冷战到死的架势 肯定不会主动化解矛盾 他还是去看看 服个软算了 嗯 毛力蓝神情凝重 而且 我怀疑飞池哥被天女迷惑了 柯南顿时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地 卫卫 深夜 四下寂静 月光明朗 照得走到一片苍白 天女像静静立在山间 神色依旧不卑不喜 朦胧月光下 如同一位真正屹立在那的神笛 一道影子慢慢走近 年轻男人穿着深蓝色日式浴衣 略带湿气的头发下 五官轮廓分明 紫眸深邃地看着天女像 一步步走过去 再瞭望台边 轻松跳上天女像的手掌 天女像手掌上 一个身影凭空出现 身上黑色魔女服 点缀着金饰 长长的红发在夜空中飘荡 眉眼与天女像十分相似 转身注视着来人 你来了 我来了 你总算来了 一只乌鸦爪子上抓着蛇 飞来 落在一旁 池飞池没接下去 回想着两人的对话 他怎么有种 突然乱入到鼓笼里的错觉 小泉红子没多想 皱了皱眉 珠子应该是在石像里 能量检测是集中在上身 不过具体在哪 我没法确认 这座石像太大了 不确定在哪里 总不能完全砸碎了爪吧 池飞池看向天女 像左手上拖着的东西 猜测到 会不会在这个桃子里 小泉红子一页 纠正道 那是珠子 如意宝珠 池飞池懒得辩驳 这本来就像个桃子 小泉红子见池飞池不跟他争 也说起正事 里面都被我挖空了 还是没找到 底下的罗汉里 我也翻过 也没有发现珠子的痕迹 珠子具体是什么样的 池飞池抬头观察着石像 我也没见过 只是前两天翻古籍看到过图画 至于是什么样的 小泉红子看了看左右 目光停在石像手上 大概跟这个桃子差不多吧 池飞池转头看小泉红子 他问的是珠子长什么样吗 他问的是大小 质地 自身温度高低 有没有科学手段 能够检测出的能量波动 还有 小泉红子自己都承认 就是个桃子了 小泉红子脱口而出 不怪他 是池飞池带偏的 池飞池收回视线 继续看石像 目光停留在石像脸部 眉心上方 嗯 小泉红子疑惑仰头看去 眉心上方 天女像背靠岩石 本身是开凿岩石雕刻出来的 并不是雕刻好后 运到这里 池飞池平静分析着 珠子藏在石像里 有两个可能 第一 村民将珠子放进石像里 那就不可能在未经开凿的背后 而应该是在前面开了洞 将珠子放进去后 用石头封好 第二 你的先祖把珠子留在这里 利用魔法手段 将珠子放进石像里 前者 因为之后风堵的岩石 与整体岩石不是一整块 哪怕在气和 经过风吹日晒 温差变化后 缝隙多多少少会显现出来 后者 珠子跟石头同质地的可能性不大 同样温度 湿度下 珠子跟石头的变化 也可能不同 也就会导致挤压石头 或者流出缝隙 日积月累 造成石头外表某一部分的变化 或开裂 而无论是哪种可能 你能从探测珠子的所在 说明珠子本身在持续某种能量 八百多年下来 肯定会对石头造成影响 或者破坏 仔细找裂缝的规律 石像脸部 已经有不少裂纹 眼角 脸颊 鼻梁 所有裂纹 大多是树像的 唯独眉心附近 出现大量横向裂纹 切断鼻梁 但在发际线之下的一片额头 却没有一丝裂痕 无比光洁 小泉洪子 抬头看着石像头部 再没有裂纹那一代 有可能 毕竟宝珠是消除灾难的 在石像内 或许也在避免石像开裂 崩碎 你试试 时飞时到 好 我用魔法阵把内部掏空 看能不能找到珠子 小泉洪子 将手伸到身前 面对着石像 手指上亮起一缕鸿芒 在空中快速勾勒 忍不住调侃道 我原本是打算让你试试 能不能对石头有感应的 或者看能不能控制蚂蚁 让他们帮我找找 没想到你跟侦探一样观察分析 完全没考虑用意能力 因为拥有了普通人没有的力量 就放弃作为人的智慧 那是一种愚蠢至极的行为 石飞驰站在一旁看着 班山填海 千里传音 上天入地 飞出地球 普通人甚至可以做得更多 支撑其强大的根基 就是智慧 小泉洪子勾勒着魔法阵 分神思索 不得不承认 石飞驰说的有道理 他明明拥有着强大的力量 面对不懂魔法 只会利用障眼法这些小把戏的黑与快豆 似乎也从来没占过便宜 有时候还吃了亏 咦 等等 你是在吐槽我不用脑子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持飞驰没否认 你 你这算是承认了 小泉洪子额上蹦起颈字 就不能哄哄他说 不是 他不要面子的吗 手指有点抖 魔法阵差点就崩了 冷静点 维持好你的魔法阵 持飞驰提醒 小泉洪子 明 冷静 冷静 红色纹路的魔法阵 在小泉洪子身前亮起 几块碎石 连同一个很像桃子的玉制品浮现 随后 石头又消失在魔法阵中 玉桃子落在小泉洪子手里 小泉洪子黑着脸 身上带着恐怖的气势 转身就把玉桃子砸向持飞驰 我冷静个鬼啊 持飞驰没躲 玉桃子飞到一半 又飞了回去 小泉洪子将玉桃子放进口袋 顺了顺气 你怎么不躲 持飞是觉得 小泉洪子的反应 确实有点慢 必须要给他捋一捋 以我们现在双方的实力 再加上那桃子是魔法物 我躲也躲不开 而且知道 你对我使用魔法 会受到反噬 如果你用魔法物伤害到我 我死亡的可能性不大 你就不好说了 那我为什么要躲 炸了 小泉洪子沉着脸 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怒火 可以这么恐怖 分分钟想毁天灭地 前提是他可以 持飞是说的没错 跟持飞持拼 持飞持倒不倒霉 他不知道 他肯定比持飞持惨 他只是想看持飞持狼狈 躲一下而已 没想到 这个都被持飞持算准了 这特么才是最气人的 某某女默默无了心口片刻 悠悠盯着持飞持 咬着牙 一字一句道 我回去就把快斗砍死 飞沫 飞翅 这个 快斗挺无辜的 持飞持没说什么 小泉洪子 不可能真的 把黑羽快斗砍死 而且 黑羽快斗没那么水 他刚才的吐槽 黑羽快斗在没有神经的情况下 大概会在1.7秒左右反应过来 小泉洪子 足足用了4秒 两倍多 如果小泉洪子 不在黑羽快斗一露面 就直接砍死的话 反而会吃亏 然后被黑羽快斗装模作样 又不经意地聊一下 这事就过去了 飞池哥 游山步道上 毛利兰一步步走上来 旁边跟着柯南 飞池哥 你在这里吗 小泉洪子 在听到毛利兰声音的时候 就果断腻了 池飞池从石像的手掌 跳到瞭望台上 在 毛利兰见到池飞池后 松了口气 今天池飞池很沉默 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毕竟池飞池有时候 也可以半天不吭声 不过在山顶的时候 池飞池一直看着天女像 看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要看半天 他们过去池飞池房间敲门 发现池飞池没在 也确定他看见上山的人影 就是池飞池 那么池飞池大晚上一个人 跑到还没开放的山上做什么 再加上 列车上 池飞池身边消失的红发女人 那个老婆婆 说天女是红发 种种迹象结合 很像一些鬼怪盯着了某个人 迷惑对方心智 让对方半夜去找她的传说 只不过 这一次是天女 你们怎么来了 池飞池上前 这个问题应该我们问你吧 柯南一货打量池飞池 池哥哥 你大晚上的一个人 跑到这里做什么呀 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鬼神事件吧 李智告诉他 要相信科学 鬼神是不存在的 不过实在太诡异了 带飞池和飞沫上来吹吹风 池飞池抬手 接住带着飞池飞过来的飞沫 让飞池顺着宽大的袖口爬进去 是这样吗 柯南有点迷糊 从白天的观察来看 飞沫不喜欢狭小幽闭的空间 来山上溜宠物 这么说也说得通 月光下 天女像脸上被照亮的地方 一片惨白 鼻梁 眉鼓 嘴角头下阴影 看上去不负白天的温柔美丽 反而显得阴森恐怖 毛利兰不经意看到天女像 脸色又白了几分 干笑着收回视线 那个 我们还是先下去吧 池飞池点头 发现毛利兰怕天女像 干脆就走在后面 其实天女 天女什么的 一点都不好看 毛利兰语气坚决 明天参加完开幕典礼 我们就回去 事业 柯南又跑到池飞池房间蹭被窝 躺着看天花板 睡不着 池哥哥 你今晚到底去山上做什么啊 我说过了 溜宠物 你今天好像不怎么说话 也不跟我们去吃饭 跟你们一起 我担心又牵扯进什么案子里 柯南怀疑到 你不会是在跟我赌气吧 不至于 反正等去做笔录的时候 我会跟警官申请带上你的 池飞池道 柯南掖住 这么说也是 池飞池肯定会这么做 池飞池的笔录 就是他的笔录 那么 他其实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份笔录 跑出去一晚上 没赶回毛利侦探事务所 今天胡思乱想了一天 这到底是坑了池飞池 还是坑了他自己 那你今天为什么拎我两次 拎过去又不说话 柯南不甘心 想找证据证明 自己这两天不是挠不过头 而是在机制躲避池飞池的报复 第一次 我坐在外面 你进不去 我拎你到座位上 第二次 我想让你 到窗户边看罗汉相 池飞池反问道 有问题吗 没 没问题 柯南干巴巴应了一声 嘎 黑暗中 飞沫嫌弃叫了一声 某个变小的名侦探 还有完没完了 都已经凌晨了 啰啰嗦嗦 不用睡觉的吗 赶紧睡觉 池飞池说了一声 闭上眼睛 看到柯南郁闷 他顿时觉得心情舒畅 念头通达 柯南看着天花板 皱眉思索 觉得有点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最不对劲的就是 郁闷 很熟悉的郁闷 就跟以前被池飞池坑了一样 第二天 早上八点多 柯南起床 突然发现 今天睡醒 没有蛇搭脖子 左右看看 在角落里 看到全在乌鸦身边的蛇 有飞沫 就不搭他脖子了吗 池飞池坐在窗边看手机 头也不抬到 早餐在桌上 谢谢池哥哥 柯南打了个哈欠 睡醒没有看到蛇脸 果然不够提神啊 你今天要跟我们去开幕典礼吗 不去 池飞池低头翻看手机邮件里的信息 从昨天开始 绿川沙西都在接触 青柳折野的同事 调查青柳折野 零零碎碎的信息不少 不过没有能拿捏住青柳折野的情报 没法反胁迫青柳折野为他做事 其实 论蛙隐私 搜集情报 青柳折也比绿川沙西差多了 无论是效率 还是情报的详细程度 调查一个唐本家开发缆车的意外 青柳折也都用了将近一个多月 又是利用记者的身份调查 又是接近唐本社长的女儿 结果现在也没有拿到什么切实的证据 没有必要见面接触了 等柯南一走 直接安排掉 柯南洗漱完 从洗手间出来 坐到桌子旁 准备吃早餐 我说 你差不多得了 其实你之前已经报复我了 对吧 我那天反应太大 直接跑了出去 你大概是从我的反应获得了灵感 打算对我制造心理压力 比如昨天令我之后却不吭声 让我胡思乱想 之后 只要你否认自己想报复我 就能让我觉得 一切都是自己一神一鬼 自己折腾自己 让我觉得郁闷 他昨晚捋了一下 终于发现了池飞池 这一个看不出什么痕迹的神坑 虽然他上当了 但他还是很快看穿了真相 嗯 对 池飞池面不改色地承认了 柯南 与amp at警号 百分号警号 居然就这么承认了 好歹反驳一下 这样让他很没成就感的 更郁闷了 池飞池这家伙 还是那么气人 到了下午 出事了 唐本观光公司的社长 唐本荣造死了 中午12点的开幕典礼结束之后 唐本荣造邀请毛利小五郎等人 去乘坐第一趟缆车 在缆车通过隧道的时候 缆车中的照明等被关掉 回荡在黑暗空间的诵经声中 唐本荣造消失在缆车里 只剩窗口贴着一张 写有因果报应的纸 等缆车通过隧道 继续往山上去 一群人才发现 唐本荣造胸口插着刀子 躺在天女 向拿宝珠的左手上 一个离奇的案子 连飞沫都飞不出去的缆车 唐本荣造是怎么消失的 确实有一条 从隧道通往撂望台的案道 但从那条案道跑上去 至少也要三分钟 缆车通过隧道的时间是三十秒 唐本荣造或者凶手 都没时间跑上去 整个案子 就像是唐本荣造被顺移后 杀死在天女向手上 撂望台上 柯南听着警方的调查结果 眉头紧锁 难道真的有什么天女诅咒 毛利兰低着头 走到柯南身边 不敢去看天女向 拿出手机 拨通电话 嗯 柯南疑惑仰头 小兰姐姐 你给谁打电话啊 柯南 如果诅咒真的存在 那么 会不会是我们 昨晚惹怒了天女尊者 所以 唐本社长当着我们的面 才出事了 毛利兰一脸担忧 如果这是天女尊者 在警告我们 飞池哥那边 说不一定会出事 我想问问他 柯南一愣 忙笑着宽慰 我想 一定是凶手 用了什么手法欺骗我们了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诅咒这种事 池哥哥不是说 他打算先回去了吗 我想 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列车上了 可是那张因果报应的贴纸 毛利兰眉宇间 还是难掩担忧之色 什么因果报应 电话那边 池飞池听到了一句 啊 没什么 毛利兰回神 听到电话那边 隐约有笑闹声 直接问道 飞池哥 你现在在哪 还在车站吗 刚打算上列车 有什么事吗 没事 那你就先回去吧 等我们回去再联系 毛利兰挂断电话 神色舒缓了一些 池哥哥 是不是已经打算乘列车 回去了 柯南问道 毛利兰笑着点头 嗯 看来是我想多了 柯南这才放下心来 目光有些凝重 他必须把这个案子解决 不然小兰肯定会留下心结的 不远处的山巅 一道身影 靠坐在一棵 微额大树的树枝上 引在树叶间 伸手 按下录音笔的开关 人群笑闹声 戛然而止 录音 小泉红子走到树下 抬头看了看 离地两米多高的树枝 果断选择器扫帚上去 站在池飞池身边 你准备的还真齐全 远晃必备 池飞池把录音清空 将录音笔装进口袋 他不可能真的回去 至少要等到毛利小五郎他们离开 把青柳折掩 安排掉 既然撒谎 就要准备车站的录音 列车上的录音来远晃 不管能不能用上 有准备总是好的 这不就用上了吗 小泉红子坐在一旁 看着远处的群山 若有所思道 你说 我先祖的能量 会不会还残留在这个地方 池飞池油然靠在树干上 不会 你为什么能肯定 小泉红子追问 这是光之魔人遇到的事 要用科学去解释 池飞池道 那为什么唐本荣造 能够消失在封闭的缆车内 又能在三十秒内 抵达上方的天女巷上 小泉红子琢磨着 我骑扫帚飞上去 大概能做到 或者提前准备好魔法阵 绳索 钢琴线 假人 镜像 投影 魔术中障眼法很多 我不在现场 没法判断 池飞池闭上眼睛养神 光之魔人会解决的 是吗 小泉红子 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水晶球 抱着坐在一旁 远程监控柯南等人的动向 看了一会儿 出声道 他们下山了 没有回应 小泉红子转头 才发现 池飞池靠着树干 闭着眼 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飞池搭在一边一动不动 飞沫也蹲在一旁的纷支上 闭着眼睛打瞌睡 清风徐来 空气清新 树叶遮挡了阳光 没有城市的喧嚣 只有远处时而不时传来 阵阵鸟鸣声 小泉红子沉默了一下 抱着水晶球 找了个靠着舒服的地方 也打算眯一会儿 这里确实是个适合午睡的好地方 一个小时后 在柯南的提议下 一行人重新坐上了缆车 柯南登上缆车 目光坚定 这个玄乎的谜题 他已经解开了 缆车出发 毛利小五郎 被麻醉针放倒 山上 水晶球里传来横沟参雾的惊呼 毛利先生 难道说 那个又要开始开始了吗 池飞池没睁眼 只是出声提醒 红子 推理开始了 嗯 小泉红子迷迷呼呼睁眼 抱着水晶球 打了个哈欠 继续靠着树干看戏 山上 看戏的两人像咸鱼一样懒得动 缆车里 柯南推理的热火朝天 自然不是什么诅咒 这些原本是社长唐本荣造的计划 在缆车通过隧道时 关了灯 自己假装被袭击 实则躲在座位底下的空处 而缆车通过隧道后 看到天女像手上的她 是她请人打造的假人 等其他人吓得不轻 下了缆车跑过去的时候 唐本荣造会搭乘回程时空无一人的缆车 提前从隧道里到天女像上 把天女像上的假人扔下山崖 站在那里迎接众人 说出根本没有诅咒之类的话 而帮忙放置假人的就是副社长唐本保泽 我想 你放置假人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天早上 柯南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道 原本昨天下午你提前离开 就是为了放置假人 对吧 为什么改变主意了呢 如果唐本保泽昨晚就把假人放到天女像手上 早就被持飞时发现了 还真是 不知该说持飞时是好运 还是太倒霉 差点又掌握案子的重要线索了 其实我昨天就该把假人放上去的 唐本保泽神色不自在地笑了笑 不过说来可笑 昨天我总觉得 有什么东西在天女像上盯着我 偏偏又看不到什么 越是走近 越是如此 所以我就连忙回去了 今天才把假人放上去 抱着水晶球吃瓜的小拳红子 怎么还跟他扯上关系了 昨天他是有点不爽 见瞭望台 开发成景区也行 但把他先组的石像打个洞 让缆车载着人通过 还放什么五百罗汉 像进去 就有点过分了 柯南听着唐本保泽的解释 突然想起 昨天持飞时一直盯着天女像看 持飞时一向敏锐 该不会也感觉到了什么吧 天女像上有某人放置的摄像头 我看是你做贼心虚吧 清柳哲也忍不住讥讽一声 山上持飞时睁开眼 转头看着水晶球里 投影着的清柳哲也 染黄竖起的头发 两排耳环 墨镜 这家伙的浮夸装扮 跟小田切敏 也以前有得一拼 缆车里 清柳哲也感觉好像被冷冷的气氛 笼罩了一下 随即也没放在心上 是错觉吧 别乱放杀气 小泉红子提醒持飞池 或者先提醒我一声 我屏蔽一下 不然会被发现的 我没放杀气 持飞池平静声明 小泉红子 瞥了持飞池一眼 继续看水晶球 冷空气也一样 持飞池 柯南的推理还在继续 凶手知道了唐本荣造的计划 在其他人赶到前 搭乘缆车先一步过去 杀害了等在那里的唐本荣造 再跑下去 之后又回来跟众人会合 中途没跟上大部队 有可能知道唐本荣造计划的 也就只有秘书吉野灵花 至于证据 就是吉野灵花的凶针 吉野灵花处理假人 是将假人丢进 廖望台下方的焚烧炉里 在处理的时候 凶针上有一颗珍珠 掉在了假人手上 结果 假人没被完全烧毁 珍珠也还留在那只 没被烧毁的假手之上 被柯南找到了 见有了证据 吉野灵花也没在反驳 说了自己杀人的原因 他的父母早年离婚 他跟着父亲去了东京 他母亲带着哥哥在天布山 当初在隧道修建时 发生了一起坍塌意外 死的男人就是他哥哥 之后唐本荣造担心 对景区造成不好的影响 用金钱攻势 让他母亲和相关人士 不将这件事说出去 一直到去年 他母亲重病 他去医院看网时 才流泪跟他说了这件事 还不停地诉说 不会原谅唐本家 所以我才抛弃了过去 到唐本观光公司工作 为的就是对害死我哥 甚至让我母亲 痛不欲生的唐本荣造复仇 水晶球里传来吉野玲花 悲伤坚韧的声音 周围的人在投影中 都是一脸感慨地沉默着 这家人有病 池飞池忍不住道 嗯?唐本家吗? 小泉洪子疑惑 吉野玲花家 池飞池解释道 这件事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工地意外之后 老板对去世的人的家人说 我们私了 给你们钱 你们别说出去 然后 这家人同意了 拿了钱 瞒了几年 那个母亲去世之前 却说我好恨 不能原谅他家 女儿就跑去把那个老板杀了 我这么一缕 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小泉洪子 嗯? 这么一想还真是 吉野玲花的母亲 竟然不愿意原谅 为什么还要接受唐本家的钱? 接受了唐本家的钱 答应不说 为什么还要在临终前 唆使女儿去报仇? 池飞池毫不留情道 吉野玲花也有病 这么大的人了 还没有点判断力 不知道他母亲 这是什么行为 就算拿了钱反悔 回来报复人家 这是他的选择 别人管不了 那就别拿死去的哥哥来说是 直接承认我就是坏人 都让人觉得舒服一点吧 还有 柯南他们是什么表情? 如果吉野玲花家里 没拿人家的钱 被强权压迫的不敢说 那这次复仇还可以同情 现在算怎么回事 还同情? 他三观都要崩了 小泉洪子又沉默了一下 身旁冒出红芒 和一道道蔚蓝的电弧 阴沉着脸 那个女孩还说 吉野玲花和天女像很像 对吧 池飞池刚抬眼 看向小泉洪子 就看到一道水桶粗的电弧 从小泉洪子身上涌上天 又落到远处山间的天女像上 哄 晴天霹雳 一道粗壮的闪电 劈到天女像上 诺大的天女石像开始崩碎 无数碎石像四处飞溅 像什么像? 一点都不像 我赤魔法一脉答应了 就不会违约 做了就会承认 从来不会用别人荡挡剑牌 小泉洪子笼罩在红芒中 脸色很难看 沉默了一会儿 转头看池飞池 一脸疑惑 这该怎么说? 见利妄议 不对 言而无信 好像不够严重 池飞池无语提醒 出而反而 两面三刀 对 小泉洪子脸上 又恢复我气炸了的表情 转头看石像 搜搜在空中画了几个字 身掌拍出去 你确定要在光之魔人面前玩这个? 池飞池平静问道 小泉洪子冷静了些 如果说他跟池飞池属于不同体系 却不算太冲突 那魔法和光之魔人崇尚的科学理念冲突就大了 不是对不起那臭小子 比对池飞池简单多了 只是不值得两败俱伤 小泉洪子沉着脸 又弄了道闪电出去 那边 空中缆车已经停在了中途 缆车里的人 脸色苍白 那么粗的雷 是开玩笑的吗? 还有 现在天上万里无云 明明是晴天啊 天女尊者震怒了 唐本宝则惊慌难难 天女尊者震怒了 柯南也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正惊愕着 突然看到天上乌云快速席卷 遮挡了原本蔚蓝的天空 心里又不免疑惑 只是要变天了 轰隆 一道闪电划过 再次披在天女巷上 原本已经被劈碎了头部 和大半个身躯的天女巷 再遭雷击 碎石飞溅 有不少砸向空中缆车 砸碎了玻璃 柯南 小心 毛力蓝连忙护着柯南 靠着缆车 铁壁蹲下 众人惊慌间 两块碎石 快速砸向极野菱花 啊 极野菱花惨叫了一声 被砸倒在缆车里 头上伤口 快速流出鲜红的血液 山上 驰飞驰盯着水晶球里的景象 沉默 赤魔法一脉 曾经的骄傲 不容轻辱 小泉红子身上的鸿芒消散 缓了口气 转头看驰飞驰 目光默然而带着挑衅 似笑非笑道 怎么 是不是很意外 觉得我就是个骄傲自大 先不说那个 驰飞石看着水晶球 我的目标 小泉红子 茫然低头看去 水晶球的画面里 不止躺了极野菱花一个人 还有一个被无辜波及的倒霉鬼 也被砸得头破血流 对 就是青柳折掩 驰飞石刚才看得很清楚 石头在砸倒极野菱花后 置了一下 飞向后下方 正好砸到了蹲在角落的青柳折掩 虽然小泉红子不是有意的 谢谢 不 不客气 小泉红子猛猛大 一不小心 就把驰飞石的目标也解决掉了 人没死吧 顺便帮个忙 驰飞石到 可不可以让他变成植物人一年 可以 小泉红子拿出两张符咒 丢了出去 又没好气到 其中一张是给吉野菱花的 让他死了还是便宜他 不如让他 去病床上躺个几年 生不如死 没必要像只刺猬一样 驰飞石出生到 对于我而言 我的世界观和性格 就摆在那里 如果有一天我改变了 不会是因为要迁就 迎合某些人 而是我自己想改变 他不了解 赤魔法一脉 曾经的骄傲 也就是天女尊者意味着什么 不过小泉红子 不是那么不在乎 刚才也是真的欺诈了 一通发泄之后说的话 看似是挑衅他 其实就是突然敏感了 担心被当作骄傲自大 又默视普通人的魔女 担心他心生厌恶 然后 魔女小姐做出了很别扭又幼稚的行为 你讨厌我 我也不解释 反而让你更讨厌我 表示我对你讨厌我这件事一点都无所谓 小泉红子沉默了一下 谢谢 这雨降不下来了吧 池飞池抬头看了看不满乌云的天空 消散大概还要一两个小时 光之魔人应该已经走了 那雨降不降也没关系 只要他认为 刚才的雷是自然变化就行 其他人荡成神域也好 诅咒也好 都没关系 小泉红子拿出扫帚 又沉默了一下 我先走了 没 没事的 我休息一段时间就会痊愈了 有事打电话给我 池飞池没多说什么 是的 小泉红子受伤了 也或许是透支 从接触下来看 小泉红子的能力是很强大 但大多数都需要阵纹 咒语 材料之类的东西搭配 刚才的两道雷电是顺发 他猜想应该是种类似禁术的手段 再加上改变天象 哪怕只是驱赶乌云过来 对于小泉红子来说 没有准备大型魔法阵的情况下 也有点超纲 受伤或者透支是必然的 之前他不敢确定 只是炸一炸小泉红子 不过小泉红子被炸出石化来了 这就是一个脑子不太机灵 自己受着伤 还在嘴硬的魔女小姐 每个人都不容易 魔女也是一样 一旁山林间 突然传来乌鸦叫声 和一阵鸟泪的欺名 两只长着灰蓝色鸟 窜出树叶间 带起一片落叶 后面 飞翅紧跟着窜出来 一尾巴将一只鸟抽地趴在树上 又紧紧缠住另一只 在后方 一群鸟慌不择路地窜出来 飞沫紧接着飞出来 一对黑色翅膀扑扔着 跑 再给老子跑 飞翅松开那只快被缠得断气的鸟 冷冷盯着一群鸟 一群鸟停在空中 没敢乱飞 持飞翅难得的感慨 早消散得一干二净 看了看一地的落叶 鸟毛 它们惹到你们了 他就说 怎么半天没看到飞翅和飞沫 原来是联手大家去了 以这两货的智慧和变异的体力 太欺负这群鸟了吧 那倒不是 主人 我又有个大胆的想法 飞沫停在空中 星红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一群鸟 解释道 刚才听到鸟叫声 我突然想到的 为什么我的部下要局限于乌鸦呢 乌鸦能有多少 而且一直有乌鸦出现 次数多了 说不定会引起警惕 其实其他的鸟 也可以作为外围成员培养嘛 所以我就画自跟飞翅沟通了 他也赞同 飞翅剑 飞沫停顿 果断介绍 我们要让天下的鸟都变成主人的鸟 驰飞驰 这么一看 该怎么跟他解释 这两货也早商量好了吧 嗯 就是那个天下的鸟 他的鸟的说法 有点奇怪 不如说 天下的飞禽 都是我的飞禽 嗯 飞沫若有所思的点头 这么说也好 正是一点 不过不知道我能不能打得过老鹰 还有 其实不止鸟类 像是昆虫类的蝴蝶蜓 一手目的蝙蝠 这些也是可以收服的 驰飞驰 飞沫这想法 果然很大胆 等我们把他们打服了 再让主人出马沟通 飞沫继续嘀咕着 嗯 目前还是先回去 把乌鸦们扩张一下 至少要多站几个艇 驰飞驰 野心家不可怕 可怕的是 野心家还能耐住性子 一步步走 飞沫回神 看向一群不敢乱动的鸟 好了 跟我回东京吧 一只鸟弱弱的鸡渣叫了两声 我的孩子 孩子 飞沫转头 看吃飞驰 主人 还有几个蛋 和刚出生的小鸟 我带回去 驰飞驰压下心里的无语 算了 打包就打包 跟着飞沫 至少不愁吃喝 下一代也能被照顾得很好 接受很好的教育 好吧 他承认他心动了 飞沫说得有道理 一直出现乌鸦很可疑 有别的种类的鸟 轮换着搜索 监视 是好事 好了 我家主人会帮你们把孩子带过去的 有孩子留下 带主人过去 剩下的跟我走 我路上跟你们说说规矩 飞沫直接改口 还不忘危险 哪只赶跑 我会带乌鸦们追杀到死 除非你们躲得远远的 别让我们找到 驰飞驰 总觉得一个动物界的酒场 在缓缓成行 飞沫带着一群鸟飞走 驰飞驰弯腰捡起地上的飞翅 检查了一下 没有受伤 又带着剩下的鸟 去掏鸟蛋 山下 天空依旧阴沉沉的 柯南一行人没有酒流 有救护车过来 拉走吉野凌花 和青柳哲也 两个伤员后 其他人也纷纷散去 毛利兰回头看着山间的碎石堆 一转眼间 天女像不复存在 唐本社长身亡 吉野凌花重伤 还带上一个青柳哲也 世界变化得太快 让人猝不及防 完全不知该感慨什么 穿着修道服的老妇人 站在人群中 很正常 这就是亵渎天女尊者的下场 诶 识相碎了 说明天女尊者 这是气到爆炸了呀 毛利小五郎 气到爆炸 是在开玩笑的吗 柯南心里也一阵干笑 天女像都没了 还这么能说 以后 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玩吧 毛利兰低声道 嗯 柯南赞同点头 这地方是有点邪门 他觉得 应该是磁场之类的东西吧 不管是指批天女像的擎天惊雷 还是池飞池 那明明可以解释过去 却让人觉得怪怪的异常行为 可能都是因为磁场的干扰 反正解释不清 就说是磁场 这里或许会吸引不少猎奇 追求刺激的人来游玩 看看被雷劈的天女像 但他们还是别来了 小兰会怕 池飞池那家伙 跟这地方磁场不合 来多了怕出事 老夫人没有留意 离开去猎车站的三个人 心里也叹了口气 防不胜防啊 占卜结果 只说三方降临 要出大事 这三大黑恶势力 真是太可怕了 连天女像都被毁了 不过 回去以后 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预言的后果记录下来 警醒他的继承者 以后再出现这种预言 肯定会有山崩地裂的大事发生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乖乖躲好 远离人群 不过 现在天女像已经毁了 他要不要考虑 带着村民改改信仰 去供奉三大黑恶势力 祈祷以后天不山 无灾无难 比如说 天女尊者震怒 自毁后 神明是不会消散的 所以分裂出三个神 嗯 这说法不错 两天后 东京 昏暗的地下室 映着鸿芒 小群红子满意地 看着水晶球里的画面 跟迟飞时打着电话 虽然神像的模样不像我们 但代表的是我们 你那边有好的 开发项目 就给他们送一个吧 等我恢复了 我也去看看 给他们送点什么好 嗯 光之魔人就算了 他不去就是对村民们 最好的祝福 知道了 池飞池应了一声 挂断电话 打电话给大山迷 给村民挑了个 合适的开发建设项目 不知道那边的村民 发现好事上门 会不会觉得供对了人 既然人家给面子 他也无所谓 送去一份双赢的大礼 而小群红子最后一句 他也认可 柯南不去 就是对村民们 最大的祝福了 沟通完 又给那一位发邮件 清柳哲也被转到了 东京的医院 他还特地让绿川沙溪 跑了一趟 确定诊断结果是 成了植物人 等一年之后 清柳哲也醒来 一切都差不多结束了 那一位的谨慎病 也没有发作 说到底 清柳哲也只是发现 他和升山县三认识 算不上能威胁组织的大事 等清柳哲也醒了 升山县三的热度早没了 爆出来 估计也没多少人留意 不仅影响不到组织 甚至影响不到他 出门 赴林木原子的约 下午 一点 洒扫得整洁干净的小鹿 引在绿叶中 毛利兰一路走着 左右看看 感慨道 这里的环境真好啊 林木原子在前面带路 那是当然了 这可是我特地 租来给你们特训的地方 不过 宗师那边的环境 肯定要比这里好得多 你真的要让我和爸爸 代替你那位叔叔 去参加茶道会啊 毛利兰有些不好意思 要是我们失了礼节 会不会让你叔叔为难 没关系 没关系 林木原子笑着白手 又神秘兮兮道 我可是为你们准备了特训 绝对没问题的 可惜那个小鬼和大叔 都没过来 不过别管他们了 到时候丢脸也是他们的事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也跟着过来凑热闹 某个假新出 致命笑秘秘的挠头 因为实在 想听小兰说完那个故事 是啊 没想到你们去天布山旅游 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 林木原子双手合拢 仰头看天 做陶醉状 红发天女与凡间男子的爱恋 园子 毛利兰干笑着制止 他这是交了个什么二货朋友啊 要是让飞驰哥知道你这么说 林木原子不甘心道 我也不算胡说啊 如果你那天晚上没有去阻止的话 说不定就会像我说的那样了 可是飞驰不是说了吗 他只是去带宠物出去透气 贝尔摩德顶着新出致命的脸 温和笑着问道 然后呢 他之后就没去石像那边了吗 嗯 第二天他就先回东京了 毛利兰一路走着 又说了发生案子 雷批天女像 两人重伤的事 贝尔摩德默默分析着 他可不信 什么天女迷惑男子 就算有 拉克也不是那么容易被迷惑的人 他不知道最近拉克在做什么 不过根据半夜异常的跑去山上 天女像被雷批 有人受伤等线索来看 估计是拉克有什么行动 具体针对的目标无法确定 不过雷批天女像的事 肯定是拉克搞的鬼 两道雷 别的地方不批 偏偏批在天女像上 还将天女像批碎 伤了两个人 跟传说故事一样玄奇 不过 柯南好像也没发现异样 是太相信拉克那家伙了 还是拉克坐的手脚 真的没人能看出来 不管怎么说 那家伙还真是够危险的 头脑危险 直接让缆车停在空中 设计杀人的行为也危险 小兰和柯南 当时可还在缆车里呢 拉克居然都不担心 误伤到这两个人吗 拉克那个家伙 林木原子突然停步 低下头 悠悠道 我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就是你阻止了我 是你阻止了我 毛利兰吓了一跳 圆 圆子 林木原子抬起来 嘿嘿一笑 骗你的了 毛利兰松了口气 轻声埋怨 圆子你真是的 知道我最怕这些 你还吓我 贝尔摩德听完过程 刚想找理由先撤 抬眼 看到站在茶室前的熟悉人影 果断放弃车退 飞时哥 我们来了 林木原子上前打招呼 解释道 不过毛利大叔中午喝多了来不了 那个小鬼头 也一早就跑出去玩了 不在家 只有小兰过来了 哦 对了 还有新出医生 我们在路上正好遇到了他 所以就叫上他一起过来了 没关系吧 池飞池点了点头 转身带头 没关系 不管贝尔摩德为什么会来 有毛利兰在 他也不担心贝尔摩德乱来 飞池哥 你还懂茶道吗 毛利兰跟上林木原子 有些好奇 有过了解 不是很专业 时飞池道 能让你了解一点大概 日本饮茶文化 是中国传来的 不过又改了不少规矩 自成一脉 茶室又叫做空之屋 一个单独的小房间 最多只能容纳五个人 没有任何装饰 那部东西很少 非常简约 茶室内必须绝对洁净 不能有一粒尘埃 同时 茶室门很小 平时窗户紧闭 即使是白天 也很少有光线进入 显得无比优暗 他其实不太喜欢这种环境 总觉得太闷了点 另外 布置的颜色和设计不能重复 人进入茶室后 卖奶之角 怎么摆放茶具 怎么将茶碗递给宾客 都有很严格的讲究 中华传承里 茶可以煎煮烟泡烹 在送食 还有点茶道 用石旧将茶叶研磨成细微的粉末 再将茶末加入热水中 用细竹丝做成的竹咸搅拌 日本茶道 用的就是点茶道 昏暗的小屋里 四人围着柜 坐在一张大垫子上 林木园子 听着池飞池不停地科普 一大堆规矩 就觉得头疼 还好 后天不用他过去 不然他会疯 在茶室里跟宗师说话 记得行礼 池飞池低头磨着茶 等旁边炉子上的水开 他看过书 点茶道流程他懂 只是茶道没有系统地学过 但是没关系 业余指导小白吗 日本茶道在他的理解里 就是耐着性子 以轻松宁静的心态 一点点将琐碎复杂的规矩完成 考验耐心和定力 他不缺 甚至于 现在日本很多所谓的茶道宗师 一天天开座谈会 演讲 在他看来 早就丢失了那一份 宁静如咸鱼的心态 是这样吗 毛利兰行李 池飞池抬眼看了一眼 嗯 离开前 大家也要一起行李 然后依序离开茶室 四十多分钟过去了 林木园子 想哭 有完没完了 还有完没完了 贝尔摩德内心也有点崩溃 强称笑意 接过池飞池递来的茶 完成一套流程 他好想走 半个小时前就想走了 可是这种很正经的气氛下 看着拉克曼条斯里 把那些繁琐的规矩一点点做完 他都不好意思提 一个小时过去 池飞池依旧一脸平静 心里也没有一丝不耐烦 不跪到等会儿 全部爬着出去 算他输 原子 心静下来 志明 你给我的感觉也有点浮躁 被点名的两人 很想先炉子走人 不过在池飞池那平静的注视下 还是忍住了 贝尔摩德内心第七十一次后悔 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刚才看到拉克就走人不好吗 这家伙才二十岁啊 定力强得像个老头子一样 怪物 死变态 毛利兰干笑 他也撑不住了亚伟 一个小时出头 池飞池总算叫停 差不多了 就这些 呼 林木原子常常松了口气 试图站起身 活动一下快发僵的身子 结果尝试失败 无力地往前一趴 贝尔摩德脸上的微笑 差点没保持住 沉默了一会儿 没起身 只是换了一下原本端正的坐姿 找了个角落 靠着 脚发麻 起不来 心很累 不想动 我腿抹了 毛利兰也有点哭笑不得 哭是真的想哭 笑时差点被林木原子和新出致命的反应逗笑 原子 你没事吧 医生 你呢 没 没事 林木原子继续趴着 还好 后天不用我过去 不过你家大叔和那个小鬼 还真是有先见之名爱 今天既然都没来 我也没事 看来这些是不太适合我 贝尔摩德顶着易容 强颜欢笑加一 不过 刚才那些 听完之后 我又忘了很多 根本没记下多少 毛利兰又开始担忧 后天的茶道会 没关系 你只是宾客 记得大概的礼仪就行 时飞时收拾了茶具 起身出去 我出去等你们 啊 飞时哥 等等我 林木原子再次尝试站起来失败 选择爬出去 毛利兰一看 也不想继续留在这个小黑屋里 跟着爬了一会儿 想起角落里的新出致命 转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那个 医生 我也先出去了 反正这里没外人 应该没关系 贝尔摩德强颜欢笑加一 他爬 他也爬 行了吧 反正又不是他的脸 只要绝对别让拉克发现 他是贝尔摩德 那就丢不到自己的脸 门外 驰飞驰坐在走廊上 等着其他三个人爬出来 他的腿也有点发麻 不过腿麻与体质 腿部锻炼有关 还有一点小技巧 在有准备的情况下 他不至于站不起来 默默爬出门 贝尔摩德心里 第72次后悔 如果他今天没想着打探一下 最近拉克的动向 就不用在街上 假装偶遇毛利兰和林木原子 如果没有偶遇毛利兰和林木原子 他就不会贪图 听完天布山的事 跟到茶室来 如果没有跟在茶室来 他就不会看到 拉克有意接触试探 选择留下来 如果没有选择留下来 他就不用枯燥地跪坐一个多小时 如果没有之前那一个多小时 他就不用腿麻到爬着出去 不 还可以吸收一个教训 以后易容顶替 不要选择这种好脾气的老好人 如果选一个脾气炸裂的冒充目标 他早就可以先炉子走人了 池飞时观察了一下 发现贝尔摩德 应该是三个人里最先缓过来的 不过刻意等了一下 等毛利兰起身活动 才跟着起身 至于林木原子 算了 林木二小姐 就让他再趴会儿吧 第二天 西多摩市 龙神山 九十九连弯 一辆放下车顶的红色跑车 在路上快速急驰 在连续过弯时 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后 车子强行飘了过去 池 一个飘移过弯 车子停在路边 池飞池熄火 转头看后面 完全看不到阿丽博士那辆甲壳虫的影子 旁边 辉原哀默默把吹成中分的刘海里了里 后座 柯南摊在车上 有气无力地问道 池哥哥 在九十九连弯完飘移 你是认真的吗 他老妈是会飙车 可九十九连弯连续飘移他没体验过呀 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好吗 飘都飘了 你还问我是不是认真的 池飞池反问着 下车看了看车胎 磨损很严重 回去可以送修理厂了 不过 看到这种路 他真的忍不住想挑战一下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这里的车子要侧翻 可不 是这里的车子要飘移过弯 在这种无人的山道上兜风 感觉确实不错 穿着深色牛仔衣裤的灰原哀 拿起帽子 往头上一袋 开车门下车 柯南忍不住看了两眼 跟辉原这家伙的冷淡表情很搭啊 一看就是持飞持挑的 博士没这么好的眼光 等了一会儿 一辆黄色甲壳虫才开过来 阿力博士看着靠在栏杆边等的一大两小 持飞池就不说了 一身从上到下全黑色的衣服 加上身形修长挺拔 低头看着手机 也是一身生人物尽的气场 辉原挨一身牛仔 双手撑着栏杆看远处 帽子稍微挡住眼睛 加上冷淡表情也是一副酷样 就连新衣这小子 今天也穿了件深蓝色加白色的夹克 转头一脸正色地跟持飞持说话 也带着裤镜 低头看看自己的红色衬衫和圆圆的体型 突然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啊 夹克窗停下 阿力博士转头 看着迫不及带拉开车门 下车的圆太和不美 嗯 圆太的蓝毛衣 不美的小粉裙 心里平衡啊 这才是出来度假的正常画风嘛 那边那三个是来寻仇的 至于光彦 光彦穿着蓝色夹克 黑色T恤 一脸严肃地盯着手上的书 博士 你们先下车休息吧 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 哦 好 阿力博士应了一声 哎 光彦今天也挺酷的 下了车的不美和圆太 已经跟持飞持三人会合 圆太无力地蹲在护栏边 一脸菜色地吐槽道 还有多远啊 刚才一下子左转 一下子右转 转得我头都晕了 所以才叫九十九连弯嘛 还剩下一半的路程才会到呢 阿力博士笑道 啊 圆太崩溃 你可以试试 坐飞持哥的车 辉原哀道 他开得很快 转弯一下子就过了 嗯 圆太打起了一点精神 真的吗 喂喂 我说你啊 柯南无语 连小孩子都坑 这跟谁学的 骗你的 辉原哀一脸平静 只会更晕 圆太 柯南嘴角微微一抽 这神秘的冷场 实锤了 绝对是跟持飞持学的 对了 飞持啊 阿力博士突然想起一件事 摘下帽子 转过头 期待地 看着持飞持 你看看我 是不是有哪里不一样了 柯南和不美无脸 博士又来了 昨天商量着过来玩 就问了他们半天 这种头上长了一点点 发根的事 怎么可能有人 持飞持转头看阿力博士 特地摘帽子 那么 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阿力博士头顶就行 小爱的研究成功了 阿力博士顿时没开眼笑 看吧 总会有人发现的 指着头顶到 也不算成功 只有接下方头发的部分 冒出一点点发根 不过也算很不错了 对吧 柯南目瞪口呆地看着持飞持 就那么一点点发根 还是接头发旁边的一小圈 这都能发现 魔鬼 持飞持点了点头 至少没白 祸害我那些竹鼠 博士要感谢那些竹鼠的英勇献身哦 灰原哀也跟着调侃了一句 阿力博士笑着挠头 味道也很不错呀 直 上方弯道 突然传来尖锐声音 一辆灰蓝色的车子冲出护栏 一路滑下来 在前方弯道处翻倒 啊 光燕打开车门 看着翻倒的车 柯南已经朝车子跑了过去 阿力博士 快打电话报警 叫救护车 持飞持抬头看了看上方 上前看出师的车子 从车窗里可以看到 安全气囊不知是不是出故障了 压根没弹出来 等警车和救护车赶来 带走一具凉头的尸体 这么说 你们是正在这里看风景的时候 刚好目击到车子坠崖 是吗 警方问着 我再确认一下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 或者车子经过 嗯 柯南顿时转头看去 会问这个问题 再加上事故车子车尾的擦痕 难道说 这不是一个意外 深蓝色的 持飞持看向上方出师的弯道 在这些孩子跑过去的时候 我网上看了一下 看到一点深蓝色的影子 在上面转弯处 大概是车顶之类的 能确定吗 警察神色严肃起来 不是吧 柯南惊讶仰头看持飞持 这么说的话 刚才持飞持是晚了一步 才去车子旁的 深蓝的颜色和灰颜 我还区别得出来 持飞持到 具体的 就没看到别的了 这样吗 好的 警察低头记录 谢谢您提供的证词 这么说 难道这不是一起意外 阿里博士问道 这个吗 问话的警察迟疑了一下 考虑到持飞持提供证词 虽然不是什么确定性的线索 但也可能被报复 为了加强持飞持的警惕心 还是说一说 我们在上面发现了一点 深蓝色的烤漆碎片 目前来看 很可能不是意外 警察叔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上去看看 柯南仰头卖萌 还不忘拉持飞持出来说是 让持哥哥去看看 说不定会想起别的什么来哦 问话的警察迟疑了一下 还是同意了 看着柯南拉着持飞持去上方的弯道 辉原哀也跟了过去 袁太有点急了 柯南真是太狡猾了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不行不行 警察笑着阻止 上面的现场勘查还没有结束 小孩子就不要去那么多了 你们就在这里等好了 他们应该一会儿就下来了 袁太和不美 顿时无力地低下头 光焰抬眼看了看 又低下头 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上的纸张 持飞持去了上面看了一圈 又带着辉原哀和柯南下来 给警方留了电话号码 准备离开 不帮忙调查一下吗 阿丽博士问道 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不少线索 也找到了深蓝色的烤漆碎片 只要对比成分 相信很快就能找出车主是谁 柯南表示 不用他和吃飞食出马了 博士 要对我们日本的警察有信心 两辆车再次出发 抵达山上的小木屋 阿丽博士 直接租了一栋独立的两层小木屋 木屋不大 外面就是树林 简约自然 打扫得十分干净 在外面的一小片空地上 还有一个独立的灶台 和一个烤肉用的立架灶台 飞驰一进屋 习惯性地巡视了一圈 主人 这里不错爱 池飞驰也转了一圈 在这种远离人烟的地方 要是立着一栋大别墅 他总觉得很诡异 这种像是猎户一家住的小木屋 就融洽得多 更别说 这屋子简单却不随便 看着就顺眼 飞驰 我们就先去钓鱼吧 阿丽博士在楼下喊道 袁太 光雁 布美他们三个不去 那就柯南 小埃 我们四个去好了 主人 我想留在这里 飞驰期待道 行 别乱跑 池飞驰把飞驰放在房间 下楼 跟阿丽博士 带着钓具出门 一天喝喝茶 一条钓钓鱼 这是提前进入养老生活的节奏吗 不过 趁着组织这两天 没什么事要他去做 休闲一下也好 森林里的水塘边 四个人静坐 一个小时过去 没有一点动静 柯南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不是 你确定这里有鱼吗 回员埃有些无语 一个小时啊 四个人钓鱼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个地方真的能钓到鱼吗 阿丽博士挠头干笑 看起来好像没有 那就回去 池飞驰倒是无所谓 他完全是过来躲清闲的 柯南看了看阿丽博士 又看了看池飞驰 一个不知道有没有鱼 就兴冲冲拉着他们跑过来钓鱼 一个做了半天没收获 也没点反应 他突然觉得自己 没法理解这两个人了呀 而在远处的小木屋里 袁太 光燕 布美 围在桌前 盯着一张纸研究 那么上面的暗号就是 九十九连弯 到十字路口右转 再下一个十字路口右转 布美兴冲冲念着解读出来的暗号 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再左转 然后穿过两座桥 光燕拿着地图找路线 二楼 飞驰趴在走廊上 从木夫兰缝隙 探头往下看 偷窥得很专注 这三个小鬼头 好像又要乱跑了 那么他是跟过去看着点的 还是等主人回来 跟主人打小报告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右转 就到了 楼下 三个孩子 已经找到了暗号里标注的位置 找到了 就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是在 这里 距离还蛮近的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趁着柯南没回来之前 把宝藏找到 飞驰看着三个孩子跑出去 翻了个身 肚皮朝天 躺着看木屋顶 待在这个木屋里 好书心啊 选择等主人回来打小报告 二十多分钟后 池飞驰一行人回来 飞驰听到玻璃门被拉动的声音 立刻从二楼跑了下去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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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了 柯南萌萌哒喊了一句 池飞驰 捡气跑过来的飞驰 我们没钓到鱼 博士说的地方根本没鱼 辉原哀也仰头看缠上 池飞驰手臂的飞驰 那张蛇脸面无表情 不过他觉得 应该解释一下 不过我们带过来的食材里有 为了不丢脸 还特地在那边的店里买了一点 假装是自己钓的 飞驰这才从晚饭没了的滴落中缓过来 还好 还好 小爱 这是可千万不要告诉孩子们啊 阿里博士有些不好意思 转头看空荡荡的屋里 放下庄鱼的冷冻箱和吊具 往楼上走 不过他们去哪了 是在楼上吗 柯南走到桌前 拿起桌上的纸张 疑惑看着上面的暗号 飞驰看到纸张 这才想起来 对了 主人 那三个孩子跑去寻宝了 不好了 阿里博士慌慌张张 从二楼房间跑出来 我到处找过 他们三个不见了 驰飞驰走到柯南旁边 低头看纸张的暗号 果然 遇到事件 怎么可能没有后续 是不是因为这张纸上的暗号 柯南看了看纸张 转头看向走来的驰飞驰 发现驰飞驰 已经拿出了地图 哎 飞驰积极地卖三的孩子 近九十九连弯 第一个十字路口右转 第二个十字路口右转 驰飞驰手指在地图上移动 最后确定了位置 抬头 发现柯南盯着他 驰哥哥 这个暗号你解开了吧 柯南半月眼 每次一看到驰飞驰刷刷 就把暗号解开了 他就想起驰飞驰那句很过分的话 其实我不擅长解暗号 这次又是这样 他还在思考呢 驰飞驰看了一眼 就直接拿出地图 顺着找地方了 骗子 大骗子 驰飞驰 怎么说呢 他真的不擅长解暗号 只不过 木屋里正好有飞驰这个火体窃听器在而已 阿里博士下楼 暗号 他们是不是过去了 驰飞驰收回视线 把地图放在桌上 指了一个地方 不远 柯南心里呵呵 果然 他就知道 山顶 三个孩子溜进围栏 打开仓库门 看到一辆辆进口车 元太埋怨道 怎么搞的呀 光燕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吗 光燕疑惑思索 这就奇怪了 光燕 这些车子有些奇怪 不每见 两人抬头看过来 转头看车子 你们看吗 这些车都没有挂车牌 真的耶 光燕惊讶之后 就思索起来 我想这些车 说不定全是被人偷来的脏车 被运送这里重新喷漆 然后卖到国外去 哎 不美惊愕 光燕脸色有些僵硬 我想 我们恐怕是 走到脏车走私集团的巢穴了 你说的没错 后方 戴墨镜的男人拿着猎枪 脸上戴着争鸣的笑 好了 小鬼们 给我出来吧 一分钟后 被关上门的仓库前 三个孩子排排靠着铁门站 站直 站正 站好 你们是意外现场的那三个小鬼 对吧 男人站在对面 逼问道 告诉我 剩下的人在哪 就是你们那几个同伴 你在说什么人啊 光燕一脸坚决的装傻 男人被激怒 手机的猎枪放平 对准三人 我说 平 枪声传开 不远处的路上 红色跑车急速狂飙 柯南一惊 心里焦急 但也知道这是最快的速度了 比阿丽博士那辆甲壳虫 快多了好吧 阿丽博士也听清了那一声枪响 我说 刚才那不会是 不会错 是枪声 会员哀神色凝重 警方怎么说 池飞池问道 阿丽博士 脸上 难掩担忧之色 他们已经过来了 仓库前 三个孩子吓得不轻 光燕脸庞 一个弹孔还冒着烟 我再问一遍 男人历声道 你们剩下的同伴去哪里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光燕咬死不松口 什么 男人恼火 光燕 你干嘛 袁太忙低声问道 我不能说 光燕神色坚决 低声解释道 是我们自己擅自出来寻宝的 不能再把柯南他们连累进来 虽然持哥哥身手不错 但这个人手里有枪 说的也对 不美道 没错 袁太也认可 哦 男人再次将枪口对准三人 看来你们活得不耐烦了 三个孩子神色惶恐 叮铃铃 男人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一愣后 低头拿出手机 屋 后方 车子咆哮着快速接近 嗯 男人没急着接电话 转身看去 一辆红色车子 快速冲进场区 一块黑乎乎的东西 砸向男人 男人连忙护着头一躲 一本书掉在地上 车子也在男人杀停 失手了 驰飞驰降下车窗 无语低头点了支烟 这家伙是福特家的卵生兄弟吗 差不多的撞瘦块头 差不多的方脸 就连下巴的轮廓 挡住眼睛的墨镜 嘴角上扬的幅度 都一模一样 也就是这个人没穿黑衣 穿了深紫色西服 个子也稍微高上那么一点点 不然他都会以为 不小心撞进了组织的秘密工厂 刚才这人转头看过来的一瞬间 他丢输的手 都忍不住慢了半拍好吗 吓人 柯南 汇原埃 阿里博士 期待看着这边的三个孩子 等等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面对手拿猎枪的犯人 一开始的飞书偷袭没放倒 不是应该赶紧下车 制服对方吗 驰飞驰这一脸平静地说一句 失手了 还从容点了支烟 感觉很奇怪的好不好 就像是对方那边的 男人都愣了愣 看着驰飞驰的平静脸 脑子还有点发忙 你 你是那个目击证人 嗯 驰飞驰应了一声 将车上的点烟器放回去 咬着烟打开车门下车 那倒是 省得我去找 男人枪口移动向吃飞驰 冷笑还停留在脸上 脖子间突然多了一只 带着凉意的手 随即脚跟被用力一带 身体失衡 眼前的世界也快速翻转变化 画成一片彩色的线条 耳朵一阵轰鸣 眼前归于黑暗 碰 男人后脑勺碰电 扬起一片黄土 一动不动地晕了过去 柯南看着 都觉得脑阔疼 一手锁喉 半脚 直接按倒 脑袋 Doom 他突然就想起以前 在驰飞驰手里晕倒的犯人们 脑袋跟大地来得亲密接触的 还真不少 还有额头砸门的 被千块砸下楼梯的 被飞出的门板 那次被门板砸落悬崖的是假人 不算 但 每一次看到驰飞驰动手 他都觉得真是太残暴了 三个孩子都忘了露出欣喜的笑 看着那边松开手 从半蹲姿势 站起来的某个黑衣人物 悄悄咽了咽唾沫 好可怕的感觉 驰飞驰站起身 看了一眼仓库门边的三个孩子 走到一边继续抽烟 心情微妙 默默对比着这个男人 和福特加的综合实力 没法对比 福特加的身手可能要好一点 果决起来是很吓得了手 不过废话起来 也够废话的 被瞄了一眼的三个孩子 心慌 害怕 现在是不是应该过去 检讨一下自己的错误 可 阿丽博士打破无人说话的寂静 这个看了看地上没点动静的墨镜男 算了 这个可以无视掉 柯南默默跑上前 检查了一下墨镜男的呼吸 松了口气 还好 还活着 又转身走向池飞驰 尽量含蓄地提醒 池哥哥 你以后动手 能不能稍微轻一点 要是犯人出什么事 他手上有枪 池飞驰到 更何况 柯南哪次不是一个足球 飞过去对脸上 好多次 人都被足球砸飞 撞到墙角 力道比他下手差 柯南一时没法反驳 对方手上有枪 也有对池飞驰开枪的意图 池飞驰以最快速度 让对方丧失攻击能力 下手中了点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而且仔细回想 对方当时的枪口 可是转向池飞驰了 要是慢一点 说不定池飞驰身上 就会多一个窟窿 比起同情犯人 他应该先关心池飞驰才对 那个 我不是说 就是 名侦探一脸纠结 不知道该怎么说 什么 池飞驰看着柯南这模样 完全不知道 柯南想到哪里去了 嗯 没什么 柯南逗逗眼 好吧 看来池飞驰压根没放在心上 嗯 池飞驰音了一声 没再多说什么 就算这个男人脑震荡了 傻了 一个足够优秀的律师也能解决 这个世界 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隐藏在暗处的东西 比如继承 像诺亚方舟说的 政治家的儿子是政治家 银行家的儿子是银行家 甚至于父亲是某方面的宗师 大师 儿子继承的 并不全是家产 也很可能直接就成了宗师 大师 比如职场 大多企业雇佣是终身制 再加上一些上下阶级的观念影响 大山迷也好 公司其他老员工也罢 对他的关注 不下于中华股市后对太子的关注 所以 职场上新人没什么地位 不说其他公司 企业 看看警示厅的高牧社 因为左腾美盒子的事 被那些警察审了多少次 白鸟认三郎不被针对 无非是因为家事 资历等方面的原因 而高牧社 说到底是个新人 警嫌也不高 凭什么抢走左腾美盒子 就连是毛利小五郎 也在拿高牧社 做了解案子的突破口 这还算不错了 至少大家都带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并没有做什么很过分的事 但在其他地方呢 职场霸凌可不少 再比如 所谓的地位和人脉 零的执行人 其实是最耐人寻味的剧场版 公安警察 刑事警察 其他司法机构人员演了一场什么戏就不说了 单说毛利小五郎 作为国际议会厅爆炸案的嫌犯 再还没有送检 案件仍在调查期间时 其家属仍然可以从警方那里 了解到爆炸的具体调查情况 仅仅是因为 警示厅的警察们觉得 毛利小五郎不会是凶手 换个普通人试试 有些事一旦浮出水面 所谓公平就是个笑话 再说 主角团这一群一天天到处玩的小屁孩 没一个简单的 不美家里在闹市区 有着高档公寓 那种地方的高档公寓 价格比一些别墅都贵 光艳家里十分注重礼节和传统文化 背景不差 就算是袁太家 条件也算是小富级别 足够供他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买什么买什么 而从学校来看 日本学校有国力 公力 私力三种划分 地单 背户两个学校体系 其本身包含了大学 高中 国中 小学 地单小学 也就是地单大学附属小学 属于国立小学 公立学校占百分之八十 按片区招收学生 入学简单 不需要考试 学费也不贵 私立学校教学质量算是有保证 还有一些 比如针对医学方面培养的学校 就是学费高 国立小学教学质量高 因为有国家拨款 学费也不高 不过入学很难 首先是考试 考日语 算术 逻辑能力 手工能力 团队能力 总之 范围很广 不只是做卷子答题 因为报名的人太多 有的学校还需要进行一轮抽签 选取其中一部分 淘汰一部分 当然 像阿力博士这样可以安排某个孩子转学过去的人另说 之后就是面试 看孩子的坐姿 教养 问一些问题 看孩子的表述能力 期间 父母也要陪同面试 看父母的修养怎么样 甚至于还会问到孩子一个问题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理由是 我们学校学生的家长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 如果您没有体面的工作 您的孩子在我们学校 恐怕会跟同学缺少共同语言 对他的成长不利 面试之后 如果没有再一轮的抽签 才算是录取 就算是林木原子这类大小件 家里最佳的选择也是国立小学 而不是私立小学 不仅是因为教育方面的优势 还有环境这个重要因素 所以说 龚腾心一也好 这群孩子也好 有的是是接触不到也想不到的 龚腾心一可以说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理解凶手杀人的理由 因为他从未失去依靠 在泥潭中挣扎过 他有机会去学很多同龄人学不到的东西 自然不懂一些犯人 为什么会有强烈到不顾人命的恨意 为什么会有人因为 一点成果被夺走而杀人 他会同情 会感慨 但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无法感同身受 就永远也没法理解 这群孩子可以积极向上 四处玩声张正义的游戏 因为他们家里的条件足够支撑 他们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他们面对什么人 也可以自信满满 很悲哀 但事实却是 他们的快乐也好 正义也好 都是有资本支撑的 毕竟 有的人为了生存 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哪有心情和时间去想别的 而北海道的札幌站台附近 两个为了生存 差点耗尽了所有力气的人 正在心里痛骂着 迟非迟 绿川哭啦啦挂断电话 看向一旁期待的卷穿和辉 社长说了 不能让别人帮我们重新买票 小正太的脸立刻垮了下去 前几天 他们到处游玩 吃喝玩乐住 都有人订好 拿着一大碟门票 想去哪就去哪 日子简直不要太潇洒 可就在今天早上 订好的酒店时间到了 绿川哭啦啦 带他去吃了早餐 退了房间 来到车站 才发现列车票是明天下午的 川哭啦啦 只带了一点零钱 但只剩两百多日元 别说买回去的票 连吃饭都困难 肯定要打电话 跟小田切鸣也说这件事 小田切鸣也的回复是 你们吃什么 自己想办法 住哪里 自己想办法 怎么回来 自己想办法 别问 问了我也不知道 咱们池哥说的 想拍新电影 就自己想办法活着回来 不然换人 期间 他也不是没想过办法 想过打电话 给小田切鸣狼撒娇卖萌 结果小田切鸣狼说 我觉得池先生这么做也没错 让你接受一点魔力 想过向路人撒娇卖可怜 看有没有人帮忙买张回去的票 结果绿川哭啦啦打电话一问 不行 必须自己想办法回来 他们两个 就这么被抛弃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没钱 没地方住 没人管 绿川哭啦啦收起手机 拿出两枚百元硬币 拉起卷穿和辉 走吧 和辉 先带去你吃饭 可是 卷穿和辉 看着那二百元硬币 心里酸涩 二百元够吃什么啊 没关系 可以买点面包 再买瓶水 绿川哭啦啦宽慰道 我去找家店打零工 晚上应该可以有点吃的 嗯 卷穿和辉 闷闷应了一声 绿川哭啦啦 找了一家便利店 买最便宜的面包和水 带卷穿和辉 坐在便利店外 跟卷穿和辉分面包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卷穿和辉肚子 咕噜叫了一声 不过看着自己这一大半 又看着绿川哭啦啦手里的一小块 有些下不了口 绿川哭啦啦将不到半个巴掌大的面包 分两口吃完 第一次感觉吃东西 只是心里安慰 拍了拍手 站起身 卷穿和辉迟疑了一下 还是忍受不了 饿得胃里空荡荡 泛酸水的感觉 低头把面包吃完 两人又一人喝了半瓶水 感觉胃里舒服了些 算是个安慰 绿川哭啦啦又沿街进店 一家家问需不需要打零工的人 傍晚天气有些闷热 绿川和辉站在店外 看着绿川哭啦啦 跟一个男人说话 鞠躬 心也像这天气一样 闷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绿川哭啦啦出门 对卷穿和辉道 这家店不需要打零工的 走吧 下一家 看来我们可以去大一点的店问问 咕噜噜 一阵肚子叫声 让两人愣了愣 绿川哭啦啦红了脸 觉得有点尴尬 对不起 卷穿和辉声音放得很低 他第一次对自己吃了大半个面包 而感到后悔 后悔得揪心 前两天 他跟绿川哭啦啦 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这个女人一脸冷淡 不喜欢笑 偶尔笑起来也很含蓄 不会像其他女人一样 一见到他就眼睛发亮 大声叫着卡哇伊来抱他 可是他突然发现 那些说他可爱的女人 未必像眼前这个人一样 能把将近十分之九的面包分给他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绿川哭啦啦 带着卷穿和辉往前走 是我当明星久了 忘了前几年打工的诀窍 我上高中的时候 还去甜品店打过零工呢 想象不出来 卷穿和辉仰头看着绿川哭啦啦 有些冷淡的神情 又被指责态度不好吗 绿川哭啦啦更窘迫了 一脸严肃的喝止 和辉 不许这么说 卷穿和辉失笑 又很快被沉重的心情 压下嘴角的笑意 哭啦啦姐姐 如果找不到打零工的店 我们晚上去街头唱歌表演吧 只要你不嫌丢脸的话 好啊 我唱歌还不错 绿川哭啦啦笑了笑 心里叹了口气 他原本以为 卷穿和辉会哭闹 没想到会这么懂事 坚毅 那个无良老板 怎么舍得折腾 这么可爱又懂事的孩子 丧心病狂 下午 六点 某无良老板 正在盯着三个 不是那么懂事的孩子匹柴 三个孩子到处乱跑 差点被犯罪分子一枪崩了 阿丽博士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回来就把匹柴的事 交给袁太 不美 光艳三个小鬼 自己带着柯南 挥云挨去烤肉 池飞池带着飞池在一旁看热闹 顺便监工 也防止三个孩子不小心受伤 袁太卖力劈着卡在斧子上的柴块 半天只劈进去一点点 可恶 这块木柴根本劈不破嘛 光艳和不美 把大柴块搬过来 放倒一边 喂 烤肉价钱的柯南转头 半月眼瞥三个孩子 柴火又不够了 柯南 辉元 你们也来帮帮忙吗 光艳道 才不要 之前你们乱跑的时候 可没有叫上我们 柯南无情拒绝 你们动作快一点 辉元挨又催了一句 是 光艳低头 我认错了 行了吧 阿力博士严肃道 有了这次的教训 以后别再乱跑去做危险的事就行了 飞翅小声嘀咕 我觉得不可能 池飞驰也觉得不太可能 转眼看到元太坐在地上不动 提醒道 元太 别偷懒 元太右手慢吞吞摸到斧子 尝试说情 可是我真的屁不动了吗 就休息 屁 池飞驰声音冷了几分 元太连忙拿起斧子 框框开始匹柴 不美和光艳也默默转身 继续抱柴 哦 太残暴了 太残忍了 简直无情 三个孩子患着披了大概半个小时 一看烤肉好了 汤也好了 立刻瘫坐在地 晚上还需要柴来烧热水 汇原哀一脸淡定地端着两盘烤肉进屋 啊 元太顿时崩溃 汇原不美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突然想到好像找错人了 又仰头看旁边的池飞驰 好了好了 等会儿我来就可以了 赶紧洗手 准备开饭了 阿力博士说着 悄悄给池飞驰识眼色 他没想到 池飞驰真的盯着三个孩子 把柴屁完 三个孩子卖萌撒娇 卖可怜不管用 他开口说情都不管用 晚上我来屁 池飞驰松口 三个孩子顿时常常松了口气 站起身去洗手 开饭后 飞驰也分到了半条生鱼 豪迈一口吞 在旁边消食 顺便看着其他人一点点吃东西 手好疼啊 元太费劲地拿着筷子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了 柯南之前是想好要幸灾乐祸的 不过看着池飞驰一点不放水 又觉得再笑话三个孩子 就有点过分了 落到池飞驰手上 真的挺惨的 是不是柯南不在 你们就不会安排行动章程了 池飞驰出声问道 他从来不指望这三个 熊孩子能老实 不过之前引导他们练习的行动 之前先考虑 安排一点用都没有 他还想着 赌不如输呢 太打他的脸了 光焰 心被扎了一刀 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不美若若的 想到宝藏就热血上头 失去理智 池飞驰继续平静道 完全不考虑其他可能 以及寻找宝藏的风险 不准备急救用品 不考虑退路 对 对不起 三个孩子被训得垂头丧气 不过暗号解得不错 池飞驰顿了顿 有当侦探的天赋 本身就是不安分的年纪 看到身边有柯南这个怪胎 难免会想赢一次 至少让其他人 不要只看到柯南 是小孩子的争强好胜 也是因为不想被忽视 而三个人里 光燕确实有天赋 别忘了光燕才八岁 很多人八岁的时候 未必有光燕懂得多 真的吗 光燕眼睛一亮 又很快叹了口气 可是池哥哥一眼就看出来了 柯南也是 换了他的话 肯定能比我更快解出来 你几岁 我几岁 池飞驰低头吃饭 你想挑战我还早 没有 我不是想挑战了 光燕有些不好意思的挠头 其他人哄笑 晚饭后 外面架起了篝火 五个孩子围着篝火坐 柯南和辉原哀 一脸无语地 被拉着一起唱 地单小学的笑歌 池飞驰在一旁匹柴 心情还算不错 其实他算不上喜欢小孩子 有的小孩过于自来熟 到别人家里做客 喜欢到处乱闯乱翻 跑进别人的私人空间 看见什么 都要伸手去拿 去揪 甚至丢到地上 有的小孩会 因为一点小事 突然对别人动手 比如 想要别人手里的某个东西 就动手锤打 撕抢 甚至有的做出恶毒的举动 他听过一个真实的事例 看到旁边的女士吃东西 因为索要之后 对方没有给 就突然将对方推出马路 差点害了一条人命 请酒杀人 都不会这么不讲道理的 对于这两种孩子 他只能说 别犯到他头上来 不然分分钟弄死 好在这三个真孩子 比较有数 去他家不会乱翻 比到处晃悠的柯南都要乖 也明白是非 不会故意伤害他人 有时候还很贴心 而就礼貌方面来说 袁泰比较皮 但不美和光焰都不差 袁泰也能听得尽教育 那么 偶尔闯点祸 惹点小麻烦 也不是不能接受 当然 要是明明做错了 还敢盯嘴 吊起来打都是轻的 袁泰唱了两遍笑歌 不经意瞥见那边 劈柴的池飞池 昏暗天色下 火光映着一张平静的侧脸 手起腐落 手起腐落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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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块柴被轻松劈开 偶尔有斧子反射的寒光 在那张脸上晃过 带着冷淡之一的紫色瞳孔 被照亮一瞬 又很快 隐在黑暗中 袁泰悄悄咽了咽唾沫 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收回视线 果然 认损是最正确的选择 惹谁都行 这个绝对惹不起 札幌 夜里11点36分 一个破旧的旅馆小房间里 卷穿和灰 躺在踏踏米上 完全没有睡意 他出道之前在孤儿院 之后被剧组看上 拍了电影赚了钱 一路走红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为钱 发愁的一天 也没想过钱 原来不是那么容易赚 更没想过 原来有的人要几块 几十块日元的 攒起一笔钱 那些人不觉得 明星会去街头卖唱 只以为他们是长得像 围观的人很多 收获比其他人 不知好了多少倍 但一天晚上努力唱歌 唱到嗓子发干 努力卖笑 笑到脸发僵 也只是 赚到这一个破旧小房间的房费 还有一个面包的钱 其他人一晚又能赚多少钱 不 考虑其他人 还不如想想 他明天又该怎么办 他都觉得 呃 绿川哭啦啦肯定没吃饱 明天又没钱吃饭了 就算可以不吃晚饭 也还有早饭 午饭要考虑 他们谁能撑到明晚坐车回去 绿川哭啦啦 将面包吃了一半 留下一半 用塑料袋包好 起身放到 卷川合辉的外衣口袋里 合辉 明天早上我会早点出门 记得吃早餐 不需要 卷川合辉突然站起身 眼眶有些泛红 眼里却带着怒意 你自己吃饱就行了 干嘛要管我 绿川哭啦啦以为 卷川合辉是承受不住压力了 愣了一下 找杯子 去洗手间接水喝 合辉 别闹 我有点累了 卷川合辉一愣 神色平静下来 跟过去靠在门口看着 对不起 洗手间里的镜子不大 不知被什么人 涂了一道红色的颜料 很难看 洗手台上的水龙头被拧开 流出大量带着铁锈的灼水 绿川哭啦啦等了片刻 水干净后 才接了一点慢慢喝着 不用说对不起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不是因为这个 卷川合辉抿了抿嘴角 你对我太好了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绿川哭啦啦轻声失笑 转头道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那就赶紧过来洗漱 然后去睡觉 嗯 卷川合辉上前 他想起在站台时 那瓶只喝了一半的饮料 当时被他毫不犹豫地丢进垃圾桶 他又后悔了 深夜 外面下起了小雨 一阵风吹过 一缕缕雨丝 顺着关不上的窗户缝飘进来 绿川哭啦啦被冷醒 起身翻了一下行李 找到一件厚外套 挡住窗户缝隙 洗手间亮着昏尘发黄的灯光 照亮小而简陋的屋子 原本能看到外面的缝隙 现在也被他挡住了 感觉这里的空间更是小得可怜 他突然睡不着了 虽然原先也睡不沉 他是大人 怎么也不能带着一个小孩子挨饿 一直到早上六点 卷川合辉被绿川哭啦啦洗漱的声音吵醒 睁开眼看了看挡住窗户的 湿漉漉的外套 起身去了洗手间门口 去吃早餐 绿川哭啦啦顺手洗了洗杯子 接了一点水递过去 趁着早上去那些店里问问 能打零工的机会比较多 卷川合辉没有伸手 再等一会儿 要是你没找到工作 到时候我再吃 绿川哭啦啦考虑了一下 点了点头 那你饿了记得吃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 中午我来叫你 我跟你一起去 卷川合辉见绿川哭啦啦要开口 坚持到 要是你饿晕了 我可以帮你 叫救护车 绿川哭啦啦语色 不过也没反对 他确实感觉快饿晕了 蹲下身帮卷川合辉套上外套 拉上拉链 行 行李可以暂时 寄存在柜台那里 走吧 两人将东西放在柜台寄存 趁早出门 绿川哭啦啦 找到一家便利店打零工 工资可以少结算 不过要供早餐和午饭 晚饭 老板很爽快地答应 还给卷川合辉 拿了两袋零食 而龙神山 池飞池也带上早起的柯南 准备开车去静刚 小爱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池飞池问道 不去 池飞池打了个哈欠 揉了揉眼睛 我可不想在那种陌生的地方住几天 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出意外的话 大概是三天 池飞池拉开车门 出意外的话 晚上就能回来 池飞池要点头的动作顿住 等等 出意外的话 晚上能回来 是他理解的那个意外吗 还没去就诅咒别人家出事 不太好吧 柯南提醒着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 你过去也算借助了 对吧 搞不好还真会出点什么事 池飞池默默抬起右手 柯 我开玩笑的 柯南正色道 我们快点走吧 松 慧云挨心里默默鄙遗了一下 路上小心 池飞池点头 上车 关车门 开车离开 柯南一手撑着下巴 看车窗外的景色 那么无聊的查到会 他本来是不想去的 什么 小兰他们要在金刚待几天 他没人照顾 可以去池飞池那里啊 他有房间的好不好 本来他一切都想好了 昨天来旅行 今天回池飞池那里 还有好吃的中华料理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明天去买两本推理 跟池飞池一起解解谜 然后吃好吃的中华料理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池飞池这家伙 为什么要了解查到 害得小兰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 叫这家伙过去帮忙 他也不得不跟过去 在99连弯 车子再度连续飘移 直到出了弯道 一直沉默的池飞池突然想起一件事 你们是不是放暑假了 半天没有回应 转头一看 柯南歪倒在座位上 被安全带绑着 眼里转着纹箱圈 是真的纹箱圈 池飞池放慢车速 多看了两眼 这个世界真神奇 其他人的眼睛 能有这么多变化 又是逗逗眼 又是纹箱圈的 他怎么就做不到 柯南缓了一会儿 还是有些猛猛的 努力清醒了一下 无奈吐槽 池哥哥 在过弯的时候 你能不能提前说一声 我看着侧面的窗户 嗯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池飞池收回视线 你们是不是放暑假了 你才知道 柯南摊着 吴雨看池飞池 我们都快开学了 池飞池 不好意思啊 他是真的不知道 原来九月底都还在放暑假 不过也对 柯南感觉又困又晕 打了个哈欠 你根本分辨不出日期来嘛 池飞池 突然将车靠边杀停 下车 喂 柯南连忙坐直升 不至于这样就生气吧 池飞池去车后 储物箱拿了床薄被 打开后车门 丢进去 后面睡 我开慢点 好 柯南突然有些小内疚 原来是宋温暖啊 他之前怎么就把池飞池 想得那么小气呢 谢谢 不过 送温暖前 能不能也先说一声 被池飞池冷着脸停车一下 他都不怎么困了 静刚 一栋日式风格的大宅院前 池飞池停好车 带着柯南过去 毛利小五郎和毛利兰已经到了 打电话之后 毛利兰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管家出门 接两个人进去 整座宅院就像的大公园 除了一栋栋日式建筑 还有绿植构成的景观石道 诺大的池塘 池塘旁的房屋里 毛利兰站在护栏边 笑问道 池塘的景色很美吧 嗯 柯南重重点头 打量着泛着金芒的池水 突然觉得 这一步来得不亏 不过为什么湖面会有金色的光泽 真特别啊 阳光反射 别问那么幼稚的问题 池飞池说了一句 转身回屋里 好歹有点名侦探 问这么没常识的问题 真的好吗 柯南半月眼 这问题很幼稚吗 毛利兰有些意外 飞池哥不喜欢吗 不是 只是太热了 池飞池找了个借口 金色的湖水 一晃一晃的 刺眼睛 没错 是阳光反射的原因 后方 同样穿着和服的一男一女走来 男人看向柯南 笑道 小弟弟是第一次这么近看池塘吗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就会因为日照角度的不同 在水面产生五彩的 不同颜色的变化 柯南 抱歉 他尝试不够 行了吧 原来如此 毛利小五郎了然道 所以府上 这座别院 才会被叫做五彩的水中宫殿啊 是啊 男人顿了顿 对了 请问几位是站在一旁的女管家帮忙介绍 过来的一男一女 都是那位查到宗师的徒弟 男人叫史仓守雄 经营着一家古董店 女人姓三村 经营着一家公司 池飞池是以毛利小五郎弟子的身份来的 被归进家属范畴 算是跟着毛利小五郎来蹭吃蹭喝 女管家介绍完之后 就去找宗师汇报 等女管家走后 那位三村小姐摇着扇子 走到屋里一脚 师生笑道 今天真是有好戏瞧了 宗师对人向来不会给好脸色 就算您是名侦探 他还不知道会不会领情呢 毛利小五郎一愣 低声对毛利兰嘀咕 所以说 我才不喜欢代替别人做客吗 抱歉 毛利兰笑着双手合十 园子拜托我 我也没办法 屋里 池飞池抬眼 看向又一个走进来的年轻男人 年轻男人 被冷冷视线盯得一愣 他 怎么了吗 柯南依旧趴在扶兰边 转头问旁边的毛利兰 小兰姐姐 那个在池塘中间的建筑物 就是饮茶的地方吗 哎 毛利兰看过去 惊叹道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 那里好有沉浸的美感 这才叫真正的享受呢 那里一定就是饮茶室 对 你说的对 年轻男人看了看池飞池 见池飞池没再注意他 一头雾水地远离池飞池坐到一旁 厨生介绍道 那里就是这个五彩池塘的中间 所以就将它 取名为五彩庵 当初会见这个饮茶室 为的就是 希望能够远离俗世 毛利兰回头 原来叫五彩庵 还真是有寓意的名字 池飞池低头刷着赏金论坛 他怀疑 这是商业护吹 这位是亮一 史仓守雄介绍 也是宗师的亲生儿子 青野木亮一跪坐着 端正行了一礼 毛利先生 真的非常欢迎您立临寒舍 哎呀 你这么快就来了呀 那位三村小姐回头 语气调侃 接下来是不是该告诉这位名侦探 有关那个魔物的传说了 什么魔物 毛利小五郎疑惑 那是什么东西 只是这个池塘的 一个类似迷信的说法了 史仓守雄忙道 关于这件事 别再说了好吗 青野木亮一 有些生气 转而看向毛利小五郎 神色恢复平静 我过来只是跟您打声招呼 恕我告辞 说完 直接起身离开 三村小姐 都怪你 每次都拿这件事调侃亮一 史仓守雄埋怨了一声 又转头对毛利小五郎邀请道 我们去那边喝点茶 我再向各位介绍吧 一群人为座 喝茶 池飞池没动 依旧靠在一旁 低头看手机 有人在论坛 提过江口记子的事 山口组表态 要追查到底 不过日本公安的赏金榜 没有发布赏金 看来山口组是打算自己调查 根本没有让警方了解情况 想也是 他们自己 也做过不干净的事 要是要警方干涉 查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怎么办 还不如一开始就态度强硬地抗拒 别让警方干涉 除此之外 论坛里有五个消息要留意 一个是他涨价了 大概是某次私人订的宅集变 得罪了其他人 有人偷偷往他的赏金池里丢钱 丢了三十多万日元 不过没有扬言报复帖子 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仇 这种不跟他撕的态度 以后说不定还会变成自己的客户呢 第二个消息 是山口组发帖 召集日本境内的黑势力 调查杀害江口记子的凶手 还特别提及七月 明码标价 提供线索三十万日元 找到并抓住凶手一百万日元 这个没办法接 除非他能把自己绑好送上门去 第三个消息 是某个匿名账号 发了有关于真池集团董事长 独生子池飞池的赏金 要求是绑架或者袭击 绑架就算了 袭击这个要求很微妙 应该是英国那边 有人想拿他的安全 来吓唬他老爸老妈 那些人连遮掩都懒得遮掩 货币单位都不带换一下的 绑架成功十万英镑 袭击看情况二至五万英镑 谁都可以行动 完成之后立刻转账 这个价格说不上高 也说不上跌 要是只是袭击一下 拿个两万英镑 不值得活跃在其他国家的赏金猎人 专门跨国跑一趟 更大的可能是日本境内的赏金猎人 不会有什么厉害人物出手 不过因为不限名额 最近大概会有不少能力一般 或者比较缺钱的人瞄着他 时飞时默默记下回帖那些人的信息 除了匿名之外 还有一些未匿名的回复 不管表态接不接赏金 他都要留意一下 有些人回复对方身边有人保护 这个赏金很难 划不来 鼓动其他人放弃 自己却悄悄跑去打赏金 这种人还真的有 剩下两个消息 是跟组织最近的行动安排有关 一个是美国的 一个就在日本 可以打包发点请酒 屋里另一边 毛利小五郎一群人喝着茶 史仓守雄说起魔物传说 我只听说 这是发生在江湖时代的事 据说这个池塘当年会不断冒出冰凉清净的泉水 所以 范围比现在还要大上很多 后来池畔出现了一位清明貌美的少女 在他吹奏的敌音下 池水的颜色也会跟着转变 到此游玩的人 犹如置身仙境 没过多久 镇上搬来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商人 那个商人看上了女孩的美貌 就在池畔建起一座豪华无比的豪宅 向他求婚 女孩开出了 今后池塘只属于他 不许任何人接近的条件 才答应嫁给商人为妻 谁知这个商人却打破了这个承诺 没多久就在池塘中央建了寝室 不止如此 女孩百般恳求将寝室拆掉 却惹来了商人的不耐烦 将女孩杀害 最后丢进了池塘里 后来有一天晚上 池塘里突然冒出了一条巨蟒 出水后就攻击商人 这条巨蟒 就是那个女孩的化身 其实她原本就是栖息在池塘里的魔物 池飞池一边编辑着给请酒的邮件 一边分神听着 很没心意地传说 要是换成扔进井里 估计就是另一个叫真子的故事了 咦 飞翅忍不住从池飞池的衣领探头 那他到底是魔物还是蛇 原来飞翅也在偷听 池飞翅原本还以为飞翅在窝着睡觉 见飞翅想听 干脆拎出来放到手边 低头继续编辑邮件 史仓守雄还在继续说 商人身负重伤 拼了老命 总算逃回了池塘中的寝室 还在屋里贴了一张降妖除魔的符咒 那条巨蟒没在进来伤害他 却不分昼夜地守在屋外 等着商人走出寝室的时机动手 最后 商人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 终于在寝室里上吊自杀 结束了生命 现在池水的颜色还会变化 据说就是因为那个魔物 偶尔还会出现 化成少女的模样 在池畔吹笛子 现在还在 飞翅立刻直起身 转头盯着池塘的方向 又是巨蟒又是魔物 主人 我想去看看 去吧 池飞翅低声说了一句 啊 三村小姐不经意间转头 看到池飞翅身边的飞翅 吓得惊叫一声 后退坐倒在地 蛇 蛇 一旁 史仓首雄的脸色也变了变 啊 抱歉 毛利兰连忙解释道 这是飞翅阁阳的宠物 他很听话 不会咬人的 对不起 之前忘了跟你们说 是 是吗 史仓首雄 脸色有些发白 持飞翅转头看飞翅 不是说 要是看看吗 怎么不动了 那个 飞翅纠结着 主人 你能打赢魔物吗 我担心把他引上来了 要不我们去拿把枪再过来 或者去找两张符咒 哪有什么魔物 持飞翅把编辑好的邮件发出去 放下手机 看似是跟其他人说话 实则是在开解飞翅 故事很不合理 重伤的商人逃到寝室怎么止血 寝室里有没有急救包 有没有消炎杀菌的药 魔物身上有没有毒 这些都没有说明 史仓首雄憨了憨 干笑道 持先生的关注点 还真是特别啊 他是医生 毛利小五郎 一头黑线的解释 另外 魔物是怎么攻击商人的 持飞翅语调平静 除了少部分种类的蟒蛇 大多蟒蛇没有牙齿 就算有牙齿 也不具备撕咬能力 蟒蛇对付猎物 一般是缠绕致死后吞食 魔物化身蟒蛇 那个商人 要么整个被吞了 死 要么不会受伤 至少不会重伤 毛利小五郎补充 兽医 史仓首雄 看出来了 那可是魔物爷 三村小姐忍不住道 说不定他有牙齿 能撕咬呢 不仅 可能有牙齿 还会有其他可怕的能力 再说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化身蟒蛇 而不是直接化身成野兽 或者鬼魂 那样不是更方便攻击吗 持飞持道 两个可能 第一 他本体就是蟒蛇 第二 他只有化身蟒蛇 才有攻击别人的能力 这两个可能不冲突 可以同时存在 而魔物既然是蟒蛇化形 那么很大可能会保留着 蟒蛇对待猎物的习性 不管怎么说 这个故事里的攻击方式不合理 毛利小五郎继续补充介绍 你们也知道 他还是我这个名侦探的弟子 史仓守雄 三村小姐 其实这么分析 魔物不是不能对付 持飞持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他本来就是解释给飞持听 而不是为了其他人说的 首先 他化身人形后 应该不具备攻击力 否则在伤人动手伤害他的时候 早就反击了 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 他离开池水后 会丧失力量 包括站在池水上的木屋里 也是一样 那么 就可以想办法 诱骗他化身成人形 到岸上或者寝室里 理由 可以是坦坦补偿 当时候 符咒往他头上一贴 架柴 直接烧死 其他人 好有道理 不过这是不是太残忍了 魔物遇到你 都会怕得好吗 其次 他本体可能是蟒蛇 持飞持继续道 蛇都不喜欢会散发 刺激性气味的物质 可以用雄黄 药草 酒精 硫磺等东西 进行克制或者驱逐 伤人在重伤的情况下 并非死于伤口感染 或者失血过多 那么 他寝室应该有高度酒之类的东西 就算没有 也可以尝试用药物 就算他手里的药物 没有刺激性气味 蛇类还害怕烟河火 可以尝试引火驱逐 对了 要考虑伤人手里没火 不 既然池塘中间搭建的是寝室 而不是储物室 那么 为了日常生活 应该会准备蜡烛 点火设备 说不定还有盆 被褥之类的东西 整个计划可以是这样 首先 找到盆之类的器具 将少量衣服 或者被褥放进去 点火制造烟雾 观察魔物是否不适 或者试图远离 之后 再试图燃烧部分药物 一般药物被燃烧 就会散发出气味 奇怪的气味和火烟 继续观察魔物的反应 这样一来 基本就可以确定 他是否真的惧怕这类东西 在之后 可以尝试端着燃烧东西的盆 让自己置身火烟器中 一口气冲出寝室 盆不会烫手吗 三村小姐好奇问道 持飞池一时无语 他说的是整体行动计划 居然问他 盆烫不烫手 寝室里的东西不是摆设 用来上吊的绳子 完全可以隔离火盆发烫的边缘 或者制作简易的提灵网 持飞池炖了炖 也别问燃烧物是否足够 在尝试时就做好计算 不够再用别的办法 还要考虑 魔物会不会用水来熄灭火盆 柯南也被带进了 打魔物的思维里 摸着下巴分析 不过不用太担心 寝室里应该有灯油 可以在燃烧物上浇上灯油 还可以利用身体遮挡水 另外 只要保证火不被熄灭 一些燃烧物 比如 木块可以保持一点湿度 燃烧时 可以释放更多的烟 自救为先 跑出池塘之后 可以让人来捉魔物 既然有克制魔物的符咒 应该有可以降服魔物的人 还可以短绝水源 持飞持也到 照这么看 魔物的力量 可能来自于持水 其实从故事中 持水清澈 女孩清零 她不愿意其他人 接近池塘这些描述来看 水是否纯净清澈 大概也影响着她的实力 填池 污染水源等方式都可以用 比如 让人运送来大量的酒 全部倒进池中 也可以避免 造成过多的污染 又能尝试逼出 下退魔物 不然 能够在池盼见豪宅的 万贯家财 是用来干嘛的 柯南点了点头 又提醒道 齿哥哥 你这个想法不对哦 万贯家财 也不是用来报复的 对付魔物 你不杀她 她就要杀你 这是自保 不是报复 是非是纠正 如果要报复 就应该抓活的 蟒蛇精嘛 抓了拿来泡酒 拿来当坐骑 拿来当劳动力 比如宣传魔物拉车 制定多少钱是搭一次 多少钱和魔物近距离接触的标准 赚它一笔 把抓魔物的损失再找回来 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 本来吧 这个故事 应该是教育人要信守承诺 不要违背约定 杀人 不然会被魔物报复 但如果遇到的商人 是持非是这样的 那么故事大概就是 商人不仅违背约定 杀了女孩 逼出魔物 又利用智慧逃出生天 再弄死魔物 怎么突然觉得 魔物好可怜 还好其他人不知道 持非是后续想法 不然更会觉得 魔物这一生太凄惨 人间不值得 商人就那么自杀 实在太没有勇气了 可难感慨 至少要尝试一下自救啊 嗯 持非是点头 这个商人 不是被魔物逼死的 是蠢死的 其他人 这地图泡开得有点过分啊 别人能有这份冷静 和分析力吗 毛利小五郎 嘴角微微一抽 随即一脸严肃地点头 假装自己 也能想到 胆慨到 飞驰 你的进步很惊人啊 我看要不了多久 就能超越我了 柯南心里 呵呵 早就超越了好不好 老实过奖了 持飞驰面不改色 我要学的还很多 史仓守雄等人 看毛利小五郎的目光 顿时肃然起敬 还带着一丝炙热 毛利小五郎 没开眼笑 哪里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你确实很有天赋 也够谦虚 未来成就必然在我之上啊 听着两人商业互吹 毛利兰感觉脸有点发烫 史仓守雄和三村 也立刻加入了商业互吹的大队 什么名师出高徒 不愧是名侦探 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之类的话 脱口而出 柯南听的心里 呵 有他和持飞驰这家伙在 大叔这是要成为 世界级名侦探的节奏啊 主人 我去找魔物了 要是他欺负我 你可要帮我啊 飞驰趁着其他人在互吹 流向池塘边 突然发现 魔物一点都不可怕 还没有主人可怕 吓不到他的 不好意思 飞驰刚离开 女管家就过来了 跪坐 行李 各位久等了 请跟我一步饮茶室吧 先去见见宗师 我就不去了 是非是拒绝到 我的宠物刚才溜进池塘里了 他回来 看不到我会乱跑的 宠物 女管家疑惑 三村小姐憨了憨 他可不希望有蛇乱跑 跑到他身边来 起身道 池先生的宠物 说不定是魔物的同桌 既然这样的话 池先生就在这里等吧 我们过去就行了 不好意思啊 毛利小五郎也没埋怨什么 关键是 这个弟子太给面子了 笑眯眯地抬手 搓柯南头 我弟子的宠物 真是太调皮了 跟这个小鬼一样 一步盯紧 就跑到别墅去玩了 柯南 关他什么事啊 为什么要拎他出来说 还有 他到处跑 又不是为了去玩 是为了破案 破案 没关系 女管家站起身 依旧心平气和 那池先生就在这里稍等 剩下的各位 请跟我来 一群人离开屋子 池飞驰依旧坐在原地 拿起手机 看了一下请酒的回复 与其去见什么宗师 还不如跟请酒发发邮件 聊聊天 日本这个继续盯着 有新消息 就告诉我 不过 你最近好像会有麻烦 有人发布袭击绑架你的赏金了 jin 我去帮手 准备钓鱼 rookie 你要几个 jin 池飞驰考虑了一下 回复 预计一两个精锐 rookie 他说的鱼 是指那些盯上他的那些赏金猎人 如果有可用的人才 就把自己当成鱼儿 引过来 逮住 威逼利诱收进队伍 请酒问他要几个 意思是 他吃不下的话 有兴趣奋一杯羹 你估计 大概能有多少鱼 jin 十条左右 rookie 这是池飞驰计算过的数字 看回铁 准备对他动手的人不少 不过 如果三 四次行动 都没有人能拿到钱 就没人会再接这个赏金 除非对方加价 引更厉害的人出手 但对方明显不想他死 估计不会再加价 除非局势 到了鱼死网祸的时候 你打算怎么行动 能不能引出来 jin 最近身边没有出现可疑的人 我先自己留意 rookie 行 你最近在不在东京活动 jin 我在金刚参加茶道会 rookie 别忘了你的体检报告 jin 你最近很闲 rookie 老样子 jin 难怪 那一位都不催 就你干着急 rookie 再见 jin 池飞驰没再回复 给飞沫发了封邮件 让飞沫给安氏透送封信 约个时间见一面 主人 主人 看我发现了什么 飞驰在外面大喊 池飞驰收起手机 起身出去 随着太阳偏息 池水不再反射着金芒 澄彻见底 一片青绿 飞驰游在池面 旁边还跟了二十多条蛇 大多是灰白色的 一群蛇汇聚在一处 扭动着浮在水面 不时纠缠到一起 哪怕池飞驰 习惯了飞驰的模样 看到这一幕 都有些头皮发麻 你在池塘里找到的 是啊 他们是一家 飞驰信冲冲说完 还不忘扭头对其他蛇介绍道 这就是我的主人 在人类那里 就跟我一样 超帅 你好 最粗壮的白蛇 朝池飞驰打招呼 听声音憨厚雄魂 大概是雄的 剩下的几条蛇 陆陆续续打招呼 虽然有的结结巴巴 但池飞驰观察了一下 只有最小的一条蛇没有出生 其他二十三条 都有一定的灵性 能说话 主人 我们帮个忙吧 飞驰道 他们不想住这里 想找个水流动多的地方生活 我们的祖先也住在这里 已经好几代了 如果不是没办法 我们也不想搬家 白蛇声音憨厚地解释 大概在我父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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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的父亲那个时候 我家里本来有一百多条蛇 他们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 可是有人在池塘里盖了房子 动工的时候砸死了一半 我的祖先就爬上去 想抗议 结果那个人吓得不敢出门 最后上吊死了 驰飞驰 这就是魔物传说的真相吧 然后在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那个时候 有人搬进去 重新装修 又砸死了很多族人 我的先祖又去抗议 结果那家人搬走了 白蛇委屈道 大概过了好多好多年 人类更过分 哦 对了 我不是说你 是说我父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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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遇到的人类 他不仅占了池塘 还把周围的地给圈起来 本来我们族人已经发展到三百多条了 结果一群孩子们在岸边玩的时候 被那个人发现 那些人居然把那些族人都打杀了 还开始清理池塘里的族人 整整杀了二百多条啊 我们家族差点就灭了 最后只剩下三条躲起来了 这才延续了下来 池飞池 是挺惨的 按照蛇的生命来算 大清洗的时间 大概是五六十年前 也就是这座宅院动工的时候 这位茶道宗师 未必是第一任屋主 但第一任屋主 肯定亲了不少蛇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没敢过度繁衍 小心翼翼地躲在池塘里 结果去年那座屋子又动工 又砸死了六条蛇 白蛇叹了口气 我们想换地方也换不了 出去就会被打死的 使我和内子能躲好 可是我怕孩子们调皮 不小心被发现了 说不定又会迎来一次屠杀 这个地方是真的住不下去了 请民一定要帮帮我们 其他蛇三言两语地吵闹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这里本来是 我们先占据的地方 我们想走也走不了 好可怕呀 我不想被杀死 可以 池飞池答应道 只要你们信得过我 我带你们找个森林 当然信得过 我感觉你跟那些人不一样 白蛇立刻道 池飞池后方隐隐传来说话声 白蛇没再说下去 跟其他蛇一起搜一下 分开游走 躲了起来 飞池还茫然留在原地 他们躲藏的速度真快 也 池飞池扫了一眼池塘 躲得也挺好的 现在池塘很清澈 他一眼看过去 也就只找到一条圈 在湖底灰白色石块厚的小灰蛇 什么躲得好啊 飞池哥 毛利兰疑惑走上前 后方 毛利小五郎 柯南 女管家和史仓守雄 也跟了过来 唯独不见之前 那个喜欢摇着扇子的三村小姐 嘘 一群蛇齐齐出声 听声音 有的在池塘这边 有的在通往饮茶室的桥梁下 池飞池再次怀疑 蛇一旦有了灵性 性格是不是都跟高冷不占边了 没什么 我在跟飞池玩捉迷藏 是吗 毛利兰笑着蹲下身 对付在水面的飞池道 飞池 玩够了 该上来了 飞池乖乖往上爬 毛利兰又看向池塘 感慨道 池水的颜色真的变了哀 都能看到池塘的底部了 女管家进门后 准备烧水泡茶 笑着介绍道 到傍晚的时候 池水还会变成红色 花旗太太 青眼木亮一跑了过来 手里 还拿着断成两截的吊杆 脸色难看地问道 这个吊杆 怎么会变成这样 其实是 女管家低下头 为难道 是宗师 叫我把它烧掉的 我就知道 青眼木亮 一脸色铁青地转身离开 女管家连忙站起身 急道 您千万别冲动 亮一哨眼 亮一 史仓首雄也出声劝道 你好歹要顾及一下 这里的客人吧 有什么事 等查到会结束了再说 我知道 青眼木亮一下楼 我只是想把这个吊杆处理掉 史仓首雄 目送青眼木亮一离开 才低声感慨道 宗师真是太过分了 钓鱼明明是亮一 唯一的兴趣啊 宗师居然这么对自己的儿子 那个宗师 他一会儿勃然大怒 一会儿又烧了儿子的吊杆 说是难相处也不为过呀 毛利小五郎吐槽着 悄悄瞄了持非持一眼 相比起来 他这个徒弟 简直太好相处了 老实说 在那间茶室去年完成的时候 老夫人刚好辞世了 史仓首雄解释道 老夫人非常相信那个传说 女管家也道 所以一直到最后 都在反对见那间饮茶室 其实我们这些做徒弟的人 也常常会谈起 魔物吃人的传说 史仓首雄道 原来如此 毛利小五郎了然 看来宗师 是因为害怕那个魔物 才会变得喜怒无常的 不 史仓首雄又道 宗师对那些迷信 都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 女管家拎起水壶 离开前提醒道 我已经把热水准备好了 等会儿再请各位一步饮茶室 那么 我也趁这段时间洗个澡好了 我暂时先到辞了 史仓首雄 对一群人打过招呼 也跟着离开 飞翅已经爬到了 迟飞翅的脚鞭 等迟飞翅蹲下身 顺着迟飞翅的手往上爬 神秘兮兮兮道 对了 主人 我听他们说了一个秘密 这个宗师好像在和那个史仓首雄一起造假 用纺织品冒充茶具卖出去 大白他们听到过他们两个人吵架 宗师不想做了 不过史仓好像不愿意停手 迟飞翅微微点头 表示自己听到了 这次的事件 死的应该是那个宗师 魔物传说这么在柯南面前刷存在感 那么死法肯定跟魔物传说里一样 要是不记得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青野木亮一对他老爸也有意见 不过史仓动机藏得这么深 还是史仓作案的可能性大一点 这是光之魔人的法则 接下来 毛利小五郎这一群客人 又没什么事可做了 柯南不知什么时候 偷偷跑出去了 毛利兰日常去找柯南 毛利小五郎就坐在屋檐下发呆 池飞翅坐在另一边 低头用手机刷新闻报道 突然接到小田窃明眼的电话 明眼 何辉他们要回来了 我准备去接他们 你要不要一起 我在静刚 哎 你去静刚做什么 参加茶道会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听绿川说 他们昨天都没怎么吃饭 两个人就吃了一顿早餐 和一个面包 还好今天哭啦啦 找到了一家便利店打零工 才没饿着 撑到了晚上 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还没见到人 不过何辉跟我通电话的时候 很维护绿川 我想感情应该不错 我应该把票定在明天的 没经历多少挫折 我担心他们演相依为命的姐弟太尴尬 适可而止吧 做得太过 要是以后传出去了 我们公司会被说成为难艺人的 嗯 等他们回来 剧本给他们 再给他们一周时间 让他们自己决定 要不要一起去体验生活 喂喂 就这样 告诉他们 为了拿演技奖 你冲着拿奖去的呀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放弃电影这一遍了吧 好吧 好吧 我转告他们 对了 电视节目第一期已经拍摄了一半 我打算宣传之后开播 另外 仓墓的新歌 Love Day After Tomorrow 已经录好了 也等着宣传 公司没多少资金了 不过 我打算等节目播出 得到好的反响之后 再去银行贷款 嗯 你自己决定 话说回来 你还会写歌呀 帮我写两首怎么样 我也是要登台表演的爷 或者你给仓墓的那些歌 再见 池飞池直接挂了电话 看样子 小田借命是打算在宣传上多砸一笔钱 既然懂得去贷款 看来也了解过一些公司的运作套路了 现在去贷款 确实不如等市值提升后去 可以多贷点 一旁 柯南已经被毛利兰拎回来 忍不住再三看池飞池 这家伙还真是有够忙的 毛利兰没有贸然上前打扰 跟毛利小五郎 和喜欢早出来的屎仓首雄 低声聊天 池飞池挂断电话 又打电话给大山迷 问了一下自己买下来那家电影院 目前电影院已经重新装修完 打算择日开业 池飞池拒绝了出席开幕典礼 特色电影院发展得好 等新电影上映的时候 可以帮忙宣传一下 太阳渐渐偏西 夕阳将池水表面染成红色 毛利兰不经意见看见 池塘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红色的了 毛利小五郎 伸手挡在额头前 眯眼看出去 这么刺眼 根本就看不下去吗 池飞池收起手机 转头一看 还真的挺刺眼的 四点了 青眼目亮一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解释道 每天到了这个时候 阳光就会呈现乱反射状态 真是把我热死了 之前不知去了哪的三村小姐 摇着扇子上楼 花旗太太 有没有什么饮料啊 三村小姐 女管家不满问道 请问 你上哪儿去了 什么啊 这应该不关你的事吧 三村小姐不以为意地 走到一旁坐下 三村小姐 太势力了吧 史仓守雄上前道 宗师请我们来 可是个荣誉爷 自己以为了不起啊 三村小姐 自顾自地摇着扇子 这次可是宗师亲自办的茶会 史仓守雄提高了声音 不满埋怨 你竟然在中途离开 实在太过分了 好了好了 毛利小五郎连忙上前劝架 你们两位的火气不要这么大吗 宗师不是说过 这是他最后一壶茶了吗 没错 三村小姐转身对史仓守雄道 在你心里 恐怕巴不得宗师早早退休 还说得这么好听 史仓守雄一脸怒涩 咆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三村小姐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就直说 不要这个样子 其他人都被惊动 汇聚在两人身边 石飞池也转头 看着屋里的闹剧 毛利小五郎连忙上前拦住史仓守雄 冷静一下 是 三村小姐起身 摇着扇子走向露台 散漫道 算我不对 行了吧 真是的 这个池水颜色看了就热 说着 定睛一看 吓得惊声尖叫 后退跌坐在地 池飞池转头看向池塘 从这个角度 隐约可以看见 池塘中间的饮茶室屋顶的通风窗 窗后 一个老头脖子上系着绳子 被吊在房梁上 一群人转头看到后 匆匆赶到饮茶室 饮茶室门口流了一滩血 拉着泻线 一直延伸到屋内 青眼目亮一试着开门 却发现里面已经上锁 屋后茶水间的门也被锁上了 毛利小五郎 直接一脚把门踹开 弯腰钻进地矮的门后 上前探了探脉搏 那位宗师 连最后一壶茶的机会都没有 就彻底凉了 传说应验了 女管家花旗太太惊慌道 宗师就像传说一样 被池塘里的魔物杀死了 屋里顿时嚎啕一片 哎 冤枉啊 池飞池站在屋外 突然听到一声叹息 走到护栏边 池水下 白蛇仰头告状 是那个穿河服的胖男人 从桥下游过来 将人杀害的 我们都看到了 对了 他还找了一根绳子 这样 说着 拧成一个圈 头钻进去 这样 又收紧圈 把绳子一头 拉向那边水车 说着 尾巴朝水车方向绷直 然后水车一拉 就这样 对了 门口那里 他还装了钉子 用画轴撑住 就像这样 池飞池默默 看着这条白蛇 把自己当绳子 扭出种种奇怪的动作 很详细 一眼就能看懂 不过 蛇有了灵性后 是不是都比较喜欢扭自己玩 还说得这么详细 完全剥夺了他推理的乐趣 柯南在屋里这边看看 那边看看 出门 看到池飞池背对饮茶室 走上前 仰头一看 发现池飞池垂眸盯着水面 连冷得可怕 迟疑了一下 池哥哥 白蛇一见有其他人过来 就立刻顿了 什么事 池飞池收回视线 你之前一直在那边露台上 对吧 柯南问道 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从桥上过来 饮茶室这边 没有 池飞池答道 真的吗 柯南追问 你之前一直在看手机 会不会没有留意到这里 不会 池飞池肯定道 如果有人从桥上过来 我视线鱼角会扫到 就算对方 穿了跟桥颜色相近的衣服 太阳下的影子是黑色的 我总会注意到 柯南若有所思的点头 看向那边转动着的水车 顺便提醒池飞池 我在门上发现了 涂钉定过的痕迹 这恐怕 不是意外 凶手先从桥下游过来 再进门袭击宗师 将宗师勒死 因为这里的门口 没有对着那边的露台 也不用担心被我发现 之后 将宗师脖子上系上绳子 打上一个会越拉越紧的绳结 之后 池飞池把整个绳子 布置说了一遍 最后 一端垂进池中 系在那边的水车上 同时 在门内 从涂钉和橡皮筋 制作一个简易的上锁装置 用卷轴撑在门下 再将宗师放在门外 等水车转动 拉动绳子 将宗师拉进污 腿碰掉了卷轴 门也随之落下来 锁被橡皮筋拉动锁上 而宗师也被吊了起来 最后 绳子被水车卷动 绳结拉近 将宗师吊在房梁下 之前用刀 在绳子上滑得薄弱点崩裂 多余的绳子 被水车回收 既然他被剥夺了推理的乐趣 那他就去剥夺 他一样郁闷 甚至比他郁闷 他就高兴了 自己开心最重要 柯南目瞪狗呆地 看着池飞池 只是探头看了一眼屋内 这家伙 怎么做出这些推理的 关键是 还跟他的思路完全吻合 他在发现门上的图钉印 转动的水车之后 也是这么猜测的 那个 凶手是史仓先生 池飞池看着池水 继续低声道 想从池下游过来 游回去 身上肯定会湿透 一直没换衣服 身上也没有湿的花旗太太 亮衣先生可以排除 至于出门之后 回来的三村小姐 虽然和服凌乱 一身大汗 但她是离开宅院 如果偷偷回来 会触动宅院外的安全警报 而那点汗水 并没有完全打湿衣服 她的和服 又下摆有一道脱出来的线 所以也没有换了同款的和服 柯南 这家伙 不是全程在盯着手机吗 怎么连人家和服下 摆脱线都注意到了 证据 池飞池走向桥上 池哥哥 等等我 柯南连忙跟过去 池飞池拿出手机 蹲下身 用手机拍了一张桥下的照片 将手机递给柯南看 照片上 桥下之柱子上 布满了一个个黑乎乎的手印 柯南一愣 这 这个是 苔显 只要从桥下过 肯定会粘上 池飞池收回手机 只要警方把这些手印采集下来 拿去化验 就能化验出指纹 柯南 这可是铁证啊 配合作案手法一说 怎么都辩解不掉了 池飞池想了想 算了 奥充茶具这种事就不说了 没法解释他 怎么知道的 转身去饮茶室前 等警方来 让毛利老师沉睡推理一下 柯南愣愣站在原地 迷茫得像个17岁的大孩子 手法 凶手 证据 池飞池这么一套下来 好像就只等警察来了 复盘一下池飞池说的话 仔细对比他发现的线索 互相印证 推理没问题 一点错落都没有 池飞池这推理能力 怎么越来越吓人了 虽然只是这一次 不能说明就比他强很多 也是真的比他强啊 一再落败 他不能骗自己 那他接下来该干什么 才开始发现线索 内心兴奋地构思着手法 寻找证据证明 就在这时候 突然有人直接把答案一股脑告诉他 就这么结束了 心情好复杂 感觉推理的乐趣被剥夺 十分钟后 横沟参雾带队赶到 一眼就看到 望着池水发呆的柯南 哦 你不是柯南吗 柯南回神 呆呆转头看去 是横沟警官 饮茶室前 池飞池也看到了 这位珊瑚头警官 虽然横沟参雾 还有个双胞胎弟弟 但他见到的 一直是这个毛利小五郎 狂热粉丝的哥哥 话说 最近柯南 是不是比较喜欢在金刚转哟 这都第几次见了 池先生你也在啊 横沟参雾笑眯眯上前 跟池飞池打了招呼 左右张望 这么说 毛利老是在那边 池飞池让开路 看向饮茶室另一边 横沟参雾点点头 在经过池飞池身边时 竖起手掌 侧头低声道 柯南今天很不对劲哦 好像没什么精神 以往他不是都喜欢在案发现场 到处乱跑的吗 大概是玩累了 池飞池面不改色道 后面跟过来的柯南 他都听到了 他这是玩累了吗 他明明是心累 原来如此 横沟参雾若有所思 我是担心毛利先生 今天没有做柯南 没什么灵感 柯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感觉世界是如此的不友好 乌宇越过两人 转过转角 打开手表 对准毛利小五郎的脖子 搜 毛利小五郎 一阵奇怪的舞蹈 靠在栏杆边滑落 垂手坐到地上 咦 这个姿势是 刚转过转角的横沟参雾 看到这一幕 惊讶之后 有些疑惑的挠头 不对吧 今天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横沟警官 麻烦你把其他人都叫过来吧 这个案子的谜题 我已经解开了 柯南面无表情道 啊 横沟参雾无语 可是我们还没有勘察现场啊 没关系 只需要去我说的这几个地方看看 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柯南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道 他是一个莫得感情的转述机器 三十分钟后 使仓首雄跪倒在地 说了杀人动机 因为宗师不想再继续造假 还打算把家业传给儿子亮衣 他才杀人 横沟参雾眼里冒小星星 扑上前 抓住毛利小五郎的双手 毛利先生 您今天很有灵感吧 推理真是太精彩了 啊 醒来的毛利小五郎茫然 池飞池转头看青野木亮衣 亮衣先生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青野木亮一惊讶又疑惑 不过还是正色道 您说 这个池塘里有一些小家伙 池飞池走到护栏边 看向池塘 大白 带着他们出来 我们该走了 飞翅管白蛇叫大白 不管是飞翅曲的 还是原本白蛇就叫这个 他也懒得换称呼 这么叫就行了 当即 一条条灰的 白的蛇浮出池塘 汇聚过来 啊 三村小姐 吓得再次后退 跌坐在地 其他人也纷纷后退 脸色发白 一堆蛇汇聚在木屋前的水面 扭动着身躯 一条接一条 顺着饮茶式的支柱往上爬 加上白蛇一共二十五条 湿零零地朝池飞池游动而来 看得人头皮发麻 其他人再次后退两步 把空间让给这些蛇 就是他们 我的宠物找到的 池飞池转头看青野木亮衣 我想把他们带去森林里放生 青野木亮衣衣头冷汗 忙到 您尽管带走好了 妈爷 他家怎么会有这么多蛇 赶紧带走吧 他害怕 横沟仓物咽了咽唾沫 看向跪在一旁的史仓手雄 你之前是从桥底下游过来的 对吧 还真是 勇 勇气可加呀 史仓手雄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 一想到之前 自己从池里游过来 瞬间就觉得 身上好像缠了无数条蛇 那些蛇还拼命往他衣服里钻 最后 警方带走了史仓手雄 不过在临走前 史仓手雄一脸崩溃地要求洗个澡 把全身搓得通红才出来 不搓重一点 他会感觉有蛇钻进了他皮肤下 浑身不自在 毛利小五郎 看看史仓手雄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他都不忍心吐槽了 白蛇带着一群蛇 目送史仓手雄坐上警车 真过分啊 我们天天洗澡 又不脏 是啊 太过分了 好过分耶 一群蛇叽叽喳喳附和 而在他们旁边 只站了池飞池一个人 最近的柯南都离了一米多的距离 女管家转头看到蛇堆 脸色僵了僵 那个 池先生 要不要我去找个笼子 或者网之类的东西 借给你装蛇 池飞池看了看一群蛇 不用了 他们很听话 是吗 女管家汉 毛利小五郎 果断转头看横沟餐物 横沟警官 麻烦你送我们去车站吧 本来打算蹭池飞池的车 不过现在看看这堆蛇 他还是坐警车走吧 柯南见池飞池看来 连忙道 我跟叔叔他们一起 池飞池也没坚持 打开后车门 弯腰抓蛇 也不管一把抓了几条 一把一把抓 全部放进车后座 毛利小五郎 看到池飞池 抓起一团一团扭动的蛇 艰难地 转头看横沟餐物 横沟警官 我们走吧 横沟餐物 立刻点头 毛利兰也圆圆打招呼 费师哥 我们先走了 这画面 实在接受不能啊 知道了 池飞池应声 又抓了三把 才把蛇都放进车后座 朝女管家和青眼目亮 一点了点头 上车离开 天色彻底暗下来 警车已经全部离开 一路寂静 一直到转出街口 到了前往东京的主干道 路上才偶尔有车子驶过 后座车窗上 趴了密密麻麻的蛇 看着外面叽叽喳喳 终于出来了 以后的新家 会有很多鱼吗 可以想去哪 就去哪吗 以后就不用担心 被人打杀了吧 不对不对 我们去了森林 还要注意其他危险的动物 对吧 父亲 当然了 不过 我们可以靠智慧迎他们 这就是外面的城市吗 真奇怪啊 我们现在是在快速移动中吗 还好现在是夜晚 路灯打在车窗上 反射着灯光 让人看不清车里的情况 飞驰忍不住 从池飞驰衣领探头 加入探讨大军 一本正经的提醒 这是车子 碾压过去 大家都会死 以后遇到了 要记得避让 原来是这样 一条小蛇趴在窗户上 看外面 旁边的也是车子吧 灯好亮啊 白蛇转头问飞驰 你和你的主人 一直这么生活在一起吗 当然 飞驰答了一句 又连忙生命道 不过我家养不下别的蛇了 还有 等会儿回家 不能爬我主人的被窝 被窝是我的 吃飞驰 看飞驰这小气样 不过要是睡醒了一看 被窝里一堆蛇 它也受不了 近两天 我要去医院检查身体 吃飞驰还是先说明了一下 过了这两天 我再送你们去森林 饿了告诉我 飞驰 你 去拿我的小鱼和小泥驰吧 飞驰心里叹了口气 果然 要是主人养其他的蛇 他的小鱼和小泥驰 就要被瓜分了 反正我有很多 不过 就这一顿 你有很多鱼和泥驰 白蛇声音闷闷 好奇问着 就你一条蛇吗 旁边的小灰蛇感慨 真幸福 当然了 飞驰骄傲道 都是主人的朋友送的 一开始 主人还帮我敲诈 到后来他们都会主动送过去 具体有多少 我都数不清了 反正有很多很多很多 一路上 一群蛇就没消停 什么都聊 持飞驰默默听着 一直到进了东京市区 才宁神看了看后视镜 刚才那条大路是 前往东京的主干道 路上的车都是开往一处 很难分辨 有没有人追踪 而到了市区 有不少分叉路口和红绿灯 他才注意到 一辆越野型的进口车 一直跟着他 车牌是 静刚线的 故意随便转了两条街 持飞驰发现 车子依旧在跟着他 在一个红灯路口前停车 飞驰 留意一下后面第三辆车 里面有多少人 飞驰立刻停下唠嗑 转头看了看 第三辆 有五个 持飞驰看了一眼红灯 还有十一秒 拿出手机 拨通了秦九的电话 五个人的团体 他不要 丢给秦九 秦九接听很快 那边十分吵闹 隐隐有音乐声 似乎是在某个酒吧之类的场所 拉克 鱼上钩了 五条 那边的嘈杂声 远离了一声 你现在的位置 刚回东京 我把人引去江湖川区的 临海公园附近 那我让基安帝 我没易容 持飞持剑绿灯亮了 从口袋里拿出蓝牙耳机 将通话转到耳机里 开车通过路口 他的身份是秘密 基安帝还不知道 为了这事 值不值得让基安帝知道 就看秦九怎么决定了 那边 秦九没有犹豫 那我带上狙击枪过去 福特加要等一个重要的交易目标 五个人的话 够了 我一个人都能解决 持飞持平静道 后方 越野进口车一路跟着 开车的男人发现路线不对 出声道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目标的家在背户艇吧 他这么晚了 还不回家吗 一个大块头坐在后座 擦拭着一把手枪 头也不太地闷声道 谁知道 说不定还去别的地方玩一会儿 后座另一个男人问道 老大 那我们是去他家里停车场埋伏 还是跟过去 副驾驶座上的刀疤脸沉声道 跟过去 他一个人单身居住 今晚不一定会回家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人 还不如找个僻静的地方 直接上去绑人 只要枪顶在他脑门上 他还敢反抗吗 前方 红色跑车突然加速 老大 他加速了 司机忙到 刀疤脸打起精神来 观察了一下外面的车流 是因为附近的车子少了吧 不过还是小心点 别被他发现了 而在相隔一条街的路上 一辆白色车子也在飞速行驶着 开车的男人戴着金矿浅色墨镜 不时瞄眼旁边的平板 平板上 一个红点移动着 一群蠢货 最后也只是帮我忙而已 他 英曲延南 是个专业的老司 不 老赏金猎人 在日本活跃了六七年 虽然没像最近出现那个七月一样 抓过国际知名大强盗石考兵 但也抢过珠宝店 受雇保护过大人物 搜查过秘密文件 枪袭过目标 经历过的业务众多 根本不是那群只会聚众靠枪恐吓 抢劫的莽夫 能比的 虽然 值钱的大单子 就那么吉利 但不能否认他的能力 至少他至今没被抓住 那五个家伙 还在论坛里大放厥词 说这比他们拿定了 一点也不专业 聪明的人 只要像他一样 盯着那五个家伙 等那五个家伙调查清楚目标在哪 就能锁定目标 要是这五个人打算袭击 他也顺便过去开一枪走人 两万英镑就这么轻松到手不香吗 或者等目标人物受伤后再绑架 那也是件美滋滋的事 要是这五个人打算绑架 就摸清他们的老巢 截胡目标人物 还能多出无比赏金 那个七月 貌似在日本公安那里 赚了不少钱 要不是他本身在日本公安那里挂了名 担心抓罪犯 凡把自己搭进去 他早就想弄两个家伙去卖笔钱了 或许 等抓到这五个家伙后 可以跟七月联络一下 让七月负责把人送过去 分七月四成 五成都行 就看七月贪不贪心了 唉 至少有个赚零花钱的渠道吧 英曲延南悠然开着车 心里默默盘算 他不用养家糊口 但平时的开销也挺大的 有的赏金太危险 有陷阱 不能接 有时候 也会有去抢劫七月的冲动 那小子肯定很有钱 不过还是算了 虽然赏金殿堂那个论坛里 有人说 七月就是运气好 才抓住了石烤兵 但也就心里不平衡的那些 菜鸟说说 真正的老猎人都没吭声 石烤兵活跃了这么多年 要是那么好抓 早就被抓了 也不至于累积到那么多赏金 就算七月是运气好 正好碰到正主 正好抓住破绽 发现并锁定了石烤兵 石烤兵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那么 七月的枪法或身手 必然有一项过人 另外 七月敢送人去换官方机构的赏金 似乎还拿了很多 至今也没被抓住 那也不是个简单人物 那些官方机构 是希望他们能抓罪犯 但他们本身也是违法者 那些机构绝对不介意摸清他们的牢底 合适的时候 把他们也抓了 至少就能看出 七月本身的心计不差 而且肯定是个很谨慎的人 可以说 敢这么去拿官方机构的钱 绝对也是个老司机 有人猜测 这是某个知名赏金猎人换了马甲 那也是有可能的 这么一个有脑子 谨慎 伸手 或枪法过人的赏金猎人 那些拿到把枪 什么也不懂 就只会吓唬人抢劫的家伙 敢说人家只是运气好 简直可笑 红色跑车 进入江湖川区 飞速驶向海边 飞翅从持飞翅口袋里 把自己的手机用尾巴卷出来 放在副驾驶上 翻盖 对准键盘用尾巴一阵狂戳 还不忘跟好奇探头的一群蛇解释 我现在要给我的同伴发邮件 它是一只乌鸦 就是那种会飞的 黑色的鸟 它有很多小弟 很厉害的 我主人遇到想找它麻烦的人了 我现在得告诉飞沫 让它过来帮忙 很严重吗 白蛇严肃问道 我们也能帮忙的 暂时不用 持飞翅拒绝到 有需要再说 蛇这种生物 看到会害怕的人确实不少 但是只要胆子大一点的人 别被吓呆 手里还有武器的话 没毒的蛇扑上去 基本就是个死 这些蛇都是无毒蛇 毒牙都没有一颗 让这些蛇扑上去有 还不如它自己扑 至少它一口咬死一个没问题 你们静静看戏就行了 飞翅忍不住得意了一下 作为主人的宠物 助手 同伴 我能熟练使用各种电子设备 能帮主人报日期 确定追踪人数 转达重要信息 主人潜入时 我可以指挥行动 最关键的是 我跟主人的默契 那可是一次次磨练出来的 一群蛇敬佩地看着飞翅 虽然有点听不懂 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持飞翅 一次次磨练出来的默契 他怎么觉得 每次飞翅都是 仗着他体能好 速度快 当成通关游戏来玩的 要说配合 貌似他配合得多一点 对了 主人 飞翅转述道 飞莫说 他正在准备第二次扩张 早上刚好有200只乌鸦 过来江湖川区这边了 他已经通知了那些乌鸦 在海岸边集合 另外 他会带着手机和三百手下 直接穿过江东区过去 全力飞行的话 大概30分钟能到 持飞翅放慢了车速 他这边差不多也是半个小时到 不过最好先让乌鸦 从高空去查看一下附近的情况 大概20多分钟后 请九先一步打电话过来 持飞翅按下耳机上的通讯键 拉克 我到了 这边10分钟 那就去第三学校后面的绿化公园 那一带除了小学就是保育院 最近都在放假 不会有什么人过去 路口也没监控 行 飞翅凑在手机旁听着 等通讯切断 立刻去给飞莫发邮件 三分钟后 飞莫回复 主人 飞莫已经到了 发现了请九的位置 请九在公园后面的大楼上 附近很安静 几乎没有其他人 大楼后面是高速路 动静大一点也不会有人发现 路口没有发现监控摄像头 飞翅念着回信 另外 已经有乌鸦锁定了我们的位置 有一个情况需要注意 在那辆越野车后面 还有一辆车疑似追踪 已经跟了好几分钟了 不过我们这里看不到 对方似乎是在跟踪那辆越野车 时飞翅打开了项链通讯 飞莫 确认后面追踪者的身份 我要知道是警察 还是别的什么人 一栋大楼上 乌鸦们汇聚 黑鸦鸦凑在一起 飞莫蹲在天台扶栏后的角落 敲摸摸收发邮件 听到池飞池的声音 叫了一声 让手下守好自己的手机 飞向车道 旁边不远处的大楼上 请九用狙击枪瞄着附近的路 隐约有所察觉 转近看过去 看到瞄准镜里的乌鸦 又继续盯着路 拉克还真是够谨慎地 飞莫俯冲而下 观察片刻 锁定手下 说的那辆白色车子 放低飞行高度 从车窗外掠过 咦 嗯 英曲言难 感觉什么东西飞了过去 疑惑转头 却什么也没发现 飞莫远离车子后 又掠上高空 一阵癫狂的怪笑 嘎嘎嘎嘎嘎 迟飞池听到通讯那边的声音 沉默了一下 飞莫 主人 你猜猜后面 那辆车里是谁 飞莫嘎嘎乐道 那个代号 叫飞莫的赏金猎人 他的侧脸照片 在论坛里有 你叫我刘一果 长得很像毛利先生 留着寸头和八字胡 戴着金矿眼镜 不会错的 我找了他很久 还以为他不在东京呢 没想到这一次 他自己送上门来了 池飞池总算理解 飞莫为什么发神经了 飞莫 硬取言难 代号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 发现那个家伙 是个赏金猎人才知道的 至于本人 他是前世通过 柯南的剧情了解到的 大概是很久之后的剧情 英取言难 抢了珠宝店之后 很嚣张地坐在一个仓库里 被警察包围着 还有沉睡的小五郎 在一旁推理 这家伙依旧不慌不忙地 拿出枪 对准上方集装箱的锁链 来了一枪 打断锁链 让集装箱掉下来 制造混乱后 挟持柯南 逃离了警方的包围 从这点来看 英取言难 遇事足够冷静 自信 枪法也很精准 用手枪射击头顶锁链 将锁链的一环击断 这一点皮克斯也做到了 但并不意味着容易 这两个人 都是手枪射击方面的高手 同时 英取言难的车技也不赖 在挟持柯南逃亡的过程中 听到前方有警察领检 倒车急转一点不含糊 还有一个比较玄乎的运气问题 在制造的混乱中 柯南的装备 都能直接被不小心磕坏 让英取言难 避免在挟持柯南后 一麻醉真放倒 再就是 智商和警觉 一路上 柯南试图逃跑 还趁着英取言难急转时开车门跑了 那个被绑住双手的小身影 努力迈着小短腿 低头咬住手上的绳子 艰难地跑向远处 画面太美 他至今都记忆犹新 柯南还以为自己逃跑成功了 偷偷躲在墙后松了口气的时候 一个烟头从眼前飞过去 掉在地上 一转头 英取言难就蹲在墙头静静看着他 再之后 柯南被逮回去 还被捆成了粽子 依旧没有放弃自救 又试图装小孩子卖萌 误导英取言难换车 结果英取言难压根没礼 还对着车门开了一枪 以示警告 能让柯南吃亏到这种地步 是个人才 要不是英取言难一根筋 逃跑之后 执意寻找出卖他的人 给了柯南线索 还跑到通往机场的路上 一人一车一把枪 在大马路上 直接堵着出卖他的人的车 准备枪杀 最后也不至于 被柯南一足球撂倒 如果铁了心逃跑 英取言难未必不能逃离追捕 另外 英取言难除了性子太狂 还有一个缺点 对小孩子的善良 在中途 英取言难把柯南推下车 还刻意放慢了车速 故意把柯南推到了绿化袋里 不然的话 在高速行驶下 把一个小孩子推下车 柯南不死也得残 而最大的可能是 柯南直接 GG 人性 这是缺点 也是优点 绿川沙西的一生 在于一个情字 除了对于那个叫莫永亮的男人专情 其他成年人在他眼里都一样 伤害了也无妨 但对于弱小的小孩子 依旧留有一份善良 这种人会因为心软害了他自己 甚至背叛 池飞池需要把握好度 才不会被反噬 而英取言难 结合池飞池这一世了解到的一些事 和前世的剧情来看 一生专于一字 守承诺 也容不得同伴背叛 对小孩子也一样留有余地 不过 相比起绿川沙西 英取言难没那么情绪化 觉得有某个人需要维护的时候 对小孩子也能狠心下手 再不然就是 自己想办法扛下一切 不会给他惹祸 这是一个可以长期放在身边 作为心腹的人 就像达尔西与他父亲 明面上是保镖和司机 但论真持集团 谁最了解他父亲做了什么 达尔西认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 如果问这一次钓鱼行动 他最想掉的人是谁 英取言难 绝对排得上前三位 池飞池腾出右手 拿手机拨通了秦九的电话 通讯依旧转接在耳机里 不过拨号就只能用手机了 秦九 还有一条鱼 后方那辆白色车子 这个人我要 帮我盯紧 别弄死了 其他五个我来解决 秦九将狙击枪 瞄准了后面的白色车子 找到了 不过你对付那五个 有把握吗 对方可不是普通人 手里有枪 有 行 池飞池已经到了绿化公园 通讯也没必要切断了 遇到什么意外 也方便秦九远程支援 红色跑车放慢车速后 停在路边 整条街上 没有其他人影和车子 清风吹着公园门口的大树 树叶哗啦啦响得不停 后方 越野进口车 大大咧咧开过来 耳机那边 秦九意味不明地低笑一声 那辆白色车子停在路口 没有开过来 你盯上的鱼不错 真够谨慎的 一个能力不错的家伙 池飞池顿了顿 突然问道 你想看魔术表演吗 哦 秦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也没表示有兴趣 提醒道 要是因为我分心看表演 把你要的人放跑了 那可不关我的事 池飞池看向后视镜 发现后面那辆越野车上的人 已经全部下来了 全戴上了黑色头套 只露出双眼 轻声道 十秒解决 那五个人 有三把手枪 一把半字动步枪 最后一个人拿着一捆绳子 如果对方手里有线弹枪 他还是干脆点 让秦九给拿线弹枪的人 来一颗子弹比较好 喷子面前 众生平等 那可不是说笑的 不过 既然对方没有线弹枪 就别怪他开挂了 十秒嘛 那么人跑不了 秦九懂了 把狙击枪口 转向那五个蒙面人 五个人 十秒解决 他想看看池飞池打算怎么做 十秒时间 那辆白色车子最多能跑出五六米 以目前的狙击距离 他一颗子弹 就能让对方的车子停下 九 池飞池开始报数 他提醒秦九 是想让秦九做好 会发生不可思议的事的心理准备 以免秦九因为惊讶回不过神 把殷曲严男给放跑了 不好意思啊 大少爷 拿自动步枪的人举起枪 对准池飞池的车窗玻璃 你已经被包围了 我们只是想绑架你一下 希望你能配合 其他拿了手枪的三个人 也默默包一项四周 七 池飞池打开车门下车 六 那五个人听到池飞池的低声爆数 纷纷皱了皱眉 有些疑惑 五 哄 原本开口的路面 多了一道纯黑色的龙卷风 将车子附近连同周围一带都包围进去 附近五百只乌鸦 一瞬间被召唤过来 尖声嘎嘎叫着 看似飞得混乱 却始终转着圈在附近飞行 群鸦风暴 五个人耳边突然响起尖锐刺耳的叫声 吓了一跳 连忙四下张望 寻找同伴和池飞池的身影 触目所及 却只有一只只快速飞掠的乌鸦 和飘飘洒洒的黑鱼羽毛 四 一张张黑色铁牌带着进风 吹飞旁边的羽毛 从乌鸦间飞速掠过 袭向五人 三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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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乌鸦疯狂的鸣叫声中 隐约能听到一点细微的 枪落地的声音 似乎还有些许倒地声 一 池飞池打了个响指 黑色龙卷风又在一瞬间消失 五个人或跪或跌坐在地 枪落在一旁 手腕 手臂 腿上 盯着一张张黑牌 渗出的血渐渐在地上蔓延开 天上 还有残留的黑色羽毛 飘飘洒洒 五个人像是被石化了一般 一动不动 脸上 只有茫然和惊恶 任由黑色羽毛 飘落在身上 他们是谁 他们在哪 他们在做什么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色车子里 英曲严男 也正正看着前方 看着下黑色羽毛的道路 看着一动不动的五个人 看着静静站在五人面前 耐得一身黑衣 身形挺拔修长的年轻人 一时间 有些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刚才他只是看到突兀出现的 带着刺耳叫声的黑色龙卷风 刚分辨出 那似乎是乌鸦 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其实今晚是在做梦吧 请酒先一步回神 默默瞄准了白色车子的车胎 扣动扳机 咻 一颗子弹洞穿了车胎 打进水泥地里 英曲严男 察觉车子晃了一下 努力冷静下来 好好的车子 怎么会爆胎 有狙击手 这个时候 下车查看 肯定不是明智的选择 又不能在这里等死 别管爆没爆胎 开着跑了再说 大楼上 请酒发现白色车子还想跑 继续瞄准后车胎 冷冷一笑 是个聪明人 咻 又一颗子弹飞出 打包另一边的后车胎 白色车子失去平衡 歪歪扭扭地在路上行驶 英曲严男 努力稳住方向盘 不行 不能停车 还得继续跑 请酒继续瞄准 那边拉克已经解决了五个人 他拦这个再拦不下的话 那就有点打脸了 默默瞄准了车子的油箱 的盖子 还不能把人弄死 麻烦 平 英曲严男 努力稳着车子 驶向一旁的横道 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 在一遍别被子弹打中的位置 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一下子把车杀停 同时顺势打开车门 滚到车后 对方居然要打油箱 丧心病狂啊 咻 又是一枪 命中油箱 白色车子轰然爆炸 火光中 英曲严男拉起外套 挡住后脑勺 滚到一旁路边的电线杆后 爆头蹲着 躲避火光的冲击 这边的爆炸 也吸引了池飞池的注意力 怎么还玩出爆炸了 不过看英曲严男没死 池飞池也就不管了 继续把五人身边的枪 踢到一边 打开自己的后车门 英曲严男闲闲 躲开爆炸 护在后脑勺上的手刚打算放下 一颗子弹擦着他身旁 打进前方的路面 算了 继续抱头蹲好 至少看样子 对方似乎不想杀他 勤酒瞄准了人 确保英曲严男 没做什么小动作 拉客 那五个还能不能走 机箭损伤断裂 持飞池上前 蹲下身 一一把五个人身上的铁牌回收 手脚应该动不了 简单的说法就是 切断了手脚筋 为了防止失误 他还多飞了几张铁牌 其中一个倒霉鬼 手上就钉了三张 这些铁牌切得很深 取出牌 标写是难免的 持飞池尽量避免血溅到身上 但还是被溅上了一些 不过没办法 牌上有他的指纹 必须要回收 换其他人来回收他都不放心 好在黑衣服溅上红色血点 也不会显眼 勤酒耐心等了一会儿 见持飞是处理完了 才道 我联系人过来接那五个 你处理一下你要的那家伙 先换个隐蔽的地方 知道了 持飞持剑通讯切断 将沾写的铁牌装进口袋 顺手捡起地上那捆绳索 起身走向英曲延南 这里是大路 虽然周围都是小学和保育院 晚上没什么人 又在假期中 更不会有人过来 但也难保不会有人路过 还是尽快撤离比较好 英曲延南 没有贸然抬头 盯着地上移动旁边的黑色影子 你们想怎么样 起来 换个地方谈 持飞迟到 英曲延南不确定狙击手 还有没有盯着自己 慢慢站起身后 打量着持飞池 论坛里 发布赏金的人 放了一张持飞池的照片 似乎是三四年前 在某个宴会上偷拍的 照片上的少年 一身黑色休闲西服 站在人群后方 眉眼还带着些稚气 看起来斯文内向 而今晚真正见到本人 那张面孔褪去了稚气 轮廓明朗深邃了不少 眉眼没多大变化 却多了几分冷冽淡漠 似乎压根没把脸上 见到的斜点放在心上 这么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他下意识地 就会浑身绷紧 心生戒备 他突然发现 照片真的行不过 但凡见过本尊 他早就能发现 这个人不好惹 放弃这个赏金了 本来以为 只是一个集团的大少爷 没想到持飞池 能在短短时间 解决五个人 还有那突然出现 又消失的大群乌鸦 准备好的狙击击手 今晚就是一个陷阱 持飞池是刻意 把他们引到这里的 这一次 不仅踢到了铁板 而且还被铁板狠狠砸了一下 持飞池用绳子 把英曲延南的双手绑住 从口袋里拿出枪 打开保险 子弹上膛 枪口对准英曲延南 坐我的车 英曲延南没吭声 走向持飞池的车子 抬眼瞥了一眼 公园后的大楼 现在没法反抗 需要小心那个狙击手 不过这一带虽然开阔 但要找死角的话 别看了 狙击枪口没有对着你 持飞池在英曲延南身后 出声道 如果你觉得可以制服我的话 尽管一事 秦九现在应该再联系人 不会盯着英曲延南 要是他有枪在手 还被一个双手被捆住的反制 那也白混了 英曲延南脸上的肌肉 微微一抽 依旧没吭声 他就是偷偷扫了一眼 至于这么敏锐吗 不过冷静下来想想 他确实没把握 能反制住持飞池 之前那些突然出现 又消失的乌鸦 他至今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换作 是他对上持飞池 下场恐怕也不会 比那五个人好到哪里去 而且 既然心思被察觉 说明持飞池没有大意 就更没必要搞小动作 持飞池等英曲延南走到车旁 上了副驾驶坐 才绕到车子另一边上车 趁着这个空档 英曲延南保持着铁青 僵硬的脸色 手指偷偷动了一下 他可以趁机解绳子 等持飞池开车 离开狙击手的视线 躲在衣服下的飞池立刻提醒 主人 他手指在动绳子 你最好别动 持飞池绕到车门旁 转头看看你旁边 什么 英曲延南 强忍住心里的惊讶 转头看右边 顿时将在原地 两条蛇爬在驾驶座靠背上 吐着蛇性子盯着他 驾驶座上 有一条粗壮的白蛇 一旁放置烟灰缸的地方 也爬了三四条 左侧 头发似乎被什么东西触碰 英曲延南将着脖子 缓缓转头 发现自己坐的座位靠背旁 也爬了两条蛇 他一转头 蛇性子都快吐到他脸上了 等于 你突然间不敢动了呢 白蛇带着家人围观英曲延南 一群小蛇还在旁边叽叽喳喳 这个人是要抓来做食物吗 这么大 应该吃不下吧 人类吃东西会切小的 大概会切一切 再用火烤 撒点粉末上去 我在宅院里 看到那个宗师的儿子 这么吃过肉 别乱说 人类不吃同类 是不好吃吗 齿飞齿打开车门上车 就看到英曲延南一动不动 脸色苍白 瞄了一眼 收回视线 拿起一张抽纸 擦拭着手背上见到的血 你怕蛇 英曲延南全身僵着 只动了嘴 声音跟齿飞齿一样 没什么波动 能不能放我下去 如果只有一条蛇 哪怕是毒蛇 他都不怕 但这里是一堆啊 他怀疑自己掉进了蛇窟里 居然在车里放这么多蛇 太卑鄙了 太丧心病狂了 齿飞齿没有接英曲延南的话 垂眸擦着手指 以后跟着我 你开个架 这是要招揽自己 英曲延南一愣后 这我没考虑着 你说的跟着你 是指以后 都听你的指示做事 时间呢 多久 齿飞齿又拿了张纸 对着后视镜 擦掉脸上的血点 你的一声 一声 你还真开得了口 英曲延南看到一条蛇 凑到手旁 脸色又僵了僵 如果我说不愿意 今晚是不是就没法 活着离开了 嗯 对 齿飞齿声音平静冷淡 将纸巾放到烟灰缸里 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勤酒的邮件 开车离开原处 英曲延南一叶 乌鱼转头 看着迟飞迟 居然就这么承认了 而且承认就算了 总该继续威胁一下 放放狠话吧 嗯 对 算什么回答 让人完全没法 接下去好吗 不过 该问的还是问清楚 你想让我做什么 做赏金猎人会做的事 迟飞迟到 你知道我是赏金猎人 英曲延南有些意外 随即又冷静下来 既然知道 那就应该明白 赏金猎人完成一次赏金 算一次钱 不会为了什么人 卖一辈子的命 我从来没想过 给别人打工 这辈子都 迟飞迟放慢了车速 左手握着方向盘 右手默默举着 手上的枪的枪口 对准了英曲延南的太阳穴 英曲延南一震后 扬了扬下巴 就算你现在开枪 咻 枪口消音器 冒出一丝火光后 子弹擦着英曲延南的 头顶飞过 擦掉几根头发 英曲延南脸侧的车窗玻璃 硬声而碎 哗啦啦掉在车外 英曲延南 真开枪了呀 还有逼人家打工的 这 这特马 石飞驰开着车 看也没看英曲延南 侧脸平静 右手举着的枪 微微往下移了一点 枪口再次对准英曲延南的头 来 再说一次 当初组织不就这样吗 贝尔摩德堵门 外面狙击手描着 他身为两个集团的继承人 都被逼着给人打工了 这家伙再说一次不打工试试 英曲延南沉默了片刻 权衡轻利弊之后才出声道 做什么事 开什么价 这点没问题吧 要不然 你花个一两百万日元 就让我送死 我可不干 一个月三百万日元 吃住我可以供应 石飞驰收起枪 主要负责保护我的安全 帮忙跑腿 但也不用整天跟着我 有特殊情况 加单次行动的费用 到你上了年纪想退休 养老费用我负责 你自己去赚外快我不管 不过尾巴自己扫干净 英曲延南默默算了一下 一般全天后保镖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 是退役军人 自带武器和防弹背心的那种 已经算是很看好他了 先不说时间是否宽裕 就算天天守着持飞驰都没问题 有个铁饭碗端一辈子 不比他出去冒险强吗 就算只干个两三年就被辞退 那这两三年 他也亏不了 英南 真香 那 英曲延南想到之前 自己还信誓旦旦地说不打工 有点尴尬 签合同吗 可以签 签多久都行 持飞驰继续到 退休之后的条款可以写进去 不过有两点 特殊行动会改成奖金 以免引起司法机构的注意 另外 你要对我的行踪 行动 严格保密 英曲延南点头 那是当然 作为保镖 本来就应该对雇主的是保密 那么 持飞驰侧目瞟了英曲延南一眼 如果是公安警察之类的人呢 英曲延南一愣 这是提醒他 可能被日本公安之类的机构盯上 他早就想过 持飞驰这又是狙击手 又是持枪胁迫他的 背后做的是肯定不光彩 但被刑事警察盯上就够了吧 要是还被公安警察盯上 他这个老板 到底是在做什么危险的事啊 为 迟疑了一下 英曲延南 还是重重点头 认真道 只要你诚心雇佣我 那就是我的雇主 无论是保镖的规矩 还是赏金猎人的规矩 拿了人家的钱 那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持飞时报了一串数字 我的电话号码 你先找个地方休息 明天早上联系我 带你去签合同 你要去哪 你就这么放我走了 英曲延南有些意外 你要是想跑的话 我总不能每时每刻盯着你 迟非迟到 再说 有钱不赚还跑了 你是傻子吗 英曲延南嘴角微微一抽 那好 前面接口放我下去就行了 他是一秒 也不想跟这些蛇待在一起了好吗 都快爬到他身上来了 红色跑车停下接口 英曲延南 用牙咬断了手上的绳子 打开车门下车 拉了拉外衣 发现没蛇挂在身上后 心里松了口气 转头调侃道 不过 我未来的老板 你说话真是太不留情面了 有钱不赚 不一定是傻子 也可能 砰 车门被关上 下一秒 车子咆哮着 快速驶离原地 英曲延南将了两秒 无语擦了擦脸上的灰 转身离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以后他是全天候保镖了吧 都不沟通 了解一下的吗 谈完就不管了算怎么回事 离开的车里 迟非迟打开了项链上的通讯 飞沫 让乌鸦跟着他 我要知道他的动向 虽然说 大家都是做见不得光的事 英曲延南不可能报警 而且以英曲延南以往经历 表现出来的性格和声誉 他放过对方一次 对方也不会反手就把他卖了 但以防万一 还是盯着点比较好 谁知道他的判断会不会出错 英曲延南 会不会因为之前的逼迫 怀恨在心 港区码头 103号仓库 一辆红色跑车一路开过 在附近找了个能挡住车子的地方停车 片刻后 一辆越野进口车开来 停在103号仓库门口 一群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 将五个人搬进仓库后 上车离开 没多久 一辆黑色保时捷开了过来 同样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停车 石飞池蹲在角落里 戴着手套 将绑过英曲延南的绳子 点火烧尽 以防留下指纹 抬头看到福特加也来了 估计是忙完了 过去接勤九 起身走向仓库 五个人的团队不好控制 伤得太重也很麻烦 勤九也朝仓库走 先看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东西来 石飞池突然停下脚步 要不要用吐针剂 你能弄到 勤九也不急着进去了 青山第四医院里有东梁荡检 巴比陀酸盐之类的东西 我不确定具体的配比 不过可以试试 石飞池看向仓库 反正这五个人不可能全部留下 勤九点头 又转身去车子旁 那就试试 不用去青山第四医院拿 去实验室 我找个医生送过来 两辆车离开码头 石飞池把飞沫留在码头盯烧 勤九也安排了人去码头盯着 等会儿 他们还要回来 要是被人发现行踪 提前埋伏 三个人都有危险 两个小时后 两辆车再次开到仓库区 石飞池下车后 跑去勤九车子的后备箱里 拿了一件黑袍披上 这还是上次丢在勤九车里的 顺便将一把手枪上的指纹擦掉 丢了进去 关上后备箱 既然拖了一会儿才进去 他这个大少爷 参加审讯的事 最好别被对方发现 能用黑袍遮挡 还是遮挡一下 勤九剑池飞池 把自己的车 当成移动储物室 也没说什么 福特加举起手里的小瓶子 对着月光打亮 拉克 不确定配比正不正确的话 会不会死人啊 大概率不会 不过这东西 本来就置换 麻醉 抑制大脑过多思索 长期使用有成瘾性 池飞池解释着 顺手拿了一袋 密封的一次性注射器 丢给福特加 量别用多了 福特加接住袋子 那大概用多少 我也不知道 池飞池很光棍地回答 福特加 勤九 仓库里 五个人被绑在集装箱上 池飞池和勤九坐在一旁偷懒 看着福特加忙活 既然不确定用量 那就从少到多加着来好了 另外 五个人也被隔离开 一个个问 原本的名字 家庭地址 家里还有什么人 兴趣爱好 喜欢的东西 常出入的场所 先是一些个人的基础信息 然后问到和其他四个人的关系 其他四个人的信息 最后是一些情报 等五个人问了之后 再互相核对 确认 基本就能确定真实信息 看能不能控制 仓库上方的钢架 挂着一个小灯泡 昏黄的灯光照亮地面 一小片区域 池飞池坐在一个木箱子上 低头看之前 存进手机里的文档 一些关于编程和网络安全的知识 这么看是挺枯燥的 特别是大晚上的熬夜看 容易犯困 不过记一会儿 关注一下审问情况 再把记下的内容回想一遍 也算有东西消遣 勤酒也坐在另一边 对着手机使劲 不知翻看着什么 不失点之烟 或者抬头看着被问话的人 问两个问题 问到第三个人 出问题了 那个刀疤脸 还算有点血性 愣是一声不吭 福特加问了几遍 见对方还是一声不吭 有些恼火 也没办法了 转头看后方盯着手机的两个人 池飞池抬头看了一眼 又继续低头看手机 换了嘶哑的声音 他不说 我也没办法 全部问完再处理 土真记没那么神奇 不能让人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只要意志力强一点 保持沉默 一样没法问出什么来 这跟用量无关 再加量 也没办法 让土真效果更好 还会对大脑造成损伤 刀疤脸什么都不说 此外 不配合的还有一个 那个人独身一人 没什么牵挂 对自己老大刀疤脸也够维护 只要涉及到刀疤脸的信息 就选择沉默 至于其他三个人 问到的都有回答 不过对于刀疤脸的信息也不清楚 早上六点半 问话结束 勤酒打电话 让人去三人提供的住址 跑了一趟 核实三人家里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等回馈 福特加走到刀疤脸身前 颠了颠手里的枪 你现在开口说话 还来得及哦 哼 刀疤脸轻哼一声 他不想说话 以免之后控制不住自己 开口说出不想说的事 一心守好自己秘密的人 怎么也不会开口了 持飞持私声道 连土真剂都扛住了 这个人明显不想祸及家人 再拿对方的生命威胁 也威胁不出什么来的 那么 再见了 福特加举枪扣动扳机 又顺便将另一个刀疤脸死终解决 你也是 其他三个人 精神还在恍惚 不过就算清醒 也不会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你那边那个 勤酒转头看向持飞池 打算让他接触组织的事吗 赏金猎人飞鹰 一个声誉不错 能力也还过得去的人 持飞池简单说了一下 鹰曲严男的情况 让他一点点接触 慢慢来 现在他那边有人盯着 他总要观察一下 免得鹰曲严男把他卖了 这才是正常反应 勤酒没再问下去 低头点了支烟 飞鹰吗 反应能力也不差 这次可以进一步检测一下 用从他们三个这里 问出来的信息 那个银行防卫漏洞的信息吗 福特加感兴趣地问道 还是那个 炸药 炸药 持飞池和勤酒同时开口 福特加 这两个人迷之默契 每次三个人一待在一起 他就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持飞池没多解释 他比其他新加入组织的萌星 了解得更多 还是那一位亲自给他开的小灶 想要在组织混得好 权限在手 一定要会抓住机会搞事 弄到了炸药 那一位不管他们怎么用 也随他们怎么用 相当于就是他们自己的 一个人手里有大量炸药 就意味着很多时候 不需要自己去冒险 也容易清理痕迹 对于这五个黑色地带的人物而言 能问到的情报 无非就是抢劫 黑色交易方面 如果趁机弄点炸药 比弄多少资金都划算 炸药在手 资金还会远吗 池飞池和勤酒两个人出了仓库 又确认了一下 接下来的行动章程 那五个家伙 似乎主要是抢劫 绑架 有一个关于银行防卫情况的情报 有一个 关于某个地产开发商的调查情报 另外 不知从哪里得知 一个军火走私犯 最近会有一批炸药 从美国运过来 有价值的情报 就这么三个 抢银行不用考虑 相关信息可以记下来 那个地产开发商 他们也不会去做绑架 对方家人这种事 不过有一些黑料可以用 这方面请酒去核实 找证据 看能不能跟这个人 达成不可见人的交易 以后组织 建实验室之类的东西 也可以用上 一般这种人 只要配合的话 是会合作很长一段时间的 就像那个资本家卡瑟琳 一直到对方起了不好的心思 或者接触到了核心 才会被解决掉 关于炸药的情报 知道的不多 只是一个被不经意间 传出来的小道消息 大概知道对方 是在下一个月行动 具体时间 仓库地点不明 这方面 池飞池负责调查 何时 顺便也检测一下 应取严难的能力 具体的情报调查 肯定不止他们 行动到时候 也不会让他们自己去 就算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请酒自己 多半也是会参与的 不过时间也不急 他们有一个月的时间 来完成 虽然对于这一个月时间 池飞池持怀疑态度 具体有几天 还真不好说 但只要查清了 这个走私犯的情报 这批不行 还有下一批 之后 就是死掉那两个人的遗产 有多少钱 他们不关心 不过留下来的一些 注册时 信息不明朗的账户 也可以用的 比如说 赏金殿堂的账号 用了别人身份登记的 邮件地址 不知道密码没关系 只要确认账号 原主人 没法再干涉账号 组织方面 强行破解就行了 这些账号 两个人暂时用不到 丢给组织 至于以后是丢给其他人用 还是他们自己 紧急的时候用 都可以 组织信息库里 一堆这种账号 至少池飞池和勤酒不缺 要不是乱换邮件账号 在联系时 容易产生混乱 每月一换都够用了 确认完章程 勤酒也接到了电话 等挂断后 解释到 那三个家伙没有说谎 随之 又打电话 联络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 让对方来接人 送去养伤 这三个人的信息明确 可以控制 养好了伤之后 还能利用 等人来接走了三人 勤酒在仓库放置了炸弹 将两具尸体和三人待过的痕迹炸毁 再次觉得 炸药怎么都不嫌多 上午八点半 池飞池没忙着补教 打电话让律师准备了雇佣保镖的合约 又去医院体检 刚做了几项常规检查 就接到了英曲严男的电话 老板 你醒了吧 英曲严男在叫老板 也没了昨晚的尴尬 很自然 我在医院 池飞池打着电话 往安全通道的楼梯口走 英曲严男沉默了一下 你受伤了 昨晚又有人袭击 池飞池 体检 英曲严男 好吧好吧 是他想多了 池飞池抬眼看到楼梯上方的一个黑影 合同我已经让人准备了 下午两点联系 好吧 我是不是也该找个律师帮我看 那边 英曲严男话还没说完 听到电话被挂断的声音 一阵无语 自家这个老板很任性啊 池飞池挂了电话 走上楼梯 跟着等在那里的安氏透 一起往上走 安氏透穿了件黑色的帘帽外套 帽子拉起 挡住了头发和眼睛 朝池飞池点了点头 见池飞池也点头之后 才往上走 这是在确认 对方身上有没有发信器 手机有没有监听 有没有人跟踪 池飞池的谨慎 安氏透信得过 安氏透的能力 池飞池也信得过 只要两个人确定没问题就行了 走了两段阶梯 安氏透低声悠悠道 顾问还知道联系我啊 池飞池忍不住侧目 这忧怨的语气是闹哪样 安氏透见池飞池 一脸平静地看自己 一口气咽在嗓子里 无语提醒 我都已经确认了 你还没死 你现在才联系我 不觉得晚了一点吗 一失联就是很久 他只能自己搞事 弄出江口记子的事 一是趁机把那个毒瘤悄悄除掉 二则是看看有没有池飞池的消息 还好真的听到了一点消息 虽然不多 但他至少知道那一次行动 拉克参与了 联系多了没好处 具体的行动日志 我会让飞沫送给公安委员 池飞池走上天台 直接说起正事 采集造血干细胞的事 你也知道了 这一次 我是过来复查体检 安氏透 果然 顾问还是那个正式第一位的顾问 不等安氏透问 池飞池继续道 我也不清楚 为什么要采集我的造血干细胞 我没有刻意打听 另外 我知道了基尔的身份 跟朗姆 MI6位组织埋了一颗钉子 具体信息在行动日志里 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动 有两个人被我牵扯进去了 身份需要备案 这些行动日志里 也记录了 他们的接触时间不能太久 另外 一些事不知道反而更好 知道了反而会在潜伏中露出破绽 两个人都有危险 如果有需要的话 安氏透可以申请 或是他行动日志里的某个情报 他也是如此 旨在必须要了解 涉及到安全的情况下 才会去了解 至于绿川沙西 和英曲延南的身份 给公安委员的行动日志里 说一声就可以了 关于苏特恩的行动 你也可以看看 小心某个任务里的陷阱 大概就这 池飞池说着 刚转身准备离开 就看到一个拳头 朝他眼前袭来 侧头躲过 顺便伸手握住另一只 紧接着袭来的拳头 平静问道 怎么了 安氏透黑着脸沉默 虽然知道 池飞池就是这种性格 但他就是不爽 似乎就只会理智思考 总是选择最佳处理方式 也可以沉着性子 对其他事不管不问 说完正事就撤 抛开任何涉及到情绪的东西 就比如说 他之前会因为没法联系 而焦躁担心 而池飞池思维大概就是 担心也没意义 所以就别去担心 的确 池飞池要联系他 随时可以 他却不行 他也没办法做到 绝对的冷静理智 他原本的朋友都没了 同时 作为卧底 他要控制好感情 不能跟组织里的人谈交情 同时 也不能跟外界的普通人 交集过多 好不容易有个相处默契 又有着同样处境的朋友 怎么可能不操心 但自己这边 干着急上火 池飞池就跟没事人一样 让他觉得 之前的担心 完全没一点意义 真的没意义吗 偏偏现在尴尬的是 他是想强行开打 发泄情绪 然后来场兄弟间的畅谈 但看到池飞池那一张平静脸 突然就没什么火气了 更尴尬的是 从池飞池面对袭击的反应 到稳住他手腕 晃都没晃一下的身体素质 他发现 强行开打都行不通 从之前的了解来看 池飞池压根就不会跟他打 只躲避攻击 等他累成狗之后 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目光就像在说你真幼稚 闹够了没 或者直接把这种过分的话说出口 明警号 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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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这里 池飞池不知道 池飞池靠脑补把自己激怒了 不过也猜到这么长时间失联 池飞恐怕有点着急上火 池飞都能摸清他的性格 他也不至于看不穿 池飞的思维模式 在池飞脸彻底变臭之前 松开手道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 一开始 那一位大概是想测试一下 我的能力和控制效果 所以才又是企业家 又是卧底的安排给我 最近情况算是稳下来了 以后行动会自由得多 这段时间 我大概会帮忙调查 那些杰出的电脑程序设计师 看看能不能让他们为组织做事 那一位给了我一份名单 具体是谁无所谓 安石头收回手 低头揉了揉手腕上的红印 突然就没火气了 那份名单我也有 除了一两个那一位指定的 天才程序设计师比较急 其他的调查很轻松 不能什么结果都没有 但对时间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有别的事 也可以放一放 顾问这算是解释加宽慰吧 勉强算是 他也知道 一开始加入组织 确实是要以稳为重 转而想想自己的小情绪 好像真的挺幼稚的 然后就没什么事了 安石头突然觉得心如止水 一片平静 走到天台门口 才想起今天来也是 想跟池飞池说说苏格兰威士忌的事 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 对了 那个赤井秀一 苏格兰威士忌的事 那一位跟我说过 公安的卧底 被赤井秀一解决掉了 池飞池知道安石头想说什么 看着远处的大楼 语气依旧平静 你跟赤井秀一关系也不太好 安石头被先一步看穿的感觉很不好 他好不容易生起的伤感情绪 没了 赤井秀一的位置 行踪我已经掌握了的大概 不过没有上报组织 这个人需要活着 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拉过来荡靶子 吸引一下组织的火力 我也不需要你妄动惊动了他 吃飞吃到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窝火 想拿他出出气的话 我告诉你位置 或者我上报了 我们一起去喂他 他目前住在米花亭 不用了 安石头打断 心里莫名的有点小感动 要是他想出气 池飞池都不介意破坏自己的计划 他还能说什么 对于一个喜欢冷静权衡利弊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有害无力的行为 已经算是很迁就了 苏格兰威世纪他 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我怕我忍不住去赌那个家伙 闹出什么大动静暴露了 我也更希望能自己 查到他的动向 安石头打开门下楼 他担心再跟池飞池待下去 内心变得毫无波澜 就像在宠物医院里喝茶一样 当时觉得挺好的 很轻松 现在想想 顾问这传染力太强了 简直有毒 不过 以后他感觉心里憋悶的时候 或许可以找顾问谈谈 多治愈 一瞬间就淡定如老僧了 而且我相信 被顾问盯上 他也讨不了好 门被带上 飞池忍不住道 主人 他是在吐槽你吧 池飞池没说话 上前拉了拉门 还好 没被锁住 飞池 主人这关注点 好有道理哦 要是被锁在天台上 那就不好玩了 刚转过楼梯转角的安室透 下化线 他果然是白担心了 就顾问这不服年龄 稳如老狗的作风 就算他出事 顾问都不一定出事的 下午两点 池飞池到真池集团 东京分公司等英曲延南 顺便买了份便当 坐在车里吃 体检是前两天预约好的 去了就能做 不过还是 空腹折腾到下午一点 检查报告 还要过个两三天才能拿到 英曲延南走到停车场 走上前 见池飞池在吃便当 有些意外 我还以为你 只会在那些高档餐厅 或者宴会厅吃饭呢 偏见 池飞池加快速度扒完饭 下车出停车场 顺手把便当盒丢进垃圾桶 他吃便当的时候 貌似多一点 英曲延南跟了上去 好吧 看来自己未来的老板 做事有点雷厉风行 合同已经有律师你好了 一次签了十年 除了奖金 三年 五年 七年 加一次基本工资 还有一些养老和保险 一年的工资 直接提前转账 因为池飞池 懒得去记每个月发工资这种事 他也记不清 不过 今年这种情况 英曲延南可能会很亏 拿一年的钱 要度过N个月 十多分钟后 英曲延南跟着池飞池下楼 一路向停车场 心情很微妙 以后 他也是有老板的人了 住处在我公寓大楼旁边的公寓 1101号 不行还不到五分钟 池飞池将一把钥匙递给英曲延南 又拿出手机 给英曲延南转账 家具和电器里面有 生活用品 你自己去买 另外 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先转给你 吃得自己去买 想自己做也行 英曲延南拿出手机 看着又一笔钱到账 心情更微妙了 别的不说 老板给钱是真的大方 自己不好好表现 都说不过去了呀 老板 我来开 车 车窗后 白蛇带着一群蛇趴着透气 听到说话声 齐齐转头 看向英曲延南 英曲延南嘴角微微一抽 为什么这些蛇还在车上 你是老鹰 还怕蛇 池飞池过去打开车门 上车 看英曲延南这样子 在蛇堆里 也没办法专心开车 还是他来算了 英曲延南跟上车 没否认自己看到这堆蛇有点心慌 一群蛇也能咬死孤鹰啊 到了背护艇公寓附近 池飞池把英曲延南赶下车 不用跟着我 你先安顿好 那我 碰 车门被关上 车子直接转进公寓大楼的停车场 英曲延南 无语放下抬起的手 转身去隔壁公寓 钱给他 房钥匙给他 也不说什么时候上班 老板心真大 池飞池赶着回家 以前还想忍着到晚上睡 以免作息混乱 不过在组织老师半夜有事 索性直接放弃调整 在睡之前 池飞池拿出剩下的吐针剂 给自己注射了一点 试试自己能不能扛住 可惜 一秒之后 大脑迷糊的感觉 又瞬间压了下去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点用都没有 算了 睡觉 第二天 英曲延南 看着时间到了下午一点 忍不住给池飞池打电话 老板 我安顿好了 嗯 我来找个朋友 你自己找试做 嘟嘟 英曲延南 四锦黄支柱的小酒吧关了门 挂了暂停营业的牌子 店里 池飞池挂了电话后 继续跟黑羽快痘谈了有关于艺绒术改进的事 改进很顺利 至少四五层叠加之后 不用外面一层臃肿的必须伪装成胖子 依旧跟普通人的脸没什么两样 叠加之后 面部臃肿的问题解决了 改进材料就行 还要考虑到 假发在头部堆积 多层艺绒会变成大头娃娃 要不然 下面的艺绒就不能有头发 想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多层艺绒 共用一个头顶 侧面的头发 只用薄薄一层 黑羽快痘将脸上的一层艺绒撕下来 展开 像这样 撕艺绒假脸的时候 只要别把头顶的部分撕下来 就可以了 如果不小心把头顶部分撕下来 下面的艺绒就都是秃顶了 池飞池指出弊端 黑羽快痘在撕下一层的时候 试着把头顶部分的假发也撕下来 结果后面的艺绒 果然都是秃顶年轻人 秃顶女孩 顿时乐了 真的耶 这种艺绒有意思 以后可以用来吓人 池飞池 小孩子欢乐真多 这也完 一个五官漂亮的女孩子 结果头顶光秃秃的 看着很奇怪的好不好 黑羽快抖对着镜子照了照 才把脸上的艺绒撕下来 而且这样的话 几张脸只能用同一个发色的假发 不过没办法 想要改进假发 要涉及到假发的材料方面 目前没有更好的压缩方式 以后慢慢来吧 池飞池点了点头 又问道 你手怎么 这个呀 黑羽快抖开了看手背上的血痕 红子挠的 不知道他怎么了 前两天突然提着刀 跑到我家里攻击我 被我躲了几次 恼羞成怒挠的 飞池提醒 主人 这是你招来的 池飞池 他也没想到 小羽红子会真的跑来砍块斗 黑羽快斗往座椅背上一靠 对了 飞池哥 针对你的那个赏金怎么样了 解决了凉火 池飞池道 已经解决凉火了 黑羽快斗遗憾道 这么有趣的事 你都不带上我 估计还有一两批人 不过可惜 我们明天就要开学了 开学了 池飞池由中道 挺好的 那柯南该消停几天了吧 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放暑假开始 柯南就跟赶场玩推理似的 到处祸害 进钢线都去了好几次 他都横够参物都快混熟了 一日 池飞池出门 去给飞池和一群蛇拿了鱼 顺便买了食材回家做饭 就没再出门 把那一位给的名单和资料整理了一下 又上游戏打了一会儿副本 把副本进度补上 难得死神小学生开学了 调查的事又不急 他需要休息 调整一下状态 隔壁大楼 殷曲延南吃了午饭 眼瞅着又到了下午 池飞池依旧没提什么时候上班 主动打了个电话 老板 有事 你说有没有事 殷曲延南心里咆哮 郑瑟问道 请问现在需要我去做什么吗 不需要 我今天不出门 嘟 电话直接被挂断 殷曲延南差点没把手机摔了 有这样的老板吗 有吗 主要是拿了一年的钱 拿了大笔生活费 什么都不做 老板连个表现的机会都不给 他心慌啊 不行 老板不吩咐 他就要回来试 那么 现在会威胁到老板安全的 就是被那个绑架袭击的赏金引来的人 思索着 殷曲延南 默默把枪带上 到隔壁公寓 大楼停车场看了一圈 老板的车还在 确实没出门 整个停车场里 有一辆车的车主刚进来 已经下车离开 没有其他人应该没人在停车场监视 埋伏 检查一下老板的车 没有被装上炸药 没有车门车窗关得很好 也没有被放置窃听器 发信器 出停车场 到公寓对面的咖啡厅 找个靠窗户的空位坐着 顺便找份报纸遮掩 这里既可以看到停车场出入口 方便他记下进出的车子 又可以看到公寓大楼的出入口 方便他确定 有没有可疑人物试图进入公寓 还能观察到公寓前的街道 有无可疑车辆 人物在进行监视 另外 这个咖啡厅是个很好的监视点 他还可以在这里确认 有无可疑人物在监视公寓大楼 简直完美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五个小时过去了 英曲延南中途出门 又去停车场转了一圈 再次回到咖啡厅 点了三明治当晚饭 继续盯着 一天过去了 深夜 咖啡厅即将打烊 英曲延南结仗出了咖啡厅 皱了皱眉 曾经的同行一点都不努力 赏金这都发布几天了 居然只有他和那五个家伙行动 也不担心被人截足先登吗 真是一群咸鱼 还是说 有人觉得可能被人得手了 来了 也赶不上 索性不来了 回到自己的住处 英曲延南又从电脑上 看了一下今天的新闻报道 昨晚他被狙击的街道 发生了一起迷之火灾 街道上被撒了汽油 点火焚烧 应该是老板那边有人清理 那些血迹和乌鸦羽毛 直接烧了 还真是够简单粗暴的 现场没有发现 那五个人和那辆进口越野车 那五个家伙 应该是被带走了 另外 还有一些爆炸 火灾 抢劫 谋杀未遂的新闻 近两年 东京没一天安宁 他也没法找出那五个家伙的行踪 嗯 不对 他为什么要找那五个家伙呢 这不成了窥探老板隐私了吗 他现在应该考虑老板的安全 想着 英曲延南出门 去对面大楼对应的地方 装了面小镜子 回到房间翻出望远镜 继续从镜面中 观察着隔壁的公寓大楼 停车场 两个小时后 时间到了凌晨三点 英曲延南叹了口气 找了个夜视摄像机 对准镜面进行拍摄 他就是闲得发慌吧 算了 睡觉去 先养好精神吧 一夜过去 池飞池晨练回家之后 接到了阿里博士的电话 出门 开车去阿里博士家会合 阿里博士家 少年侦探团全员到齐 三个真孩子 还兴冲冲地喊着口号 采松蓉 采松蓉 开学第一周的周末 必须要去采松蓉 池飞池 昨天才开学 今天这群小学生就放假了 而且采松蓉的话 他记得是大黑熊 石兵卫那一段剧情吧 又有人要量了 这次池哥哥也会去的 对吧 布美期待到 我们已经帮你把水壶之类的东西 买好了哦 光燕也到 池飞池点了点头 原本我也要送大白他们去放生 原来还有别的事啊 袁太嘀咕 太敷衍了吧 不过 大白 布美疑惑 需要放生的话 是什么小动物吗 那个呀 柯南心里 转头朝池飞池的车子 扬了扬下巴 就是他们 红色跑车车窗后面 整整齐齐排了一排蛇头 不时吐着蛇性子 布美 袁太 光燕 灰云埃 阿里博士 什么鬼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蛇 这次出门 果断没人选择 坐持飞池的车 就连灰云埃 都走到了阿里博士 那辆甲克充旁边 飞池哥 我们森林见 飞池探头感慨 这些孩子 还真是现实啊 灰云埃又 默默走上来 扼住飞池的脖子 拎过去 飞池就和我们在一起吧 光燕 袁太 布美三的孩子 琪琪点头 池哥哥车里都是蛇眼 是啊 好多蛇 好可怕 我 飞池茫然语色 主人 他好像也是蛇来着 主人 我没来晚吧 哟 可爱的小朋友们都在啊 看来这次出门 不会像上次去天女山 飞沫叫着飞过来 刚落在跑车车盖 就被一只手擒住翅膀 茫然转头 看着动手的灰云埃 那么无聊 飞沫也跟一起吧 灰云埃一手拎飞池 一手拎飞沫 那边都是蛇 小心被欺负 啊 飞沫茫然 飞池转头看着飞沫 叹了口气 难兄难弟 骑了 蚩飞池默默上车 先一步驶离阿里博士家 与其担心这两货被欺负 他更担心 他们联手 去欺负别的动物 是的 这一次飞沫之所以会去 是打算再去森林欺压一群鸟 坐他军团的外围成员 森林外 两辆车停在一家旅馆前 大叔迎上前 对下车的一群人笑道 欢迎两位 还有各位小朋友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是你们的向导 这就带你们进森林 不过不要离开太远哦 请问附近有没有水池 河流之类的地方 池飞池站在车旁问道 大叔疑惑 转头看向一个方向 有事有了 不过那个地方有点远 你是想去钓鱼吗 那可不行 那边已经是狩猎区了 池飞池打开后座车门 我去放声 白蛇带着一条条蛇钻出车子 啪哒啪哒落到地上 汇聚在池飞池脚边 森林里的空气真好 好大的森林 大叔一脸僵硬地 看着地上的堆蛇 这什么人啊 在车上放一堆蛇 飞沫趁灰云埃不注意 直接逃离 主人 我去找别的鸟类 不会离你太远的 哎 灰云埃有些意外 不过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只能看着飞沫飞进森林 哎 飞池从灰云埃怀里挣扎出来 仰头看着天上 那个飞离视线的黑点 说好的一起去打架 飞沫居然自己先跑了 小妹妹 那只乌鸦 也是带来放声的吗 大叔呆呆转头看灰云埃 看到灰云埃怀里的蛇又默默后退了一步 不是 那只是痒的 灰云埃将飞翅重新盘好 抱住 这个也是 呃 是 是吗 大叔遗憾 这年头 城里人养宠物都已经奇特到这种地步了吗 池飞池看向阿丽博士 博士 那你先照顾孩子们 我带大白他们去找有水的地方 不行 不行 大叔回神 连忙劝道 那边狩猎区里有熊出没 很危险的 熊出没 第几集 池飞池思绪突然歪了一下 啊 森林里还有熊吗 光艳惊讶 是啊 是会吃人的那种熊哦 所以你们一定不要 越过铁丝网去狩猎区 大叔对光艳解释完 又转头看池飞池 认真道 而且 还有一些猎人在那边打猎 曾经就有人 被当成猎物误杀了 去狩猎区是很危险的 你要去的话 最好找个当地的猎人给你带路 他们知道猎人之间的信号 知道危险野兽活动的区域 还能避免你误采陷阱 没事 我也有当猎人的经验 池飞池打开车子后备箱 翻找了一下 找到一张网 蹲下身 将大白一群蛇打包拎好 哦 大叔有些意外 你以前打过猎吗 是在哪一带活动的猎人 格雷诺尔恩赐之地 池飞池拎着网 进了森林 朝着大叔之前 看的地方出发 迷路了都没关系 飞沫随时可以用来导航 是 什么 大叔发猛 这个 阿力博士干笑着 看向灰云埃 你之前说过 飞池在游戏里玩的是猎人 那个格雷什么的 该不会是 灰云埃嘴角微微一抽 没错 是游戏里的地名 猎人的老巢 阿力博士 果然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没想到池飞池还会说笑啊 我想 不用太担心了 池哥哥不会莽撞行事 他敢去 肯定有把握能安回来 大叔无奈 带着一群人进森林 那我先带你们进去 如果遇到在山里打猎的猎人 让他们帮忙照看一下好了 啊 真是谢谢 阿力博士忙到 飞池默默盘在灰云埃怀里 主人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他还在这儿呢 到了森林里 大叔又交代道 虽然说可以采松茸 但不是随便采 大人三朵 小孩两朵 才好带回旅馆之后 我会帮你们烹饪 烹饪啊 不美歪头想了想 转头看袁太 袁太转头看光雁 嗯 好像都想到一起去了 光雁转头看柯南 柯南 算了 他转头看灰云埃 灰云埃仰头看阿力博士 又很快低下头 看博士没用 阿力博士疑惑挠头 你们怎么了 光雁 嘿嘿 不美 兮兮 袁太 哈 哎 柯南脸上同样笑眯眯的表情僵了僵 半月言吐槽 袁太 你真是够了 又来 我怎么了吗 袁太挠头 灰云埃对阿力博士解释 论烹饪的话 飞池哥的手艺很不错 要是他回来得早 说不定可以加餐 阿力博士汉 笑道 原来你们是在想这个啊 好了 到时候厨房可以借给你们 越过两道铁丝网之后 就是狩猎区了 你们千万不要过去 大叔说着 转身出森林 我去问问 有没有猎人去深山 让他们顺便找一找你们的朋友 一群孩子 开始快快乐乐找松茸 袁太趴在地上 埋头在松树落叶里 这边翻翻 那边翻翻 扬起大片灰尘 真是的 那位旅馆的大叔说的 好像有很多松茸一样 结果一朵都找不到吗 这个嘛 阿力博士干笑 有也不是这么翻的啊 飞驰鼻瞥了一眼 趁着灰原哀不注意 搜一下窜了下去 转头看看灰原哀 钻到旁边一棵树后 哎 灰原哀忙跟过去 然后就看到飞驰手 在两朵大松茸前 顿时笑弯了眼 蹲下 把松茸摘下来 飞驰真厉害 飞驰看着灰原哀的笑脸 若有所思 小爱笑得这么开心 真的很罕见 是因为踩到松茸啊 他突然就想起 自家那个一天到晚 冷着张脸的主人 那要是他带主人 踩到松茸 主人会不会 也笑得这么开心 好了啦 袁太 那边 不美对埋怨的袁太道 之前不是你说 要来踩松茸的吗 我本来是想去踩苹果的 可是 松茸是秋季的食物之王眼 袁太反驳道 比苹果价格高多了 不过 苹果可是禁忌果实 亚当和夏娃 就是因为偷吃了它 才会被上帝 从伊甸园放逐到人间 挥原哀从树后走出来 所以 它是明辨是非的知识之果 比松茸神秘多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袁太你应该多吃才对哦 不美笑着调侃 要你管 袁太有点恼羞成怒 好了 要是池哥哥在的话 一定又会冷冷地说一句 柯南制止着 模仿池飞池 没什么情绪的语气 袁太 要礼貌 呃 袁太挠不出池飞池的脸 果断没在嚣张下去 不过 有关于苹果的说法 阿力博士问会员哀 是旧约圣经里的吗 不是 灰原哀一脸冷淡地解释道 其实将那种果实说成苹果 只是民间的说法而已 那边 光燕一直看着灰原哀 脸慢慢发红 咦 柯南留意到 有些疑惑 光燕 你的表情怎么这么奇怪 没有了 光燕忙收回视线 扭捏了一下 又看向灰原哀 我只是在专心地看着他而已 你指的难不成是灰原啊 柯南顺着光燕的视线看过去 是啊 灰原同学虽然冷冷淡淡的 但是我发现他非常博越多文 举止也非常稳重 光燕认真道 你不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很神秘吗 柯南 为什么他觉得这句话放在持飞驰身上 也挺合适的 这么一想 那两个人还真像一家人 要不改天偷偷踩点 灰原和持飞驰的血剧检查检查 不过 我这么说 也没有特别的意思了 光燕连忙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 这点小心思 可能瞒得过柯南 光燕 你听我说 我不想泼你冷水 不过我劝你还是死心吧 柯南转身 双手搭上光燕的肩膀 低着头 神色认真 在光燕一愣的时候 抬头半月眼调侃 他绝对不是你能追得到的对象 那边 灰原哀疑惑看了一眼 继续控制着想跑下去的飞驰 好了 飞驰 忍耐一下 不要乱跑 飞驰哥很快就回来了 飞驰 放他下去 他不是想乱跑 只是想给主人采两朵松茸啊 没法沟通 真是太难受了 找了一会儿 不美发现了一种叫天狗孤的有毒孤 袁太终于又忍不住埋怨 没有松茸 柯南开始科普找松茸的办法 在真夜发黄的一颗松树脚 找到了松茸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慧云阿悠然 抱着飞驰站在一旁 扬了扬手里的两朵松茸 飞驰帮我找到的 柯南 这是飞驰找到的 你先要个什么劲儿啊 一群人欢欢乐乐找松茸 慧云阿在一旁跟着 费尽安抚飞驰 最后发现 飞驰好像是要找松茸 才放飞驰下去 跟着踩了一朵 好吧 飞驰也占一个名额 算是小孩子 可以踩两朵 哎 有种帮忙带孩子的感觉 飞驰平时那么乖 飞驰哥不在 就变得淘气了 就像闹着找家人的小孩子一样吗 哎 阿丽博士转头数了数 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少了一个 哎 其他人才发现 他们好像把袁太弄丢了 一群人沿路找 发现袁太可能钻到 铁丝网后面的狩猎区了 袁太的侦探徽章 这两天又在修理 没法联系上 也没法用追踪眼镜追踪 一群人又打算分开找 柯南和不美一组 灰元埃 光燕和飞驰一组 阿丽博士留在原地等 还有 博士可以打个电话给吃哥哥 柯南提醒到 他从森林深处回来的路上 也顺便找一下 大家在这里会合 好 阿丽博士拿出手机打电话 听了片刻 放下手机 无奈摇头 不在服务区 应该是因为他到了森林深处 信号不太好吧 那就没办法 一群人分开找 不过等找到袁太 灰元埃和光燕又不见了 不行啊 阿丽博士道 飞驰的电话 还是打不通 柯南有点绝望 该不会找到灰元和光燕之后 又要去找池飞驰吧 难道今天是来玩躲猫猫的吗 东京 背户亭 英曲颜南 听着那边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 沉默了片刻 等通话自动挂断 才放下手机 下楼 去对面咖啡厅 继续盯着路边的一辆车 是的 就在今天中午 他终于发现了可疑车辆 多年的经验 告诉他 绝对是曾经的同行 本来想告诉老板的 结果一个小时前 池飞驰的电话打不通 过了十分钟再打 还是打不通 吓得他立刻去池飞驰家敲门 没有回应 还好他够冷静 想到要先确认 老板到底是睡着了 被绑架了 还是出门了 去停车场一看 车子不在 没有可疑痕迹 还在停车位上贴了一张字条 车主出门游玩 误挂 好像是留给他的 也就是说 老板跑去某个地方完了 把他这个保镖丢在一边无所事事 隔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再打电话联系 老板居然还是不在服务区 这是跑去荒山野岭完了吗 殷曲严男点了杯咖啡 点了一份蛋糕 默默坐在咖啡厅窗户前 看着对方的车 过了十多分钟 对方混进公寓的同伴出来 上车 然后又去停车场 再上车 离开 殷曲严男没走 静静坐着 大概是去老板以前工作的医院打听吧 不过很可惜 老板的动向是会被保密的 那些人说不定根本就不清楚 那位大山先生或许知道 不过肯定不会跟其他人说 死都不说那种 果然 一个小时后 那辆车又开到路边 两人下车窃窃私语一阵 一个又混进公寓楼里 一个又去了停车场 出来碰面 继续嘀咕 殷曲严男淡定地喝了咖啡 又点了一杯果汁 两个菜鸟 别找了 连他都找不到自己的老板了好吗 森林深处 池飞迟到了一条河流前 蹲下身 把网打开 放到一边 这里可以吗 河水缓缓向着远处流淌 水里不像青野木家的池塘那么清澈 但水里有鱼有虾 还有不少淤泥 水草 这才是最真实的自然 这里真是太棒了 几条小蛇迫不及待地钻进水里 欢快游动着 好多鱼 咦 这个是什么 注意安全 白蛇忙跟了下去 既然你们喜欢 我就先走了 池飞迟捡起地上的我 以后生存 就看你们自己了 谢谢 白蛇忙从水面探头 以后有需要 可以来找我们 池飞迟摆摆手 重新走进树林里 主人 那个 飞沫看到远处飞起一群鸟 有点蠢蠢欲动 你打得过吗 池飞迟问道 飞沫眯了眯眼 圆圆数着 十一只 没问题 那去吧 池飞迟道 我记得路 沿路走回去就行了 飞沫有些迟疑 主人 要是你路上遇到黑熊怎么办 池飞迟 没事 我在森林里比你安全 它在这种环境里 比飞沫都要如鱼得水 飞沫会其他鸟类的语言 但遇到其他动物 也没法跨物种交流 更别说那些常年待在山里 八一中文网 的猎人 猎人在山里待一辈子 也不可能听得懂动植物的话 而且 动物对它大概有一点基础好感 不会随便攻击它 就算迷路了 也能随便找棵树 找只小动物问问路 飞沫 那如果熊情绪不稳定呢 池飞迟 大概也不会伤害我 飞沫 那如果没看到你 狂奔着撞过去了呢 池飞迟沉默了一下 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就 我去 飞沫点头 飞向高空 主人 你要小心啊 等会儿 我会直接去旅馆找你 池飞迟收回视线 继续往回走 又是有风的一天啊 一棵松树感慨 不掉头发真好 嘿咻 嘿咻 一只野兔蹦着出了灌木丛 看到池飞迟后 也没受到惊吓 侧头好奇地盯着池飞迟打量 砰一下撞到前面的树上 池飞迟 这是一段逗逼汇聚的路程 不过 这兔子它是捡还是不捡呢 这么肥 一半烤 一半还能做红烧兔肉 算了 兔子是因为 看它才撞树的 不是它自己打的 捡回去吃了 心里有点过不去 一路走回去 蚂蚁 蜜蜂 野兔 飞鸟 猴子 松鼠 看到的大多是小体型动物 池飞迟也不指望 能看到老虎 狮子之类的凶猛动物 首先 日本是古代地壳变化 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岛屿 以前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 所以 本土没有老虎 狮子 大象之类的动物 大型动物只有熊 其次 狼原本还有 但北海盗狼在1889年灭绝 日本狼在1905年灭绝 想看那些动物 得去动物园 至于熊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池飞迟转头 看向旁边的森林 细细酥酥的声音越来越近 到了近处 明显感觉到地面微微震动 咔嚓 一棵齐干粗的小树 直接被暴力摧毁 身长两米多的大黑熊 红着眼睛 一路狂奔而来 身上气息暴力悲伤 极不稳定 池飞迟突然想起了飞沫的话 如果熊的情绪不稳定 如果熊没有看到它 是的 可以确定 这只熊忙着赶路 压根没有注意它 这是一只亚洲黑熊 又叫月熊 头圆 耳大 眼小 毛黑亮而长 下颗白色 胸部有一块V字形白斑 像黑夜里的一道弯月 这也是被叫做月熊的原因 在中华还有个俗名 黑瞎子 这种熊以植物为主食 但有攻击性 不过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月熊耳 比比较灵敏 能听到三百步以外的脚步声 顺风能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 但天生近视 百米之外 人畜不分 如果它的脚步太轻 不像人类 而像某种小型 无害的动物 而这头月熊 又没注意到它的气味的话 它确实很有可能被撞到 飞沫这个真乌鸦嘴 黑熊飞奔到镜前 才发现驰飞驰 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这个人 跟其他人类长得没什么两样 都是一个脑袋 两只眼睛 直立行走的四角生物 但它怎么看怎么顺眼 就好像这不是食物 不是仇敌 有种莫名的清静 它甚至不应该伤害到他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他 可能 杀不住了 躲开 快躲开 持飞驰在判断出 这是投进士雄之后 已经闪身快速往旁边躲 跟狂奔而来的黑熊 侃侃擦身而过 黑熊直接冲了过去 爪子在地上离出几道伸钩 杀停 一屁股坐到地上 吓我一跳 持飞驰转身走过去 食兵卫 要不是 他身手好一点 刚才绝对被撞飞 不过没出事 那就不算事 所以 持飞驰表情 还是保持着平静 食兵卫 有一个人类是这么叫我 食兵卫爬起身 明显是女性的声音 闷闷咆哮道 人类 刚才我跑得太快了 控制不住 不是故意的 我还有事必须赶着去做 你从右边可以出森林 别跟我 持飞驰抬眼 看到黑熊眼眶旁的毛被打湿 在脸上垂下两道明显的泪痕 为什么哭呢 森林里 清风还在吹着 阳光从茂密的松树叶中穿过 斑斑点点地洒在地上 洒在黑熊身上 黑熊坐在地上 抬起头 用一只独眼 看着对面逆光站在的人类 他没有从这个人身上 感觉到其他人类那种恐惧 同情的情绪 很宁静 像是回到了他很小的时候 那个太阳刚刚升起 陈露还未消散 附近的鸟 又没有喧嚣的清晨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哭 猎杀与被猎杀 是丛林法则 即便是一个孩子被猎杀了 他也只想着复仇和找回另一个孩子而已 只是在看到这个人类的时候 心里突然委屈起来 一听到对方的话 感觉更委屈了 咚 石飞池无语看着天空 又一次 被动物扑倒了 在标准的熊抱前 能不能先说一声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不过 这个世界的景色 都加了滤镜吧 不少地方的景色 都挺美的 石冰卫沉默了两秒 又站起身 顺便把石飞池拉起来 闷闷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 有人杀了我的一个孩子 我的另一个孩子也走丢了 我要去找他 石飞池 看向外面小道上的大大小小的脚印 大概是跟我认识的孩子在一起 那些孩子不会伤害他 不过有猎人跟过去了 还是趁早找到比较好 石冰卫走上前 嗅了嗅脚印附近的气味 你认识的孩子 你家的吗 你在找他吗 算是 石飞池一下 回答了三个问题 那你上来 石冰卫趴下身 转头对石飞池道 我跑得快 我带你过去 不用 石飞池拒绝 我锻炼身体 那我可不等你了 石冰卫闻着气味 立刻转了过去 吼道 放心 我不会伤害那些人的 你自保第一 别伤孩子们 其他人我无所谓 旁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石冰卫转头看去 发现 石飞池 还真的跟上来了 速度不比他慢多少 这是人类 小心撞树 石飞池提醒一句 又继续道 还有一个白胡子的 秃顶老头 也是我的同伴 要是太远的话 我看不到啊 石冰卫直接撞断了一棵小树 跑过去 石飞池 再有灵性的月熊 也逃不过近视的命运 这边 一人一熊追一会儿 停一会儿 等石冰卫辨别了气味 又继续绕劲道追上去 大概十分钟后 前方出现了 大大小小树道人影 石冰卫默默蹲在暗处看着 伸出爪子 指了指 从前面跑过去的不美 转头看吃飞池 没出声 也不便吼出声 石飞池懂了 低声道 对 我认识的孩子之一 他发现 石冰卫真的够坚强 或者说 石冰卫一直待在丛林里 习惯了物尽天泽 逝者生存的规则 在一开始哭了一下之后 一路上都在专心找另一个孩子 石冰卫很人性化地点头 低头嗅了嗅 放轻脚步 尽量不让灌木丛发出声音 跟了上去 持飞池轻声跟在后面 看着一群人 一会儿捡地上的东西 一会儿交谈 一路往前找 那边柯南停下脚步 跟阿丽博士窃窃私语后 似乎打开手表形麻醉针 有和尚 对着对面的人说着话 石冰卫低头嗅了嗅 突然急躁起来 加快了脚步 对持飞池低吼道 我的孩子就在附近 他们挡住了路 我去吓跑他们 持飞池连忙跟了过去 那个年长的猎人 最先察觉到异常 立刻举枪对准 石冰卫跑动的方向 方向是柯南他们 所在位置的背后 看起来就像举枪 对准了柯南一行人一样 阿丽博士吓了一跳 连忙走到柯南几个小孩前面 低声对柯南道 心一 对方有枪 快用麻醉针啊 嗯 不美听到后方 嘻嘻嘻嘻的声音 疑惑转头 不 老爷爷对辉元他们 开枪的原因 并不是 为了要射杀他们 柯南依旧自信笃定地 看着老猎人推理 而是因为 不美听后方灌木丛中 嘻嘻嘻嘻嘻的声音接近 以为是辉元哀和光燕 忙道 不行 现在还不能出来 什么 三个猎人疑惑看过去 好 石冰卫从灌木丛里窜出 咆哮着 露出森白尖锐的牙 对面灌木丛中 悄悄趴着的辉元哀和光燕 都吓了一大跳 月熊身长一般是1.5米到1.7米 石冰卫身为母熊 身长却有2米多 直立起来比人还高 再加上十分壮实的体格 如同一座小山 确实很有压迫感 一个戴帽子的年轻猎人 刚举起枪准备瞄准 就被冲到面前的石冰卫 一巴掌把枪拍飞 猎枪掉在地上 枪管被石冰卫那一掌 拍得完全扭曲 元哀看到掉到旁边的枪管 一脸惊恐地转身就跑 然后突然感觉 衣领被什么拽住 泪花都崩出来了 闭着眼睛拼命挣扎 努力想往前跑 不要啊 放开我 放开啊 周围突然安静 三个猎人 看着紧跟石冰卫出来的 黑衣年轻人 神色惊恶 等等 这个人是跟着石冰卫出来的 之前跟石冰卫在一起 不可能吧 不过 那个年轻人站在石冰卫身边 一脸平静地拉着 那个胖小孩的衣领 怎么都没觉得他在害怕 石冰卫好像也突然冷静下来了 救命啊 不要吃我 呜呜 袁太还在手脚并用地往前跑 遇到熊 不能背对着跑 池飞池拎起袁太 把袁太转了个面 让袁太面对着石冰卫 哎 袁太听着声音耳熟 仰头愣愣盯着池飞池 连眼角的眼泪都忘了擦一下 池飞池放开袁太 看向对面的灌木丛 小哀 把他的孩子送过来 辉原哀和光燕 从灌木丛里钻出来 旁边还跟着一头小月熊 小月熊看到石冰卫后 立刻欢快地叫着 跑向石冰卫 然后 被一只白皙修长的手 中途截胡 拎着后颈皮拎了起来 三个猎人吓了一跳 不过看着静静站在一旁的石冰卫 又没贸然喊出声 池飞池把小熊拎起来看了看 又放到石冰卫身边 是个健康的小男孩 石冰卫吼了一声 那当然 身体壮壮的 袁太猛猛地看了看小熊 他刚才大概也是 被这么拎得 柯南低下头 一手扶额 他怎么觉得 只要池飞池这家伙在 气氛就会时而不时地变得很奇怪 原本应该是一群人 英勇逃避黑熊追杀的剧本 在池飞池出现后 愣是变成人类黑熊一家亲的既视感 不过池飞池就去了森林深处一趟 居然出来 就跟一头撞手如山 刚痛失爱子 脾气极其暴躁的熊混熟了 真不愧是专业的 比起做兽医 他觉得 池飞池训兽 可能更厉害一点 三个猎人面面相去 接下来 他们该做什么 看到猎物 还是这么大的猎物 不打是不对的 不过看到这和谐的一幕 打了好像更不对 那个 枪被拍掉的年轻猎人 看着池飞池 你和他是认识的 老猎人叹了口气 大概是因为穿了黑衣服 被石兵卫当成同伙了吧 池飞池没解释 发现辉元哀脚受伤了 拎到旁边放下 从口袋里翻东西 辉元哀 飞池哥对于小哥的生物 似乎真的很喜欢直接拎过来 拎过去 再一看池飞池那里拿出的东西 羹带 烫伤药膏 止血贴 防纹液 密封一次性注射针筒 抗蛇毒血清 求生口哨 一次性手套 酒精 类似正物带的袋子 细绳子 折叠纸片刀 小心手电筒 还有一大堆小东西 都是小份小份的 辉元哀突然有了跟机背主 和服部评刺当初一样的想法 飞池哥的口袋真神奇 池飞池翻了一下 才翻到扭伤的药 把其他东西收起来 帮辉元哀 重新包扎脚上的扭伤 顺便听着柯南推理 老爷爷之所以开枪 其实是因为救辉元他们和石兵卫 柯南收回思绪 就算再无语 推理不能停 正则道 被杀死的那个猎人 可能是因为想猎杀石兵卫 然后老爷爷你 为了阻止他 才开枪射杀了他 石兵卫带着孩子 坐在池飞池身旁 帮小熊舔了舔毛 也好奇 听着那边柯南说话 没想到辉元和光燕 正好那个时候过去 所以你才开枪吓唬他们 让他们在被石兵卫发现之前 赶紧离开那里 柯南继续道 当时在发现 灰元侦探徽章的地方 树上有一个跟小孩子 差不多高的弹孔 大概就是当时留下来的 阿力博士忍不住道 可是他可以不开枪 用喊话来提醒啊 那是因为石兵卫的灵敏程度 远超人的想象 当时双方不在喊话范围之内 而且他对自己的枪法很自信 觉得用枪比用喊得更快 柯南说着 抬头看向老猎人 是不是这样 老爷爷 喂 我说 我们年轻猎人脸色难看 看向那边安静 坐在池飞池的石兵卫 表情突然有点崩 这只熊是在看戏吗 先不说那个 你之前说 石兵卫是把那个人当成同类了 假的吧 就算把那个黑衣年轻人 当成同类 现在还有一个小女孩 坐在那里 一个小男孩站在旁边 难不成石兵卫 还能把两个衣着 颜色各异的人类小孩 看成同类 他怎么觉得 其实是石兵卫 跟那个年轻人关系很好 我也不清楚 老猎人也有些摸不准 好吧 年轻猎人收回视线 不过 我们猎人上山就是为了打猎 你也不能因为对方猎熊 就射杀对方吧 更何况 你也说过 石兵卫是一只很凶暴的大熊 石兵卫默舔爪子 他凶暴吗 不凶暴吧 还有 旁边中年猎人看那边的石兵卫 那边气氛和谐的诡异啊 你不是说石兵卫的那只眼睛是你弄瞎的吗 没错 石兵卫的那只眼睛等于是被我弄瞎的 老猎人低下头 是他用那只眼睛作为交换 我才能活下来 阿力博士不解 交换 大概是二十年前 我到积雪还很深的山里来猎春熊 老猎人说起了二十年前的事 当时我一不小心摔倒 滑落了数十米 双腿完全骨折 在我无法出生 又动弹不得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本以为自己会被吃掉了 绝望地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降临 结果却感觉到 有温暖的东西在脸上 睁开眼一看 原来是他把舌头上的稻刺收了起来 一次又一次 把帮我舔着伤口 大致舔过之后 就在我旁边睡了下来 我也不确定 他当时是想醒来后 把我吃掉 还是把全身裹在毛皮里的我 荡成了同类 但那时候 我真的很舒服 很安心 很温暖 甚至忘记了腿上的伤痛 后来 枪声响起 他被打中了左眼 从我身边离开了 原来是追踪他 足迹而来的猎人 发现他在我身边 误以为他要吃掉我 才开枪打伤了他 换言之 多亏石兵卫发现了我 我才能在被冻死之前得救 从那时候起 我每天都到山上来 一旦发现了石兵卫 就开枪把他赶到 人烟罕至的深山里去 那边 池飞池已经帮回原哀 重新包扎好脚上的伤 月雄以植物为主食 就算粮食不够 或者想吃荤 他是出门猎食 找只兔子都比人好吃 石兵卫吼了一声 还是你懂我 是吗 老猎人叹道 看来他是真的想救我 阿里博士出声 那么 你说的那些有关石兵卫 很凶残的传闻 这是为了 让大家感到害怕 不敢接近石兵卫 我虚构出来的 老猎人道 我还真同情 那个被你杀死的猎人啊 年轻猎人忍不住道 猎人猎熊本来就很正常 结果却被同类所枪杀 熊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猎人本来就不该 把他当成敌人看待 老猎人反驳 而且 如果是不幸被发现 而被猎捕的话 那是他的命运 我也只当没看到 可是那个男人 却骗力了长道 你在说什么啊 年轻猎人不解 看到这种猎物 任何猎人都会觉得 是诱饵 柯南道 我想那个猎人 是把小熊当成诱饵 来引诱石兵卫吧 年轻猎人惊愕 什么 没错 那个男人杀了 石兵卫的另一个孩子 用来当诱饵 老猎人沉声道 他把小熊的尸体 掉在树上 枪口对准了奋力 想把小熊救下来的石兵卫 相比起来 他更像是野兽 一群人纷纷沉默 石飞驰健壮 对石兵卫嘱咐道 带孩子去森林深处 没事别到外围乱晃 石兵卫起身 带着小熊走向森林深处 在路过老猎人身边时 嘀嘀吼了一声 对你这二十多年的 关照道谢 石飞驰翻译 老猎人迟疑着伸手 摸了摸石兵卫 神色落寞 以后不能来看你了 听那位小哥的话 石兵卫吼了一声 继续往森林深处走 到了远处 又转头看石飞驰 咆哮了一声 以后有空来找我玩 请你吃蜂蜜 好 石飞驰应了一声 小熊猛猛懂懂的跟着吼 而后 一大一小两只熊 走进灌木丛 彻底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柯南有一瞬间的恍惚 他刚才突然怀疑 石飞驰说不定 真的能听懂这些动物的话 怎么可能 真危险 差点就被石飞驰迷惑了 还真是一只有灵性的熊啊 年轻猎人感慨 老爷爷你放心 我们以后遇到石兵卫 也会照顾一下的 谢谢 老猎人正色道 不用道谢 年轻猎人语气散漫 目光却很认真 靠自然吃饭的人 同时也要敬畏自然啊 一个小时后 警方到来 带走了老猎人 临走前 老猎人终于还是忍不住问石飞驰 你和石兵卫 石飞驰看向森林深处 石兵卫 我家的 柯南顿时半月眼 卫卫 就是去了森林深处一趟 石兵卫怎么就变成石飞驰家的了 就算石飞驰之前就来过这里 并认识了石兵卫 也不能说成是自己家的吧 老猎人一噎 他这二十多年来 每天都上山 从来没见过持飞驰啊 不过算了 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柯南低声调侃持飞驰 是不是还要加一具放养的 这样的话 所有无主的动物 都可以说成是你的了 嗯 持飞驰点头 柯南 居然就这么承认了 持飞驰承认得一点不心虚 自然界的生物 包括植物 动物 细菌和真菌三大类 细菌和真菌方面 他是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但有个自然之子的头衔 说整个世界的动物 植物 都是他家的 有问题吗 网大了说 陆地 海洋 森林 草原 湖泊 河流 风云雷电 雨雪雾 光暗水火 风雷土 天地人日月星 都是自然 也可以说是他家的 可 这个想法太膨胀了 一群人回了旅馆 原本要来采松茸 一路上跑来跑去 松茸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看太阳西沉 阿里博士提议 改天再来 池飞池没让孩子们坐自己的车 车里还有一股蛇腥味 不太好闻 而且他还要等着飞沫 说不定还要回森林里去掏鸟蛋 干脆就让其他人先走 唉 三个孩子齐齐叹气 好吃的料理 没了 唉 飞池也叹了口气 他给主人采的松茸 没了 夜 九点 一辆红色车子行驶在东京的道路上 英曲 那边情况怎么样 池飞池带着耳机通讯 他们还在公寓大楼外面监视 一共两个人 我去附近搜查过了 可以确定 没有其他同伙 英曲延南沉声道 车牌是东京地区的 我上赏金论坛看过 从特征来看 应该是末路和山神那两个家伙 根据以往的消息 这两个家伙是兄弟两个 有点本事 一个擅长组装炸药 一个枪法很好 而且行动默契 看来 要给你发奖金了 池飞池道 英曲延南听着那边的声音 有些无语 他的老板 这时候稍微带一点调侃的语气行不行 这么平静无波的语气 让人分辨不出这是满意 还是不满意在反讽 仔细想想 自己今天做的事 老板这应该是满意吧 看看 他就说吧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老板 这次不用了 我拿的钱还什么都没做呢 找出并清楚老板身边的危险 这也是我的工作 不 还需要你再做点别的事 时飞时到 我不会回去 让他们觉得 今天盯不到人 等他们回去的时候 我要你跟上去 找到他们的落脚点 可能要盯到很晚 你昨晚好像凌晨三四点才睡 今天大概八点就醒了 能撑住吗 没问题 英曲延南坚定点头 随即一愣 等等 老板为什么知道他几点睡的 几点醒的 老板在监控他 不对啊 他检查过 屋里没有窃听器之类的东西 而且 要是有人从大楼对面看他 他不可能一点都没察觉 那老板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他摸不清老板的动向 却被老板把他的动向摸透了 他自己还不知道怎么被摸透 老板有点过分了呀 他可是经验丰富的 老赏金猎人了 不可学 英曲延南大概想不到 监视他的事 偶尔停在他阳台上 偶尔飞过窗户前的乌鸦 甚至在他睡觉的时候 因为拉了窗帘 挡住监视窗口 还有一只乌鸦 从通风管道进去 确认过他在睡觉 他一天到晚做了些什么 出了几趟门 去了哪里 接触了什么人 乌鸦们恐怕比他记得还清楚 其实没必要监视得这么严密 不过谁让英曲延南 住在池飞池隔壁 池飞池那栋公寓大楼附近 常常有不少乌鸦活动 乌鸦一多 闲着也是闲着 吃饱了 就去盯着英曲延南 不能的话就打车 小心一点 不要惊动了对方 池飞池叮嘱完 就挂断了电话 嘟嘟 英曲延南刚想问问老板 是怎么知道他几点睡的 就听到熟悉的电话 被挂断的声音 池飞池没回背护艇 先把后座的一堆鸟蛋 送到飞沫说的废弃工厂 安置好 又给秦九发了邮件 心于上钩 两条 飞沫又收拢了一批外围成员 他只要把鸟蛋送回来就行了 飞沫会自己带着那群鸟飞回来 重新筑巢 过了一会儿 秦九一个电话打过来 我现在不在东京 让基尔 有炸药 池飞池直接到 至少有大量的炸药的线索 其中一个代号叫陌路的 是出了名的炸弹改装师 秦九果断改口 等我 一个小时到 池飞池毫不意外 电话挂断后 又打开了项链通讯 飞沫 你到哪里了 刚到东京 主人 出事了 你主人没出事 有人要出事 让乌鸦去跟踪两个人 背护艇和米花艇这两个地方 已经布置好了通讯设备 有专门负责联络的乌鸦 如果人在这两个地方附近 你把要跟踪的人的照片发过去 说明位置 再加上跟踪的字样就行了 他们能看懂 好 你回来先休息 不用急着找我 池飞池将项链上的指环转回去 又给殷曲延南打了电话 位置直接问殷曲延南就行 照片可以让殷曲延南传过来 让乌鸦在高空一起盯着 也能防止殷曲延南那边出现什么意外 把人跟丢了 深夜 殷曲延南靠在巷子里的围墙上 点了一支烟 静静地盯着不远处 那间亮着灯的屋子 不时拿出手机看看时间 街口 突然传来车轮碾过水滩的摩擦声 一辆 两辆 怎么会有两辆车 不是老板过来了 殷曲延南 立刻把烟在墙上暗息 闪身 藏到旁边一户人家铁门侧方的昏暗处 昏黄露灯下 一辆黑色车子在巷口停下 穿着黑色风衣 银色长发披萨的男人下了车 被刘海遮挡大半的眼睛 扫了一眼巷子 随后 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壮硕男人下车 大半夜的 另一辆车似乎也就在后方 另一个留着金色短发的人 走到两人面前 一身黑色休闲装 外套放下的帽颜 衬着一张冷漠的侧脸 殷曲延南偷偷观察了两眼 大晚上的 突然出现三个一身黑衣的人 怎么看都很不对劲 而且 从他感觉到的气场来看 还是一群危险人物 他现在应该先撤远一点 观望一下事态吧 就在殷曲延南犹豫的时候 勤九也看向走过来的池飞池 你的人 池飞池戴上手套 上前捡起那个 被丢在墙角的摇头看了一眼 朝勤九点了点头 又顶着那张雀斑一容脸 朝巷子里面走 殷曲延南发现有人过来 转头看周围的环境 然后发现 来不及了 他正好贴着铁门站 如果想离开 就只能走出昏暗处 暴露在对方视线下 是直接离开 还是赌一把 要是对方不注意 直接路过 他无论是继续躲 还是趁机袭击一下 跑向巷子深处 都有可能脱身 驰飞池突然加快脚步 同时 脚步声却变得更轻 在殷曲延南刚反应过来的时候 枪已经顶在脑门上了 选择躲在这个地方 是最大的失误 殷曲延南遗憾 不过听到那种平静的语气 愣了一下 再仔细一想 这声音很耳熟 不是老板的吗 只是从巷子外透过来的光线下 也能看清 对方头发上 亮着一层金色 驰飞池收起枪 转身出巷子 轻声平静到 巷口一共有五个烟蒂 同一个牌子 其中四个集中在一处 还落了不少烟灰 这四个烟蒂 最后剩的长度差不多 吸灭方式 都是用脚踩面 基本可以断定 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另一个烟蒂丢在另一边 还剩三分之二的长度 应该点燃不到一分钟 再加上墙面上有一点胶痕 烟身明显被用力按压过 还有虽然吸灭 却还留有一点温度 说明对方离开不到一分钟 应该是听到街口有车子过来 立刻将烟按锡丢掉 躲到了某个地方 过来的时候 没看到有人往巷子里去 一分钟之内 能快速躲避的地方有三个 旁边那户人家的铁门侧方 巷子放杂物的木箱后 再就是直接翻墙过围墙 躲到那户人家的院子里 翻墙多少会发出一点声响 就算能做到无声无息翻过墙 也要考虑到 贸然闯进一户不熟悉的人家 可能被户主发现 可能被狗追等意外情况 排除 躲在放杂物的木箱子后 需要蹲下身 低下头 没法第一时间窥探到来人的情况 动向被发现时 也无法做出反应 可能性不大 最佳选择是铁门侧方 但也是最危险的选择 没办法 自己的人自己带 琴九看出来也不会说 只能他自己说清楚了 而且 摸摸殷曲严男的傲气 也是有必要的 树立一下权威 这是他来做最好 虽然在看到他那个群押风暴的魔术后 殷曲严男 心里可能就没什么傲气了 在拿枪指着殷曲严男 逼人家给他打工的时候 殷曲严男就彻底妥协了 殷曲严男跟在后面 有些发猛 从身形和声音判断 是持非持没错 而且 如果不是自家老板 对方也不至于收起枪 还把后背留给他 不过 心里的疑问实在太多了 他的藏身地点 就这么被老板发现了 老板这是换了张脸 易容 为什么跟其他人一起过来 那两个又是什么人 从四个集中烟地的位置 墙上那个胶横的高度来看 对方是反手将烟在身旁的墙上 按锡 又撇子 身高177厘米左右 上下浮动2厘米 持非持走向巷口 另外 因为烟灰集中在一处 你站在这里时 烟灰中间有鞋子外围 留下的半圈空白 估算脚印长度 计算身高后 与177厘米这个数据 也相差不大 另外 看印记是一双皮质皮鞋 而既然 会让烟灰留下半圈空白 鞋面上也会沾有一点烟灰 皮鞋表面光滑 烟灰容易随着行动飘到地上 也就指向离开的方向 巷子口 请酒撇伏特加 好好听着 以后别犯这种错误 别指望一次犯了同样错误之后 他能再解释一遍 福特加 嗯 大哥突然看他做什么 看戏啊 多好看 嗯 拉克很厉害 英取延南低头看皮鞋 上面还沾着一点白色烟灰 在转头看身后 确实留了半个直往巷子里 去得浅淡脚印 在这种光线下 不是很明显 持非持走到巷子口后 停下脚步 说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英取延南回神 正色道 那两个人大概十一点半回来 车子一直开进了院子里 之后没有外出 我之前在附近转了一圈 左右房屋没有人居住 请酒心里暗自点头 不管其他能力怎么样 这个人能这么快冷静下来考虑正事 拉克的眼光确实不错 他们中途有没有去别的地方 持非持问道 没有 英取延南肯定道 我一路跟着 他们在晚上十一点不到的时候 离开背护艇 开车直接过来 中途没有去别的地方 请酒看向持非持 应该就在里面 持非持点头 从陌路和山神以往的一些模糊的行动信息来看 两个人背后不像有组织 就算有 也不可能像他们组织一样 酒厂有一大堆安全屋 可以做临时落脚点 部分成员也能在短时间 找到一个合适的临时落脚点 不过那两个人做不到 再加上一路直接过来 这么一个左右没有邻居 很适合用来躲藏的落脚点 应该就是那两个人的老窝 那么 如果有炸药的话 应该就在里面 换言之 里面可能有炸药 具体数量不明 一定要小心 福特加 人本来就应该在里面吧 不过 这两个人应该不会确认 这么简单幼稚的问题 算了算了 不想了 他等着听安排 殷曲言难也保持着沉默 他连持非持想干什么都不知道 更加听不懂 但听不懂无所谓 等老板安排 东西你带了吗 勤酒又问道 持非持从左边口袋 拿出剩下的兔针剂 一次性注射器 还有一个催眠瓦斯瓶 催眠瓦斯也带了 飞沫不在 打架去了 里面有炸药 墙弓很危险 最好的方法 是让飞沫空头催眠瓦斯 放倒两人之后再进去 不过飞沫才打完架 一挑束时 再跟着他们熬也太累了 他让飞沫回东京旧 自己去休息 而且翻进去 悄悄丢个瓶子 过去这点小事 伸手好一点的人 也可以做到 不一定非要飞沫去做 要不要让你的人试试 请酒看向英曲言难 持非持也转头 看英曲言难 翻一下旁边的墙 我看看 英曲言难没多问 点了点头 一脚灯在墙面上借力 三两下翻到墙头上 可以了 下来吧 持非持道 没有他翻墙的动静小 这是技巧问题 或者说 锻炼方向不同 要是不借用梯子等外物翻墙 借力踩的一两脚很重要 力道不够 就没有足够的反作用力 直撑人上升 当然 如果是用手脚扣着缝隙 慢慢往上爬 那就不用踩那一两脚了 无论是荆棘针 还是英曲言难 借力踩的那一脚越用力 动静越大 没有他前世一遍遍练出来 几乎融入习惯中的用力技巧 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相对来说 英曲言难翻墙的技巧也不差了 那点动静 只要不是听力过人的人 或者一般人 在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 几乎会被忽视掉 翻进去 别惊动他们 用催眠瓦斯把人放倒 持非持把瓶子 递给英曲言难 打开瓶盖丢过去 或者直接砸碎 英曲言难看了看那堵不算高的墙 接过瓶子 点头道 没问题 小心点 里面可能有炸药 持非持平静提醒 你没有家人 要是不小心死了 也没地方发抚慰精 我会帮你挑一个好的棺材 或者骨灰盒 英曲言难 这说的什么话吗 勤九发现持非持话语间的错漏 冷冷出声提醒 就算没有被炸碎 尸体也不会完整 甚至烧成焦炭 棺材应该用不上 对 按常理推断 只会有骨灰盒这一个选择 福特家也忍不住道 如果爆炸剧烈一点 很难从废墟里找到残留的尸块 可能连骨灰盒也用不上 那就只能考虑用生前的衣服 生活用品 立一个坟墓了呀 英曲言难 深深看了三人一眼 果决转身 将瓶子塞进外衣口袋里装好 他 去翻墙 不能再听了 他还没开始行动呢 这三个人就已经商量着 怎么给他安排后事了 过分 两分钟后 墙后传来东西 噼里啪啦落地的声音 又进了大概一分多钟 英曲言难捂着口鼻打开大门 冲了出来 这才喘了口气 解决了 后面 屋里一阵白烟弥漫 等催眠瓦斯散得差不多之后 石飞驰才走进大门 一路进去 院子不大 停了一辆车 旁边是四间平房 其中一间屋里 地上一片狼藉 两个四十多岁 脸上胡子拉叉的男人倒在地上 其中一个倒在桌旁 之前的响洞 应该就是这个人倒下时 撞倒了桌子造成的 福特加拿出枪上前 蹲下身看了一下两人的情况 这两个家伙睡得很沉啊 大哥 拉克 要带他们换个地方吗 不用 这里很清静 琴九没进门 走向另一个房间 石飞是有些意外 英曲延南之前在这里蹲了半天 如果英曲延南有问题 提前找人埋伏 留在这里很危险 琴九是从外面赶回东京的 地址是到来前临时得知的 没法提前安排人过来探查情况 按理来说 琴九应该不会选择留下来 而是立刻带着人离开才对 不过随即也明白了 验证 琴九在帮他验证 英曲延南有没有问题 就算琴九之前没有准备人过来探查 现在巷子附近 或者街道入口 必然有人放哨 如果有可疑人物包围过来 琴九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解决掉英曲延南并及时撤离 至于会不会是验证他有没有问题 不太可能 地址不是他提供的 除了事 他可以说是自己大意 如果要验证他有没有问题 琴九的机会多的是 不必用这种会被他摆脱嫌疑的事 不巧 他来之前 也准备了人 绿川沙溪就在附近 他是了解一点 英曲延南的性格 但被地理的情况依旧不清楚 很多人就是死在自以为了解之上 另外 他可以用乌鸦放哨 不过琴九在场的情况下 要是出了意外 还是有个人给他打电话说明比较好 两人默默相视一眼 很快错开视线 剩下两间屋 一人一间 进门搜查 琴九早就听人说了 在附近 看到一个似乎是喝酒出来 吹风的女人 不用想 肯定是拉客的人 确认过眼神 大家都是谨慎过头的心机狗 屋里没有多少炸药 都已经安置了定时引爆装置 只不过没有启动 这也正常 毕竟这是住处 就算有炸药 也不会大量囤积在这里 不然一个不小心 这兄弟俩都得上天 池飞池去搜的屋子里 还有一些工具 电子设备 英曲延南跟着池飞池看了一圈 发现屋子简陋 凌乱 感慨道 这两个家伙 混得还真惨啊 池飞池从抽屉里拿起一张卡 转身看着英曲延南 你确定 预存金额达到三千万日元 才能拿到这张卡 一张高档娱乐会所的最高等级 VIP卡 英曲延南顿时无话可说 好吧 看人真的不能看表面 我这边也找到了一张 他们应该有其他的住所 琴九从门外走过 走向最后一个房间 如果不是有行动 恐怕不会一起住在这里 剩下一个房间 只摆了电视机 电风扇之类的老旧电器 琴九看了看 从墙缝里翻出一个炸弹 池飞池也从一块松动的地板下 拿出一个炸药包 然后搜查番找其他东西 英曲延南见 两人比他还轻车熟路 转身去了院子 看到那边房间里 福特加宝那兄弟俩 同样绑得轻轻熟路 压根没他发挥的余地 打算去看看停在院子里的车 又想起之前烟灰的事 转头问道 看看车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没戴手套 可以吗 没关系 直接翻就行了 池飞池在巷子口捡烟地 就戴了手套 全程没脱下来 不过琴九和福特加也没戴 英曲延南去福特加在的房间 从两人身上摸出车钥匙 去翻找着车里的线索 老板没吩咐 就要自己会来试 房间里 琴九扫楼外面的英曲 延南一眼 继续翻看着一本台历 组织的是 他知道多少 我没跟他说 池飞池从电视机柜里 他在角落里翻出一个遥控炸弹 他也没问 不太像是个多话的人 琴九不知可否 等着看今天之后 他的反应 在观察一段时间 有问题趁早解决掉 那一位说 至少半年 迟飞迟到 从琴九的态度来看 还是看好英曲延南的 应该还跟那一位提过 他和琴九都提过这个人 那一位才会这么关注 如果不是今年比较特殊 他再早两年潜入组织 并挖到英曲延南的话 英曲延南 现在说不定都能混到个代号了 两人没再说下去 翻找之后 又去了福特加载的房间 那倒霉兄弟俩 还没彻底清醒 就被注射了兔真剂 迷迷糊糊间 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如同倒豆子一样 有什么说什么 这两人也没什么亲人 一起抢劫 恶索 给他人提供炸弹 本身也豁出去了 基本没什么 可以抓住的把柄 问出了囤积炸药的地点 和进货渠道 琴九临走前 默默开了两枪 顺便把在屋里 搜到的炸药放置 引爆 殷曲严男看得眼皮一跳 不过还是 没说什么 他早就发现 老板不是什么好人 有这样的同伙 很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 池飞池没说什么 也没问什么 这两个人不好控制 回答问题时 表露的态度也够极端的 知道囤积多年的炸药 都被人拿了 不跟他们拼命 就算好的了 根本控制不了 如果炸药少一点 因为陌路擅长组装炸弹 琴九说不定还会考虑 不动这两人的东西 先用一段再说 偏偏两个人手里的炸药太多了 还是一口吞 那些炸药比较赚 组织里不缺会 组装炸药的人 换言之 在琴九心里 这两个人的价值 比不上那一批炸药 被解决掉也不奇怪 不过 这兄弟俩囤积的炸药 是真的多 搜罗了一晚上 池飞池和琴九对半分 一人一半 各自运走 至于福特加和英曲严男要不要 就看他们自己去商量了 池飞池让英曲严男 去开了组织配给自己的小黑车 帮忙送了两批到临时安全屋 也就是那两处跟琴九 一起炸来的安全屋 剩下的炸药自己送 一些放在背户亭 96号的地下安全屋 一些放在 真池集团废弃不用的仓库角落 哪些仓库彻底废弃 不会有人过去 他还是能摸清楚的 一直折腾到早上 英曲严男 才将车停在池飞池指定的地点 打了辆车到公寓 上楼找池飞池交差 老板 这是钥匙 池飞池接过车钥匙和乌钥匙 抬眼看到英曲严男满眼血丝 累得够呛吧 英曲严男在对面沙发上坐下 点了支烟 还好 说不上累 只不过那两处地方相隔有点远 搬东西倒是没费什么力气 就是开车累得够呛 而且 我很久没熬夜了 还真有点不适应 你想要什么 池飞池起身去厨房 炸药 钱 或者别的 英曲严男想了想 钱 他现在吃喝的生活费 有老板包了 一个月拿的工资足够玩乐了 炸药 他药了好像也没什么用 至于别的 枪 可以吗 我早就想换把好一点的手枪了 会用狙击枪吗 池飞池拿了一瓶拉克酒 和两个酒杯出厨房 又转身回去拿冰桶 英曲严男很时趣地跟上去帮忙 我来 池飞池将冰桶递给英曲严男 他一个人生活久了 不太习惯让别人帮忙做什么 不过也没必要拒绝 让英曲严男做这些 有利于培养英曲严男 对他的服从性 他是找手下 不是找个结拜兄弟 两个人关系可以要好 但必要时 还是要确保 以他的指示为先 把冰桶放下 英曲严男 用冰夹往杯子里放冰块 狙击枪我会用 不过只是早年 出国去训练场练过 这几年 还能不能命中目标 不过 我使用手枪的射击精准度 倒是还不错 具体想要什么型号 池飞池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时间 早上8点31分 低头给水无联奈发邮件 水无联奈过两天 会去一家网络安全公司 进行采访 让水无联奈 先去接触一下 组织名单上的 那个程序设计师 把观察的消息反馈给他 他才方便安排人去接触 调查 威逼利用 英曲严男 没多考虑 HKP7型 晚上给你 子弹也是 那把枪几乎没用过 池飞池低头编辑好 给水无联奈的邮件 发送 HKP7型手枪 后座力小 安全性高 精度高 皮克斯那个96号地下安全屋里 有一把 不过 他还是喜欢自己买的 伯莱塔92F 其他手枪丢在那里 也是机会 不如丢给英曲严男 英曲严男嘴角微微一抽 默默倒酒 他怀疑自己老板是个军火贩子 池飞池顺手拿起杯子喝了口酒 又给绿川沙西 赚了一百万日元过去 那姑娘不用问 肯定是缺钱 英曲严男拿起酒杯 尝了一小口 感觉那股大料味 让人有点接受不能 这种酒味道还真是浓啊 习惯就好了 池飞池转弯账 收起手机 抬眼看着英曲严男 你就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英曲严男被盯得后背一凉 不过还是如实道 是有很多问题 比如 老板到底是什么人 在做什么 想做什么 为什么要那么多炸药 那两个人是什么人 还有 说着 英曲严男看向一旁酒瓶上的 Rocky字样 他之前听那个大块头 叫过拉克这个称呼 老板 也叫过那个银长发 一脸杀气的男人金恩 还有那个大块头 被叫做沃克 当时他下意识地觉得是英文名 只不过有点奇怪 一看到这瓶酒 他才瞬间就明白过来 应该是 Rocky Gin Vodka 都是酒 不过打探老板的隐私 好像不是我该做的事 英曲严男收回视线 与其略带调侃到 从老板用枪指着我 逼我打工的时候 我就知道 老板不是什么好人 要么当天晚上赶紧跑 要么以后就没法跑了 既然我最后还是选择拿这份钱 那就做好了跟到底的准备 我以前做的事也不干净 抱着及时享受生活的想法活着 不怕被老板拖下水 标准的赏金猎人思想 池飞驰评价了一句 他前世也差不多 相比起这辈子有家庭背景 上辈子一穷二白 买瓶水都要靠自己 等当赏金猎人赚到钱之后 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 也就不考虑什么未来 做事随心所欲 花钱大手大脚 当下痛快就够了 那些以后我再跟你说 最近两天好好休息 英曲严男知道自己 跟池飞驰的时间还短 池飞驰不说也正常 没有再提那个话题 哈哈一笑 确实要休息两天 再熬我可受不了 不过老板真的是在找保镖吗 我怎么觉得是在找助手 本来就是 池飞驰语气平静 保镖只是明面上的说法而已 我自身没出什么意外的话 不用你保护我 英曲严男摸了摸鼻子 老板说话太直接了 而且他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 老板偏偏要冷着脸说正经话 气氛瞬间就冷了好吗 两人喝了杯酒 英曲严男就回去了 池飞驰收拾了一下杯子 也去卧室补觉 三天两头熬夜 调什么作息 不调了 下午 一点 池飞驰被手机震动吵醒 拿起手机接通电话 喂 是我啊 小田窃明也激动的声音响起 飞驰 第十位了 今晚下午搞不好就能进前十了耶 池飞驰坐起身 缓了缓睡意 你在说什么 仓库的新歌啊 到今天发行才五天 销量已经破二十万了 公信榜第十小田窃明也那边静了一下 突然哈哈哈哈狂笑了半天 第九位 刚刚到了第九位 你能不能淡定点 池飞驰被那一阵鬼畜的笑声 吓得睡意全无 干脆起身下床 出房间 那么多宣传费砸下去 到第九位很正常 原本仓库麻衣 Love Day After Tomorrow 也就是爱在明天这首歌 作为新人的出道歌曲 第一周也爬到了公信榜第十八位 那还是因为原公司是老牌娱乐公司 作为新人的仓库麻衣 没有获得太多推广资源 在半个月之后 全国FM电台播放 这首歌一路冲到了公信榜亚军 之后一周 销量就突破了一百万 他们 Dank公司资金购 又主捧仓库麻衣 新歌还没发行 就大力宣传 从一开始 基础就好得多 怎么都要好一些 再说 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事件 仓库麻衣 唱了那么多柯南主题曲 多少会有点科学光环眷顾吧 而且 这个世界没那么多好歌 至少他前世听过的很多都没有 不报说不过去 作为新公司的新人 这个成绩已经很惊人了 小田切明也反驳了一句 又得意洋洋地提醒道 我先说好了 你可别泼冷水 现在仓库就在我旁边 我开了免提 你泼冷水 他能听到的 让他见识一下 他们社长笑起来 有多神精致 持非持语气 平淡地反问 我就是高兴啊 小田切明 也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这才第五天 还有两天时间 说不定可以冲上 公信榜前五言 我预计的位置是前三 迟非迟到 一开始 这首歌在公信榜排名不高 要一点点往上冲 是因为仓库蚂蚁本身 还没有名气 没有基础粉丝支持 宣传再好 也比不上那些知名的老牌歌手 宣传只是让人知道 有这么一首歌发布 有人在好奇 无聊的情况下 能顺手去搜着听一下 就算好的了 而经过前几天的累积 有听过觉得不错的人 给身边的人推荐 有看到朋友 再听的人也去听 才累积起一定的基数 等基数达到一定程度 上了榜单前列 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去听 总之 对于新人而言 要么进不了前十 而一旦到了前十 说明歌曲质量好 进了前十之后 肯定还会有一个爆发期 这周结束之后 全国FM电台播放一周 再等一周发布 西辉 预定冠军 池飞池继续到 再过一个月发布 Secret of my heart 首周销售目标40万 小田切敏一页 你目标定得也太高了吧 高吗 池飞池平静反问 无论是现在的首发 还是之后的 西辉 都是过度 他不记得 苍木蚂蚁第二首歌是什么了 不过 西辉 是前世下目有人账的片尾曲 他觉得 要比那首他不记得的第二首歌要好 至少他这个歌词党 对歌词很满意 原本苍木蚂蚁第二首歌也是冠军 这首冲上冠军不难吧 再之后 Secret of my heart 内心的秘密 这首歌是柯南的主题曲 原先首周销售 也是破了40万的 现在冲破40万 只是保底好吗 小田切明 也一头黑线 新人的出道歌 达到这种成绩 已经很不错了吧 没想到池飞池还不满足 还有 不知道是谁说的 咱们是新公司 目标不要定太高 不然达不到的话 艺人和员工容易失落 受到打击 其实他也觉得 后市还很足 销量涨幅一直在升 不过目标 定个前五就差不多了呗 至于后面的歌 现在就预测 定目标 好像太早了点吧 不过 既然已经进了前十 可以准备庆宴了 池飞池又到 不管后天到不到前三 全公司都去 毕竟是新公司的 第一个作品 取得好成绩 有必要带着员工 庆贺一下开门红 增强一下集体荣誉感 好好 我知道了 小田切明也又笑了起来 我打电话 跟局人说一声 嗯 我一会儿过去公司 嘟嘟 小田切明 也刚准备挂电话 发现那边已经挂断了 有些无语 池飞池挂电话这速度 真的很少有人能比 还是听完他的话 给了回应之后 才挂断的 这手速 傲娇 扑 苍木麻衣在一旁 没忍住笑 随即盲笑 咪咪道 抱歉 抱歉 本来就是啊 提前准备庆宴 又过来公司 他明明也高兴着 还傲娇 小田切明也拨着 森渊局人的电话号码 苍木 公信榜越往上差距越大 没拿到前三也没关系 你不要觉得有压力 他这个人啊 老早就瞄准你了 眼光是真的好 但目标也定得很高 不会 苍木麻衣笑道 我会尽力去唱好 之后具体怎么样 就交给听众去评判吧 我再着急也没用 还不如去准备新歌 社长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去录音房了 去吧 小田切明也不由道 还是你心态好 苍木麻衣走到门口 又回头道 对了 社长 其实我觉得 前三也不是不可能啊 池先生这首歌 真的很不错 好了 电话都已经挂断了 你这么说 他也听不到 小田切明也调侃道 而且 他已经给你准备了很多个 不用再抢我的机会了吧 我还指望他能给我也写一两首歌呢 哎呀 我这点小心思 被看穿了呢 苍木麻衣笑着关上门 开溜 心情很不错 一开始知道被转迁到Sank 他就没觉得失落 虽然 Dank是新公司 一点根基都没有 但背景摆在哪 了解过就知道 背后的资本有多雄厚 他是没出道的新人 在以前的老牌公司里 或许推广渠道多一点 但资源不会砸太多到他身上 除非他 证明自己有潜力 而到了一个新公司 现在资源会多一些 以后也是元老啊 虽然 公司给他的资源 有点吓人 股东亲自写歌 社长直接砸了一堆钱 宣传推广 另一个股东 也是全力支持的 他已经不仅是受宠若惊 已经惊恐了好吗 而且 他也喜欢Sank的氛围 新公司大多是年轻人 大家有活力 有干劲 有共同话题 没有其他老牌公司 那么多讨厌的压迫 虽然以后随着发展 人多了 可能不再这么纯粹 但他们永远是前辈 也不用被压迫 自己超幸运 苍木麻衣 笑眯眯进了电梯 公司的三大老板 也很传奇 社长看起来很凶 训人更凶 不过很多时候都很直爽 性格也有趣 以前还是摇滚歌手 森源先生来过两次 是个大帅哥 一看就是个花花公子 看到女孩子都要笑着聊两句 不过言行举止 也不粗鲁轻浮 不会让人讨厌 池先生他没见过 听说也是个大帅哥 很沉稳冷静的一个人 而且写歌词 作曲 太鬼才了 他觉得这三个人一组合 都能在娱乐圈 混得风生水起了 所以 不能骄傲 不过 还是好喜欢 Thank啊 斜杠 这边 苍木麻衣在心里 一阵狂乃Thank 那边办公室里 小田切明 也给森源局人打完电话后 看了一下数据 深呼一口气 低头 无脸 一阵黑黑黑的笑 用切实行动证明 他私底下 还能笑得更神精致 简称鬼畜 长夫还在持续 看着那条上扬的线 心情美滋滋 而小田切明也不知道的是 偷偷奶的 还不止 苍木麻衣一个 持飞驰一听 苍木麻衣的新歌 进了工信榜前十 就猜到今天这较 估计是睡不成了 开车去公司之前 去了一趟96号地下安全屋 拿了枪 晚上回去 可以顺便送过去 给英曲延南 路上 不少人陆陆续续 打了电话给他 先是黑羽快逗 飞驰哥 你们新公司第一首发行的歌 就近前十了呀 恭喜 最近几天 应该会有新闻报道吧 那最近两天 我就不发 预告韩强版面了 我这么为你考虑 改天是不是得请我吃大餐 行 谢谢 持飞驰绝对没有嘲讽的意思 Think现在 不指望有头版 不现实 也太假 但最终销售成绩不错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 买点大版面宣传 再提升一下 苍木麻衣 和公司的知名度 要是最近两天 黑羽快逗突然发个预告函 以怪到积德的名气 估计大版面 小版面要占不少 连娱乐板块都不会放过 对他们进一步扩大战果 有很大影响 在之后 打电话过来的 还有毛利兰和林木原子 辉元埃 柯南和三个小学生 似乎都在上学 趁着下课打电话 集体说一声恭喜 没聊太久 然后是飞英里和森元百合江 让他意外的是 鸡背主也在随时关注着 特地给他打了电话 至于他那个毛利老师 算了 估计又在事务所喝多了 看外界俗事 都是过眼云烟 现在只是进钱时 提前打电话来的 只是关系特别要好的人 等首周销售期结束 恐怕还有一些人打电话过来 不过 别的不说 有经理少女毛利兰 和主角团其他人的关注和祝福 都是一波盛奶 以至于 在见到池飞池和森元局人后 小田切明 也都已经笑过头了 进入半闲者状态 看起来很稳 现在已经有人进入公司网页留言了 虽然不多 都是特别喜欢仓墓新歌的人 但也算是有了一点人气吧 小田切明也调侃到 等过一段时间 仓墓的歌发布多一些 估计有人会问 诶是谁吧 每次新歌的作词 作曲人一栏里 都会冒出这个讨厌的字母 森元局人笑道 飞池 他这是 在暗指你偏心呢 那些歌适合女性唱 池飞池道 小田切明也刚想说话 又听池飞池道 等会儿 我给你另一首 小田切明也的神色 一瞬间变得严肃 刚才我不小心说错话了 H这个字母一点都不讨厌 这是指引我们公司前进的圣月光 森元局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侧开脸 叹道 明也 你变了 你又不唱歌 当然不会明白我的心情 小田切明也一点不在意 脸皮厚度有足够的长进 三个人也没多少能说的 公司发展的大方向 已经确定过 池飞池和森元局人 都不管具体的事物 也没什么可交流的 池飞池找了间录音房 准备着给小田切明也的歌 他在音乐方面的专业知识 还是从原意识体的记忆里得来的 原意识体不怎么听流行歌曲 这个世界很多流行歌曲 也不算出色 至少以 他在网上国际板块搜索的结果来看 他前世听过的很多歌都不存在 包括1997年之前 原本应该已经发行的歌都没有 他会听 不懂曲谱 刚好可以和原意识体互补 靠着前世记忆里的曲调 歌词在用原意识体的音乐知识还原曲谱 小田切明也早就提过 要他帮忙写一两首歌 不过他前世听的男生歌里 除了动漫里的歌曲 大多都是追梦赤子星之类的 国情不合适 他也不想给 别问为什么 就是不想给 再到穿越前不久 他听的又大多是古风轻音乐 更不合适 而且他研究过这个世界目前的主流歌曲 节奏感都很强 重金属音乐更受欢迎 这方面完全是他的盲区 哪怕是歌剧 他都能从原意识体的记忆里挖点出来 但让小田切明也唱歌剧 还是算了吧 别说小田切明也唱不来 没底子唱 不愿意唱 他想想都觉得 唱出来会很可怕 最后 琳达还是来自他睡觉前的想法 飞着眼眶熬着夜 对 就是 王飞 流行金属的编曲 附和当前的主流 而无论节奏还是歌词 都有一种狂野的强权和爆发 他听过小田切明也唱摇滚 小田切明也绝对能唱出那种感觉 只不过 歌词由中文翻译成日语后 节拍就压不上了 还要进行调整 还原曲谱 反复尝试 调整 再调整歌词 池飞池脑海里有记忆 用的时间不算多 也就 两个多小时 森原居然以前学过吉他 也不觉得无聊 坚持要蹲守到底 小田切明也就更不会走 担心打扰池飞池 全程没碰乐器 没吭声 也算够有耐心的了 可以了 池飞池做完最后的歌词调整 连带着曲谱 递给小田切明也 这样就行了吗 森原居然走上前 只是最后的调整完善吧 飞池心里 明显早就有大概的曲谱了 只是一些音的修改 小田切明也低头看了几句歌词 发现森原居然凑过来 就立刻将一叠纸张折好 揣进口袋里 哎 森原居然 疑惑看向小田切明也 这是我的歌 小田切明也偏森原居然 小切 我又不会跟你抢 森原居然无奈失笑 就算你让我唱 我也不唱 那最好 小田切明也又笑着转头看池飞池 辛苦了 之前池飞池说 手里的歌不适合他 他也没放在心上 他本身就是玩音乐的 知道写歌没那么简单 现在如愿以偿 虽然还没看曲谱 但这歌词太符合他口味了 仔细一想 池飞池肯定费了不少心思 说不定在他提的时候 就已经在费神琢磨了 一直到今天完善 才告诉他 唉 这家伙 之前一声不响的 也不说再为他费神 感动 森原居然看小田切明 也这夸张转变的态度 叹了口气 明眼 你真的变了 好了 一起去吃饭 我请客 怎么样 小田切明也笑道 今晚都有时间吧 池飞池点头 我知道一家还不错的居酒屋 三个人去聚一聚也好 而且比起高档餐厅 他觉得关系要好的朋友 还是去居酒屋比较小 地方不大 但气氛好 森原居然笑道 飞池都能去 我去不了也得去啊 一日 深秋 海豚乐园附属饭店 怀骨楼层的餐厅里 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 参观着前些年的老式家具 刚退去稚嫩的脸庞 竟显青春活力 谈笑风声 唯有坐在饭桌旁的年轻男人 低头看着手机 一身黑色便装 神情冷漠 一身沉浸气质 跟周围的欢快气氛格格不入 石飞池专心低头看手机 这是 以前背户高中同班同学组织的聚会 比起昨晚跟小田倩明眼 森云绝人去小聚 今天的聚会实在有点无聊 她不是不愿意搭理人 而是没话题 从记忆里来看 在刚开学的那一两周 其实大家都不熟 有人跟原意识体说话 原意识体也从来没有过傲慢不回应 只不过 原意识体的性格远没有别人热情 这是天性 再加上 她父亲也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五岁之后 父母不在身边 家里一些庸人 跟她的相处方式 明显也不适用于同学 小学 国中一直就是被孤立过来的 到了高中 一个人住到了背户艇的公寓 那个公寓的安全性是很高 但楼层里没住多少人 同在十一楼的住户 只有三家 一家没多久就 全家出国 一个坏脾气的老太太 因为身体不太好 被儿子接走了 整个十一楼也就只剩下她 那个时候 原意识体发现 她一点都不懂得 怎么跟人相处 偶尔也会懊恼 在面对同学的问题时 自己的回答 是不是可以再热情一点 尽管原意识体 努力表示得诚心 但在其他人看来还是太高冷了 再到一些流言蜚语传出来 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 说了她的家事 然后就愈发不可收拾 原本期待着 高中能有一个 新开始的原意识体 再次心灰意冷 果然又是这样 没关系 我习惯了 那我自己学习去 学习使我快了 再之后 学吧 家事好 这两个标签一打上 就算其他人 不会觉得他会看不起我 也会觉得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吧 如果那个人 再内向一点 其他人的想法 就会演变成 真的很高冷 其实心里 是不屑于 跟我们在一起玩的吧 老师是不是 在特地照顾他 家事好果然受照顾 这家伙有什么好的 我学习又不好 跟他没有共同话题的了 大家都不跟他说话 算了 既然我的好朋友 不喜欢他 我也不跟他说话 看起来很难相处 是那个人啊 都不怎么跟其他人交流 感觉很冷淡又傲气呢 整个高中 原意识体 跟其他同学 真的没有多少交流 关系只是曾经 坐在同一个教室的人 直到他穿越过来 他发现 就更没有共同话题了 这边 一群七八个男女 说着 曾经在背护高中的趣事 不好意思 那些事他不知道 没参与过 在旁边 三个女生 聊着最近新出的衣服 这个就更不用考虑了 那边 四五个男生 说着充野养子的新节目 眼睛都在冒星星 可惜他不追星 在他眼里 明星也是人 没有不一样 有光环吗 不好意思 他看不到 再往另一边 又是四个男女 说着苍木麻衣 最近两天 苍木麻衣的新歌真的很火 特别是在年轻人里 苍木麻衣作为一个新人 本人都有了一些知名度和粉丝 这个话题 他也没法接 接了之后 他不说苍木麻衣 是自家公司的艺人 就是暗自嘚瑟 说了 就是名装逼 不管这几个人怎么想 传出去之后 总会有人这么说 传闻一扭曲 傲气 和我们不一样的标签 又要加深 再就是 一群男女兴致勃勃地说着 等会儿去看海豚的事 再说到海豚怎么怎么样 抱歉 他谈不上不喜欢海豚 当然也不喜欢 而且也没法接受海豚很可爱 真的耶 我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海豚 海豚这么可爱 不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 这些口水话 更不明白 那边一群看着复古家具 反复感慨这个好好看 这个是什么 好像年代很久了 这个真有意思 这个也好有意思 还有这个 让他去说的话 他宁愿做个不尽人情的人 反正大家都这么想了 他也无所谓 真的不尽人情 有这个时间 跟请酒聊聊炸药的事 问问英曲严男 有没有鱼在附近转悠 这不香吗 本来他还琢磨着 能不能原意试题 洗一洗不好的传闻 不然他根本不会过来 直接拒绝掉就好了 现在过来一看 还真的没什么话题 反正为了融入人群 委屈自己 迁就自己这种事 他接受不能 也不会去做 能出就出 不能出就算了 嗯 门口 腾村直美一眼 就注意到那边的男人 在一群还在有些 跳脱的大男孩里 那个人实在太特别了 有种不服年纪的沉稳 就好像年龄比周围人 都要大上几岁 原来如此 直美学姐也跟同学来聚会啊 旁边的寸头男生 没注意到 腾村直美的视线飘了一下 笑着说完 又对好奇跟过来的同伴道 这是我在大学里的学姐 当年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哦 以设计专业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的 目前国外一家大企业 担任设计师 不过别看他这样 可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呢 上次回来 还帮我们这些学弟学妹 指导课业 简直是又漂亮又温柔嘛 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了 腾村直美伸手 将散落在耳旁的 长卷发拢到耳后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着 对了 你们是高中同学聚会吗 是啊 寸头男生笑道 我们都是背户高中 同一个班的同学 过两天 背户高中会有校庆活动 老师让我们有空 去给学弟学妹的表演 捧捧场 我们在商量这件事 正好就一起 举办一场同学聚会咯 这么多人 还真热闹啊 我都有些羡慕了 腾村直美 不由又看向那边的 黑衣年轻人 那个 寸头男生转头 看到池飞池 脸色有些不自然 又很快笑道 那是我们班的高冷学霸 我们都还在念大学 他就已经提前大学毕业了 还是六年制的 动物医学系 现在 他在背户高中 可是风头正盛 旁边的男生补充道 老师联系我们的时候 特地说过 希望他到时候 能去参加校庆 两个人都有点尴尬 其实要不是因为老师提过 而且全班都通知了 不通知池飞池 有点不太好 他们都没打算叫池飞池的 是吗 腾村直美有些惊讶 那可是 学校的风云人物了耶 学校确实会希望 他能去参加校庆 对于学弟学妹 也是一种鼓舞 不过他大概是不会去的 寸头男生转头 看池飞池 去年背户高中的校庆也没去 腾村直美笑了笑 大概有点印象了 六年制的大学两年学完 还是让人头疼的医学类 有这种天赋 傲气一点 是很正常的 嗯 就是一个高冷骄傲的学霸 他又不是这群同班同学 没那么多感触 不妨碍 他对这个人产生兴趣 不过 这种人 感觉不太好相处呢 是啊 他一直都是这样 不好意思 腾村直美看了看手表 我跟同学约好了 等会儿碰面 一会儿再带他们过来 跟你们打个招呼 然后有空的话 就一起去海豚乐园玩 怎么样 好啊 那我问问他们 寸头男生立刻点头道 池飞池也察觉 有人在频频看他 不过没有抬头 依旧跟荆棘真聊着天 他问一下 荆棘真会不会回来参加校庆 虽然荆棘真在国外到处比赛 但本身也没退学 还是背护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荆棘真不知道 在哪个国家飘着 一时没有回复 周围 一群人说了 去海豚乐园玩的事 附和的人一堆 事情就这么被定下了 池飞池静静坐着 又看了一下公信榜 目前仓木麻衣已经到了第六 跟第五的差距不大 而第五位从昨天开始 上涨的势头就已经变慢了 今天晚上应该能超过去 餐厅门外 一个穿着蓝色小西服的小学生 跟着几个人路过门口 又默默退了回来 在餐厅门口探头看 话说 某个家伙那身黑衣和冷脸 还真是醒目 他这么路过一下 视线鱼角都能注意到 柯南无语之鱼 也觉得有点无奈 他注意到 好像也不奇怪 这么多人扎堆说笑 只有池飞池 一个人静静坐着 就好像这个餐厅里 有两伙客人一样 一伙是池飞池 一伙是其他人 嗯 该不会池飞池 真的只是乱入 一群人的聚会里了吧 柯南悄悄在门口观察了一下 发现五六分钟过去 池飞池还是那么坐着 跟其他人完全没有一点沟通 这 更难分辨池飞池 跟其他人是不是一起的了 而且感觉池飞池像是一个其他人都看不到 只有他能看到的鬼魂一样 咦 有一个女生发现柯南 好奇走过去 小弟弟 你有什么事吗 姐姐你好 这里是在做什么 柯南仰头问道 好热闹 池飞池听到这熟悉的卖蒙声音 抬头 柯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又有案子要发生了 这次是哪个事件来着 我们是背护高中的同班同学 正在举办同学聚会哦 女生笑道 同学聚会 那就不可能混进其他的人了 柯南便别了一下情况 更无奈了 唉 池飞池这家伙 真是没救了 本来吧 他看池飞池跟他们的沟通渐渐多了 不像一开始 那样简单应两声 偶尔还会跟他开玩笑 虽然玩笑挺冷的 但他觉得 池飞池是有了小伙伴 心情好 性格也开朗了 没想到 面对其他人是这样 都是高中同学啊 池飞池跟谁都不说话的嘛 小弟弟 你是跟家人走散了吗 女生又问道 没有 柯南跑进餐厅 我找池哥哥 池飞池看着柯南 等柯南跑到面前 才问道 有事 柯南一夜 就这种反应 难怪这么格格不入 半月眼道 我看到你在这里 过来打个招呼 不可以吗 池飞池点头 可以 柯南 池同学 旁边男生转头 你认识这个孩子 我一个老师家的孩子 池飞池应了一声 然后就没了下文 男生转回头 继续跟同伴聊着天 柯南突然发现 自己站在这里 都有点格格不入了 干脆拉了拉持飞池的衣服 池哥哥 毛利叔叔和小兰姐姐也来了 你要去打个招呼吗 行 池飞池起身 去跟活动发起人说了一声 抱歉 我先离开一下 啊 没关系 你去吧 然后又没了下文 柯南跟着 池飞池出了餐厅 无奈之余 心里又有着说不出来的恼火 如果池飞池不搭理其他人 那他无话可说 但他能感觉到 其他人对池飞池有隔阂 很冷淡 饥饿如仇的名侦探 没法理解 会员挨的性格也挺冷淡的 但转学过来之后 照样有三个孩子 不介意他怎么样 在知道他的性格之后 就更不介意了 池飞池和他们相处也是一样 他们知道 池飞池没有傲慢 只是性格就那样 所以也没介意 身为同班同学 那些人好像一点都不在乎 池飞池怎么样 从未想过了解池飞池 他甚至想到 之前听荆棘真说过的 那个关于池飞池 是个冷漠又高傲的人的传闻 荆棘真是在 池飞池毕业后才入学的 连荆棘真都知道这种传闻 可想而知 当初整个背后高中 绝对是人尽皆知 可能 那时候 连一个能理解 池飞池的人都没有 名侦探心情低落了一下 又觉得愤怒 从未真正了解过一个人 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只听了传言 就去拒绝了解一个人 从未真正了解过一个人 又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传出那种 好像很了解别人的传闻 池飞池见柯南脸色 一会儿恼怒 一会儿低落 一会儿愤怒 最后又铁青着脸转身 往餐厅走 伸手 按住柯南的头 阻止柯南往回走 你又怎么了 我想回去问问他们 柯南低着头 逆光有些看不清表情 低声认真道 你是不是做过什么 伤害他们的事 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要将一个人隔绝在外 池飞池松开手 因为没有共同话题 哎 柯南一愣 他是想问那些人 又不是问池飞池 不过 池飞池本人解释的话 大概也就是真相 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 他们无法理解 池飞池平静道 他们跟不跟我说话 是他们的自由 我跟不跟他们说话 是我的自由 这是两方的原因 柯南 这么说也对哦 其他人只是不跟池飞池说话 是人家的自由 又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 如果再加上 没有共同话题这个原因 确实不是过错 没得了才是对的 而且 池飞池本身也不想跟他们聊 否则听到感兴趣的事 也可以随口说两句 大概是觉得 其他人的话题太幼稚 无聊 连开口的心思都没有 这的确是双方的问题 不然的话 池飞池自己也能处理好的 就像池飞池第一次 跟飞鹰里见面 就刷足了好感一样 这家伙绝对不是那种木讷的人 再说了 池飞池现在不是没朋友 看样子 只是在选择性地交朋友 是觉得他们 这群人不错 可以交 这么一想 还有点小高兴 那么他之前是在恼火些什么 浪费感情吗 一时间 明侦探 内心平静地迷茫 之前快爆炸的情绪突然消失 又让他有点无所适从 池飞池站在一旁 静静看着柯南 一副被玩坏的样子 猛猛地转身 往饭店店踢走 所以说 他感兴趣的是 其他人是没法理解的 柯南走着走着 发现有道视线 一直聚集在他身上 停步 转头 就见池飞池 一脸平静地站在原地盯着他 嗯 他怎么了 池飞池看向走廊另一边 提醒道 你之前是往那边走 柯南有点尴尬 又转身 往之前毛利小五郎 一群人离开的方向走 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啊 池飞池跟了过去 难得你有那么恍惚的时候 我多看一会儿 柯南 明景浩 就是在看他好戏 是吧 话说 他刚才为什么会恍惚 还不是因为 池飞池说的那句话 啊 柯南还没来得及 声讨池飞池的恶劣行为 就被惊叫声一跳下了 反应过来后 立刻朝 惊叫声传来的地方跑 复古风格的房间里 穿紫色长裙的女人 心口刺了一把刀 悄无声息地倒在桌边 双眼圆睁 脸色发僵 房间里的电视机还在响着 三个女人跌坐在房间玄关处 神色惊恐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女人 别紧张 你们先冷静下来 尽量不要碰屋里的任何东西 毛利小五郎站在门口稳住场面 啪 电视机突然关闭 电视节目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我不是叫你们不要碰任何东西吗 毛利小五郎脸色难看得吼道 老师 这是投避式电视机自动切断的 池飞池出声提醒 毛利小五郎一震 转头 乌宇看着他身后的池飞池 试问 原本不该在这里的徒弟 突然凭空出现在身后 还冷冷地喊了一句 老师 这谁受得了 吓他一跳 小兰姐姐 快打电话报警 柯南提醒 哦 好的 毛利兰拿出手机 转身出门报警 二十多分钟后 警察赶到 封锁了现场附近的两边走廊 不少人站在警戒带外围观 窃窃私语 却看不到具体的状况 那最先发现尸体的 就是你们三位小姐 木木十三确认着情况 转头 一脸嫌弃地 看着毛利小五郎 还有 每次都会碰巧在场的毛利老弟 以及 说着 木木十三又转头 半月眼瞥向池飞池 池老弟 对吧 刚收起手机的池飞池声明 我是听到尖叫声之后 才赶过来的 木木十三 就温神这个角度来看 先过来的 和听到尖叫声之后 赶过来的 有区别吗 有吗 不过从案件调查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 池飞池不了解尸体 被发现的过程 那关于事件的详情 他还是去问毛利老弟比较好 了解的会比较全面 这么说起来 应该还有一个 会在案发现场乱晃的小鬼头 嗯 柯南站在一旁没乱跑 表情很淡定 今天情绪大起大落 内心突然有点不太正常的平静 他要调整一下 木木十三心里疑惑 柯南今天怎么这么乖 不过也没有多问 看向三个女人 等搜证之后 我们必须听取三位的口供 能不能请三位在这里稍等一下 毛利小五郎立刻凑上钱 叽叽道 那我就来做他们三个人的保镖吧 怎么样 我看没这个必要 木木十三果断拒绝了毛利小五郎 这个心怀不轨的要求 对门外喊道 千叶老弟 就由你来照顾这三位小姐吧 是 木木警官 我知道了 千叶敬礼 池飞池留意了一眼 现在的千叶还是没那么胖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就胖了很多 而那三个女人 一个温柔随和 一个知性干练 剩下一个留着茶色短发 烫了大波浪卷 穿着一件白色风衣 远远看的画 和雪莉很像 不过五官和铜色有一点差别 毛利小五郎 一脸失望地看着千叶 把三个女人带走 喂 毛利老弟 木木十三喊了一声 提醒毛利小五郎跟上 动身往房间里去 高木老弟 情况怎么样 柯南也缓了过来 紧跟上去 听到这话 悄悄干笑了一声 他还是攻腾心一的时候 木木警官也叫他攻腾老弟来着 天下街自家老弟的木木警官 是 死者名叫藤村直美 高木社会报道 27岁 据说目前 是在国外从事 童装设计的工作 上午11点31分 死者去过同楼层的餐厅 11点37分离开 池飞驰认出死者来了 当时他 虽然在低头看手机 但也不是全程没抬过头 在藤村直美进餐厅的时候 他就扫了一眼 嗯 木木十三疑惑 看向池飞驰 同楼层的餐厅 我们高中同学 正好在那里聚会 有人在死者毕业的大学上学 池飞驰解释 当时我那个同学 死者 还有我们另一个同学 在餐厅里交谈过 原来如此 木木十三正色问道 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吗 当时气氛怎么样 具体说了什么我不清楚 离得有点远 我也没怎么留意 池飞驰到 只有死者进去和离开的时候 我看了两眼 不过应该没有起争执 不过 你小子记下的时间 还真详细呢 毛利小五郎感慨 一般人只会说 11点半左右这种话吧 我当时再玩手机 池飞驰到 木木十三懂了 当时池飞驰就顾着玩手机了 什么都没管 对吧 木木警官 我在被害人的裙子 口袋里搜到了这个 一个警察拿着一个证物袋走来 举起手 让木木十三能看清证物袋里的喷屏 这是防狼用的催泪瓦斯 什么 木木十三立刻打起精神来 催泪瓦斯 如果被害人发现有人跟踪 监视 才会带防狼喷雾雾的话 那就要考虑跟踪狂入室杀人的可能了 这位腾村小姐 常年住在国外 所以才会特别的小心谨慎吧 毛利小五郎日常对刑事案件 指手画脚 一旁 柯南思索着整个案子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池飞池也回想着 投避电视的手法 他记得凶手到底是谁记不太清了 不过 不用考虑其他人 这个案子是很明显的科学三选一 死者那三个朋友 有很大的嫌疑 这个房间还真复古啊 木木十三 转头打量着整个房间的布局 这整个楼层都是怀旧楼层 这里是怀旧套房 毛利小五郎解释道 呈现出来的 都是过去就饭店的摆设 木木十三点了点头 又看向那边的电视机 所以才会摆了架投避式的电视机啊 高木设在一旁 看着警察手册上的调查结果 解释道 这台电视机的设计 是塞入100元硬币后 就可以观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 对了 木木十三看着毛利小五郎 听说你们在进入这个房间之后不久 电视就被切断了 对吧 对 毛利小五郎点头道 当时大概是下午两点 根据摆在电视机上的说明来看 高木设看向电视机 100硬币 一次似乎只能投入一个 也就是说 电视打开的时间是一点左右 木木十三问高木设 死亡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死亡时间是整午到下午一点之间 高木设道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 这么说 他是在打开电视机之后 就遭到凶手攻击了呀 柯南看着散落在电视机前 地面的一堆零食 刚想提醒 就发现池飞池走了过来 嗯 池飞池蹲下身 低声问柯南 你们和那三位小姐 是几点钟遇到的 下午一点左右 柯南神色认真 低声说明情况 我们先是在一番艇那边的车站入口 遇到了山本工人子小姐 和大林家洋里小姐 大叔一看这两个人都是大美人 就说要 一起来海豚乐园玩 我们一起等了五六分钟后 今天将奈美小姐赶到 和其他两个人会合 再和我们一起搭电车过来 哦 对了 再来之前 山本工人子小姐 还接到了死者腾村小姐打来的电话 问他们有没有出发 那时候 大概是下午一点左右 池飞池在脑海里还原时间线 11点37分 死者离开餐厅 大概11点45分左右回到房间 之后凶手来了 杀害死者 时间大概是正午12点 凶手在离开饭店 赶到车站 跟其他两个人碰面 搭下午1点20分过来的电车 1点50分到这里 在下午2点 和其他人一起发现尸体 等等 柯南打断 声音放得更轻了 你怀疑 凶手就在那三个人之中 不 如果凶手是按你推测的顺序作案 那么下午1点左右 腾村小姐就已经死了 根本不可能再打电话给其他人 那么 当时接到腾村小姐电话的工人子小姐 就是凶手了呀 可是 如果凶手在12点钟 就杀害了腾村小姐 并离开这里 他又是怎么让电视播放节目的 想要在我们赶到的时候 电视还在播放 就必须在下午1点钟 往电视机里投进硬币 你不是发现了吗 池飞池抬眼 看向电视机旁的那一堆零食 是啊 柯南也侧头看着 摸着下巴 思索着道 感觉那一堆零食散落在那里很突兀 那个带长线的糖 原本就是这样吗 还是凶手加上的线 不知道 池飞池到 我没吃过 柯南 他原本的年龄是17岁 比池飞池还要小上3岁 这种复古的零食 池飞池没吃过 他就更没吃过了 这个不重要 不 如果这是凶手加上去的线 就能证明 这个案子不简单 确实有人利用零食 制造了什么手法 让电视机在1点左右播放节目 果然 还是求助年纪大一点的人 阿脸脸 柯南立刻跑到地上的零食旁边 卖萌出声 吸引到木木13和毛利小五郎的注意力后 才指着地上的零食道 这里有多好零食哦 都是我没见过的也 池飞池 柯南卖萌 真是越来越熟练了 哦 柯木13仔细一看 怀念道 柠檬汽水糖 放长线软糖 四角糖 味增鲜辈 这些都是 我小时候吃过的零食啊 根据我们了解 这是饭店准备给房客作为茶点的 高木社解释道 柯南低头思索 放长线软糖 也就是说 软糖上原本就有线 这样一来 也就不能当作凶手做过手脚的证明了呀 我想 应该是死者和凶手争执的时候 把这些零食弄乱的吧 毛利小五郎猜测 柯南 池飞池 房间里明显没有争执 打斗的痕迹好不好 而且 这堆零食虽然散乱 但没有被磕到 周围也没有踩到的痕迹 就像是原本就摆得这么乱 这些仔细看的话 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柯南无语之后 看着地上那些零食 突然眼睛一亮 指着地上的雪糕道 你们看 这里还有一个雪糕也 只不过 好像已经融化了 木木警官 毛利小五郎正色道 我想被害人 一定是准备边吃雪糕 边看电视的时候遇害的 柯南 喂喂 重点不是这个啊 嗯 木木十三的注意力莫名偏移 对其他警察道 谁现在去看看 冰箱里面 是不是有摆了雪糕 是 一个警察去看了冰箱 拿出几只雪糕道 木木警官 里面有好几根雪糕 这些雪糕 也蛮叫人怀念的 木木十三点了点头 看来毛利老弟说的 应该错不了 就是啊 毛利小五郎立刻笑了起来 又对柯南嫌弃道 我说你小子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吃 要吃雪糕的话 就让飞驰带你去买吧 说着 又转头对吃飞驰道 飞驰啊 这小子想吃零食 你带他去随便买一点吧 哎 柯南想吃零食吗 毛利兰立刻探头进门 是不是早上没吃饱 饿了呀 我带他去买吧 不用麻烦飞驰哥 不要 柯南立刻跑到 持飞驰身边 拉着持飞驰的衣角 我要持哥哥带我去 持飞驰 卖蒙可耻 好了 就让飞驰带他去吧 毛利小五郎 一脸嫌弃 柯南 毛利兰无奈 不过觉得这两人关系好 也挺好的 又笑道 飞驰哥 那就麻烦你带他去吧 柯南 要乖乖听话 不要乱跑 我知道了 两人出门 离开了一群人的视线 柯南一脸乖宝宝的表情 顿时变得业余起来 喂 你看到毛利大叔这样子 有没有后悔 拜他为师啊 听木木警官说 他以前也经常带偏其他警官 没有 持飞驰一脸平静 柯南一噎 没幽默感 随即认真起来 地上那只已经融化的雪糕 不是前些年的老旧品牌 而是现在能够买到的 新品牌雪糕 他之前提到雪糕 就是想让毛利小五郎 和木木十三 注意到这一点 这只雪糕 是从外面买回来的 是死者本人买的 还是凶手 结果 谁能想到 毛利大叔居然能拐到死者生前 想看着电视吃雪糕上面去 而且 木木警官还真的被带偏了 他这边努力提示 想让谜团更清晰 毛利大叔在那边 努力将谜团弄得更复杂 简直绝望 池飞池居然没后悔拜师 心态真好 还有 电视机旁边的柜子上有水滴 柯南收回吐槽的思绪 继续分析道 我大概知道 凶手的作案手法了 凶手在杀害腾村小姐后 先将放长线软糖的线 横放在电视机的头壁口上 带糖的一端锤着 然后将雪糕横搭在电视转台器和柜子上 像是架桥一样腾空放着 之后将放长线软糖拉过来的线 压到雪糕下面 最后将100元硬币放在头壁口 因为有线阻隔了头壁口 硬币一时间不会掉进去 之后凶手离开现场 等过去一段时间 雪糕融化变软 失去支撑后 就掉在了地上 这样一来 放长线软糖的线 就没有东西压着 被带糖的一端的重量 带着掉到地上 而硬币没有线阻隔 也自动滚进了头壁口 电视就被打开了 嗯 吃非吃认可 地上掉那么多零食 就是为了演示这个手法 不然只掉了雪糕 和放长线软糖的话 一眼就能看出来 好 柯南心里充满干净 大家的推理答案一致 这就很舒服 柜子和转台器上有水珠 吃非吃 嗯 柯南顿了一下 小脸瞬间跨了下来 用到这个手法 可以确定 凶手是工人子小姐没错 不过证据 我还没有找到 如果软糖的线 是凶手沾上去的还好 至少可以证明 这个手法存在 但线是临时原本就有的 光雪糕是外面买的这一点 没法作为证据 连证明手法存在都做不到 凶手可以说 那是腾村小姐 突然想吃那个牌子雪糕 从外面买回去的 这样确实也说得过去 总之 雪糕是要买的 池飞池带着柯南进了电梯 也对 房间里的东西不能乱动 柯南点头 确实要从外面买雪糕 来演示手法 池飞池按下了一楼的按键 没错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要出门买雪糕 那毛利小五郎 让他带柯南去买雪糕 是不是有意的 看那迷糊镜 不像 毛利小五郎 似乎根本没发现什么重点 不过如果毛利小五郎 是故意的 那就说明 大叔没那么迷糊 细思极恐 其实证据 还是在于判断出 凶手是谁这一点 哎 柯南意外了一下 眼睛一亮 我明白了 腾村小姐在一点左右已经遇害 不可能再打电话给工人子小姐 工人子小姐 也不可能跟腾村小姐有交谈 这是判断她是凶手的根据 同时 当时那一通电话 会打到工人子小姐的手机上 不管是她携带了被害人的手机 还是设置了什么自动拨号的手脚 一定会有线索被留下来 被害人的手机 会有她的指纹吗 被害人一直在国外 昨天回来 他们今天才准备见面 如果她的指纹留在被害人的手机案件上 那这就是她跟被害人提前见过 并假装通话的证据 如果有指纹 减时刻人员应该已经发现了 吃飞吃泼冷水 嗯 也对 柯南一愣后 低头继续思索 那还能从哪里找证据 既然做了 那一定会留下什么决定性的痕迹 一定 两人买了血糕回到现场 警方已经找到了被害人腾村小姐的手机 最后一通电话 是打给山本工人子的 木木十三和毛利小五郎 又在房间旁的休息室里 跟山本工人子确认情况 两人都基本认定 死者腾村直美是在一点遇害的 那么 远在一帆挺的三个女人 都有不在场证明了 池飞池在一旁静静听着 有点惋惜 那个长得像雪莉的妹子 就是凶手 看来有必要去问问池老弟的那位同学 至少 要了解一下腾村小姐有没有跟她说过 最近有人跟踪之类的话 木木十三又对三个女人道 还要麻烦三位去隔壁的现场 再针对发现尸体前后的状况 做一次详细的叙述 好的 三个女人答应下来 柯南心里有些着急 这是打算先立案 再慢慢调查的节奏 要是让凶手离开这里 说不定原本存在的证据 也会被销毁 山本宫人子穿好鞋起身的时候 外衣口袋里突然传出一阵 稀稀苏苏的响动 池飞驰立刻侧目 看了过去 柯南一正 在转头一看 池飞驰也注意到了 嘴角扬起一丝笑意 对池飞驰低声道 如果他没有你那种 把蛇放在身上的爱好的话 证据应该就在那里了 飞驰从池飞驰袖子里露头 不满地吐着蛇性子 发出嘶嘶的声音 他好好地捕着叫 干嘛突然把他拎出来说 柯南僵住 这种声音他知道 是蛇表示要攻击的信号 以往飞驰都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一直温温吞吞的 这次是生气了 那个 池哥哥 好了 飞驰 睡觉去 池飞驰伸手 把飞驰按回袖子里去 柯南松了口气 嗯 等等 飞驰为什么会生气 听懂了他刚才的话 假的吧 绝对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或者提到哪个字眼 刺激到飞驰了 要是能听明白他那句话 是稍带着调侃 那飞驰已经成精了 嗯 要相信科学 动物不会成精 他等会还要推理 持飞驰安抚飞驰 要咬等他推理完再咬 柯南仰头看吃飞驰 阻止飞驰咬他 是因为还需要让他去推理 做人怎么能恶劣到这种程度 半个小时后 柯南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 完成了推理 工人子 工人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面对两个同学的质问 山本工人子沉默了一下 我们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 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都可以被推荐到国外 为知名的服装厂牌工作 执美他得到了这项殊荣 顺利地在国外成为了 知名童装设计师 但是这份殊荣 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 谁知道执美 却跑去巴结教授 要不是开第二次同学会的时候 教授因为喝醉了 说出了真相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可是 你不是也要自立门户 创建属于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了吗 大林家秧里不解问道 那是我骗你们的 山本工人子忍着难堪 失落道 其实我刚被公司裁员 就因为我犯了人生中 唯一一次的错误 大林家秧里惊讶 你被裁员了 是啊 山本工人子 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神色隐约带着一丝争鸣 我不甘心 为什么我要遭受这样的命运 我能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全都是执美间接害的 因为他当年早把我的幸福全抢走了 所以 所以我才会 随着山本工人子跪倒在地 崩溃大哭 其他人也都沉默了 池飞池不能理解这种心情 他从前世到现在 都算是自由职业者 从来没有被裁员过 就算被裁员 他会自己去学更适合生存的技能 所以也无法理解 这种杀人动机 柯南走出毛利小五郎身后的隔间 突然看到 一道细长的黑影窜了过来 随即感觉手腕一凉 低头 呆呆看着 咬着他手腕掉在空中的飞翅 他 好像被蛇咬了 是确实被蛇咬了 池飞池都愣了一下 他家飞翅挺记仇的呀 每次说了要咬谁 不管过多久 到时间一定会咬 啊 下一秒 柯南反应过来 一脸崩溃地在原地跳脚 飞翅 快松口了 飞翅本来是打算松口的 不过怕被柯南甩飞 咬得更紧了 山本宫人子一抬眼 就看到一条蛇 死死咬着小孩子手腕 忘了继续哭 脸色苍白地往后退 其他人也都被吓猛在原地 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池飞池上前按住乱蹦的柯南 捏住飞翅的身子 柯南这就是 没被飞翅咬过 没经验 如果是快逗的话 大概就会懂了 飞翅一般咬一下就跑的 不用反应太大 反正都被咬了 躺好 等着抗蛇毒血清就行 飞翅见有池飞翅帮忙稳住 不至于被乱蹦的柯南小鬼头甩飞出去 果断松了口 搜一下钻进池飞翅袖子里 主人 柯南好可怕 我不就是咬了他一口吗 吓死我了 吃飞翅无语 柯南这不是没被咬过吗 而且要吓死的是柯南和其他人才对吧 看看 三个妹子那脸色白的 擦粉底都不会有这么白 柯南 你没事吧 毛利兰连忙上前 柯南低头看着手腕 除了一些浅牙印 还有两个很深的牙印 脑子里蹦出了一段描述 赤链蛇事后勾牙毒蛇 跟一般毒蛇的毒牙长在口腔前面不同 赤链蛇的毒牙都在喉咙深处 除非嘴张得很大 否则咬人的时候 毒牙不会咬到人 飞翅这是咬得多深辣味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 不 现在的关键是 赤链蛇是无毒蛇一类 或赤链有微毒 毒素不强 但是 如果个别人的体质 对毒素敏感 也会有中毒症状 死亡也是有可能的 那 池飞翅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风 在真空塑料袋里的注射器 里面的抗蛇毒血清 也是调队好的 直接给柯南扎了一针 柯南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打了一针 沉默 仰头看吃飞翅 他不信飞翅会知道 他们之前说了什么 那么真相肯定是 之前他不小心做了什么 刺激到飞翅 然后持飞翅帮忙 把飞翅按回袖子里去 并一直控制着飞翅 不让飞翅乱跑 就在刚才 持飞翅松手了 飞翅窜了出来 给了他一口 那么问题来了 持飞翅这家伙 是不是看他推理完了 故意放飞翅出来咬他的 持飞翅还不知道 自己替飞翅背了一锅 注射完之后 将注射器放进袋子里 好了 别担心 飞翅的毒素不强 只是会让人全身发麻 注射过抗蛇毒血清 就更不用担心了 针筒是一次性的 调队好血清 蜜蜂前我削过毒 别担心感染 呼 木木十三常常松了口气 高木舍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原来飞翅也会咬人啊 柯南之前不知做了什么 就有点刺激到他 持飞翅找了个合适的理由 刚才我没按住 木木十三一看 都是这家人的事 还是丢给他们自己处理吧 叫上其他警察 出了饭店 毛利兰依旧有些担心 柯南 真的不用回去休息吗 不用了 柯南拒绝 现在想想 他之前的反应 确实有点过头 被毒蛇咬了 减少活动 减缓血液循环速度 并马上注射抗蛇毒血清 才是正确选择 其实缓一下 他还是能冷静下来的 不过没来得及 就被持飞翅按住 一通冷静地操作 有点丢脸 显得很娇气 要是让小兰知道 他就是攻腾心医 不知不觉 非力时已经这么多了吗 他感觉自己 在不能坦白的道路上 回不了头了 看着小鬼还很精神 毛利小五郎漫不经心道 而且已经注射了 抗蛇毒血清 应该不会有事的 那好吧 柯南 如果身体不舒服 要及时告诉我 毛利兰叮嘱着 又疑惑起来 不过柯南 你究竟是对飞翅做了什么呀 他从来没有咬过大家 这次怎么会这么生气 我也不知道啊 柯南无奈 毛利兰拍了拍柯南的头顶 总之 以后不要再淘气了哦 柯南 他真的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 没有 池飞池打完电话过来 他那些同学早撤了 他也懒得过去一起吃晚饭 至于背户高中的校庆活动 荆棘真回复 近期有一场比赛 没法回国 去不了 他也回复那些人 不去 如果荆棘真去的话 他好歹还有个能聊两句 打发时间的人 如果荆棘真不去 他就是一个人待着 说不定还要上台讲两句 鼓励一下学弟学妹们 那种场面话 浓鸡汤 他想想就没兴趣 而且 学校里有关他的传闻 正在淡化 以后会慢慢被别的事代替 过上两年 就算有人说起他 大概就是说 听说当年在学校里很高冷呢 这样一句 还是以那种听传言的 无所谓语气去说 不会在意 现在 他毕竟才毕业两年 一旦去了 会将开始淡化的话题 又带了起来 不如不去 费时哥 毛利兰转头问道 你还要去找 你的同学吗 不去了 他们已经离开了 吃飞吃到 为了表示歉意 我请你们吃饭 等会儿再请你们去看海豚表演 他还打电话 问了英曲延南 没有可疑人物在附近晃悠 今天大概是不会有余上钩了 可以放松一下 好啊 毛利小五郎立刻叽叽道 那我们就去吃寿司吧 再加上好酒和武器的话 爸爸 毛利兰的目光变得危险起来 等会儿还要去海豚乐园 你可不要再喝得不省人事 好了好了 毛利小五郎果断改口 我开个玩笑吗 吃过晚饭到海豚乐园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进场十分钟后 池飞池发现 他大概开始喜欢海豚这种动物了 不是因为表演好看 而是因为四只海豚趴在池子边 不断往观众席叫唤 他们喜欢他 看来 我们的海豚明星 今天很想跟大家接触呢 带着海豚表演的女训兽师 用话筒喊着 接过助手送上来的球 好了 快过来吧 大家都很期待你们的表演哦 四只海豚游了过去 一只接一只的伸头 接住女人丢来的球 然后带着球跑了 跑了 女训兽师 回来 这时候不应该跑啊 为什么今天不按剧本走 四只海豚显然没感应到 女训兽师无声的呼唤 又游到靠观众席的一侧 D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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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球顶向观众席 哦 场间一阵欢呼 准备接球 所有球飞向了同一个方向 时飞时抬手 把飞过来的球 一一拍了回去 四只海豚欢快地鸣叫着 接住球 又顶向持飞池 持飞池坐在观众席上没动 将四个球接住 只将其中一个丢向池中的圈 四只海豚 立刻一只接一只地跳过圈 追着球游了过去 持飞池又丢出第二个 四只海豚 又跟着跳圈跑过来 跳圈跑过去 跳圈跑过来 紧接着 四只海豚一只顶一个球 不等女训兽师开口 又一个接一个地顶向持飞池 持飞池将球快速拍向池子上 球的高度 飞出的速度都不一样 四只海豚同时跳起 跳的高度从低到高 准确地接住球 落水 观众席一片掌声 女训兽师站在台上 一脸茫然 毛利小五郎 无语喝了一口手中的啤酒 忍不住吐槽 你小子是来砸场子的吧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还真像来砸场子的 中途 四只海豚顶着球 回到了女训兽师身边 女训兽师心里松了口气 给海豚喂鱼 顺便活跃着气氛 看来他们真的很喜欢那位先生的 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 海豚们又跑了 又跑了 还是带着球跑 继续到另一侧的池边 跟池飞池玩 女训兽师 大概是一个莫得感情的喂食机器 看池飞池跟海豚玩了十多分钟 飞池忍不住了 不就是丢球吗 我也会啊 嘚瑟什么 主人 把我丢过去 我教教他们 什么叫食可而止 他都没跟主人这么玩过 池飞池当然不可能 把飞池丢过去 要出乱子的 不过考虑到自家宠物的感受 把球接住后没有再丢 送上去给女训兽师 也是向海豚们表明 他不玩了 海豚们也够聪明 不再往池飞池坐的位置丢球 不过在散场前的送礼物环节 又把冲起小鸭子 冲起小海豚玩具什么的 一股脑丢给池飞池 女训兽师看着其他观众 一个礼物没有 心里欲哭无泪 不带这样玩的 后台 其他训兽师也面面相去 以后要不要禁止这个人来看表演 呃 好像不太妥当 不过他们真的想这么做 太破坏节奏了 离开海豚乐园后 毛力兰看着池飞池抱着一堆礼物 笑弯了眼 飞池哥还真受动物欢迎啊 柯南不由点头 池飞池养的宠物就说了 上上次的大熊猫 上次的黑熊士兵卫 这次的海豚 这家伙真的很受动物欢迎啊 我看啊 以后海豚乐园的工作人员 不会希望你再来看表演了 毛力小五郎喝光啤酒 把一拉罐顺手丢进大门外的垃圾桶里 其他观众一个礼物都没收到 海豚全送给你了 你让他们怎么想嘛 那是海豚们自己选择送给飞池哥呀 毛力兰反驳一句 又转头问池飞池 对了 飞池哥 我们明天打算去奈良县那边玩 你要去吗 去不了 明天有公司聚会 池飞池瞥了柯南一眼 说好的学生开学了呢 跟假期有区别 柯南依旧到处履行 祸害治安 不对 区别还是有的 不仅祸害周边地区 也再次开始祸害东京地区 今天终于又见到木木警官了 以及 今天的案子 他大概还有一份笔录要做 要是在其他地区 考虑到他们要赶着回来 除非牵扯过多 否则基本是当场问过话就行了 回来东京的话 有空还要去补充证词什么的 这么一想 柯南去祸害周边地带也挺好 最后 毛利兰三人决定坐电车回家 路上顺便去买点明天用的东西 没让池飞池送 池飞池打了电话 让在附近溜达的英曲延南开车过来 接自己回家 一路上 英曲延南百无聊赖地开着车 日本这些赏金猎人的动作 也太慢了吧 这一天 居然没有盯着老板 不说绑架成功那十万英镑 要是把老板绑架了 向真池集团要赎金 至少十亿日元 不 他再大胆一点猜测 二十亿日元肯定是有的 池飞池坐在副驾驶座 垂谋看手机 然后打了个电话 勤酒又有余上钩了 嗯 哎 英曲延南愣了愣 有余上钩了吗 在哪 他怎么没看见 电话那边 勤酒直接问道 在什么地方 我在回背护艇的路上 人在我家老宅别墅附近 池飞池道 五个人 没有跟踪监视着你 勤酒又问道 没有 池飞池顿了顿 他们好像蹲错地方了 如果不是看到飞沫传来的邮件 他都不知道 有人跑去那边蹲他了 也不知道那群人用的是哪一年的情报 反正不太聪明的样子 勤酒都沉默了一下 算了 笨不笨不重要 听话就能用 我在 啊 池飞池这边 路那边的公园里 传出女性的惨叫声 英曲严男 都被吓了一跳 老板 别管 继续开 池飞池低声说了一句 又对电话那边的勤酒解释道 刚才旁边的公园 似乎出了什么事 我在八王子市 勤酒又说回之前的话题 你去解决吧 到时候把人带过来 你去调查那个走私饭了 池飞池问道 从了解到的信息来看 那个近期会有大量 炸药运来的走私饭 老家就在八王子市 有点收获 过来再说 勤酒道 行 挂断电话 池飞池收起手机 英曲 先回公寓拿点东西 好的 老板 英曲严男没有多问 一路开车 送池飞池回公寓 你去租辆货车 然后过来接我 池飞池往外走 低头给英曲严男 赚了二百万日元 剩下的自己留着 这段时间行动的开销 嗯 这部分是组织报销的 不用白不用 英曲严男点头离开 考虑到等会儿 要拉五个人去八王子市那一带 有货车确实方便一点 池飞池回去后 换了身不常穿的衣服 往一个旅行袋里装调味料 双面夹 三大包铁签子 碳 腊木条 餐刀 火钳子 然后又打开冰箱 酒 装冰块的保温箱 纯净水 把冰箱里的食材都打包 又去房间里 带上催眠瓦斯 吐针剂 接了点毒液 毒液就不用带去了 放在房间柜子里 继续增加他的毒液储量 等英曲严男租好车过来 池飞池已经等在停车场了 等车停下 英曲严男帮忙把两个大旅行袋搬上货车 动作很小心 老板很危险 他担心里面全是炸弹 必须小心 池飞池检查了一下车子内外 确定没有窃听器 发信器之类的东西之后 才去了副驾驶座 拿了一容工具 着手一容 还是那张长着小雀般的欧洲年轻面孔 他不用自己的脸去见那五个人 那五个人不一定知道为什么栽了 或许是以前的仇家 或许是突然盯上他们的人 谁知道呢 英曲严男锁好后车厢的门 转到驾驶座旁上车 看到池飞池在脸上鼓刀着什么 好奇问道 老板 你会一容术 上次去末路和山神那里 池飞池就是用这张面孔 他不确定是池飞池自己弄的 还是别人帮忙 不过现在看来 是池飞池自己会一容术 有问题吗 池飞池看着镜子里的雀斑脸 又从袋子里翻出一顶帽子 戴上压低 让金发挡住眼睛 没什么 英曲严男打着火 将车子开出停车场 只是有些好奇一容术 日本境内活跃的人之中 会一容术的都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怪到积德 还有我们赏金猎人圈子里 最近也出现了一个代号叫七月的赏金猎人 那个人似乎也会一容术 不知道是男是女 这些人隐藏身份 还真是方便 是非是听着 放下车窗 点了支烟 将烟雾吐出窗外 看着烟气被风快速吹散 甩在车后 七月是我 支英曲严男 差点把车开上了人行道 连忙挤打方向盘 才把车拉回正路上 开车稳一点 池飞驰忍不住提醒 是啊 吓我一跳 飞驰从池飞驰领口探头 悠悠吐槽 睡不着了 英曲严男 差点又把车开上了人行道 脸色有点发僵 老板 你不是把舌带去放生了吗 这条是我养的 池飞驰把飞驰拎出来 放到仪表台上 让飞驰能看到夜景 英曲 找个有卖烧烤铁架的地方停一下 好 英曲严男 嘴角微微一抽 老板居然还养了条蛇啊 那以后岂不是会经常见到 他以后会不会还要帮忙照顾宠物 为难 嗯 等等 之前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老板就是七月 作为大集团继承人 平时做做生意 不想努力了 就吃吃喝喝拜拜家 泡泡妹子兜兜风 这样才正常吧 结果他家这位老板 做的事比一般罪犯还过 不是枪就是炸药的弄 居然连赏金猎人的事都要去插一脚 这已经不是有点过分 而是太过分了 这个不务正业的富家子弟 货车停在路边 英曲严男去街边店里买了的大铁架 一个人就轻松搬上车 一回头 发现池飞池去了旁边的商店 等了一会儿 上前帮出来的池飞池 接过两个袋子 老板 你买铁架做什么 烧烤 池飞池把两个袋子放上车 所有能烤的食材 我都买了一点 英曲严男 一看手里的袋子冰冻肉泪 话说 今晚好像是要做坏事吧 顺路买烧烤架什么的去烧烤 真的好吗 那之前那些旅行袋里的 木炭和酒水之类的 池飞池解释 英曲严男沉默 好吧 他之前还以为是炸弹什么的 看来是他误会老板了 到了池飞池家老宅别墅附近 放倒五个人也没费多少力气 两个人过去直接敲开车窗 英曲严男 就把装了催眠瓦斯的瓶子丢进去 等五个人晕倒 再把人绑好 丢到货车后车厢 一路拉着离开东京市区 秦九指定碰面的地方 是八王子市附近的景兴山 英曲严男开车往山路上拐 疑惑问道 老板知道秦九要去山上 所以才准备了烤架和食材 不知道 迟飞迟到 不过不管是仓库 还是山上 都没什么人 无人的山道上 黑色保时捷已经停在一旁 秦九靠在车旁看手机 福特加扶着护栏抽烟 见迟飞驶下车 打了个招呼 拉克 你来了呀 不过 你还真是喜欢这张脸 一直用 懒得换了 迟飞驶转头 对英曲严男道 搬东西 福特加 帮得忙 好 福特加把烟丢出了护栏 动身走过去 秦九本来以为是那五个人 收起手机走上前 打算也看看人 结果就看到 英曲严男打开后车厢的锁 爬上去 开始往下递大包小包的东西 还有一个铁制的大烤架 最后才是那五个人 福特加帮忙把东西 安置在护栏后的空地上 看着那个大烤架 顿时乐了 拉克 你连烤架都带来了呀 大哥路上正好买了酒和杯子嘛 咦 想到一起去了 迟飞驶突然发现 勤九还是挺懂生活的 酒我也带了 今晚估计又得熬 不如弄点吃的喝的 勤九看着烤架旁的五个人 突然想到 那些被迟飞驶咬死的兔子 小白鼠 他一直怀疑 迟飞驶有一食品 悠悠提醒道 人不能吃 殷曲延南 福特加 那个 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句 迟飞驶拿餐刀的动作一顿后 才继续站起身 转头看勤九 声音平静地问道 勤九 你怎么会产生这么危险的想法 福特加和殷曲延南悄悄点头 这个想法真的很不对劲 正常人看到烧烤架 怎么会想到吃人呢 不过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咱能不能先把刀放下 今夜天色暗沉 细数点缀着几颗星星 给寂静的山林 带来一丝光亮 昏暗中 看不清池飞池的神情 垂在身侧的手中 参刀边缘锋利 反射着一道寒芒 再加上 那瓶劲儿不带一丝疑问 调侃的声音 总让人怀疑 池飞池不是在调侃勤九 反而有种被看破说破 想要灭口的感觉 气氛很诡异 你觉得这个想法属于危险想法 那就没问题了 勤九若无其事地走上前 神经悄悄绷紧 左手握紧风衣口袋里的电击器 跟有一类人不能讲道理 特别是无征兆 不定时发病那种 你这是在吐槽我 石飞池又蹲下身去翻袋子 我只是怕你 嫌咬兔子不过瘾 打算对人下手了 勤九在一旁 找了块大岩石坐下 石飞池把纯净水 保温箱 酒之类的东西先找出来 又去翻食材 我怎么也不至于考人 他咬兔子 是为了实验毒素好不好 也是担心牙齿磕到别人 自己又控制不好毒线 不小心把人弄死了 这些人想到哪儿去了 直接下口就行了 用不着带考架 勤九反问道 你这是无端一策 石飞池找出食材 用清水清洗 无端一策 算是吧 不过皮克斯以前 可是整天担心 你什么时候把他给弄死了 勤九侧头看了一眼 冰块你也带了 福特加 去车上把酒拿过来 哦 好 福特加点头 英曲言难沉默着 跟上去帮忙 那种诡异的气氛下 这两个都能若无其事地聊下去 怎么做到的 还有 两个人聊着天 感觉气氛更诡异了 总觉得信息量有点大 石飞池 声明一点 弄死皮克斯的是你 勤九 对贝尔摩德下手 总该是你了吧 石飞池 贝尔摩德还活着 勤九 皮克斯的是 是那一位的意思 后方 两人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交谈 说话毫不客气 偏偏听语气 又不像带着火气反对 就像聊今晚吃什么一样随意 英曲言难 帮忙接了两瓶酒 忍不住问道 他们一直是那样吗 福特加想到 那次在酒吧见七月 两个人就这么对了一次 又点了点头 算是吧 大概是开玩笑 反正火力有点强 反应比较快 他差不上话 等英曲言难和福特加拿了酒过来 两个人已经消停了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无聊了 又不想谈工作 随便聊两句 碳火点上 肉串好 放上 蔬菜放一边顺带烤 大家动手能力都不错 至少四个人里 没有谁会连点生活技能都没有 忙活了一阵 肉香渐渐飘出 旁边地上 被绑住的五个人 迷迷糊糊 有了意识 扑道 你吃什么呀 没有 不是我 睁开眼 就看到昏昏沉沉的天空 勤酒扫了一眼 懒得多说 福特加问问他们的情况 池飞池从口袋里 翻出兔针剂 和一次性注射器 递给福特加 继续低头翻自己的烤串 好 福特加没留恋烤串的香味 接过东西 一边低头用注射器 抽出小瓶子里的兔针剂 一边走上前 你们是什么人 之前被叫做普岛的男人 一脸横肉 色力内茶地问道 你们想干什么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希望你过一会儿 也这么爱说话 福特加上前 马里的一一给五人注射兔针剂 这五个人不难应付 完全没有抵抗 立刻问到什么说什么 老老实实全交代了 话又说回来 如果是难应付的对手 池飞池和勤酒 也不至于带上酒肉 悠哉悠哉地在一旁烤肉了 殷曲言难听了一会儿 也大概猜出来 池飞池他们 是在打探别人的情况 企图抓住别人在意的人和事 来控制这些人 他当初可没这个经历 看着看着 突然有种被重视微妙感觉 他是因为能力得到认可 所以被当成同伴了 反正他是不一样的 期间 池飞池还给福特加 送了一把烤串过去 殷曲言难看着福特加 一边撸串一边问 嘴角微微一抽 感觉福特加之前强横的问话 气势一下子就崩了 也好在那五个人 被注射兔针剂后 神志不清 问话的人怎么样 都影响不大 兔针剂这种东西 还真是好用啊 你要的话给你一瓶 池飞池递了个瓶子过去 手指大小的一瓶 看着没多少 五人份 对于一些人也没什么用 勤酒将铁签放到一旁 自己动手捣酒 可能是你家老板调的配比 出了点问题 殷曲言难接过瓶子 心情复杂 老板连这个也能调配 不务正业的附加子店 确实没有我想象中的效果 池飞池也想了想 FBI那些特工部门手里的突真剂 效果应该会比这更好一点 其他成分不能再加了 不然会对大脑有损伤 应该是缺少了某种成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配方 还添加了一些没用的成分 混淆试听 勤酒解释道 组织里有样品 也有一部分复制品 不过没有研究下去的价值 池飞池点了点头 没有说哪个国家的样品 那大概那些国家的突真剂 组织都搞到手早救过 没有研究价值也是真的 其他特工意志力坚定 再好的突真剂也没用 而对付类似这五个人一类的人 可以临时调配简化版突真剂 可以用别的办法 没必要去专门研究突真剂 勤酒一直参与钓鱼 并不是这些鱼有多重要 而是想把鱼丢出去 帮自己猎食 有空就随便花点时间处理一下 它也是一样 如果组织有重要的事急着去做 也不会有时间跑来钓鱼 那个针对他的赏金 可以用最快的方式解决干净 想到这里 持飞持到 接下来应该不会有鱼上钩了 有也是小于一两条 他能活蹦乱跳到现在 似乎没人出手 根本不用他说什么 那些赏金猎人 也应该想到有人 还不止一批人已经栽了 多少都会心生忌惮 而悬赏帖子无人问津 被其他帖子的热度压了下去 最多就是在持飞持这个名字的赏金池里 加上一笔金额 还是钱很少的金额 不说暗杀 再绑架 持飞持那些赏金池里 比他身份耀眼 比他金额高 比绑架持他划算的一抓一大把 他那个赏金 就是沉底那种 勤酒点头 这次收获也差不多了 持飞持仔细算了算 一批已经到手的炸药 一个可以收获大量炸药的信息 第一批剩下的 还在养伤的三个人 再加上今天比较好控制的五个人 这八个都可以丢出去做事 没被勤酒全部玩死的话 他在遇到需要人去 打探情况的时候 也能通知这些人去烫雷 还得再加上一个应取言难 论价值 收获肯定不如上次 从江口祭子那里打到的钱 不过那次行动很正式 核心成员里 他 勤酒 福特加 基尔 波本 科恩都行动了 而这次行动 跟他和勤酒拿地产那次一样 都是闲暇时抽点时间来搞事 空手套白狼 已经算是收获满满了 你们在八王子市 有什么发现 吃饱喝足 谈谈正事 那家伙本名叫圆渡一郎 勤酒拿出一张照片 递给池飞池 他父亲也是走私起家 掌握了两条从美国过来的走私渠道 他父亲六年前被仇杀之后 他就接手了渠道 这两年发展得不错 这张照片上 中间那个就是圆渡一郎 最右边穿蓝衣服 那个是他目前的得力助手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是他父亲老部下的儿子 也算是他目前最信任的人 池飞池看着照片 应该勤酒从对方周围某个人家里得到的合照 一共五个人 三男两女 圆渡一郎跟某个美国的军方要员有联系 从他父辈就开始的关系 勤酒注视着池飞池 沉声道 是我们没有掌握的人 应娶颜男 眼神突然变得好凶恶 你跟那一位说过了吗 池飞池倒是不觉得奇怪 勤酒这是表示 这件事很重要 原本他和勤酒 只是打算结一批现成的货 没打算对圆渡一郎怎么样 组织有自己的军火渠道 足够供内部使用 那个走私渠道并不重要 所以他们只是跟那一位提过 要钓鱼弄点人和炸药 没有细说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牵涉到美国的军方要员 就有必要跟那一位说一声 从圆渡一郎的父辈开始 那个军方大佬就在跟他人合谋 暗地里玩走私 至今没有倒台 说明背景很深或地位不低 即便已经退役 在军方必然有一定的人脉和影响力 走私这个突破口 已经送到了组织面前 相关人物圆渡一郎也已经锁定 只要能调查清楚 那个军方大佬是谁 掌握证据 就能威胁对方跟他们谈点事情 还没有 勤九拿出手机 动手发邮件 这次我们过来八王子时 有别的事情要是处理 这是从一个家伙那里得到的消息 之后 我又去确认了一下消息的可靠程度 还没来得及跟那一位说 勤九发了邮件 建议时没回复 又动手自己烤肉串 烤肉差不多快熟了的时候 两人几乎同时收到了邮件 池飞池拿出手机查看 Ricky 你的人随便动用 还有在美国 日本境内活动的一部分外围成员 让在美国的弗兰特 皮姆配合你搜集情报 不惜一切手段 把那个军方要员 拉到我们这边来 跟圆渡一郎正常交易也无妨 嗯 那一位果然很重视 没有提到勤九 估计这件事 勤九不会掺和了 弗兰特 一种半田形气泡葡萄酒 产自意大利 度数不高 只有9.5度左右 他在一份组织资料上 看到过这个代号 目前 人应该在美国一家大型医院里上班 属于情报搜查人员 皮姆 他不确定是指皮姆鸡尾酒 还是指皮姆鸡尾酒的材料 PIMS第一 不过两者差不多 PIMS第一 在中华被叫做飘仙一号 是用勤酒 其他粒胶酒 加上焦糖配置成的酒 一般是25度左右 至于皮姆鸡尾酒 就是用PIMS第一 加上柠檬汽水 黄瓜 草莓 橙子 薄荷等调配成的鸡尾酒 里面汇放大量的水果 到了夏天 伦敦有很多人 都乐意去喝一杯萧萧薯 这个代号他之前没见过 不过 代号是一种盛行于英国的酒 本身在美国活动也不奇怪 看样子 也是一个情报搜集人员 目前 这件事只能先搜集情报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消息 又是一个需要慢慢来的长线任务 看来 这次是不用我操心了 请酒先一步看完了邮件内容 回复之后 收集手机 继续悠闲烤肉串 池飞池给那位回了个OK 情报搜查方面 好像是贝尔摩德的事 这次也丢给我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休息了 大概还会在日本待一段时间 请酒动手翻着考串 偶尔搜集一下情报也没什么 反正又不用你去忙 再者 等需要美国那边的情报的时候 他这边的事 说不定已经结束了 也对 池飞池收起手机 他们现在连那个军方大佬 是谁都不知道 还是要先从原都一郎这里开始查 暂时不用美国那边的人行动 其实 他的加入并不会分散贝尔摩德 或者请酒原本手中的权利 只是把一些以前没怎么用到的组织成员 甄别一下 利用上 算是组织的扩张 而不是内部分权 那一位打算过两年让他去英国 似乎是想把英国变成下一个日本 至少请酒的行动力很强 会搞事 很少有地方像请酒这边发展得这么好 看这次就知道了 钓个鱼都能处罚长线任务 早知道的话 他还是要搞事 不搞事 英曲严男哪里找 那一位说可以跟圆渡一郎正常交易 池飞池动手捣酒 也就是指不接人家的东西 咱可以花钱买 拉进关系之后 摸清那个军方大佬到底是谁 那就要看你有什么打算了 请酒拿了串烤好的肉串 头也不太得问道 你怎么想的 池飞池没多考虑 声音平静地发冷 原计划进行 没必要迁就他 迁就也未必有用 圆渡一郎不是小走私饭 要跟那家伙拉好关系 倒能探听背后那个军方大佬是谁的程度 至少要花上十亿日元 去买一大批炸药和特殊军事材料 圆渡可以截下来 为什么要花钱 而且 花那十亿未必有用 以他估计 十亿丢过去 该查的还是得查 跟我想的一样 请酒冷笑一声 把手中吃干净的铁签 扎进身旁的碎石堆里 圆渡一郎接手渠道六年 他父亲那里不知道有几年 至今没有任何 关于那个军方药员的身份传出来 真是逼得够紧的 钱丢过去 最多只是让他重视一点 根本不足以接近核心 有你那张照片 加上我的一绒术 没必要那么麻烦 吃飞吃到 还有 别浪费铁签 请酒拔出铁签 看了一眼变形的前端 随手把铁签丢到一旁 已经废了 不过 要是按原计划进行 就要做得干净一点 那个军方药员 以后可以长期合作 别弄出什么麻烦来 那一位会不高兴的 我知道 先弄清楚 双方是利益关系 还是源于交情 交情又有多深 持飞吃到 虽然我并不看好 他们所谓的交情 正式谈完 福特家那边问话 也问清楚了 双方撤退 正好持飞吃这边 开了货车过来 就负责 把那五个人送回东京 五个人还有些恍惚 持飞吃让殷取延南 把人送到五人开来的车上 丢下就不管了 清理好尾巴 回到家 已经凌晨五点 殷取延南 帮忙把烧烤架之类的东西 搬上楼 打开电脑 进入一个网页后 输入了账户和密码 那五个人的信息不用寄 福特家会整理 上传到组织的服务器上 等那五个人清醒后 福特家会联系他们 威胁对方 以后为他们做事 其他包括程序设计师名单 aptx4869服用者名单之类的信息 也都是储存在同一处 核心成员根据账号 密码登录 如果需要调阅资料 还要进行签名笔记对比 摄像头面部识别等验证程序 在确定登录地址无异常之后 才可以调阅 研究药物的研究人员 能查阅有关药物的资料 但没法查阅到行动方面的信息 或者成员相关的情报 越重要的资料 验证越复杂 被归于机密资料那一部分 更不是谁都能查阅的 而且所有查阅都会有记录 他可以看药物研究资料的信息 不过不确定能看到多少 能看到哪种药物的研究资料 但如果没有什么理由 他的账户去查阅了药物研究资料 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打电话来 向他确认是不是他在进行操作 确认他有没有被人控制 或者账号有没有被盗取 以防组织信息泄露 至于下载 那更是想也不要想 下载需要时间 在下载的同时 电话就会打过来了 要一个下载的理由 一个电话不接 或者理由不充分 估计情久很快就会带着枪杀过来 药物研究资料很长 需要大量时间去翻阅 查看 记忆 没有一个合适的接触契机之前 它不会过度翻阅 前段时间只是假装好奇 点进去分区看了一下目录页 把有关于毒药的研究资料标记了一下 包括 aptx4869 为以后用想研究毒药 所以查资料做铺垫 整个浏览时间不到三分钟 另外 每个核心成员 都有自己的网页分区 比如 这次福特加上传的信息 就只针对晴久 福特加 它三个人开放 那一位可以看到 朗姆 贝尔摩德那边 他不确定 不过其他核心成员 肯定没法查阅 页面右上角 一个图标突然跳了跳 池飞池点开 这是一个类似邮件的信息页面 发信息的是贝尔摩德 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Good morning Ricky 发送时间是凌晨三点 这是半夜 骚扰别人的节奏 就跟半夜睡不着 发短信叫人起床尿尿一样 乐趣味 池飞池回复 发送 早 你什么时候开始管情报 美国的情报搜查 那一位都丢给我了 过了不到一分钟 在池飞池准备礼物 查阅外围成员资料的时候 回复来了 大早上就提醒我该做工作 你还真是残忍 不过 我打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要查 你就不用等我了 加油吧 这就是你偷懒的理由 米花亭 某个光线昏暗的房间里 电脑屏幕散发出光线 映着一张妩媚含笑的脸 随着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出文字 贝尔摩德嘴角上扬 眼中玩味的笑意更深 但是 那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如果我调查清楚之后告诉你 你绝对会吓一跳的 不过可惜我才不想告诉你呢 迟非迟 他怎么觉得贝尔摩德就是想批一下 很快 贝尔摩德又继续传来信息 那么 美国那边的调查 要不要我帮忙 我在美国那边 还有不少情报搜查的秘密武器 暂时不用 要先开始这边的调查 我先去睡了 改天再说 OK 那就改天再说 贝尔摩德关闭了页面 露出下方署名卡尔瓦多斯的消息页面 回复了打算去睡觉之类的信息 又聊了两句 起身伸了个懒腰 从床头柜里翻出一个盒子 纸盒似乎是某种礼物盒 上面有着深蓝星空图案 打开后 最上面的是一张照片 一张地单高中舞台剧表演时 石飞驰站在舞台上 伸手丢出硬币的照片 照片右上角 用红色签字笔写着 Cold Highness 冷淡的殿下 冷酷的殿下 照片下是新出知名的观察记录本 之后又是一些人际交往的档案 贝尔摩德拿着照片起身 走到挂在墙上的飞镖盘前 上面已经贴了一些照片 有写了Angel的 毛利兰穿着公主表演服的照片 有写了Cool Guy的 柯南摸着下巴低头沉思的照片 还有 画了大大的红叉的 雪莉的照片 一件有趣道 可以将你送进地狱的事 我却要帮你瞒着 也是很辛苦的 贝尔摩德把持飞驰的照片 放到飞镖盘上 贴好 看向正中那张画了红叉的照片 目光聊渐渐沉郁下去 在我这边开始行动前 送你一个来自枪口下的祝福 Good luck Sherry 一觉醒来 差不多到了 Zank员工庆祝会的时间 苍木麻衣新歌的销售成绩 在下午两点时 位于公信榜第三名 跟第二名的差距不大 到下午五点 成功超过第二位 不过可惜 首周销售只算到下午两点截止 最后的成绩 还是公信榜第三 公司里的所有人都觉得遗憾 不过公司第一首发布的单曲 就进了公信榜前三 已经是一件值得好好庆祝的事了 死神小学生不知跑去祸害哪里了 迟飞迟难得清闲了两天 休息得差不多之后 打着殷曲延南来了一次入室搜查 在满天堂工作那个程序设计师那边 不需要他多操心 水无连带去拜访后 试图接触过 把一些基本信息发给了他 他又顺手 发给了绿川沙西 让绿川沙西去接触调查 他跟殷曲延南查的是 圆渡一郎的事 琴久的照片上 有圆渡一郎年轻时 四个朋友的长相 那四个人的信息 已经有人查清楚了 除了圆渡一郎深深信任的那个人 另外三个人长大之后 都没有跟圆渡一郎搅和在一起 一个女人做了律师 一个女人在金融公司上班 剩下一个男性 整天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 一个白天 池飞迟带着殷曲延南 把这三个人家里跑了一趟 潜入住所悄悄搜集了一些信息 又潜了出来 顺便 默默帮殷曲延南 毁掉留在围墙边的脚印 殷曲延南遗憾 老板 没事 池飞迟压低黑色鸭舌帽的帽檐 站起身 往向子深处走 进步很大 上次坚实陌路和山神 殷曲延南 还满不在意地随地乱丢烟头 到处留痕迹 到今天第一次入室搜查之后 殷曲延南 至少知道自己 去买顶帽子戴着 防止头发掉落在现场 第二次入室搜查 又知道入室翻东西 要注意别留下指纹 进门前也有细心看看 门口有没有留什么标记 这是第三次 殷曲延南以后 应该就知道了 外围的痕迹 也要清理一下 特别要注意不起眼的地方 殷曲延南 默默收下这张安慰卡 来自老板的安慰可不多见 也是今天老板 除了报地址以外 说的第一句题外话 低声道 以前我跟踪的能力还可以 不过 秘密潜入这种事 从来没做过 也幸亏没做过 早知道的话 我早就找老板来学学了 现在也不晚 你搜查很细心 能留意到一些 不引人注意的线索 实非是平静道 不过情报搜查的事 还是不太适合你 延南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也还好 实非迟没再说下去 转而问道 这三个人 让我们的人 易容成其中一个 去投靠原度一郎 你觉得 选择谁比较合适 殷曲延南收敛了笑意 思索了一下 从房间里的那些东西 坐机 这两天的通话记录来看 这三个人 都和原度一郎保持着联系 其中联系最多的是律师 大概一周会联系一次 最近还在一起吃饭 其次是那个邋遢混日子的男人 最后是那个金融公司员工 按理来说 关系最亲密的律师 最适合易容 虽然易容成亲密的人 容易露出破绽 需要大量时间 去调查那个律师的习惯 还要易容顶替的人反应够快 心理素质过关 能够应对危机 但我想对于老板你们来说 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 池飞池默默听着 走出巷子后 先一步上了黑色车子 殷曲延南去了驾驶座 上车发动了车子 剑池飞池 又日常拿手机 依旧专心思索着 不过 从您给的那份资料来看 扣留 而在女律师住所里 她那辆近一千万日元的车子 是去年4月16日登记的 今年圆渡一郎 注册了一个空壳海运公司 时间是6月27日 在7月初 女律师的日程表里 显示她又请假去了拉斯维加斯 还买回了一堆东西 我总觉得 圆渡一郎 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 而且那个女律师的传闻中 你可以自信点 把可能去掉 池飞池低头看着手机 只要知道这个女人 就应该听说过 她是出了名的态度恶脸 只帮给得起价格的人辩护 至于辩护的案子怎么样 她并不在意 对于给不上价格的人 她敷衍了事都是轻的 还曾经多次因为价钱的事 对人恶语相向 闹得很大 她和圆渡一郎 存在着金钱交易 圆渡一郎给钱 她负责出关系 如果她 失去了律师的工作 跟圆渡一郎的关系 恐怕会很快 冷却下去 就算只是 保住工作的接触 我们的人 也未必能处理好律师的那些事 英曲严男点了点头 又继续道 我不太懂的是那个混混男人 他对于圆渡一郎而言 应该没什么用 不过两个人的关系 没有再说下去 英曲严男正了正 之前那些房间看到的一件件东西 在脑海里闪过 最后一些集中在一起 发现了 石飞驰赌定道 赌 女律师有这个兴趣爱好 她家里虽然收拾的整洁 没有相关的器具 不过化妆桌上 还有一个头子装饰品 下面还留着拉斯维加斯 一个赌博场所的标记 应该是纪念品 还不是谁都能拿到的镀金纪念品 那个混混家里更明显 到处散乱的扑克牌 不知什么时候滚到沙发下 已经击沉的头子 还有一本记录着乱七八糟数字的笔记本 那本笔记本上 是各种关于扑克牌 头子几率的计算 够沉迷其中的 是啊 英曲严男开着车道 这么看来 圆渡一郎 可能也有同样的爱好 在今年1月1日 三个人聚会 在今年1月21日 三个人再次聚会 总结来看 叫上那个混混的时候 十次有九次 那个女律师也会在 这么说的话 这个混混可以借由同样的爱好 接近圆渡 不 不对 这个人不行 嗯 持非持认同 圆渡一郎和女律师有分寸 虽然喜欢 但没单个正事 至少没让自己无法生存 不过这个混混不同 他太沉迷忘我 其他两个人 恐怕只是 拿他当同桌的牌友 而且他没什么本事 去了圆渡一郎那里 恐怕圆渡一郎也不会重用 就算表现出一点 好用斗狠的能力 也无法快速接近核心 那就只剩下那个金融会社的职员了呀 殷渡一郎想了想 近年的联系 好像有点太少了 他很漂亮 持非持道 注意他们年轻时候的那张照片 五个人的站位 殷渡一郎顿时懂了 难道说 圆渡一郎成家了 不过他深得信任那个男人一直没有 持非持道 那张照片 应该是七八年前拍的 看他们的年纪 大概是十六七岁 少年情怀总是诗 原来如此 不接触圆渡一郎 去接触圆渡一郎最信任的那个人 应取严难 心里有些感慨 他以前觉得情报搜查 就是潜入某个地方 找什么秘密文件 今天才知道 潜入没错 试图找秘密文件也没错 但没有秘密文件 也可以根据日常生活的痕迹 分析出大量的线索 还有一个最好的接触机会 那位职员小姐也是单身呢 要是他可怜巴巴地找上门 圆渡一郎那个亲信 很有可能会选择接纳 而圆渡一郎 出于对亲信的重视 也会多加照顾一点的吧 虽然之前联系不多 但这是 可能成为一家人的人啊 嗯 而且在金融公司工作过 上学时期学的也是这个 时飞迟看手机上的邮件回复 又继续打字 发送 可以尝试从账本入手 接近核心 这件事 他打算让弗兰特去做 并且在上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联系了 身为组织的情报搜查人员 弗兰特以前就有过 以医生的身份 长期接触某个正方药员 获取情报的经历 潜伏了一个月 之后正是对方偷偷起了 不该有的心思 被组织解决掉了 加入组织的时间 是两年 不过一直没没有人 去辨别弗兰特是否可信 除此之外 弗兰特也不会来世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任务记录 大多是辅助搜查 交给这个人 应该没问题 而从他刚才跟那一位 沟通的情况来看 皮姆的能力 应该高于弗兰特 可以留到调查军方药员的时候再用 而整个沟通过程 就是 把你身高 体重的数据给我 Rookie 而就在刚才 弗兰特已经回复了 OK 不过现在纽约是凌晨两点 你问这个是想做什么吗 172厘米 52千克 88厘米 60厘米 92厘米 可以吗 Font 持非持 猝不及防 防不胜防 车咕噜都碾到他脸上来了 从组织资料库里 他只能看到 情报搜查人员的联系方式 和职位之类的信息 看不到照片 他是想判断一下 弗兰特 是不是和易容成那个女职员 才问了那个问题 如果身高和体重差距太大 易容也不方便 结果 算了 他本来也想问一下 后面的那些数据的 不过觉得 问了容易让人误会 才没问 打算根据身高 体重 评估一下体型 既然弗兰特自己报了 他也省事 请个长假 到日本来 有任务交给你 Ricky OK 等我 Font 持非持 总觉得前面被车咕噜压脸之后 现在看什么信息 都有点怪怪的 这边 英曲严男 不知道持非持在手机上鼓刀什么 也没问 还沉浸在之前的思绪里 突然失效 感慨到 少年情怀总是诗 这句话还真美好 老板少年时候 是不是也跟这句话一样 有一首属于自己和某个女孩的诗呢 持非持神色如常 完全 没有 英曲严男一个大老爷们 在这感慨什么呢 英曲严男 气氛突然就变冷 难道说 老板被收到什么心事 突然恼羞成怒 持非持没想那么多 英曲严男的行动能力是不错 追踪能力也强 另外 脑子也不错 不过思维还是不够缜密 经验笔下有余 笔上不足 其实要看跟谁比 英曲严男 比很多人都要强 大概是他之前期望过高 突然有一瞬间的心泪 再一看组织这一群人 弗兰特从小在美国长大 那边的风气 他也算了解 开开车 调侃两句不算什么 甚至看对眼了 做点什么都还不过分的 不过 先不说能力怎么样 说着正事呢 一个个都喜欢猝不及防地皮一下 心泪 收回思绪 给勤酒发了条信息 跟组织其他成员 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心泪 Rookie 偶尔会 怎么了 Jim 没什么 Rookie 要跟人好好沟通 Jim 你最没资格说这句话 Rookie 我什么时候没有跟人好好沟通 Jim 迟非迟 这么一想 他至今也没见勤酒跟谁说话 阴阳怪气 冷嘲热讽过 大多数时候 都是有事说事 有时候还会耐心地解释 说明清楚 问问相关的话题 应该算是有好好沟通了吧 我跟人也有好好沟通 我跟人也有好好沟通 算了 今天不想你斗嘴 Rookie 嗯 我去看电影 你们公司有拍电影吧 有没有想好拍什么 我有空看看 Jim 池飞迟 请酒今天是在闲着看电影 侦探电影 第一部根据毛利小五郎上次被当成嫌疑犯的事件改编 第二部根据前段时间警示厅警察被枪击的事件改编 第三部没有改编真实案件 我出的剧本 Rookie 你还真是会偷懒 需要给毛利小五郎授权费用吗 Jim 没有 不借用他的名气 不过给了非英里200万日元的咨询费 Rookie 能赚回来吗 可别亏哭了 Jim 之前是谁说 他会跟人好好沟通的 Rookie 实话实说 说好了不斗嘴 第三部是什么内容 Jim 剧本一会儿发给你 Rookie 算了 给我留点期待 你们公司的论坛账号给我一个 Jim 等一下 我问他们拿 不过 你要这个干什么 Rookie 持飞驰给公司那边的信息部 打了一个电话 要对方给自己发了两个账号 这类账号 数字比较好记 而且在论坛有专属权限 比如发贴置顶之类的 勤九要账号 肯定不是要普通账号 估计就是要这个 把两个账号连通密码发过去 勤九的回复 也随之发过来 看完电影 写评论用 Jim 持飞驰 不知道是不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 勤九是打算电影看得不爽 就开喷 说是开喷有点过了 不过上次 那部冲野杨子主演的恐怖片 他亲眼看着 勤九在看完之后 去人家公司的部落格下面 在一片杨子好可爱的好评之中 直接留了一句 没有水准 不过 他琢磨出来的电影套路 应该不会收到勤九的差评 大概 持飞驰评估着勤九给差评的可能性 抬眼看了一下路 应取 去换我那辆车 去一趟背负中央医院 他的检查报告可以拿了 趁早拿了 趁早拍下来 发给那一位 两天后 时间从10月17日 一下子跳到了11月3日 背货挺 一家百货公司前 持飞驰低头看着手机 我已经到日本了 刚下飞机 我去找个酒店 Font 持飞驰把小泉九美的调查情报 复制了一下 发了过去 小泉九美 女 26岁 成田金融会社职员 接触一下目标人物 了解生活习惯 说话方式 行为习惯 你接下来的任务是冒充这个女人 Rakie 林木原子大老远就看到 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西服 站在门口 低着头看手机 稀碎刘海 挡住眼睛的持飞驰 挥着手 三两步小跑着上前 飞驰哥 持飞驰收到弗兰特OK的回复 将邮箱清空 收起手机 抬眼看过去 毛利小五郎 毛利兰 林木原子 柯南 一看就是会出师的组合 原本学生上学 米花艇 背护艇 都安宁了不少 结果才安宁了两天 又放假了 我说 在家里待着 等晚上九点再看那个节目首播就好了呀 毛利小五郎有气无力地埋怨着 转头看那边公交车站牌上的宣传画 你们公司还真是做了不少宣传挨 站牌宣传板上 黑色背景上 有些一只银灰色的 拿话筒的大手 下方是同样银色 龙飞凤舞的大字 全民歌王 各行各业的明星人物 寻找隐藏在普通人群中的歌王 平凡中的不平凡 Zank娱乐 清新打造的唱歌节目 11月3日首播 推荐或报名参加海选 获取抽奖机会 投奖100万日元 等你来拿 我们节目的联系电话室 公司网页地址 前两天还好 近两天 他走到哪里 都能不经意看到 那个电话号码和网页地址 都快背下来了 这黑底银色大字的宣传页 在一片花花绿绿的广告中 很显眼 再加上那锐气十足的艺术字 莫名就觉得很有逼格 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不出门也能看到 他中午看冲野杨子的节目 中途插播广告的时候 都能看到一两次 广告时间不长 连播出来的电话号码 都只停留两秒 根本记不住 就记得So Thank 可以进入官方网页了解情况 但那种砰砰砰 砸到页面上的字 加上音效 看着就震撼人心 上头 上头了 偏偏记不住号码 就有人跑去看外面的纸质宣传 他们出来以后 沿路车站总有年轻男女 聚在站牌广告栏下说这件事 还有 大型商城外的户外 地显示屏 卖电视机的大小店 他感觉自己活在这个节目的包围中 出去买包烟 都可能听到有人在讨论 柯南心里 更恐怖的是 学校里亚大叔 讨论这事都快成为潮流了 他们小学都这样 更不用说国中 高中 大学之类的地方 我们学校最近两天 也都在说这件事呢 毛里兰有些担心 飞驰哥 这么宣传的话 会不会很亏 不对 宣传应该没花太多钱 柯南分析到 这是因为广告太震撼 再加上宣传业比较酷 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而年轻人聚在一起一讨论 而慢慢带起的潮流 其实整个广告时长 比起冲野杨子那个 智力问答节目当初的广告 缩减了近一辈时间 剩下的钱 投入到车站广告栏之类的地方 简单来说 电视广告 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件事 然后让其他人通过其他途径 了解详细情况 而且 网页里账号附带那些农场庄园 之类的小游戏 也吸引了不少人去玩 只要有人想让朋友一起去玩 就会不断地扩散传播 而被朋友 拉着一起玩小游戏的人 进去 注册账号 就会看到首页的宣传页 自然就知道这件事了 真要算起来的话 跟冲野杨子那个智力问答节目 当初的宣传 花费应该差不多 池飞池 丁 毛利小五郎 丁 毛利兰 丁 林木原子 丁 小鬼一天都在乱琢磨些什么呀 毛利小五郎 撇柯南 是啊 不过小鬼 你算漏了一样东西 林木原子弯下腰 注视着柯南 实质指着上方 用我比你经验丰富的架势道 你知道在网络上 搭建一个网页 需要花多少钱吗 而且 Thank的网页 还带着论坛 投票 简单小游戏 很多人在用网页都没有卡顿 投入的资金绝对很多 啊 那到底会不会亏 毛利兰 感觉有点算不清了 不会 其实也没有花很多 以后运营为户花的会多一点 不过能赚 迟非迟没有说的太细 也没有再说下去 相比起节目 这才是 一直正在吸取养分 慢慢成长的猛兽 所谓娱乐 也不单是歌曲 电影 综艺节目 在得知现在网络 还是一片荒土的时候 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野心了 Facebook的公司 在2004年才开始创建 现在聊天的方式 大多是以网络邮件 手机简讯 做机聊天室 传呼机 甚至在网络游戏里聊 并没有大型聊天社交平台 之前那个魔术爱好者联盟的聊天室 勉强算是聊天社交平台 但页面太丑 功能单一 也没有正式普及开 而搜索引擎方面 Yahoo Yahoo 已经有了 但同样过于简陋 存在着很多问题 说实话 还没有组织那个网页平台做得好 持非持决定搞事 搞大事 开发聊天软件 网购平台 搜索平台 甚至游戏 漫画平台 不用做第一个 也做不了第一个 那些平台现在已经有了 但可以做功能最多 运作最流畅 普及得最广的一个 不过 大事暂时还搞不起来 想把这些平台搭建起来 需要砸很多钱进去 把真池集团和菲尔德集团 目前的资金都砸进去 都未必够填他的野心 只能一步步来 而且 目前电脑用户不算多 智能手机还没出 可以再缓缓 现在 在三个公司网页汇聚一批人 主要是为了统计 当前使用电脑上网的人 然后想办法保持住用户的粘性 当然 他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这两天 他做了一个关于网络发展方面的企划 已经发给他老爹了 不算详细 但也写了他十多个小时 把整个思路和互联网生态圈的发展方向 都理清楚了 真池集团主要发展重工业方面 智能手机的研发 也在项目中 他是打算提醒他老爸 重视重视再重视 出厂安装他们聊天软件 而聊天软件的推行 也能促进智能手机的销量 然后 他便宜老爹被吓到了 在昨天晚上 父子俩又打电话 聊了将近三个小时 他传企划的邮件 被要求双方都清除掉 企划只能存在安全的磁盘里 还必须放在绝对安全的地方 他又出门买了U盘 一通忙活 再然后 今天早上 他 孙元菊仁 小田切敏也 孙元干雄 小田切敏郎 汇聚在小田切敏郎家里 他老爸老妈远程电话 大家一起开了个长达五个小时的会议 主要商议的问题只有一个 网络方面必须独立出来 由他去注册公司 公司网页归入网络公司 之前在网络方面投入的资金 可以翻倍 以现金的方式 折算给小田切敏也和孙元菊仁 相当于新公司将网络这一块购入 也可以转算成股份 不过孙元菊仁和小田切敏一个人只有0.5% 这还是友情价 因为 他老爸老妈打算砸中金了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丢开 Thank娱乐的另外两个股东 自己另起炉灶 之所以带上这两家 一是出于交情 二则是 现在这个切入时机太好了 他的策划 就是基于新节目展开 虽然可以调整 但那就相当于他自己打自己 挺郁闷人的 0.5%的股份 放在现在绝对是少了 不过只要发展起来 这两家只有赚的 大家的态度都很摆在明面上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好在 Thank的节目策划 基本是由他来 包括网页的想法 这两家看出 网络可能有前景 要了股份 但没有太过于纠缠 很爽快地同意了0.5% 这个划分 再然后 合同送来了 没错 他老爸昨晚就开始让人加班加点准备合同 今天的商谈 只是进行一些细节修改 公司打算注册在境外 以购入的方式买下了 Thank公司网络板块 并且合同写明 需要Thank娱乐公司配合进行推广 目前还在走流程 网络公司是独立出来的 他老爸老妈拿出了私房钱 暂时没有动用真池集团和菲尔德集团进行投资 真池集团还有其他股东 哪怕那些股东手里的股份占比不多 但如果网络公司归入真池集团旗下 他老爸觉得以后会血亏 那些股东要入场可以丢一大笔钱进来再说 目前他们可以慢慢发展 不用急 仅凭现在的资金也够了 菲尔德集团那边更不用说 还在打肃清战 他老妈忙着回收那些人手里的股份 打算把那些人都清扫出去 更不可能让那些人插手网络方面 可以这么说 网络公司是完全独立出来的 跟任何集团 企业无关 一早上没做什么体力活 但谈事情也够累的 也还好 他老爸老妈虽然腾不出手来管理网络公司 不过给他调了几个精明能干的管理者 公司的运营暂时不用他操心 未来发现的大脉络 他已经在企划里整理好了 只要有个有点能力的负责公司运转 他过段时间看情况调整发展方向 再跟管理者说明就行了 不是吧 林木原子好奇 那个网页能赚钱吗 好像无论注册 发贴 玩小游戏都是免费的爷 时飞时收回思绪 网络方面已经独立出来了 我父母都砸了钱进去 他们一家三口 都没把目光局限于日本本土 如果以后发展到国际层面的网络帝国 林木财团所有活动资金砸进来 估计都占不了多少分量 以后要看他和林木原子的交情 一直维持得不错的话 就让林木财团也加入进来 主要是为了把林木财团绑上战船 别想着自家资金足够 就能把利益一口吞 适当分出利益 拉几个强大的盟友 才能走得更远 林木原子没放在心上 大大咧咧道 我老爸说 他想先入股你们那个娱乐公司 让我跟你们一起玩 要不是觉得你们的娱乐公司有趣 我都不想管呢 对了 飞驰哥 能不能拜托你 帮我挑一下给男生的毛衣啊 行 池飞驰点了点头 看着园子 他就会想起 自己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他也是连公司的事都懒得管 自己不缺钱 也就没想着赚多少钱 从加入组织之后 他好像就变得越来越喜欢搞事了 这一次 莫名其妙又搞出一大摊子事 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耗费精力的大事 他想想就头疼 不过不后悔 不管缺不缺钱 总要找点事情做 这种能赚钱 时机恰当 又有能力搞的事 为什么不搞 多开几条线算什么 人生在于搞事 生命不息 搞事不值 哎 男生的毛衣 毛利兰笑眯眯 园子 你该不会是打算 林木园子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坦白道 是啊 就是打算给阿珍挑的 现在的女孩子 还真是让人担心 毛利小五郎半月眼 随随便便就被臭小子勾搭走了 是啊 是啊 当年小兰妈妈的老爸 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吧 林木园子一点不虚 故意板起脸来 压着嗓子 努力模仿着粗犷的男生 我女儿才是高中生爱 那个臭小子 居然跟他走得那么近 什么 高中毕业就要结婚 真是可恶啊 池飞池默默给林木园子 竖了竖拇指 这一波对的机灵 毛利小五郎一噎 作为过来人 他还真的没法反驳 看到池飞池的动作 立刻瞥向池飞池 池飞池平静回望 毛利小五郎刚想说一句 你也是臭小子 不过又突然反应过来 池飞池高中又没谈恋爱 不仅高中没谈恋爱 现在都还是单身狗 突然无话可说 郁闷道 好了好了 你们去吧 我在停车场的车子里等你们 林木园子笑着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拉着毛利兰往百货大楼里走 那我们就顺便外逛一逛其他的店好了 叔叔 我也去看看 柯南果断跟上 林木园子和毛利兰进了百货大楼 没有一路直奔卖毛衣的楼层 而是从一楼开始逛 差不多半个小时后才逛到二楼 池飞池 他应该跟毛利小五郎一起在停车场里 而不应该在大楼里女人逛起街来 绝对可以让所有男性绝望 女孩也是一样 跟着走路是没有多累 不过两个女孩看一件东西 买又买 还要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半天 他看得心累 好不容易磨蹭到三楼的南庄区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池飞池一看 两个女孩子至少得在毛利区待上半个小时 干脆去过道窗户前抽烟 柯南也有气无力地走到池飞池身边 还好男装在三楼 要是在五楼 六楼 他们的逛街时间 大概还要多出一两个小时吧 嗯 池飞池应了一声表示赞同 收回看窗外视线的时候 不经意间 瞥见玻璃反光的一道人影 顿了顿 收回视线 将烟按吸在垃圾桶上 假装往垃圾桶里丢了烟蒂 实则烟蒂放在手心里 在右手放进外衣口袋时 将烟蒂塞进一个随身携带的透明镇物袋里 爱尔兰威士忌 那个跟皮克斯关系很好 有着上扬眉的大块头 虽然戴了副墨镜 但那弯钩一样的眉尾太特别了 他想认不出来逗男 如果组织最近有什么行动 他不可能不知情 除非是针对他的行动 以目前的情况 组织不会突然怀疑到他身上 在结合爱尔兰和皮斯克的关系 而自己借助在皮斯克家里时 乌鸦们也看到了爱尔兰进出 那么应该是这家伙的个人行动 因为从皮斯克那里知道了些什么 所以打算调查他 不管怎么样 借助在皮斯克家里时 他还没加入组织 皮斯克不会知道他的代号 爱尔兰也是一样 唾液和指纹这类东西 他是不会留给爱尔兰的 避免爱尔兰发现他就是拉克 他搞来的事已经够多了 忙都忙不过来 这个家伙最好别给他搞事 带着柯南到了毛衣区 林木园子还在拿着一件毛衣 跟毛力兰讨论 小兰 你觉得这一件怎么样 要是送给荆棘先生的话 这一件有点太可爱了吧 毛力兰看了看 转头发现 池飞驰带着柯南过来 又问道 对吧 飞驰哥 其实 只要是园子送的 他应该都会喜欢 池飞驰道 这么说也对毛力兰笑着调侃 林木园子闹了的大红脸 飞驰哥 小兰 我们是来挑毛衣的 你们就快点帮帮忙嘛 皮肤黑的人 要选择简洁干净的图案 简约又好看 过于艳丽的图案 会显得黑皮肤更黑 池飞驰道 另外 纯黑色可以排除掉 他穿黑色的话 远远看去 就是一段行走的黑探 近看 也会很有沉闷感 在夜里 大概就只能看到眼睛和牙了 毛力兰 林木园子 是什么 支撑着池飞驰 居然可以用这种平淡的语气 说出这么毒蛇的话 池飞驰抬眼看了看那件毛衣 用事实证明 自己说话 还可以再不客气一点 棕色和绿色搭配 不仅不适合荆棘 他穿起来也会很难看 很 很难看 林木园子遗憾 果断把毛衣放到一边 避免强烈反光的衣服 避免身上颜色过多 一般不超过三个颜色 避免明亮度和饱和度高的颜色 最后 裸色 鸵色 深棕色排除 如果你想看看 什么叫一言难尽 可以试试挑这三个色给他穿 识飞驰总结道 如果不想试 选图案 简洁的冷色系 嗯 毛利兰左右看看 拿起一件浅蓝色的毛衣 那这件怎么样 不行啊 林木园子忙到 要买手支的才行 毛利兰疑惑放下毛衣 为什么非要手支的不可啊 林木园子 发现自己说漏了嘴 连忙用手捂住嘴巴 园子 毛利兰想到一个可能 撇着林木园子 难道你 因为 林木园子干笑道 因为上次我写信给他的时候 不小心在信里说了 我在为喜欢的人 织毛衣这种话 哪想到织毛衣 需要那么大毅力吗 原来如此 所以你就想买一件 市面上的手织毛衣 当成是你织的送给他 毛利兰声音戏谑 我也没办法啊 林木园子不好意思道 因为我 实在找不到台阶下了嘛 好吧 毛利兰笑了起来 看在你勇敢 对喜欢的人表白的份上 我可以不把这件事告诉他 咦 林木园子一愣 我并没有对他说我喜欢他 这一下话 毛利兰搞不懂了 什么 你不是在信里 写要给喜欢的人织毛衣吗 要是荆棘他误以为你 喜欢别人怎么办 哎呀 重点就在这里 我就是故意 要他紧张一下 林木园子双手捧着脸颊 脑补着 然后再告诉他 其实这是我为你织的毛衣 他一定会开心得不得了 这可是我精心设计的 恋爱大作战呢 可是 要是因为这个 你被他讨厌的话 我可不管哦 毛利兰半月眼提醒 这个计划怎么看都不靠谱啊 那是因为他沉默寡言啊 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他心里有多重要 林木园子苦恼道 虽然我知道 他会为这件事烦心 但又没有勇气 直接开口问他 可是园子 毛利兰刚想说话 就被林木园子打断 那你知道吗 林木园子神色认真了一些 小兰 你知道心意在心里 是怎么看待你的吗 毛利兰一正 脸有点红 这个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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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木园子立刻逼近毛利兰 调侃道 你果然 也很在意这个问题 对吧 你也想问 那你还说我 我 毛利兰一阵心虚 脸红着道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说我不在意这件事 是骗人的了 可是 实非是看着柯南的脸 快速红透 红得跟螃蟹似的 可是 你想知道又不敢问 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吧 林木园子一脸惆怅 下一秒 瞄着毛利兰 你的心里肯定很迷惘 想的全是这些事 对吧 我 我才没有 毛利兰连忙口不对心地反驳 那个 柯南红着脸 小兰姐姐 我想到停车场去找叔叔 跟他一起等你们 好吗 我也去停车场等你们 迟飞迟到 两个女孩子聊闺蜜间的话题 他在这儿干站着 挺不自在的 啊 飞时哥也要下去吗 毛利兰有些意外 不过还是到 那柯南就拜托你了 顺便帮我告诉爸爸 叫他先到百货公司里的通信面馆 等我们 我们买好了就过去 迟飞迟点头 看到林木园子 又拿起一件毛衣 带着柯南转身出门 园子 我劝你 最好别这么做 如果荆棘在街上 看到别的男人穿着 同款毛衣 轻一点的后果 他会想到你骗他 严重一点的话 大概会觉得 你脚踏两条船 林木园子遗憾 好 好像是这样 不过 毛衣应该看不出来吧 池飞迟没再多说 带着柯南离开毛衣店后 低声道 狗死的时候 没有一对情侣是无辜的 嗯 柯南疑惑 抬头看池飞迟 脸也不是那么红了 一句 好像很有意境的话 也被池飞迟这么严肃地说出来 为什么他听着就这么奇怪呢 默默回想了一下 干脆直接问道 池哥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8世纪 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 法国诗人福尔泰 说过一句话 Let's know for a key naverland achiever feels responsible 池飞迟道 雪崩来临时 没有一片雪花 觉得自己有责任 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柯南点头道 明白啊 雪崩的时候 其实每一片雪花都有责任 用你之前那句话的方式来说 就是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我只是不明白 狗和情侣有什么关系 单身狗 一种自嘲 只我这样单身的人 池飞迟道 柯南愣了一下 随即懂了 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狗是被打击死的吗 好笑吗 池飞迟悠悠问道 柯南依旧在乐 没有了 他发现 池飞迟不是不懂幽默 只是池飞迟的幽默 一般人不懂 谁听到这句话 会立刻联想到福尔泰那句话 而如果他不追问 池飞迟恐怕也不会解释 就算自娱自乐 也不主动跟其他人分享 真是够别扭的 池飞迟带柯南去停车场 找毛利小五郎 又一起离开停车场 准备去通行面馆 爱尔兰威士忌没有跟出来 更没有跟到停车场那种地方 只是装作在百货大楼 一楼逗留的客人 不时留意他们 组织的人 不管怎么样 跟踪技巧不会太差 真受不了 为什么女人买东西和打电话 都要那么久 毛利小五郎戴着毛线帽 裹着后外套 缩着脖子感慨 一转头 突然看到一个 从路边电话亭出来的 时髦女人 眼睛一亮 顿时惊神了 嗯 柯南看向电话亭 里面掉了一支笔爱 会不会是那个姐姐的 毛利小五郎 立刻进电话亭 捡起笔 一脸吃相地追上去 小姐 请留步 你掉了一个东西 就在毛利小五郎的手 搭到对方肩上时 女人抓住毛利小五郎的手腕 干脆利落地 来了一个过肩衰 直接将毛利小五郎按住 行动 旁边一堆的垃圾袋后 木木十三 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 随即 高木舍从巷子里跑了出来 路边的两辆车子里 也有两个警察快速下车 上前 包围 毛利小五郎 被一群警察按住 连连喊道 拜托 拜托 别冲动啊 毛利小五郎下没下到 持非持不清楚 不过 刚离开百货大楼 正打算跟上来的 爱尔兰威士忌吓到了 他从街边一家店里的小镜面反光中 看到爱尔兰明显震了一下 随即一副从容模样 改变了原本要过来的路线 直接从后面的街口走过去 这倒是意外之喜 虽然知道爱尔兰在跟踪他 他就不会露出什么破绽 但老是被人盯着 也很烦 五分钟后 街边的咖啡厅 持非持用酒精 帮毛利小五郎擦了一下发青的眼眶 顺手在毛利小五郎额头上擦破皮的地方 贴了一个OK绷 好了 我说你小子啊 看到老是被欺负 毛利小五郎郁闷道 持非持坐回座位上 脸色依旧从容 与其依旧平静 我还以为毛利老师骚扰太多女性 警官们终于看不下去了 决定以强制猥亵的罪名逮捕你 毛利小五郎目瞪口呆地看着持非持 听听听听 这像是徒弟对老师说的话 柯南心里偷乐 持非持是谁都能对得过的吗 大叔也真是的 持非持能帮忙处理伤口就不错了 要什么自行车 乖乖说句麻烦你了不好吗 旁边 木木十三神色严肃起来 哦 毛利老弟骚扰女性 怎么会 我没有 别听这小子瞎说 毛利小五郎一套否认三连 又问道 不过木木警官 你们在这里埋伏 是在抓捕什么犯人吗 木木十三迟疑了一下 还是道 就是最近那个女性连续被殴打的案子 在半个月前 有女性报案说自己遭人用棍棒殴打 之后又连续发生了两起 受害者同样是女性 打扮得都很失谋 毛利小五郎点了支烟听着 原来如此 你们是在尹连续 殴打妇女的嫌犯上勾啊 对啊 所以我们才会请左腾警官 打扮成那个样子 木木十三道 不过你们公布的歹徒身高 在一百五十公分上下 毛利小五郎郁闷道 你们看我这身高 就应该知道我不是犯人了吗 高木舍汉 因为毛利先生 你接近左腾警官时的态度 实在是态 的确看不出什么善意 木木十三干笑着接过话 坐在一旁的左腾美和子 笑眯眯补充 我也觉得蛮危险的 所以 毛利小五郎逗逗眼 抱 抱歉 木木十三皱眉 不过还真让人头疼 对啊 高木舍也苦恼到 被攻击的三位女性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穿着时髦 还有就是 案发现场都很凌乱 左腾美和子 也摸着下巴思索 嗯 木木十三思索了一下 转头问高木舍 那三位小姐的照片 能不能再给我看一下 驰飞驰 直接说给毛利小五郎 看看不就行了 好吧 有的话 还真不能直说 好的 高木舍立刻从口袋里 拿出三张照片 放在桌子上 顺便介绍 第一个遭到攻击的 是这位水谷两子小姐 她是两个星期前的一天夜里 在十字路口等待红灯的时候 突然被人开车从后面追撞 就在她下车开始埋怨的时候 却遭到歹徒 用一根金属棒殴打 接着遭到攻击的 是这位远藤人见小姐 高木舍继续道 她是在十天前的夜里 正从公园的洗手间里出来的时候 也遭到了金属棒的攻击 时飞驰 前几天晚上 她从背户艇附近公园路过的时候 确实听到了女性的惨叫声 当时她在 跟琴九通电话 也没让殷曲严难停车去看 感觉被死神光环影响了 路过公园 都差点当了个目击证人 不过 她也不确定 所谓十天前 是不是那一晚 至于这一位呢 是昨天晚上 遭到攻击的石黑鹿子小姐 高木舍说到 最后一个女人的情况 她是在正要走出电话亭的时候 就遭到了歹徒的殴打 毛利小五郎 低头看了看照片 又抬头问木木十三 高木警官说的电话亭 难不成是 对 木木十三正色道 就是我们刚才 将你制服的那个电话亭 好在他们三个人的生命 都没有什么大碍 但他们除了特殊的打扮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共同点 他们三个也不记得 曾经得罪过什么人 毛利小五郎 拿起三张照片打量 柯南也凑上前看着 受害者身上存在共同点的话 应该是组织型个性者 持飞驰道 哎 高木舍疑惑 看向持飞驰 所谓组织型个性者 有一个最大的共性 他们会有计划的实施犯罪 持飞驰解释道 幻想是组织型个性者犯罪的源头 很多组织型个性者 都会在经过多年的幻想经历后 才会动手作案 此时作案者的幻想世界 已经形成了被害人的幻想模板 也就是说 作案者是在有选择性地挑选被害人 默默十三神色顿时严肃起来 认真听着 犯罪心理学对罪犯的一种定义 组织型个性者挑选的目标 大多是陌生人 只是因为 这个陌生人符合了对方幻想世界的 模板的某一特征 持飞持到 相反的 无组织型个性者 挑选犯罪目标 则没有那么多的规律 对被害人的身份和特征毫无兴趣 大多是急性作案 这类犯罪者 往往会选择错误的目标 遭到被害人的强烈反抗 在犯罪者身上留下痕迹 而这类犯罪者 也是比较凶残的 通常会对尸体造成一些损坏 比如分尸 高木射汗了一下 又疑惑到 现场凌乱 应该也可能是无组织型个性者吧 不 鉴别的方法不在于现场凌乱 而是被害人的选择 持非持道 犯人是很明显的组织型个性者 看现场凌乱程度 如果第一次相比后两次更加凌乱 凌乱程度呈现一种递减状态的话 那就危险了 危 危险 高木射惊讶 这类犯罪者的幻想模板 有一个特点 必然与自己之前的经历 有某种关系 因为受到伤害 在根据伤害到自己的那个人的形象 制定幻想模板 持非持平静道 看似是因为受到伤害而杀人 但实际上 是因为幻想经历而杀人 高木射有点猛 有区别吗 有 因为受到伤害而杀人 报复很快 不会隐忍太久 针对的也只是给予犯罪者 伤害的那个人 而隐忍久了 都会变成因幻想作案 持非持道 这次案件的凶手第一次作案 有可能是冲动作案 因为看到目标符合自己的幻想模板 受到了刺激 所以忍不住动手作案 但在作案结束后 因为幻想被满足 他不会有愧疚 反而感觉很痛快 然后因为满足 持非持顿了顿 可以这么说 就跟男女关系一样 男人在结束 得到满足之后 会沉寂一段时间 然后就会期待下一次 左腾美和子 这车开得让人猝不及防 高木舍 毛利小五郎 和木木十三 七七失语 可 能不能注意一点 这里还有小孩子呢 柯南沉默 感觉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初恋都没开始的人死的时候 没有一个老司机是无辜的 持非持没有想那么多 沉寂在事情得到验证的乐趣中 盯着高木舍道 也就是说 凶手在第一次作案结束后 会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后 迫不及待的期待 且进行下一次作案 如果作案间隔时间再缩短 作案现场的凌乱程度再下降 说明他已经 陷入那种满足和渴望之中了 到最后 必然会出现死者 而且在被逮捕前 作案会无限持续下去 作案时间会越来越短 但缩减作案时间 普通的作案手段无法满足之后 作案者会追寻新的刺激 作案手段也会越来越残忍 你说微不危险 这个案子他想起来了 应该是园子被攻击那个事件 凶手是百货大楼的警卫 不是那个一米五犯人 本来他都想起来了 应该是索然无味的一案 他只是突然发现 前世看到过的一个知识被验证了 忍不住想多说两句 高木舍被池飞池直勾勾盯着 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一头大汗 嗯 是 这么说 确实很危险 不过他觉得 池先生现在的状态 好像更危险地说 林木园子不知什么进了店里 到了桌旁 疑惑问道什么危险 原本沉重的气氛得到一丝缓解 随着池飞池收回视线 高木舍心里悄悄松了口气 左腾美和子对林木园子解释 是最近那个女性连续遭到攻击的案子 池先生刚才分析了一下 哎 林木园子顿时来了兴趣 飞池搁在推理吗 不是 池飞池道 是对犯人心里的分析 木木十三神色沉宁 事实上 对于犯人接下来作案的可能 我与池老弟的看法一样 那么池老弟 你觉得 我们能不能反过来 利用这种心理抓住犯人 怎么利用这种心理 池飞池看向左腾美和子 木木警官应该清楚 不是吗 相同的特征 在罪犯出没的地方晃悠 进行引诱 不行 木木十三脸色更加沉宁 速声道 不能再用诱饵了 其他人惊讶看去 疑惑木木十三 为什么这么大反应 木木十三一症 随即放缓了语气 总之 我们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 既然知道这类犯罪者的危险性 又怎么能再让人去冒险 怎么样 毛利老弟 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吗 毛利小五郎摸着下巴 我倒是想起来了 以前好像有过类似的事件吧 好像是连续开车撞人的案子 最后犯人也确实越做越过分了 木木十三脸更黑了 毛利老弟 现在这个犯人的危险性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是想问问 你对凶手和怎么破案 有没有什么看法 可 原来警官你是问这个啊 你早说嘛 毛利小五郎低头 宁神看着照片 如果勉强说起来 木木十三连忙追问 勉强说来怎么样 毛利小五郎抬头 正色道 他们三个人都是混血 而且都是出自单亲家庭的孩子 蛤 木木十三一头黑线 其他人也无语沉默 对啊 毛利小五郎甘笑道 我怎么看都觉得 他们不是纯粹的日本人 林木原子一把拿过毛利小五郎手里的照片 吴语道 大叔 这是最近流行的101辣妹 就是把皮肤涂黑的一种妆容 大叔你不会不知道吧 胡说 毛利小五郎努力维护自己破碎的尊严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对了 原子姐姐 小兰姐姐呢 柯南问林木原子 她要去洗手间 让我先到这家店里来 林木原子解释 木木十三压了压头上的帽子 那我们先回去搜查吧 左腾美盒子跟着起身 那我 不用再当诱饵了 木木十三态度坚决道 柯南悄悄靠近旁边座位上 垂眸坐着喝咖啡的池飞池 喂 我说 池飞池喝了一口咖啡 将咖啡杯放下 抬眼看柯南 我怎么了 柯南一愣 八卦池飞池 以前有没有女朋友 好像有点问不出口 问池飞池车速为什么这么快 更问不出口 顿时逗逗眼 没什么了 我是想问 你是不是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今天突然很认真地说了那么多 不感兴趣 池飞池道 我只是发现这个犯人的心理 可以作为验证组织型个性者的案例 然后提醒一下警官们 小心犯人 柯南有点没法理解 研究犯人心理 跟找出凶手 他觉得 还是找凶手更重要一点 试图鼓动池飞池的积极性 你就不想知道 犯人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 池飞池看向接到毛利兰电话的 林木园子 手镯 戒指 项链 什么啊 柯南疑惑看过去 一愣后 急忙站起声问林木园子 园子姐姐 你的项链 手镯和戒指 跟刚才照片上的三位姐姐一样 你是哪里买的 那边 准备离开的木木十三等人 起起停步 啊 林木园子 疑惑看了看手腕 解释道 这个不是买的 是人家送的 就是我们刚才 去的那家百货公司 他们说是千禧年特卖会的活动 只要买满一万元 拿着发票去门口找他们核对 就可以挑一件自己喜欢的物品 木木十三走上前 抓住林木园子的手腕 给高木社看视频 急忙问道 高木老弟 怎么样 高木社对比了一下照片 点头道 他们三个 确实都有跟园子一样的视频 左腾美盒子推测 这么说来 他们三个 都是那家百货公司的客人 木木十三接过话 啊 林木园子手机里 突然传来毛利兰的惊叫声 毛利小五郎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 接过林木园子的手机 对电话那边咆哮 你怎么了 小兰 小兰 快说啊 你说什么 停车场那里 倒了一个满头是血的女孩子 停车场里 一个同样化了101辣妹妆的女人 靠坐在墙边 从头上流过脸颊的血 已经有些干涸 人也没了呼吸 被害者名叫兰泽多慧 今年20岁 曾经当过这家百货公司的店员 高木社说着调查的情况 一年前遭到辞退 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 我们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布 被害人的特征 而这里又是那家百货公司的地下停车场 左腾美和子道 应该和前面三次案子是同一个犯人吧 凶手真的开始杀人了呀 木木十三叹息 高木社看了看现场 又忍不住看了吃飞吃一眼 低声道 现场也越来越干净了 再这么下去 恐怕会跟池先生说的一样 犯人犯案会越来越过分 多会 后方 一个被警察拦住的男人 喊泪喊着 想往里面闯 多会 木木十三低声问高木社 他是什么人 高木社低声道 是死者的男朋友 听说 今天两个人约好了 在餐厅碰面 你们在干嘛 你们警察到底在干什么 男人情绪激动 带着哭腔质问 这也是那个连续殴打女性的歹徒干的吧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 把他抓住 一群没用的家伙 说完 就无脸哭了起来 木木十三愣了半天 不知想到了什么 一脸痛苦地扶着头上的帽子 蹲下 可恶 高木社和左腾美和子 不由担心起来 木木警官 你 你怎么了 没 木木十三脸色难看 没什么 持非持默默走到一边 拿出手机刷邮箱 如果他不干涉 等会儿林木原子 就会在百货大楼里上厕所时 被拿着金属棒的歹徒攻击 然后在最后关头 被木木十三救下 揭开木木十三帽子下隐藏的秘密 二十年前 木木十三刚当上警察的时候 遇到了开车连续撞高中女生的案子 犯人犯案越来越放肆 有一天 一个想为朋友找出凶手的女生 找上课木木十三 说警察没用 想以自己为诱饵 引出凶手来 木木十三同意了 结果就是 犯人杀红了眼 想把木木十三 连同那个女生一起撞死 木木十三记下了车牌号 终于将犯人逮捕 他头上也留下了一道伤口 但那个女生的头和身体 遭受到了严重的撞击 别以为这是女子英勇 做诱饵牺牲 警官多年前痛失所爱这种悲情剧 事实是 还被木木十三娶回家做老婆了 所以 木木十三再难过些什么 明明也是杀狗的一对 警方继续调查 刚才情绪激动的男人 名叫白川继之 今天是跟死者 自己父亲约好了 一起吃顿饭 白川继之的父亲 是这家百货公司的老板 名叫白川春意 对死者有些不满 似乎并不同意自己的儿子 跟死者兰泽多会交往 另外 还有一直在白川继之身边安慰的女人 名叫干也有礼 是白川继之的大学同学 白川继之因为父亲反对自己跟女朋友的事 感觉很苦恼 经常找干也有礼 商量这件事 看得出来 干也有礼 对白川继之的态度 不太像普通朋友 三个人都有动机 白川继之 可能早就想甩了死者 结果被纠缠而行凶 事后在众人面前故作深情 白川春意 可能是因为看不惯儿子 被一个女人迷惑 阻止不了 而对那个女人痛下杀手 干也有礼 或许是因为感情问题 杀了死者 想跟白川继之在一起 再之后 就是毛力兰到停车场来的时候 跟一个警卫擦肩而过 警卫名叫定金方雄 半年前曾经在这家百货公司担任警卫 之后去了竞争对手的公司当警卫 解释说是 急着来上洗手间 当时也没注意到什么 小泉九美 当年和三井正雄 盯着手机的池飞池 突然插到邮件的内容里了 失误 喂 几只 你刚好可以 借着这次机会吸取教训 去找别的女孩子 白川春意路过池飞池身边 也没怎么留意在 一边低头看手机的池飞池 头也不回地对自己而自道 这次 你可要找一个没有前科的女孩子 爸爸 白川继之见白川春意 走到停车场另一边背对着她 又低头擦眼泪 可恶 干也有礼 依旧在旁边宽慰 几只 请问毛利小五郎出声问道 他说的污点 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一年前 他在这个停车场里出了车祸 干也有礼轻声解释道 因为开车撞到了一个小男孩 所以才被辞退的 那段时间 几只 还为这件事很苦恼 对了 这件事 我听交通科的尤美说过 左腾美盒子回想着 当时那个小男孩 在停车场等去买东西的妈妈回来 突然跟着足球 从车子的阴影处冲了出来 结果就被车子撞到了 因为是在停车场里 车子速度并不快 但因为伤到了要害 那个小男孩三天后 还是过世了 而肇事的女孩 并没有被判刑 只是处于缓刑 我记得那个男孩的名字 叫殷锦明 原来如此 所以那个百货公司的老板 才不愿意自己的儿子 娶一个有钱科的女人 毛利小五郎了然 又转身问白川济之 能不能请问一下 令尊的身高是多少 白川济之回想了一下 我想 大概是150厘米吧 那么你呢 毛利小五郎又问道 173厘米 白川济之道 我是144厘米 干也有礼道 警卫定金方雄也主动道 我的话 是167厘米 实非是不由抬眼看三人 也是到了这里之后 最正式的一眼 一眼看去 果然是头顶 特别是那个不满1米5的妹子 不怎么能看清长相 再低头一看 晃悠到身边的柯南 离得近了 看到的除了一个黑黑的头顶 就没别的了 跟前世看动漫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心情微妙 柯南晃到池飞池身边 仰头 就发现池飞池在看他 疑惑问道 怎么了吗 池飞池随便找了个理由 只是奇怪你怎么过来了 没 没什么 柯南郁闷 每次发生事件 就晃到池飞池身边 都快成他的习惯了 在池飞池身边 确实能安静思考 可以问问池飞池有没有发现 有了答案之后 还可以对对答案 两个人一起验证答案 是很开心的事 当然 在公平鄙视的情况下 要是他能迎池飞池一次 会更开心的 不过 看池飞池这副对案子 一点都不上心的样子 他感觉晃过来 就是个错误 喂 小兰 毛利小五郎 还在纠结着犯人一米五的问题 你之前到这个停车场来的时候 真的没有看到 那个百货大楼的老板 或者是身高一米五左右的 可疑人物吗 没有 毛利兰摇头 看向靠在墙边的女人尸体 不过 你们有没有觉得 哪里很奇怪吗 有吗 毛利小五郎疑惑地左右看看 哪里奇怪了 就是那个女孩子呀 毛利兰躲在毛利小五郎身后 指了指尸体 池飞池看到手机上的来电 走到一旁接电话 喂 电话那边 传来会员挨青冷的声音 是我 不是说好了 今晚一起去毛利侦探事务所 看电视吗 我和博士已经吃过晚饭了 你们呢 吃好了吗 还没有 池飞池转头看了一眼 闹哄哄的人群 发生了事件 有人在百货大楼这里被杀了 早上说好一起看他们Dank新节目的首播 不过辉渊艾表示 今天中午要补觉 晚上再碰面 所以没跟他们一起来 他有点庆幸辉渊艾没一起来 不然被爱尔兰看到 他就真的要考虑杀爱尔兰灭口了 柯南也跟到池飞池身边 低声问道 是辉渊吗 他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池飞池点头 继续听电话 哦 辉渊艾语气带上一丝调侃 你们还真是去到哪里 哪里死人啊 是柯南的原因 池飞池道 柯南 会云艾无所谓 反正他觉得都差不多 案子很麻烦吗 现在已经8点05分了 池飞池沉默了一下 我知道犯人是谁了 也知道杀人动机 不过没证据 噗 旁边的柯南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喂喂 不是吧 之前池飞池一直在低头玩手机吧 怎么就知道犯人是谁了 还知道了杀人动机 这怎么知道的 他怎么没头绪 这样吗 池飞池想了想 那你不用过来接我了 我自己过去毛利侦探事务所 让阿丽博士送你过去 池飞池不容之会道 今天见到爱尔兰 他神经有点过敏 如果那家伙跑到毛利侦探事务所那边去 就麻烦了 好 我知道了 池飞池答应下来 那你们去破案吧 我先挂了 嗯 池飞池应了一声 按下手机挂断键 阿丽博士家 辉原哀正打算挂电话 就听到那边的嘟嘟声 有些无语 飞池哥挂电话的速度 真是一如既往的快 背后百货公司 柯南瞄着收起手机池飞池 小眼神极其忧怨 你之前不是一直在玩手机吗 为什么这么快就知道 犯人是谁了 我有在听你们 池飞池说着 刚装好手机 抬眼 就看到木木十三 已经转身盯着他了 下一秒 果然 哦 木木十三语气惊讶 眼里却带着期待 池老弟 你已经知道 犯人是什么人了吗 池飞池 他就知道 亏他之前还想着不插手案子 让木木十三表现一下 虽然会受点伤 但一直劳累的木木十三 也可以休息一阵子了 还有老婆照顾着 有什么不好 高木舍和左腾美和子 也随之转头看过来 池飞池看了看柯南 沉默 算了 柯南指望不上 这次还是他来吧 木木十三见 池飞池不吭声 有些疑惑 池老弟 柯南大汉 他是知道 池飞池还没有找到证据的 不是 那个 哈哈 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 脸上有着一条疤的 松本青肠走来 每次都麻烦你们这些侦探 真是不好意思啊 池飞池抬眼 打量着松本青肠 他掐指一算 这人跟爱尔兰威士忌有缘 毛利小五郎回头 吓了一跳 连忙打招呼 松本警示 你好啊 你也到这里来了 嗯 松本青肠点了点头 走到木木十三身边 我说木木啊 你也不要太为难别人 而且 外面那些记者 现在都吵着说 这是一件无差别谋杀案了 你就快点把这里的事情结束掉吧 可 可是 木木十三忍不住堪持非持 你不会是 还在介意当年那件案子吧 松本青肠问道 你封城在那顶帽子之下的秘密 其他人疑惑看向木木十三 说不上为难 池飞池捶了垂眸 右抬眼看向木木十三 我没有证据 知道河里的动机 剩下的交给警方搜查 凶器应该还在附近 这样可以吗 动机充足 警方就可以申请搜查 按剧情发展 犯人等会儿还会袭击林木原子 那么 攻击人的金属棒应该没丢 就藏在某个地方 只要警方搜查 很容易就能找到 原本要离开的松本青肠 有点好奇 也暂时停了离开的脚步 留了下来 当然没问题 木木十三点头 郑重道 池老弟 拜托了 池飞池点头 随即看向高木舍 沉声道 高木警官 封锁现场 在现场的所有人 谁都不能随便离开 是 高木舍应声 转身去做事 左腾警官 池飞池又看向左腾美盒子 打电话向交通部了解一年前这里停车场的事故 主要了解一下那个小男孩的家庭情况 还有那次意外肇事者的着装特征 我知道了 左腾美盒子正色点头 拿出手机到一旁打电话 园子 你要去哪 池飞池走向那边想离开的陵木园子 飞池哥 我想上洗手间啊 陵木园子双手合十 就在百货大楼楼上就可以了 高木警官说 去外面咖啡厅上 池飞池打断 难道你不知道 这里楼上的楼层 晚上八点三十分 就会关门吗 啊 是这样吗 陵木园子还真不知道这件事 看着一脸冷意的池飞池 下意识地乖乖点头 那我就去咖啡厅上好了 我呸 毛利兰话没说完 就被池飞池打断 小兰留一下 等会儿 还有事要问你 哦 好的 毛利兰下意识地点头 警卫定睛方雄 看着警方在封锁周围 又看着这个黑衣年轻人 发号施令 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强子镇定下来 我也想上洗手间 如果你们打算继续调查下去 至少要让我先去一趟洗手间吧 忍一会儿 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池飞池扫了定睛方雄一眼 走向那边帮忙封锁的高木社 定睛方雄 被那冷冷一眼看得一头大汗 也 也行 高木警官 封锁的是交给其他人 那三张照片给我一下 另外 打电话去问一下之前的三个受害者 后面的话 池飞池压低了声音 其他人没听不清 松本清长这才回审 他指挥警察来 还真熟练啊 嗯 是啊 木木十三一头黑线 他本以为池飞池只是推理一下 哪成想一瞬间 就把他的手下都掉出去了 要是犯人就在这里 封锁周围没毛病 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 有的是要确认清楚 他们警察去确认 要方便得多 也没毛病 甚至让左腾美和子打电话 给交通部确认 也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毕竟左腾美和子 和那边的姑娘们熟 就是 太突然点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池飞池 而且他这些手下 也太听话了吧 就不觉得奇怪 就没发现 他这个上司没吭声 都不带向他请示一下的 不过这个年轻人 气势还真是足呢 明明没有一脸凶神恶煞 也没有大喊大叫 就把场面控制住了 松本清肠失笑 转头对毛利小五郎笑道 毛利 听说你收了个徒弟 也帮警方破过一些案子 就是他吧 啊 是的 毛利小五郎 还有点猛 别说毛利小五郎 柯南都没彻底缓过神来 他们对池飞池沉静 冷淡的样子太熟悉了 面对突然强势起来的池飞池 哪怕池飞池只是态度强硬了一些 也让人不太适应 你这个徒弟 还真不简单呢 松本清肠道 毛利小五郎笑着 哪里 对了 我看他年纪不大 他目前在哪里上学 松本清肠感兴趣道 如果他愿意的话 可以报考警校 很遗憾 他已经从东都大学毕业了 毛利小五郎政策解释道 动物医学专业 松本清肠愣了愣 是吗 他已经毕业了吗 完全看不出来呢 现在各行各业的厉害人物 都这么多了吗 如果是医学专业 他还是希望这个年轻人 能去报一下法医学科 以后可以招到警示厅来吗 不过兽医专业就 好像不通 他是提前毕业的 毛利小五郎笑着挠了挠头 凑近松本清肠 低声道 而且 这小子家里 估计也不会同意他去当警察的 他是珍池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子 另外 他母亲是菲尔德集团的董事长 可 松本清肠干咳一声 突然想起 珍池集团 好像曾经在警备物资上 给过他们支持 那就不能 把人家董事长的独子 拐去做警察了 留给人家继承家业吧 那还真是可惜 池飞是已经赚回来了 拿着照片 走到尸体旁 小兰 你说他有点奇怪 是不是因为没穿厚底鞋 毛利兰探头看了看 认真点头道 是这样没错 101辣妹装 一般都要配上超短的裙子 还有厚底鞋 原来如此 刚才我觉得奇怪 就是因为他的鞋子不太大 池飞池点了点头 看向高木舍 高木警官 是 高木舍看向木木十三 木木警官 我刚才重新打电话 问过三个受害者 他们在被袭击的当时 都穿了厚底鞋 池飞池又道 死者现在的鞋子也不合脚 犯人特地给死者换过鞋 一个警察立刻上前检查 然后对木木十三点头 没错 木木警官 这双鞋子确实不合脚 有点大 池老弟 也就是说 犯人是在公鸡化101辣妹装 穿厚底鞋的女孩子咯 木木十三追问 准确来说 是穿厚底鞋开车的女孩 池飞池拿起照片 将照片面向其他人 解释道 第一个受害人 是在开车的时候 被追撞后攻击 第二个受害人 是在公园上厕所出来被攻击 第三个受害人 是昨天晚上 在电话亭打电话的时候被攻击 天气这么冷 他们穿的都很少 也没穿外套 之前应该是在温暖的地方 比如车里 木木十三立刻看向高木舍 高木老弟 高木舍点头 没错 我打电话去确认的结果是 他们三个都穿了后底鞋开车 被袭击 也是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开车时 从外面没法看出 开车的人有没有穿后底鞋 池飞池继续道 第一个受害人的车子被追撞 说明犯人早就知道 他穿了后底鞋开车 并且早就盯上 开车尾行着他 柯南脑海中灵光一闪 神色认真起来 看向那边的几人 池飞池也抬眼看了过去 盯着那个警卫 能确认他们三个穿着后底鞋 又是开车出行的 定金先生 只有作为警卫 经常在停车场里巡视的你 定金方雄遗憾 连忙辩驳道 也有可能是犯人用别的方法知道的 说不定 犯人已经跟了他们很久了 怎么能因为这个 就说我是犯人呢 是啊 毛利小五郎点头 而且受害者的证词 他们说 攻击他们的歹徒 身高在150厘米左右 这位警卫先生的身高 已经到167厘米了 毛利老师 您用来考验 我的这个问题 有点过于简单了 池飞池看向高牧社 我记得之前高牧警官就说过 提供证词的是 第一 第三位受害者 他们当时说的是 歹徒的身高和他们差不多 不过 他们被攻击时 穿了后底鞋 而去警局入口供的时候 没有化那么夸张的妆容 自然也就没穿后底鞋 就算穿了 量身高 也会下意识地脱下后底鞋 所以 他们被袭击时看到 歹徒和他们身高差不多 是他们穿了十多厘米的厚底鞋 看到的 实际上 他们的身高 应该再加上至少十厘米 才是犯人的身高 再加上当时是晚上 犯人又吃金属棒 敲向受害者的头部 看起来又会高大一些 那么 犯人的身高 并不是150厘米 而应该在163厘米左右 毛利小五郎 连忙顺着台阶下 挠头笑道 哎呀 被你看穿了呀 看来这点考验 确实难不倒你 这个徒弟 还真是顾及他的面子 他决定了 以后少在心里吐槽 吃飞驰 柯南在一旁心里 呵呵 吃飞驰 看向已经回来的 左腾美盒子 左腾警官 左腾美盒子点了点头 看向木木十三 神色认真 木木警官 我向交通部详细了解过 一年发生在这个停车场的车祸事故 多慧小姐当时穿了后底鞋开车 也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原因 因为她穿了后底鞋 踩刹车的速度慢了点 所以才酿成大祸 另外 说着 左腾美盒子 又转身 看向定金方雄 一年前死亡的小男孩 因为她父亲酗酒的缘故 她的父母在事故发生前 就已经离婚了 她是跟着母亲姓殷锦 而根据登记信息 她的父亲就姓定金 一年前 小男孩的父母 还坚持穿后底鞋 就是造成车祸的原因 不过法官并没有采性 木木十三 也看向定金方雄 正色问道 定金先生 请问 你是一年前因 车祸身亡的殷锦明的父亲吗 定金方雄脸上的肌肉颤了颤 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是 我是她的父亲 那么 请你以连续殴打女性案件 相关人的身份 接下来配合我们调查 可以吗 木木十三严肃问道 不 不用了 定金方雄垂下头 轻声道 她的鞋子和金属棒 被我藏在停车场消防箱里 那上面沾满了我的指纹 你们只要仔细找就能找到 木木十三忙对高木设道 立刻去确认 是 高木设进了个礼 立刻和一个警官过去确认 定金先生 你是承认自己犯下连续殴打女性 且杀死兰泽多慧小姐的罪行了吗 木木十三 再度向定金方雄确认 是 定金方雄承认完 像是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 一下子跪倒在地 声音哽咽道 我只是想她道歉而已 不要穿厚底鞋开车 向我在天堂的儿子道歉 一开始 我只是这么想的 定金先生 在你攻击无辜人的时候 你就只是在发泄自己心里的怨恨 忧愁 满足自己的幻想而已 木木十三正色道 柯南沉默着 看两个警察上前带着定金方雄离开 走到持飞池身边 仰头问道 定金先生算是满足自己的幻想而犯罪吗 如果没有持飞池那通分析 他说不定还会觉得 定金方雄犯案情有可原 心生同情 一个满足自己幻想而伤害别人的人 他没法同情 很难受 只能持飞池在 就能用一些隐藏在深层的真相 让他完全没法产生唏嘘悲叹 同情之类的心理 持飞池沉默了一下 还不算无可救药 柯南心里感受了些 点了点头 又继续看着持飞池 神色复杂地低声道 我说你啊 持先生刚才的表现还真是精彩 松本清场走上前 也打断了柯南的话 笑道 又是一个不书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的侦探呢 哪里 持飞池转头看松本清场 这是各位警官调查的结果 我只是把线索串联一下 你还真是谦虚啊 松本清场感慨道 不 这是实话 持飞池又问一旁的高木舍 这样的话 就不用我去做笔录了吧 松本清场一猛 笔录 笔录 很重要吗 那个 高木舍迟疑着看了看木木十三和松本清场 见松本清场有点猛 果断不再看 只看木木十三 松本警示不够了解持先生啊 木木十三也迟疑了一下 考虑到持飞池每次做笔录都偷懒 而且 这次的案子的线索 确实是他们调查出来的 没有持飞池的笔录也没什么 干脆点了点头 持老弟实在没空的话 就不用去做笔录了 持飞池点了点头 纵火饭那次 少年侦探团去做了笔录 他说不去 也没人再坚持 中本博斯那次 和怀旧饭店那次 有毛利小五郎 也没让他做笔录 这次他又逃票 好像最近都没有什么笔录 需要他去做 舒服 高木舍心里松了口气 看到一旁的柯南 笑道实在需要的话 我们就找柯南好了 柯南 这是把他当成 帮持飞池做笔录的专员了吗 明明毛利大叔这个大人 就在旁边 能不能别这么压榨小孩子 持飞池抬手拍了拍 柯南的脑袋 低头问道 你之前想说什么 没什么啦 柯南仰头笑 他之前是想问问持飞池 一直看那么透彻 不会觉得难受吗 不过想了想 还是不要问了 持飞池可是病人 看得太透彻 说不定也是病因之一 他贸然问出来 要是持飞池突然多愁善感 病情严重了怎么办 现在福山医生 好像出国交流学习 还没有回来 其他医生又不了解 持飞池的情况 突然出事了 他连合适的医生都找不到 算了 看起来持飞池也没想太多 他就不要提了 高木舍和另一名警察 找到了凶器和死者的后底鞋 只等简石客化验出指纹之后 就能定罪了 木木十三带队离开 百货大楼外 还等在外面的记者们 看到警察带人出来 一些停留在停车场的人也出来了 立刻涌上前 请问 这就是最近连续殴打女性的犯人吗 听说这一次被攻击的女性死了 犯人这是无差别杀人吗 警方是什么时候锁定犯人的 是否因为逮捕或者调查不及时 最后才造成一名女性死亡 各位 犯人已经逮捕 关于这件案子的详情 我们会再调查清楚后公布 木木十三压下帽子 带人隔开记者 一路挤过人群上了警车 一群记者早就猜到 警方不会多说 也不觉得失望 又找上了其他人 这次案子 我不知道了 我是在百货大楼里买东西 根本没有去停车场 哦 我过去看了 好像是个年轻人 帮忙调查清楚的 大概是个侦探吧 年轻的侦探 我不清楚啊 这个我知道 不是高中生侦探龚腾新一了 我偷偷听到一个警官跟同事说话 是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的弟子哦 跟龚腾新一比起来怎么样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也很厉害吧 停车场里 时飞时在车里躲了一会儿 等外面的人散了 才开车出去 一路直标毛利 侦探事务所 现在是晚上9点47分 还有13分钟 节目开播 来得及 晚 9点58分 一道红影 从街口飘来 一个急杀 车轮打着滑 直接滑到一辆黄色甲壳虫 车子前面 停稳 阿丽博士茫然抬头 差点都没反应过来 会员挨低头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打开车门下车 对同样下车的迟飞迟到 还差两分钟开播 赶上了 是吗 后座 毛利兰苍白着脸打开车门 勉强笑了笑 那就好 我去开门 家里还有水果 鬼知道他们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好几次转弯 他感觉再晚一点打方向盘的话 车子都快冲路边的商店里了 后座 林木原子脸色也有些发白 跟着毛利兰下了车 感觉脚底还有点飘 因为穿厚底鞋 差点摔倒 还好 被池飞迟手机眼快地拉了一下 谢谢你啊 飞迟哥 早知道的话 园子还是做叔叔的车乖比较好 柯南从副驾驶座上跳下来 语气野余 他老妈就是个飙车狂魔 他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只要不是上次那种晃得头晕的九十九连弯 他 毫不畏惧 林木原子 听出柯南语气中的调侃 握紧了拳头 要你管啊 小鬼 一群人聚在一起 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看Sank公司的节目首播 刚好赶上 节目一开始 类似广告时 那种有震撼感的画面又出现了 公司名字 Sank三个英文字母的图标 报名电话和网址等内容 随着咔嚓咔嚓的打字音 一一浮现 林木原子顿时乐了 总感觉像看电影一样呢 会员挨吃着苹果点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 一开始的字幕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 一片黑暗的环境下 四个红色的 形状奇怪的灯亮起 同时 上空投下蓝色光芒 红 黑 蓝三色构成的画面 给人很大的视觉冲击 越看越像电影而言 林木原子又忍不住到 池飞池在一旁没吭声 这场面是模仿好声音 比起这个时期 开场就是主持人 嘉宾坐在沙发上打招呼的画面 这种开场 无疑更吸引视线 同时 他也被对唱歌者的设定搬过来了 整个节目 一开始是个行歌业的人登台唱歌 然后在有评委转身之后 可以决定自己留下 还是拒绝参加比赛 毕竟 有的人只是想露一首 或者觉得唱歌不错 去凑个热闹 本身并不想做歌手 比如池飞池为了增加节目娱乐性 找来客串的小学老师小林成子 交通部的工本有美 而选择留下来的人 加入四个评委的队伍 由评委进行指点后 继续后面的比赛 四个评委之间抢人的火气 也是一个看点 那些选择留下来的 大多都想追一追歌手梦 是小田切明 也联系各大平台推荐上来的 之前都是没什么人气基础的普通人 在节目表现好的话 能提升一些知名度 最后进了八强的 一人一百万日元 进了四强后 还有三百万至八百万日元的现金奖励 还有Dank的一份待遇 还不错的合约 可以自己选择签不签 另外 表现优秀的 有潜力的 都可以选择在Dank签约 签约不会等到节目播完 在中途就会有人跟合适的歌手进行接触 这就是替自家公司挖掘歌手了 电视上 在一开始的开场后 就是四个评委的独白 外加一些个人介绍和表演剪辑 其中一个是秋婷莲子 一位拥有绝对音感的女歌唱家 剧场版 站立的乐谱中出场的人物 也是个开挂的 在剧场版里 从楼梯上一边唱歌 一边走下去 声音不抖 气息平稳 直接把站在台上演唱的女歌手 给压了下去 在签约后 池飞池去公司听秋婷莲子唱过两句 那种声音的穿透力 比前世看剧场版还要震撼 绝对的殿堂级歌唱家 是的 说歌手不恰当 那是一位歌唱家 富士玩一雄 天才作曲家 钢琴家 池飞池不太了解这个人 应该是特别偏出场的人物 主要找来挖掘作曲人才的 另外两位 一个也是殿堂级的老牌歌唱家 一个是唱作型的大佬 从介绍开始 林牧原子的惊叹就没停过 好厉害 那位是我爸爸年轻那个时期 喜欢的歌手吧 我一直听他念叨 富士玩先生好年轻哦 原来我听过那么多曲子 都是他做的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呢 伴奏是新帝都乐团演 太夸张了 池飞池 苹果都堵不上圆子的嘴 哇 好厉害 林牧原子 听到秋婷莲子的演唱片段 看着各种国际奖项介绍 持续激动 虽然说不出来 但听着歌声就觉得不一般演 秋婷小姐看起来好年轻 好有气质 居然拿了这么多国际大奖 是真的吗 都是真的 柯南已经用手机上网 把四个人的资料核实了一遍 是个认真的考究党 这次的节目真的很用心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 他们反而不怎么接受外界的采访 一心提升自己 唱歌 所以名气不怎么大 但每一个都是国际级别的 迟飞迟到 从做节目开始 他就没打算敷衍了事 虽然他没怎么管事 但要求每个评委 都要是实力派的音乐人 都要能担得上评委这个身份 毕竟是公司第一个综艺节目 还是这种新奇的点子 不出精品 他剁了小田窃明眼 相比起来 我倒是更期待四个评委 能同台竞技 会员挨也来了兴趣 难得好话一堆 不过 评委背对着选手 只听声音判断 完全杜绝一切视觉 第一印象的影响 这个规则 也够让人期待的 不过让他们去做评委的话 要求会不会太高了一点 毛力兰甘笑道 就算不是我上台 一想到要被他们点评 就感觉很紧张了 心理素质也是考验的一环 面对听众都觉得紧张的话 说明这个歌手还不够成熟 迟飞迟到 而且评委比他们紧张 哎 毛力兰惊讶 其他三位还好 邱婷本身不太擅长跟人来往 一开始一直找理由推脱 拒绝做评委 迟飞迟顿了顿 说是这种节目 就是浪费他的时间 他也对指导 评判一群菜鸟没有兴趣 啊 林木原子一猛 不是吧 实际上 他是担心自己不小心说话过分 伤到别人 迟飞迟到 林木原子松了口气 飞迟哥 你说话不要这么考验人的心脏嘛 我现在可是超级喜欢邱婷小姐的 那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柯南好奇问到 会给台词剧本吗 有一部分 不过真正的原因是 我告诉他 迟飞迟盯着电视 大家的音乐素养 需要提高了 蛤 柯南一头黑线 这是在说 我们不懂音乐吗 你懂吗 迟飞迟语气平静 你知道什么叫气息吗 知道什么叫音色吗 知道什么叫好声音吗 柯南 他 还真的不太懂 问一个音痴这个问题 过分了呀 很多人也不知道 迟飞迟继续道 他们不必太懂 只要了解的大概 就是综合音乐素养的提高 甚至于 大家只要懂得 简单的欣赏和鉴别 就够了 毛利兰失效 我明白了 飞迟哥还真是用心呢 学会欣赏美 对于观众也是一种成长 学会欣赏美好的歌声 也是一样 我没想那么好 迟飞是声音沉浸的解释 一个是为了做出精品 提升公司的名气 再一个名也跟我说 公司一开始 签人的时候 有两个唱歌 明明没什么水准 靠着作秀火了起来 还在他面前摆架子的家伙 还有这样的人啊 林木原子想了想 好吧 他看娱乐报道 这样的人还真有 跟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 他不是指冲野养子 冲野养子唱歌很稳 作为歌手绝对过关 苍木蚂蚁也是一样 都是专业出来的 甚至苍木蚂蚁 现在还在进行 从来没有松懈 不过有的歌手是真的 让他看不下去 唱得还不如小田怯明 其实小田怯明也不菜 好歹也唱了多年的摇滚 只要别搞一些 奇奇怪怪的嘶吼进去 认真唱起来 比不上秋婷莲子那种水准 但绝对是实力派 辉原哀懂了 让群众自己听了好的歌声 再去听那种不断破音 跑掉的歌 怎么也听不下去了吧 迟飞迟点了点头 表示辉原哀的猜想正确 就算那些水货的真爱粉 听得下去 至少也没脸 在到处说 我家偶像唱歌唱得超级好 忽悠那些不懂的人 还真以为 破音是什么高大上的特色 我不是歌手 不玩音乐 只是一个想赚钱的商人 公司一开始签人的时候 有的家伙确实心里没数 来不来是一回事 可是在明眼面前摆谱 觉得自己靠架子 能糊弄所有人 那就别怪我绝那些人的后路 柯南甘笑 他早就看穿了池飞池 这绝对是个小心眼 还是个挖坑埋人 不留痕迹的大坑货 不过对朋友 也是真的够好 池飞池没说什么 但心里一直憋着 就等这么一出呢 都怪你们说话 都开始了呢 林木源子急了 没事 池飞池到 前面只是主持人念两遍 Zank公司的广告 之后几期会找赞助商 帮忙打广告 然后是评委登场 那也错过了他们出场啊 林木源子正色道 好了 接下来谁都不许说话了 池飞池 一开始就是林木源子 在说个没完吧 没人在说话 专心地盯着电视 刚才说话 确实耽搁了不少时间 第一个登场的选手的独白 都过了大半 一个长相平凡 普通的男孩 再上大学 一登场开唱 就让人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歌声出彩的跟形象完全不一样 自带浓浓的国际饭 池飞池起身 自己去冰箱找了啤酒 顺便给其他人倒了果汁 放到两个女生 和两个小鬼面前 没人说话 评委后面的互动也很有趣 都看得很专心 他也不忍心说 其实有的部分 是有事先安排过的 录的时候 未必只有一遍 还有剪辑 大家看得开心就行 在互动的尾期 毛利小五郎回来了 开门进来 你们已经在看了呀 爸爸 你回来了 毛利兰虽然打着招呼 但视线依旧停留在电视上 毛利小五郎郁闷 转头看向电视机 正好看到第二个人的独白 是一个厨子 一个油腻的胖大叔 再看一脸专注的毛利兰等人 毛利小五郎更郁闷了 将外套放到一边 乌鱼走上前 在池飞池身旁的沙发上坐下 你们节目选的是些什么人啊 这么奇怪 池飞池帮毛利小五郎 倒了杯啤酒 老师 不要以貌取人 毛利小五郎一噎 他这是被徒弟训了 算了 看在这杯啤酒的份上 他不计较 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 简直美滋滋 这个徒弟太懂他了 电视上 厨子已经开始唱歌 一听雄浑 沧桑 却不是清晰稳定的歌声 毛利小五郎 差点把刚进嘴的啤酒喷了 惊恶抬头加入专注盯电视的队伍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池飞池美怎么看 跟小田切明也发邮件沟通着节目的情况 比起这个时期智力问答 美食访问之类的节目 这个节目能看的地方太多了 作为普通人的代入感 各种有趣的互动 追梦过程中的一些烦恼和挫折 甚至一些四个评委 一两句简单的音乐知识 唱歌小窍门和惊艳 再加上之前的宣传 收视率很爆炸 综艺节目方面 Sank又是一场开门红的大胜利 咦 这是 小林老师 旁边传来几人疑惑 惊讶的声音 池飞池抬眼看了看 很奇怪吗 毛里兰有点猛 看了看池飞池 又转头看柯南和辉元艾 柯南 小艾 是 你们的班主任小林老师 对吧 辉元艾汉 嗯 柯南只能干笑 池飞池居然把他们的班主任 都拐去录节目了 小林橙子也一点风声没露 突然看到 还真是惊喜 他能赢前面几个人吗 毛里小五郎喝了口啤酒 看神情 不太看好小林橙子 凑数的 这轮完了他就走 池飞池直接给小林橙子下了定义 工本油美警官 其实要强一点 但过了盲选 也进不了八强 而且 他也不想当歌手 就带两期 工本油美警官 林木原子不由侧目 飞池哥 你到底拉了多少人过去啊 就他们两个 池飞池顿了顿 对了 还有一个彩蛋 油美警官在第二期出场 彩蛋大概会安排在第五期 看情况 或许会往前两期安排 他们公司的社长 就是那个彩蛋 不参与比赛 就是出来当彩蛋 下评委的 对 池飞池又损了 这是对四个评委保密 而且小田切明 也什么时候登场 也是不确定的 四个评委都见过小田切明也 到时候直接录一下评委 转身后的真实反应 肯定有意思 跟池飞池说的一样 小林橙子就是凑数的 上台唱了首改编的 地单小学校歌 很有新意 歌声也好听 但无奈功力不过关 被刷了 池哥哥 你们这样很拉仇恨眼 柯南半月眼 撇池飞池 看到自家班主任一轮被刷 他都觉得失落 更别说学校那些孩子们 要是知道小林橙子 不 一定会知道的 因为是池飞池公司的节目 估计不美 原泰 光雁那三个小鬼也会看 很快全班都会知道 也不怕孩子们炸了 评委的点评很重肯 池飞池盯着手机发邮件 头也不抬到 最多就是失落 不会拉仇恨 也对 柯南点了点头 他不得不承认 小林老师过不了这关才正常 不然他要怀疑 池飞池给开后门了 你不看吗 第一遍剪辑之后 我就看了一遍 池飞池到 最终版本出来的时候 我又看了一遍 节目结束后 网站肯定会涌入不少人 要提前让明 也跟网络方面的人打招呼 柯南一夜 好吧 节目对于池飞池来说 可能真的不像他们一样觉得新鲜 明也哥哥还在公司 嗯 作为社长 要做好不定时 加班的心理准备 池飞池低头 看着手机上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目光顿了一下 起身到门外接电话 柯南目送池飞池离开 心里有些感慨 谁都不容易啊 出了门 池飞池接通了电话 喂 那边 隐隐约约传来他们节目的声音 跟身后的歌声有些重合 啊 请等会儿 有些陌生的男生 池飞池会响了一下 才把声音跟人对上号 白马 对 是我 电话那边 电视的声音被调小 白马炭的声音也清晰了一些 不愧是轻松帮警方解决 连续殴打女性案子的人 你还记得我的声音啊 你的消息很灵通 池飞池有点摸不准 白马炭打电话给他做什么 除了到他家里吃过一顿饭 他和白马炭就没什么来往了 大家又不熟 毕竟我老爸也是警示厅的人 白马炭道 而且我一个小时前 在看百货大楼前的直播报道 有人说是一个有紫色眼睛 很年轻的侦探帮忙破案 我就猜到是你了 我不是侦探 池飞池声明 白马炭一头黑线 这是重点吗 然后 紧接着又看你们公司的新节目 很好看 我已经成你们的粉丝了 池飞池 这是重点吗 白马炭打电话给他到底想说什么 说正是 白马炭声音严肃了一些 听黑羽同学说 你养了一只红眼睛的乌鸦 我看到一只红眼睛的乌鸦 这两天一直来找华生打架 今天打得特别凶 探着头偷听的飞鸥 一下子急了 飞沫 一定是飞沫 红眼睛的我就只见过他一只 池飞池也可以确定是飞沫了 伸手按住飞鸥 冷静点 再说了 飞池才见过几只乌鸦 那边 白马炭道 我还算冷静吧 池飞池 我不是跟你说 白马炭 差点忘了 黑羽同学说过 这是一个有幻听的患者 而且 你还有心情看电视 我也看出你挺冷静的 池飞池道 白马炭一阵雨色 随即一头黑线的解释 不 我是发现机也没用 已经冷静下来了 他们在高空打 从下午3点12分34秒开始 我家院子里 落了一地的鸟毛 中途打到别的地方去了 在晚上7点20分0秒的时候 回来吃饭 华生暗示回来吃饭 你家乌鸦也跟着来了 我帮忙喂了一下 看华生身上的伤 感觉打得挺严重的 本来我当时我就要打电话给你了 不过 在7点41分19秒的时候 他们又开始打 池飞池 是什么 支撑着白马炭 在这种情况下 还拿怀表看时间 把时间记得精确到秒 白马炭似乎起身 再往外走 我考虑着 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停下 试了好多办法 都没用 华生很聪明 你家乌鸦也是 用食物诱惑 是陷阱都没用 而且 华生突然不听话了 池飞池已经听到那边飞沫的咆哮声 乌鸦叫 鹰蹄 还有一群人乱糟糟的声音 打电话给你 是因为华生每天晚上10点准会喝水 我想 他们到时候应该会停下 你要不要过来接一下你家的乌鸦 白马炭问道 我马上到 池飞池道 好 白马炭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有些无语 就算他家的住址不是什么秘密 但能不能让他说完池飞池没有耽搁 进门跟毛利小五郎说了一声有事 直接下楼开车离开 除了中途去宠物医院拿了点药 一路抄近路 飙到白马炭家 白马家 庭院里灯火通明 一群庸人站在院子 仰头看天 白马炭出门接池飞池 之前你挂电话太快了 我有事没说完 抱歉 池飞池道了歉 打量着院子 院子里的状况 很眼熟 所有景观植物 每几株是完好的 一地岁叶加鸟毛 没什么 我只是想问问你 你们节目重播吗 白马炭虽然觉得 现在说这是不合适 但还是忍不住问 选手上场安排得太紧了 之前 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错过了一段 没能看齐全 明晚同一时间重播 官网也可以看 池飞池抬头看了一下天空 天上一片昏暗 看不到飞沫和华盛的身影 偶尔传来一两声老鹰和乌鸦的七粒长鸣 白马炭点了点头 看向池飞池手里的白色手提箱 箱子上还有真池宠物医院的logo 你还带了药吗 我家里也准备了一些飞禽用的药 还是你们真池集团的宠物医院买的 消化类的 受伤用的都有 给你添麻烦了 池飞池道 没事 白马炭笑了笑 两个人没事人一样 就在院子里喝下午茶的地方坐下 喝点茶怎么样 白马炭问道 什么都行 池飞池看了看院子 白马警示总监没回来 哦 白马炭倒好茶 转头看院子 眼里带着一丝探究和审视 你怎么看出来的 万一他只是休息了呢 地上的车太硬 刚才门外的信箱 楼里亮灯的房间 玄关外的印记 池飞池收回视线 白马警示总监 昨天 今天都不在 前天应该回来过 而你对我打电话的时候 应该在一楼看电视 三楼第三个房间的窗户 夹着一根羽毛 具体是白天还是晚上留在那里的 我不太确定 不过我猜是晚上 你是故意的 作为有名的高中生侦探 你不会那么粗心 特别是一个喜欢把时间精确到秒的人 哪怕在自己家里 应该也很注意细节 不会没注意到窗户上的羽毛 白马炭愣了愣 无奈笑道 好吧 我承认 挂了电话之后 我故意上楼开了窗户 本来是想等你来了 让你猜猜 我的房间是哪一个的 没想到这点小心思也被你看出来了 吃飞吃脸上没什么表情 试探到这里就够了 我不太喜欢被人探究 这些高中生侦探说 平易近人吧 确实没什么臭架子 但骨子里有股傲气 不是同类人 很难跟他们谈到一起去 而且感觉遇到同类 要么想比个高下 要么就想试探 展示一下 也不完全是争强好胜 就是好奇心太强 连自己和别人的能力 都想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白马炭愣一愣 随即坐到对面椅子上 认真道 我不是想探究你的根底 只是对你有点好奇 如果唐突了 我向你道歉 算了 驰飞吃心里无语 他就知道是好奇 庸人适时把茶点端上来 也算是缓和了一下气氛 至少白马炭是这么认为的 第二次接触就被讨厌的话 他会难受的 他觉得驰飞吃这个人不讨厌 可以接触 他们应该有共同语言 比方说 对英国的一些了解 他之前在英国留学 而驰飞驰 虽然没有在英国上学的经历 但有个在英国长大的老妈 多少也会有一些 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习惯 比方说 有个不怎么着家的老爸 从小到大 都比较独立 他在英国的时候 做什么都要自己来 再比方说 眼睛 在遇到小泉红子之前 他大概是身边唯一一个同色是红色的人 哪怕是在英国 应该说 无论在哪个国度 都是异类 小时候 难免会遇到一些讨厌的人 世界上不乏带有善意的人 但也有带着恶意的人 他相信 持飞持是能理解他的 而且因为家庭的关系 他跟其他人总存在着一些距离 讨厌他的人 会说他傲慢 装模作样 警戒方面的人 遇到他 也总是受他父亲身份的影响 反应挺夸张的 他已经可以做到不在意 但有时候 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会想起小时候那些 让他为之困扰 苦恼的经历 看着茶点被摆齐 白马炭收回思绪 问道 在晚上喝着英国的下午茶 是不是有点奇怪 英国时间刚刚好 时飞迟到 白马炭顿时失效 也对 两人没聊什么案子 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些闲话 很多时候都是白马炭在说 不过在说到英国菜的时候 还是瞬间找到了共同话题 大概是在十一岁的时候吧 白马炭笑道 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 我满怀期待地尝了一下 那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是在四岁第一次 吃到英国菜 池飞池到 也是唯一的一次 白马炭脸上笑意就没消失过 他就知道 池飞池跟他是绝对有共同话题的 之后 我就说什么也不 嘎 两道黑影从天上俯冲下来 各自飞到两人身边 带落几片羽毛 落到茶点中 看来茶点是吃不成了 白马炭一脸无奈 伸手接住了花生 老鹰身上的毛掉了不少 突出一块块的空白 身上还有一道道 还在渗血的血痕 飞沫也没好到哪里去 原本有黑其整的羽毛 掉得七零八落 身上 爪子上 都有血痕 要说池飞池不心疼是假的 心疼到有股莫名的火气 不过 他不至于向飞沫发脾气 还能保持冷静 华生那边 你来还是我来 池飞池起身 打开医药箱 我来吧 你处理你那只 白马炭也强忍着心里的心疼和火气 对了 还不知道你家乌鸦的名字叫什么 我之前忘了问黑宇同学 飞沫 池飞池翻出药膏 白马炭也懒得让人去拿药 看池飞池带来的多 顺便也拿了一些 主人 你们也来了呀 飞沫发现池飞池沉着脸 有点心虚 爪子在桌上悄悄挪 挪 挪 挪向池飞池身边 看到飞池溜出来 在他伤口边打转 更愧疚了 连忙解释道 我不是胡闹 我跟华生打赌 要是我能打赢他 以后他帮我发展外围成员 包括其他老鹰 要是有个帮手 以后我对上老鹰会轻松一点 还有 我赢了 池飞池一时不知该生气 心疼 好笑 还是感动 伸手弹了一下飞沫的脑门 见飞池直勾勾盯着那边的华生 好像打算扑上去咬两口 又弹了一下飞池的脑门 别闹 打过这架就是朋友 飞池收回视线 继续蹲守在飞沫旁边 是啊 以后不许再打架了 华生 要不是担心你的伤恢复得不好 我很想撤了你以后的下午茶肉块 白马探黑着脸训鹰 拿了把剪子 看着血块和羽毛粘在伤口上 感觉有点无从下手 更心疼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华生伤成这样 飞池哥 伤口附近的绒毛 都要剪了吧 池飞池悠悠道 伤太多 不好处理 我觉得全部剪光比较好 华生顿时瞪大了鹰眼 呆呆看着池飞池 卧槽 丧心病狂 这跟让一个人类 果奔有什么区别 现在他虽然有点突 但好歹还有点遮挡 飞沫黑着脸考虑了一下 现在主人心里有火 还是不要抗议的好 果断道 主人 我没意见 华生急了 你能不能有点坚持 之前跟我打架的霸气 去哪了 一起反抗啊 我们两个一起反抗还怕 他们是不是在抗议 白马探直接抓住华生的两只翅膀 跟抓了只鸡一样 防止华生跑了 脸上露出恶狠狠的表情 抗议无效 我也觉得应该剪光 飞沫难难 反抗不了 放弃吧 对了 翅膀上的粗鱼毛可以留着 池飞池提醒了一句 动手给飞沫剪身上的毛 白马探一边按着华生 一边剪 剪了一会儿 发现比起池飞池那利索的动作 自己这里慢了不少 直接求助 飞池哥 斜止住了 华生没有飞沫乖 他一直扑腾翅膀 你处理好了帮下忙 我帮你按着 行 池飞池抬头扫了华生一眼 语气平淡道 炖肉我擅长 烤得其实也不错 白马探突然想起那天的火锅 没忍住 悄悄咽了咽唾沫 华生 您 别以为他听不见 主人咽唾沫了 这 这还是他的主人吗 飞沫一动不动地 让池飞池剪毛 瞥了瞥下去的华生 他就知道 反抗没有好下场 池飞池马里地给飞沫剪了毛 只留下尾巴 翅膀上的毛 清理了伤口 包扎好 又拿着剪刀 到了白马探面前 华生抬眼看着那道黑影 心里有种预感 这将会是他今生 都摆脱不了的噩梦 麻烦你了 飞池哥 白马探起身 拎着华生的两只翅膀 按到桌上 帮忙捡得漂亮点 飞池和飞沫缩在桌子边 看着那一个人按着 一个人拿着剪刀逼近 开始了跨种族无障碍交流 太惨了 华生太惨了 哎 我也 没什么 就是有点冷 放心 我是专业的 池飞池开始动手 华生 都剪脱了 还能看出漂亮不漂亮 专业不专业吗 还真有区别 池飞池知道 怎么下手比较好 剪得快 不会因为处理凝固的血块 而扯到伤口 剪得漂亮 大概也是 可以看出来的 之前白马探左一剪 右一剪 看上去坑坑洼洼 池飞池顺着剪 看上去就舒服多了 当然 最后效果还是一样 突 白马探认真看着 池飞池的剪毛流程 心里默默记下 抬眼看到一只老鹰 一只乌鸦的身上 爪子都包了白色的绷带 忍不住扑斥一下笑出声 笑过之后 觉得自己幼稚 哟 笑得更开心了 哈哈哈哈 池飞池看着笑得 跟二傻子一样的白马探 看来再怎么成熟 始终也还是个高中生 等白马探笑够了 池飞池才到 这段时间 最好让他们待在家里 两三天换一次药 就算伤好了 在羽毛没长出来前 也别淋到雨 别帮他洗澡 好 我知道了 白马探帮池飞池收拾了药箱 帮忙拎着 看到怀里捏捏捏捏着头的华生 又乐笑了 哈哈哈哈 飞池哥 进来坐吧 两人到了客厅 白马探找了两个人公鸟窝 铺了软垫 给华生和飞沫一只一个 看到飞池也跑过去 又转身去找窝 不用找了 吃飞池到 他们就想窝在一起 啊 那我就不找了 飞池和飞沫的感情 还真好啊 白马探拍了拍手 走到沙发前 转头让女佣重新准备茶点 两个人休息了一下 等茶盒点心摆上 白马探才到 原本我过两天 打算带着华生去一个地方 不过现在看来 是没法带他去了 华生更年了 有好长时间要宅着 难受 飞沫一想到不能出去跑 也有点窝心 往飞池那边挪了挪 算了 他可以带飞池 和飞池一起玩玩游戏 去游戏里跟人类聊聊天也不错 就当休息一段时间 等他和华生的伤好了 有华生这么个帮手 东京这个地盘 还不守到青睐 哼哼哼 就在今天早上 我收到了这封奇怪的信 白马探从外套口袋里 拿出一个黑色信封 递给池飞池 没有贴邮票 信封上也没有署名 地址 里面还附有一张 二百万日元的支票 池飞池接过信封 纯黑色的信封上 只用白色的笔记 写着白马探起的字样 误完连椰 那个黄昏之管的剧情 打开 里面的信纸也是黑色的 边缘勾勒着金色的花纹 自己同样是白色 白马探 在下仰慕阁下的睿智 特地去寒邀请阁下道夫晚餐小拙 让我在意的是 白马探目光认真起来 信尚的署名 上帝弃之不顾的儿子的幻影 池飞池手指擦过信尺边缘的金色纹路 将信封连同放到桌上 不会是积德 你也看出来了呀 白马探笑了笑 上帝弃之不顾的 应该指新约圣经中 不受神所祝福的山羊 静了两秒 池飞池没吭声 等着下文 白马探有些无奈 他以为池飞池会有兴趣 将推理接下去的 算了 他来说 信尚的上帝弃之不顾的儿子 也就是小山羊 山羊在英文中叫做Goat 而小山羊则是Kid 幻影是Phantom Kid the Phantom Thief 神出鬼没 犹如幽灵一般不具尸体的小偷 怪到积德 不过 你为什么那么 肯定不会是积德 池飞池扫了白马探眼 很快收回视线 跟预告函风格不符 积德的预告函 都是白色卡片 虽然不排除怪到积德 想换个风格的可能 但信的内容 那个装模作样的小偷 不会只在末尾留一个这么简单的暗号 应该通篇是暗号 现在白马探应该已经知道了 怪到积德的身份 问他这句话 就是在试探 他知不知道 毕竟他和黑羽快斗 关系那么好 果然 身为侦探 怎么都改不了 喜欢瞎好奇的毛病 白马探抬手摸了摸鼻子 刚才池飞池那眼很平静 但他怎么隐约感觉到一丝鄙视 是觉得他的试探幼稚 还是觉得他想不明白这不是积德 而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是前者 池飞池肯定知道点什么 甚至看穿了他的试探 如果是后者 那池飞池大概还不知道 黑羽快斗是谁 偏偏 池飞池的神色 语气 目光 没有一丝变化 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小动作 实在难以 分辨是哪种情况 他又担心 试探太过会 惹池飞池生气 而且直觉告诉他 再试探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算了 他不好奇了 不行吗 没错 这确实不是积德的风格 那个家伙虽然喜欢说一些文周周的话 但不会这么规矩 甚至有些跳脱 对吗 白马探直视着池飞池 说完 自己也有些语色 明明之前想好了不试探的 不过 他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啊 不行 怎么能连这一点 自制里都没有呢 嗯 池飞池像是没听出白马探的言外之意 面不改色地点了点头 看记得以前的风格 确实不会这么规矩 这封信给我的感觉 像是 嗯 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写的 白马探垂了垂谋 如果池飞池知道怪盗既得的身份 他说到跳脱这个词 池飞池肯定会下意识地想起黑语快逗 从而想到他知道了黑语快逗的身份 不管是思索怎么帮忙掩饰 或者思考怎么办应对他 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思考 联想的过程 就算脸色 语气 能控制的没有一丝变化 要是池飞池知道黑语快逗的身份 接话也不该这么快 一般人会慢上大概一两秒 反应快一点的人 至少也会慢上零点五秒吧 除非池飞池的思考速度 快到他超乎想象的程度 不然的话 应该对怪盗既得的身份 还不知情 思索了一瞬 白马探很快收回思绪 我也是这种感觉 而且怪盗既得 只对偷宝石感兴趣 不会发出这种 没有宝石可以偷窃的邀请 而就算偷窃 积德也会光明正大地暗示自己 盯上了某个东西 不会连任何指向都没有 还有 信上边缘的金色纹路 质地是金属 不是印刷图案 也没有笔刷刷上去的痕迹 是非是平静结果化 而且 纹路有断点 应该是把金子融化后 用模具烙出来的花纹 这更不像积德的风格 他甚至怀疑 这种性质 原本就留在黄昏之馆里 被这次的犯人找到后 拿来用了 白马探笑了笑 神色认真起来 没错 更像一个很讲究的大富翁 信上留的地址 是半个世纪前去世的大富翁 乌安连夜的黄昏之馆 你应该听说过那个事件吧 很多人死在了黄昏之馆 池飞池回想了一下 原意识体的记忆里 并没有听别人提过这件事 乌安家我听说过 不过那个案子没有 白马探一愣 随即又了然道 大概是你父母常年在国外 没有跟你提过 其实这件事 很多社会名流都听说过一点 曾经在黄昏之馆死了不少人 可以说那就是个大型的凶杀现场 我想去看看那个黄昏之馆 看看那个连署名都冒充他人的 见不得光的家伙 到底是谁 要是记得听说有人冒充他 想做什么坏事 应该也会过去 这绝对是一场有趣的聚会 不过 我原本还想带着华生去 以免出什么意外 你也知道 飞禽有时候能帮上很大的忙 不过看华生现在这样子 是没法带他去了 池飞池突然想起来 黄昏之馆的剧情里 直升机就是白马探让华生送信出去 才被叫来的 当然了 他相信 就算没有华生去报信 那群侦探也能脱身的办法 死不了 飞池哥 你打算去看看吗 真要说起来 乌玩家的家徽就是乌鸦 跟你很有缘呢 白马探眼里多了一丝深意 如果你要去的话 我现在就给信上留的号码打电话 你想试就是 池飞池无所未到 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如果不是有重要的事 或者对方是熟悉的人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对方 多少有点不合适 但要的就是这份不合适 对方会不会接电话 不接电话 可能是哪几种原因 接了电话 那边是什么环境 对方的状态如何 这些都可能搜集到一些 有关于对方的信息 白马探特意提到现在打电话 就是这个用意 看来你也明白了 白马探失效 拿起桌上的信 起身去旁边的座机前 照着信上的号码拨通了电话 顺便拿出自己的怀表 池飞池也想知道 白马探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 也起身跟了过去 白马探抬头看了池飞池一眼 按下了座机上的免提键 嘟 嘟 喂 请问是哪位 电话那边传来年轻女人迷糊的声音 白马探在电话接通的时候 垂眸看了一眼怀表上的时间 语气含笑道 我是白马探 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去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 我今天白天收到一封邀请函 邀请我去黄昏支馆做客 信上留了这个号码 对 那边的女生道 那么白马侦探打电话过来是 白马探直接道 我有一个朋友听说了这件事 他也很感兴趣 我想问问 能不能带上他一起过去 信里附上了200万日元的支票 又特地提到 智慧这样的字眼 我想 你们应该是有什么事 想要拜托我调查吧 他也帮警方破过不少案子 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过去说不定能帮上忙 这样吗 女生顿了一下 我明天给您答复 您看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白马探客气道 那就不打扰了 好的 挂断电话 白马探转头 对持飞迟道 应该是女佣 让我在意的是有两点 第一 是他接起电话的时间 听他的声音 之前应该在睡觉 从被吵醒到接听 只用了47秒 说明他没有别的工作 至少近期没别的工作 任务只是守在电话前 持飞迟简洁道 没错 第二点 是他说明天再给我答复 或许是主家已经睡下了 或许不在他附近 他一时联系不上 真是可惜 本来想试探一下 邀请人的情况的 看这情况 他可能也不知道多少吧 白马探有些遗憾的感慨 又对持飞迟道 信上的邀请时间 是9月29日 到时候 我们在哪碰面 打电话吧 持飞迟道 那上午9点钟 我打电话给你 这样可以吗 行 两人约好碰面方式后 持飞迟没有久留 开车离开后 在路上放慢车速 给辉远哀打了个电话 一个是为了问一问 辉远哀有没有回去 要是没有的话 他过去送一下辉远哀 得到的回复是 阿利博士已经去接人了 再一个 他也是为了看看车里 有没有窃听器之类的东西 要是车上有窃听器 窃听器会发出电波 干扰通话 通话时就会有杂音 这也是最快 最方便的鉴别方式 今天先有一个跟踪 他的爱尔兰威士忌 又让柯南搭了车 最后又见了一个 同样好奇心旺盛的高中生侦探 他实在不放心 好在 通话正常 没有杂音 挂断电话 池飞迟将手机放到手边 看路开车 飞翅 飞沫 离9月29日 还有几天 窝在副驾驶座上的 一舌一乌鸦 什么也别说了 主人 还有两天 主人 9月29日 就是后天 嗯 池飞迟应了一声 这个难题 他真的没法解决 因为今天是11月3日 一日 池飞迟出门晨练 发现爱尔兰又远远跟了他一路 在他回家后 进了街对面的咖啡厅 就连英曲延南 都发现了爱尔兰 还打电话跟池飞师说了一声 老板 咖啡厅落地窗前 那个穿黑色衣服 金发金眉毛的家伙很可疑 昨天晚上 那家伙住进了对面的酒店 在昨晚12点左右 又去了你那栋公寓的地下停车场 我这才注意到他 今天早上在你出门后不久 他也出了酒店 跟你往同一个方向离开 在你进公寓不到一分钟 他也出现在路上 之后就去了那个咖啡厅 池飞池恩了一声 没有去阳台上看 有没有调查过 爱尔兰大概想不到 他有个住在隔壁大楼的保镖 一天闲着没事做 就是调查周围的情况 对面咖啡店 有几个常客 附近有多少饭店 酒店公寓楼 经常路过楼下的人有那些 甚至不管可疑的 不可疑的人物和车辆 只要是可能在他附近出没的 英曲延南 都有兴趣留意一下 不得不说 他这个人还真是顾对了 这些他都没提过 不过英曲延南 自己会去做好 当然了 昨天我就记下了他的车牌号 英曲延南道 早上在你们回来之前 我潜入酒店调查过登记表 他在酒店的登记名字叫卡特 住在7006号房间 怎么样 老板 要行动吗 如果要抓人的话 我再去找酒店服务生 打听一下他有没有同伴 或者偷偷跟他一段时间 他从昨天到现在 有没有换过衣服 池飞池突然问道 嗯 换过 昨天穿的是西服 今天穿的是运动 英曲延南顿了顿 反应过来 那个男人昨天到今天 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 再一想到 天天穿着黑色衣服 晃得自家老板 还有见过两次 也穿黑衣服的 勤酒和福特加 老板 他是 你们的人 不确定 迟飞迟到 爱尔兰的资料 他是看过 也有联系方式 不过没有见过照片和本人 他不确定才是正常 那他为什么跟踪你 英曲延南迟疑了一下 认真问道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清楚 先别管 我确认一下 迟飞迟挂断电话 给那一位发邮件 组织成员都穿黑衣服的 对吗 Ricky 等了十多分钟 新邮件才回复 伪装潜伏的时候 不一定 出什么事了 从昨天下午开始 就有一个家伙在跟踪我 他换过衣服 不过都是黑色 Ricky 我没有必要安排人跟踪你 如果需要什么信息 我会直接问你的 我知道 所以想确认一下 如果不是组织的人 我跟勤九要去抓人了 Ricky 既然已经锁定了对方 还是让勤九跑一趟吧 跟踪你的那个人 除了穿黑衣服之外 还有什么特征 池飞迟没急着回复 给英曲延南打了个电话 英曲 想办法 弄到那个家伙的照片 速度快 明白了 老板 等电话挂断 池飞迟给勤九发了封邮件 说了一下情况和那一位的意思 去厨房拿了瓶酒上阳台 又继续跟那一位发着邮件聊天 我让英曲去拍张照片 还有一个问题 组织成员在没有信号的地方 需要联络外界的时候 该怎么办 Ricky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具体行动前 都会告知组织成员做好准备 不会有人往没有信号的地方跑 至于平时深陷那种困境 要看情况 和值不值得救援 很有耐心的解答 在池飞迟了解组织行动模式方面 那一位一直乐此不疲地给他开小灶 大概是想帮他更快适应组织 我是想问问 组织有没有对通讯设备的研究成品 明天我可能要去一个危险的地方 邀请人鬼鬼祟祟不留真名 而根据我调查 那附近没有移动电话的信号基站 唯一通往山下的是一座吊桥 一旦吊桥被炸毁 就会跟外界完全失联了 Ricky 个人小型基站研究起来很麻烦 没法凭自己的能力走出来 就别去了 没办法 听说那里四十年前发生过一起 没有流传出来的大案子 死了不少人 我想去看看那座凶宅 Ricky 迟飞迟发了邮件之后 垂眸喝了一口酒 他想问问 组织有没有相关的研究成品是真的 同时 看似是在汇报行踪 表示自己明天可能在没有信号的地方 别联系他 但其实也是在试探那一位 无论是态度 还是别的什么 只要那一位回复 就能有收获 当然 这件事 可能刺激到那一位的某根敏感神经 有点冒险 不过机会难得 难得你对一个地方感兴趣 那就去吧 你到那里之后 可以顺便去拿点东西 找到了就送给你 位置是 池飞驰宁神看着 下一页 情音响起 黑鹰鸣笑 两狮王相搏 池剑欲刺敌 池浮勇应战 天神降下圣兽前来助阵 代表着胜利的星之宝珠 就藏匿丛林之中 池飞驰 他真的对暗号 谜题不感兴趣 堂堂一个黑衣组织的boss 干嘛要学那些侦探玩暗号 您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Rookie 你真正想问的 不是这个吧 不过 你以前可没有这么强的好奇心 对您的身份 我一直好奇并期待着答案 Rookie 两年之后 我会告诉你一切 在此之前 不要多问 不要调查 OK 保留期待 Rookie 池飞驰将回信发送了出去 又是这种不承认 不否认的态度 还真是够麻烦的 不过 既然那一位特地警告过 他就不会贸然调查 说实话 实在好奇的话 缠着那一位问 都比私自去调查要好 那一位不想被触及的秘密 都守得死死的 他去查 可能也查不到什么 还会连累相关的人 一起被弄死 自己去调查 说明 他管不住好奇心 对那一位不信任 印象分是会降到最低点的 也跟他绝对忠于组织的洗脑成果不符 他不急 有柯南在 查清楚是早晚的事 倒不如好奇一下 那一位打算送给他的东西是什么 新有件 关于那个谜题 还有一个提示 Rookie是一种同时拥有着太阳 月亮和星星的酒 我知道了 不过 您打算送我的东西是什么 要不要准备交通工具运输 Rookie 不用 只是小东西 很有趣 你会喜欢的 会是什么人邀请你到黄昏之馆去 有没有调查过 不清楚 邀请的应该是高中生侦探白马探 他向对方提议带上我 对方同意了 Rookie 警示厅白马警示总监的儿子 听说也是个出色的高中生侦探 你认识的侦探还真不少 之前见过一次 这两天飞沫跑去跟他的老鹰打架 他昨晚联系上我 我去接飞沫的时候 他跟我提了一下这个邀请 我有点兴趣 就答应跟他一起去了 Rookie 算是闲聊 也算是迟飞驰向那一位汇报进来的安排和动向 迟飞驰突然觉得 拉克这个代号也挺好的 像这么一封邮件 一次署名地发下来 要比贝尔摩德纳 Vermos的一串 要省不少是飞沫赢了吗 没输 都伤得挺严重的 Rookie 事实上 飞沫赢了 不过一只乌鸦跟老鹰正面刚还赢了 似乎过于厉害了点 还是保守回答比较好 要是飞沫不告诉池飞驰 池飞驰也确实只能从伤势来判断 飞沫和华生 差不多是平手 看来 他是有恃无恐才会行动 能跟一只鹰打成平手 还真不简单 Rookie 你体内有很多毒素的抗体 这些年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吗 池飞驰把记忆捋了一遍 虽然他明白 抗体是怎么来的 但解释不清 而且 就算是敷衍 也要认真的敷衍 三四岁 之前的事既不太清了 之后就那么生活着 没什么特别的事 大概半年前我才发现的 那个时候心情沮丧 尝试着接受死亡 结果连死亡也不肯接纳我 之后我偷偷化验过 不确定有多少毒素的抗体 不过很多 Rookie 要他的造血干细胞 没关系 抽屑 发现了他体内的抗体 没关系 发现就发现了 如果那一位 要他的造血干细胞 是研究什么药物 弄清楚抗体形成 是身体自己的变化 还是因为外因 有多少种毒素抗体 抗体本身对研究 有什么影响等问题 就要耽搁好久 等组织完蛋了 都未必能研究清楚 如果那一位 需要他的造血干细胞 是为了自身用 那就更好了 以那一位的谨慎性格 不研究清楚之前 应该不会冒险 简单来说 他的造血干细胞 就是个坑 只会拖延那一位 预定的某个目标的进度 就算用他的造血干细胞 研究出什么 百毒不清的成果 他也不担心 百毒不清 看起来挺厉害 但这个世界上 又不是只有毒 才能杀人 百毒不清 可防不住子弹 他现在唯一 用到抗体的地方 大概就是制作解药 偶尔在喝酒的时候 用牙齿往酒里 磕点毒液 自己喝下去 再免疫掉 也就是无聊的想试试 加了毒液的酒 味道会不会好一点 除此之外 还真没在什么地方用上 确实存在不少毒素抗体 那些抗体互相作用 连很多合成毒素都能免疫 目前检查你造血干细胞的研究人员 也无法确定你 到底可以免疫多少毒素 更无法确定抗体产生的原因 不过既然想不起来 那就不用想了 如果你好奇的话 等研究结果出来 我再告诉你 这边 池飞池跟那一位发邮件 聊得不亦乐乎 旁边公寓楼三楼 应取延南背靠着墙 一头冷汗 他已经够谨慎了 没有跑到那个男人附近拍照 只是拿了照相机 关了闪光灯 到三楼找了一个 能拍到那个家伙的地方 没想到镜头对准没多久 反光还是被对方发现了 没多犹豫 就往这边来 对方行走间 还将右手放进口袋里 看口袋里有不自然的突起 那家伙带了枪 再看那阴沉的气势 他相信 对方找到他之后 恐怕不会过多犹豫 就送他一发子弹 爱尔兰沉着脸 往公寓楼走 心中惊疑不定 在不经意瞥见反光的时候 他差点以为是狙击枪 不过很快辨认出来 应该是照相机之类的东西 看角度 是在拍他在的这个咖啡厅 是不是在拍他 拍到了没有 他不确定 但也要把人找出来确认 问清楚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拍到他 是不是有人盯上了他 又为什么会盯上他 见爱尔兰走到公寓楼下 应取严男扫了一眼后 又躲到窗户旁的墙壁后 以防对方看到他 探手将照相机放到窗口边 咔嚓 楼下的爱尔兰 哦 哦果然是冲他来的 在被他发现之后 居然不忙着跑 还利用他接近的机会拍照片 太放肆了 楼上的应取严男 收回照相机 看了看照片 传到手机后 又将照片传给池飞池 他已经冷静下来了 不管怎么样 老板的任务不能忘 重点是 如果老板及时确认是自己人 说不定能免去一些冲突 如果不是 那就刚呗 他也带了枪 谁怕谁 而且 老板就在隔壁公寓楼 可以及时支援 如果这个男人不是自己人 又跟踪监视自家老板 那他不会有事 但这个男人下场会很惨 至少被抓住 注射土针剂 被老板和勤酒冷眼围观 是免不了的 应取严男 没有只等持非持回复 发完消息后 将手机装回口袋里 一边往电梯走 快速脱下外套 将照相机挂上后 又穿上外套 多少遮掩一下 照相机上有指纹 不能留下 别管对方会不会去查指纹 他也要学学老板的谨慎 另外 在老板回复 确认敌我之前 他要尽量别跟对方碰面 旁边公寓的阳台上 持非持收到了 应取严男的邮件 照片 PS 老板 我被发现了 持非持把照片转发给那一位 发完之后 又点开那张照片 嘴角忍不住微微扬了一下 阳台后的屋里 飞沫用翅膀护住身体 黏黏地蹲在窝里 看着窗外打瞌睡 突然瞥见 坐在阳台上的持非持 好像笑了一下 一个机灵 精神了 嗯 飞翅本来蜷缩在飞沫旁边睡觉 被惊动 见飞沫直勾勾看着外面 懒洋洋探头搭到窝边 怎么了 飞沫见飞翅注意到了 压着嗓子嘎嘎嘀叫 飞翅 刚才主人居然笑了 跨物种无障碍交流 到此结束 飞翅听不懂那嘎嘎叫声 有点着急 到底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飞沫探头看周围 发现自己和飞翅的手机 在那边桌上 挺远的 迟疑了一下 还是选择缩着翅膀蹲在窝里 身上眉毛 真的好麻烦 我让英曲去拍照片 他被发现了 持非持解释着进了屋 拿着手机 一边打电话 一边走向洗手间 看那张照片 应该他被发现之后 趁对方接近的时候 拍下的 他这胆子够大的 我才没忍住笑 请酒 你过来了没有 就飞沫那嗓门 就算压低声音 他也听得到好不好 还有五分钟 跟踪你的是爱尔兰 英曲被发现了 要不要看会儿热闹 哦 看看他们的能力吗 那我就不急着给爱尔兰打电话了 我先过去 你快点 挂断电话 持非持穿上一件黑色外套 从洗手间天花板上 拿了两张易容假脸 两张假脸 都是雀斑 欧洲青年形象 一次多准备几张 用的时候 套上去揉一揉 搞定 飞沫 飞尸 你们去不去看热闹 我 不去了 飞沫艰难道 飞尸看了看飞沫 我也不去了 咔 客厅大门被打开 随即关闭 飞沫蹲在窝里 叹了口气 真的很想去看热闹 不过他这副眉毛的形象出去 恐怕自己会先变成热闹 被围观 旁边的公寓大楼里 爱尔兰站在一楼 抬头看着电梯显示的一个个数字往上跳 最后停在19楼 哼 19楼吗 爱尔兰冷笑一声 收回视线 往楼梯口 快步走去 英曲延南 依旧待在三楼 他按了电梯之后 等电梯门开 并没有进去 只是按了19楼就出来了 他担心对方在一楼等着 看电梯楼层 老板那样的人都呆得组织 怎么重视其他成员都不为过 踏 踏 楼梯间隐约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爱尔兰一楼楼上去 到了一层楼 就到楼梯口看眼走道 把电梯上下键都按一遍 顺便注意电梯上的数字变化 继续往上走 英曲延南 站在三楼的楼梯口 听到脚步声 默默分析对方的动作 皱了皱眉 亲手亲脚地往上走 三楼不能呆了 对方这么一层层搜 很快就会在三楼找到他 到时候免不了冲突 早 9点12分 爱尔兰一层层搜到了五楼 一层层楼的电梯都被按了一遍 英曲延南已经到了七楼 考虑了一下 默默按下了七楼往下的电梯按钮 又继续悄悄往上走 9点15分 爱尔兰到了七楼 看到往下的电梯门在七楼打开 吓了一跳 见电梯里没有人 考虑了一下 进电梯 拿枪对准数字按键 快速开了一枪 本来是想利用电梯 锁定对方去了哪个楼层的 不过对方比他想象中聪明 他怀疑那个偷拍他的家伙 已经看穿了 打算用电梯楼层显示干扰他 那就谁也别坐电梯好了 电梯电路板被破坏 灯闪了闪之后熄灭 电梯门也没在关上 静静停在七楼 与此同时 池飞池也顶着一容脸到了一楼 看了一眼被按亮的电梯按钮 走楼踢上了二楼 二楼的电梯同样被按过 三楼 一直找到七楼 池飞池看到被破坏的电梯 没在网上找 转身下楼 路边已经停了一辆黑色保时捷356A 琴九放下车窗 转头问道 情况怎么样 福特加不在 只有琴九来了 两个人都往上面楼层去了 池飞池打开车门 上了副驾驶座 分析到 一到七楼每一层的电梯门口的按钮都被按过 应该是爱尔兰按的 他想断绝应取坐电梯逃跑 本人应该是从楼梯搜寻上去 我只去到七楼 没在网上走 电梯在七楼 被一颗子弹打坏了电路板 应该是应取猜到了爱尔兰的小动作 故意用电梯干扰爱尔兰 爱尔兰发现之后 直接将电梯电路板破坏了 谁也别想搭电梯 利用电梯 请九开车离开原地 思索了一下 点头认可 确实如此 的确 电梯的电路板只会是爱尔兰破坏的 应取只要发现了 爱尔兰在留意电梯显示楼层 就可以利用电梯干扰爱尔兰 让爱尔兰没法辨别他在哪一层 没有必要破坏电梯 爱尔兰在察觉应取的意图后 破坏电梯 这个分析很合理 其实 电梯被破坏了 对两个人都有好处 不用担心自己留下了什么线索 指引对方 锁定自己所在的楼层 当自己到了某一楼后 电梯门打开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 那样很吓人的 爱尔兰威视剂嘛 时飞时到 能力还真不错 应取也不差 请九没有把车开出太远 将车停在一个僻静的地方 拿出一支烟咬住 用车上的点烟器点燃 下了车 往旁边的大楼里走 大概八分钟了吧 爱尔兰还没有抓到人 看起来平分秋色 既然地在上面看着 我们也上去看看 时飞迟早就知道 请九不会忙忙撞撞跑过来 对附近有人来踩点也不意外 跟着进了大楼 不 越往上找 应取的退路越少 会不会被抓住 情况有多危险 就要看应取够不够聪明了 也对 请九拿出手机 低头看了一下邮件 上了电梯 见池飞迟奔上来 按下了顶楼楼层的数字 你就不怕 我给你设陷阱吗 如果连你也背叛的话 池飞迟顿了顿 那我早就被抓了 你有的机会很多 不用专门跑到我家附近 这个我熟悉的地方 而且 我也不止养了飞沫一只乌鸦 请九没再继续说这个话题 他是担心池飞迟 因为交情过于信任其他人 嗯 对 信任他没关系 不过现在看来 池飞迟的信任 基于理性分析之上 还有乌鸦预警 作为自身安全的保证 那如果你是爱尔兰呢 会怎么做 他每一步的选择 都很聪明 池飞池见电梯到了顶层 门打开 走了出去 不过我从一开始 就不会跟他做一样的选择 装作没发现被偷拍 反过去追踪 弄清楚对方的身份 目的和同伙 总之 身在暗处比较好 如果一开始没想到这些 我也不会在楼里待那么久 没错 已经17分钟了 如果这是个陷阱 在爱尔兰搜的起径的时候 人可能已经包围过去了 勤九伸手推开天台的大门 突然吹来的风 掀起两人的衣摆 或者像我们一样 迟飞迟到 已经有人在附近找好位置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正在对准他 那么 如果你是英曲呢 现在来看 如果两个人处在爱尔兰的禁地中 选择都会是一样的 也是最稳妥的一种 那如果 是在英曲延南的禁地中呢 勤九的选择 还会不会跟他一样 天台上 基安帝听到动静后 立刻转头看了一眼 见识勤九后 又看了看持飞池 拉克 持飞池点头 基安帝转头继续用狙击枪 盯着不远处的公寓大楼 眼里露出一丝狂热 你们都来了呀 爱尔兰好像在追什么人 等他把人逼上天台后 要帮他把人解决掉吗 那也是自己人 勤九解释一句 走到天台边 拿起放在一旁的望远镜 观察着那边公寓大楼的情况 才开口回答 持飞池之前的问题 我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 如果陷进去了 一开始也不会让楼上走 你应该能猜到我的选择 你问我的时候 我可是都说了 持飞持剑天台上 还放了一个望远镜 也顺手拿过来看那边的公寓楼 如果他是应取言难 在这种处境下 会在拍完照片后 就下楼在某个楼梯静静等着 等爱尔兰到楼梯口的时候 趁其不备 直接射杀 然后撤离 就算猜到是自己人 不能杀 那也可以突然袭击 先撂倒爱尔兰 带着爱尔兰离开公寓大楼 找个地方等着确认 不用被逼着往楼上走 我只是觉得 没必要说 之前的问题 算是我多话了 请酒用望远镜 看着那边的大楼 顿了一下 如果非要说的话 那就是及时下楼 是不是跟你的选择一致 那边公寓楼上 天台没人 高处楼层玻璃反光 看不清楼道理的情况 暂时看不到爱尔兰 和英曲言难的身影 一样 持飞持耐心用望远镜 扫拭着一层层楼的窗户 看来你不喝酒的时候 还是挺正常的 请酒道 持飞持沉默了一下 冷冷道 你最近说话 真是越来越惹人厌了 有吗 请酒语气同样冷淡 那真是抱歉 一看到 你就忍不住 没事 持飞持道 只是最近过了一点 毕竟你以前也没好到哪去 请酒低笑一声 我可没有 这是在说 他以前说话就挺惹人厌的 所以现在过了点也无所谓 要问他 为什么喜欢杠持飞持 大概是因为知道持飞持能杠回来 也知道持飞持和他一样 对两句不会放在心上 他们都只是当作消遣 最多就是顺便锻炼反应能力 不会心存火器 非要分个胜负 真要说起来 第一次还是酒吧里 持飞持还没加入组织 顶着张义荣脸 用着七月的身份 跟他们见面的时候 论杠 持飞持比他差了 吉安帝在一旁听着这两人语气平淡的你来我往 本来越越欲试地想加入吐槽队列 结果发现两个人的互对节奏太快 有点差不进去 果断放弃了 算了算了 他看热闹好了 可惜 请酒和持飞持没再继续 两个人都很清楚 互相对下去 一时半会儿也分不出胜负 干脆不对了 21楼 左边第二道窗户 请酒突然到 持飞持将望远镜移了过去 隐约可以看到 一个人影翻出了窗户 跳到楼下一家阳台上 快速躲了一下 看来他也知道 这么下去 迟早会被爱尔兰堵住 那栋公寓楼 一共25层 殷取延南 在21楼 选择不再往上走 翻窗脱离不断往上 退路越来越少的困境 这个选择挺精彩的 没多久 持飞持手机震动 拿起一看 殷取延南 还要继续看下去吗 持飞持没急着接 转头问请酒 再看看 请酒道 我想看看 爱尔兰什么时候 能反应过来 持飞持接通了电话 那边 殷取延南有点崩溃 这都半个小时了 老板怎么还没确认好 是不是自己人 好歹给个准话吧 压低声音道 喂 老板 我暂时摆脱了那家伙的追踪 情况怎么样 是自己人 持飞持顿了顿 要让我看看你的能力吗 哈 殷取延南 躲在那户人家的阳台上 抬眼看附近的大楼 在一栋高楼的楼顶 隐约看到几个反光点 嘴角微微一抽 老板 你在看热闹 持飞持 嗯 对 殷取延南 来了来了 又来了 这种毫不心虚 坦然承认我本来就心黑的反应 真是气人 我觉得 你们玩得起劲 持飞持还是解释了一句 而且他能力也不错 不是吗 放心 你们不会有开枪打死对方的机会 殷取延南突然笑了起来 好吧 确实是个有趣的游戏 不过 我想 我应该可以脱离他的追踪了 你刚才看来的那栋大楼楼顶 脱身后过来找我们 持飞持说完 挂断了电话 现在殷取延南就觉得自己已经脱身了 还早了点 那边 殷取延南收起手机 刚想继续翻阳台下去 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感觉老板不怀好意 考虑了一下 要是被发现 在他翻阳台的时候 对方从窗户 就可以往下对他开枪了 不能继续翻阳台 那他选择从阳台进这户人家 从这户人家的大门出去 再下楼离开 不得不说 殷取延南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一路搜到21楼的时候 爱尔兰不知发现了什么线索 大概是怀疑殷取延南跳窗户翻下去了 快速在窗户口探头看了一下 又转身离开 两人又开始往楼下去 殷取延南在前 一路巧声从楼梯下去 顺便把每个楼层的电梯按了一下 再到了7楼 看到被破坏的电梯后 差点没忍住骂出声 他还疑惑 对方怎么没被电梯干扰 原来早就把电梯的电路板破坏掉 让电梯停下来了 之前他还按楼上的电梯按钮 感情就是在浪费时间 根本没用 爱尔兰在后面追得起劲 在看到层间 又有被按下的电梯按钮后 就猜到对方应该不知道他破坏了电梯 这么一来 按电梯会耽误不少时间 对方再怎么跑 离他所在的楼层也不会太远 两层之内 到了4楼 爱尔兰没在跑楼梯 直接到了窗户前 翻了下去 伸手矫健地顺着一层层楼的阳台往下跳 三楼 二楼 他要在对方下到一楼前 先一步到一楼 趁对方不备 堵住 射杀 附近大楼上 琴九一手拿着望远镜观察 一手拿着手机 上面已经按出了爱尔兰的号码 随时可以拨出去 这一次能结束吗 说不好 池飞池同样看着那边的情况 爱尔兰能不能成功堵到英曲延南 就要看英曲延南会不会留个心眼了 要是英曲延南傻乎乎地跑出大楼 那爱尔兰就赢了 嗡 嗡 池飞池接起电话 老板 我想了想 还是不急着过去找你了 英曲延南在那边也遇到 我看我就在家里待一会儿 等那个家伙离开 再去找你吧 我快到家了 池飞池沉默了一会儿 你躲进了七楼的电梯里 英曲延南愣了一下 他还觉得这个操作不可能有人想到呢 打开房间门进楼屋 关上门后 感慨道 不愧是老板 是啊 我觉得再继续往楼下跑 也很危险 干脆就躲在那个被破坏了电路板的电梯里 静静听着那家伙的脚步声往楼下去 等他离开了一会儿 才从电梯里出来 上楼回了十一楼的住处 聪明地选择 池飞池语气依旧平静 但夸赞真心实意 换了他是爱尔兰 估计当时没法想到 英曲延南会在看到被破坏的电梯后 没再往楼下跑 而是躲进那个黑漆漆的电梯里 那我算是赢了吗 英曲延南问道 算是吧 迟非迟到 他到四楼之后 从四楼阳台翻下去 到一楼去等你了 哦 那还真是危险啊 差一点就上当了 英曲延南笑道 对手不简单 最后赢了是很有成就感的 下一秒 英曲延南脸上的笑意僵住 电话那边的平静声音继续道 不过他等不到你的话 大概会放弃搜寻 想办法弄炸药过来 直接炸楼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这么做 但如果是我的话 这是最快的补救办法了 英曲延南 直接炸楼 老板这想法 是不是太丧心病狂了一点 不就是偷偷拍了张照片吗 那家伙那么大反应 他都觉得过激了 没想到老板的想法更过头 好了 你在家休息 没事了 好 英曲延南顿了顿 突然想问一下 最近有没有工作 刚张嘴就听到熟悉的嘟 嘟声默默把话咽了回去 算了 明天说不定又蹲到一个有趣的家伙呢 虽然明天 大概可能也许又会是没工作 无聊透顶的一天 那边大楼上 等池飞池挂断电话后 勤酒将电话拨通 没一会儿 爱尔兰接通了电话 勤酒 找我有什么事 你在哪儿 勤酒声音有点阴沉 看戏是挺有意思的 但也掩盖不了 爱尔兰私自行动的过错 对 组织成员确实可以去调查自己感兴趣的某个人 某件事 但那是针对组织签订的目标 池飞池可不在组织签订的目标人物中 当然了 爱尔兰也可以说是对池飞池感兴趣 想调查一下 再没有暴露组织的情况下 也没人能说什么 不过 结合之前 池飞池在皮克斯那里借助过 而爱尔兰当初 也参与了部分关于池飞池的调查 那就可以怀疑 爱尔兰在私自探查 组织其他成员的身份 那就是不被允许的 我 我在背后挺 爱尔兰语气洒慢 顿了顿 之前不是在调查那位大少爷吗 我回来正好没什么事 想继续调查一下 怎么了吗 那个调查已经结束了 勤酒沉声道 是这样吗 爱尔兰漫不经心道 不好意思啊 我刚回家也没怎么注意 最近这边的动向 原来调查已经结束了 我在监视的时候 好像被偷拍了照片 大概需要解决一下 勤酒眸光暗了下去 语气却轻松了一些 你尽快撤离 我来处理 那个偷拍我的家伙 爱尔兰顿了顿 语气玩味起来 该不会你的人吧 你这算不算无缘无故 偷偷派人来监视我 算不上偷偷监视你 勤酒语气冷淡道 那一位是知道的 那一位对你还真是看重啊 爱尔兰道 好吧 那我就先撤了 池飞池听不到电话那边 爱尔兰说什么 不过结合勤酒的问答来看 没吵起来 想也是 在剧场版的剧情里 爱尔兰跟勤酒也没吵过 还在电话里问勤酒 记不记得龚腾心一 确认勤酒的失误 偷偷谋算着 告勤酒黑状 爱尔兰很有能力 足够敏锐 能察觉柯南的问题 之后就去行动 验证 找到了柯南的指纹 和龚腾心一进行对比 掌握证据之后 打算抓了柯南 再加上今天表现出的隐忍 又是个不简单的家伙 勤酒挂断了电话 吉安帝 你先撤 撤就结束了吗 吉安帝收起狙击枪 一脸遗憾道 什么时候有个真正的目标 能让我开一枪啊 老是盯人盯人盯人 不给开枪的机会 他这个狙击手 都快沦为职业放哨的了 会有机会的 是 是 那就下次再说 吉安帝收拾完东西 转身离开 勤酒没急着走 用手机给那一位发邮件 无非就是重复一下 爱尔兰的说辞 等着那一位回复的时候 点了一支烟 看着远处的公寓大楼 冷声道 当初调查你的时候 爱尔兰也参与了一部分 应该是因为知道 你跟组织有关系 所以想私自调查你 不过他说 他刚回来 不知道调查已经结束了 这个家伙 就这么 被他敷衍过去了 池飞池没有接那句话 反而问道 你替我背锅了 爱尔兰似乎觉得 是勤酒在让人监视他 如果说那是拉克的人 或者你自己私自行动 那一位过来处理 那么爱尔兰肯定会猜到 他是组织的人 而且还很重要 否则那一位不会急着 让勤酒过来处理 说不定还会猜到 他就是拉克 他的身份 要对爱尔兰保密 所以 勤酒没法解释 也不能解释 没关系 勤酒拿起手机 看着上面的邮件 神色阴沉 那家伙跟皮斯克关系很好 那一位也跟你说过了吧 皮克斯破坏组织规 几乎就是为了他 皮斯克被我处理掉了 那家伙本来就对我心有怨恨 池飞池也拿出手机看邮件 那一位的回信来了 应该是同时发给他喝勤酒的 过两天 爱尔兰会去国外执行一个任务 近期不会回来 以皮克斯和爱尔兰的关系 皮克斯被那一位下达的 只是处理掉 爱尔兰心里肯定会不痛快 这一点 那一位心知肚明 不过考虑到爱尔兰的能力 那一位不追究爱尔兰 这次私自调查的事 似乎打算再看看 看爱尔兰心里有多少怨恨 会不会因此而生出 背叛组织的心思 总之 那一位对他们表明的态度 就是 你俩别乱动 等我再看看 他知道多少 池飞池收起手机 我是指地下训练场 背护艇四丁目一番 第96号的那个地下训练场 他算是当安全据点来用的 按理来说 皮斯克不该把这个地方告诉爱尔兰 不过谁知道 皮斯克会不会偷偷说了 他过去的时候 爱尔兰直接把他堵了 或者爱尔兰背叛的时候 直接把地方卖给了柯南 勤九考虑了一下 爱尔兰到底知道多少不该知道的事 谁也不清楚 你先换个地方 那些设备可以拆了带走 具体安装资料组织的信息库里有 另外 不是有几个刚掉到的家伙 还在闲着吗 不用担心 他们泄露什么情报 如果控制不住 就直接解决掉 池飞池N了一声 低头去组织信 顶点FO 西库里 翻了个建筑商的联系方式 接下来 又下载了一张建筑设计图 给英曲延南发邮件 在背户亭 找个大概500平米的房屋 地下方便动工的 钱不用考虑 到时候联系我转账 不过要调查清楚原屋主的情况 找到之后 联系这个人进行建造 告诉他 这是拉克要的地方 他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注意别跟他碰面 通话遮掩一下自己的声音 找地方 拆头引设备 运到新地方 重新安装 这不是一天能完成的 这事还要秘密进行 不能有太多人手参与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弄好 他是懒得去盯着 挺烦人的 所以 池飞池在简讯结尾 加了一段话 找房子的是不急 这段时间你慢慢找 先去取炸药 带着足够炸毁 一栋三层住宅的炸药过来 发送 勤酒撇到池飞池脸色发冷 沉吟了一下 爱尔兰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目前也不确定 他会背叛组织 你别乱来 那一位的意思 你应该清楚 池飞池抬眼看勤酒 眼里 难得带着一丝惊异 什么意思 勤酒这是在暗示他 别跑去对爱尔兰下手 他还觉得 勤酒会对爱尔兰下黑手呢 别乱来 别动手这种话 谁都有资格说 就勤酒没有 想想谁是柯南整个剧情里 最大的柜子手 想想认识以来 他都记不清 勤酒干掉多少人了 那一位到底是在担心谁乱来 勤酒心里真的没点数 勤酒没把话说下去 看着池飞池 沉默了 拉克这眼神 是什么意思 之前没理解那一位的意思 不应该 难道拉克觉得 那一位是在担心他乱来 才特地把爱尔兰调走 开玩笑 他解决的都是有问题的人 这一点跟一言不合 就给贝尔摩德下读的拉克不一样 是 拉克那时候 是还没加入组织 但意象已经很明确了 无非就是缺一个最后确认的决心 拉克明知贝尔摩德 可能是以后的同伴 不知道贝尔摩德在组织的身份 就因为贝尔摩德 不知哪句话刺激到他 就能丝毫没有顾忌地 对贝尔摩德下手 且不说再不在意同伴的问题 这家伙连自己都不在意 一点不担心 会不会跟组织谈崩了 自己会不会有危险 想动手就动手 他不信贝尔摩德会判断失误 据贝尔摩德说 那时候他要是态度强硬一点 他觉得 拉克真的会看着他死 不会退步 好 就当贝尔摩德是神经过敏 那皮克斯呢 皮斯克说的喜怒无常是假的 皮斯克录道的 那个某人阴森森咬死动物的监控视频 是假的 又是谁让皮斯克天天担心被弄死 谁差点把皮克斯逼出神经病的 一个人判断出错 两个人呢 还会错 这时候还觉得惊讶 整个组织里 拉克果然是最美数的 两人相视一眼 很快错开视线 你觉得弗兰特怎么样 琴九接过之前的话题 算了 老师拿贝尔摩德出来说 也不太好 而且 贝尔摩德还活着 他也就懒得说了 接触还不算多 目前来看 重归重矩 迟非迟也没再纠缠 算了 琴九毕竟负责着组织的安全 觉得某个成员存在隐患 可能威胁到组织安全 在对方还没有背叛前 以防万一就找个理由 把人清理掉 并不算破坏组织的规矩 把那些人拿出来说也没用 琴九 都有合适的理由 懒得说 两人分开之后 石飞驰等英曲严男带来炸药 又联系人到96号 将设备拆了搬出来 夜 十点多 在轰隆声中 大火冲天 地下训练场 连同上面的房屋 被炸得粉碎 不远处 街边的车子里 石飞驰心里舒坦了 对英曲严男道 英曲 开车 已经归自己的地方 就要防着被人发现 不能来 不能用 那还留着干什么 等琴九收到消息之后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盯着邮件看了片刻 收起手机 小心眼 还说那一位是在提醒他别乱来 这分明是自己记恨上了 没数 算了 他也懒得去问爱尔兰离开日本了没 不想听那阴阳怪气 死了 就当爱尔兰自己倒霉 一日 时间跳到了9月29日 气温突然上升了不少 毛利侦探事务所 毛利小五郎翻看了一下 那张黑色的邀请函 给上面留的号码打电话 喂 你好 我是毛利小五郎 我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邀请我去黄昏支馆做客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带上家人啊 什么 只能带一个人过去 好吧好吧 我知道了 对 晚上我会按时赴约的 挂断电话 毛利小五郎 看向等在一旁的毛利兰和柯南 对方说 名额早就确定好了 没有准备多余的食材 我要带的话 只能带一个人 看样子 不止邀请了我一个人 早知道昨天就应该打电话去说一声 让他们多准备一份食材的 啊 只能带一个人去吗 毛利兰纠结了一下 那爸爸带柯南过去吧 柯南 你从昨天就一直很期待 不是吗 柯南迟疑了一下 那要不要打电话 问池哥哥呀 他想去的话 叔叔就带他一起过去好了 毛利兰想了想 觉得让池飞池去也不错 给池飞池打了电话 飞池哥 是我 毛利兰 是这样的 我爸爸收到一封奇怪的邀请函 邀请他去一个叫黄昏支馆的地方赋宴 不过只能带一个人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柯南凑近听着 虽然有点舍不得这个机会 但如果池飞池要去的话 电话那边 平静冷淡的声音很熟悉 不用 那个名额留给你们 那我和柯南商量一下 到底谁去吧 回头再聊 嗯 毛利兰等电话挂断 解释道 飞池哥说 名额留给我们 那柯南去吧 我下午约园子去逛街 晚上可以 顺便在外面吃 柯南确实想去看看 没什么好矫情的 也就没再推辞 白马家 我老师 池飞池收起手机 他也收到了那张 来自黄昏之馆的邀请函 名侦探毛利小五郎吗 那个神秘的家伙 好像邀请了不少侦探 还真是热闹 白马探笑着感慨 看向那边分别蹲在 两个窝里的华生和飞沫 你们俩可千万不要打架 侄子小姐 他们就麻烦你了 女佣鞠躬 少爷请放心 正好华生也需要人照顾 换药 白马探就提议 干脆把飞沫也送过来 一起丢给女佣 一只 两只都是照顾 只要不打架 那就不麻烦 白马探又转头问池飞池 飞池哥 你自己开车过去 还是 坐你的车去 昨晚我没怎么休息好 没什么精力开车 池飞池随便找了个理由 他这辆车才没换多久 可不想又被炸了 白马探没有多想 点头道 那我来开车 池飞池侧目 白马探才17岁 这是要无证驾驶 日本年满16周岁 能考摩托车驾照 年满18周岁 才能考汽车驾照 白马探去抽屉前 翻出一把车钥匙 解释道 不过在英国 16岁就可以开始学习驾照 17岁就可以正式考驾照 开车上路 我在英国考过驾照 池飞池点了点头 没多说什么 他差点忘了 白马探才从英国回来 在英国那边考了驾照也正常 总之 白马探拿着车钥匙出门 走向一辆浅绿色的车子 走开车 你尽管放心 池飞池 他怎么有种 白马在立FG的感觉 不过 看白马探的性格 既然这么自信地保证了 应该还是靠谱的 这FG大概 可能 应该 也许不会倒吧 两人没耽搁 说走就走 四个小时后 车子开进了路边的加油站 白马探下了车 让一个员工帮忙给车子加油 伸展了一下手 飞池哥 在这里随便买点东西吃吧 池飞池没什么意见 跟着下了车 他们午饭都还没吃呢 不过 他之前大概是想多了 白马探开车确实很稳 加油站立 中年老板看到两个人后 神色微微不自在了一瞬 又很快恢复正常 继续低头 跟身旁的员工说话 万万没想到啊 黑羽快逗易容 脸上挂着微笑 心里有点猛 他挑选易容的对象的时候 特地调查过 知道毛利小五郎 也会去黄昏之馆 还窃听了一下 毛利侦探事务所的电话 飞池哥 不是说不来的吗 怎么跟白马探那家伙一起来了 这两个人 什么时候走到一起去了 嗯 等等 这个好像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记得之前 有一次雨后上体育课 白马探那家伙 池飞池和白马探去便利店 买了面包肯玩 出来就发现 车子被洗过了 白马探看着干净的 光可见人的车子 意外了一下 疑惑看向旁边的憨厚脸大叔 比人是这家加油站的老板 黑羽快逗顶着易容脸 诚恳道 这是我们对客户的反馈活动 只要加油达到一定数额 就可以帮您免费洗车 之前看你们在吃东西 所以我 没有贸然打扰你们 自己做决定 帮忙洗了一下外面 您看可以吗 啊 谢谢 白马探解了账 看着干净的车子 心情突然好了很多 你们是要去黄昏之馆吗 黑羽快逗 假装好奇 从这条路过去 好像就只有去那里了 那座庄园在我们这里 可是很有名的 不过那是别人的私人宅院 没有邀请 可没法去参观 池飞池没有闲聊的心情 默默上了车 拧开矿泉水瓶盖 喝了口水 白马探笑了笑 我们是收到那家主人的邀请 才过去的 那你们还真是幸运啊 能去那里参观 黑羽快抖一副 热情老实人的模样 笑眯眯道 对了 我知道一条近路 一直往前走 右边的树林会有一条山路 插进去一直开 出去就能看到黄昏之馆了 那条路不难开 也只有我们这些当地人才知道 池飞池喝完水 把瓶盖拧好 转头看车窗外 那个笑得老实芭蕉的大汗 说到劲道 这人是快痘吧 飞池探头吐了吐蛇性子 主人 是快痘的气味 池飞池收回视线 没有多说什么 以前易容假面后的时候 他作为熟悉易容术的人 还能看出一点点易容的痕迹 自从材料改良之后 这小子的易容技术 是越来越精湛了 他完全没看出来 谢谢你 白马探接过黑羽快抖 递来的钱 上了车 黑羽快豆笑明明目送车子离开 心里汗了一下 之前飞池哥冷冷看了他一眼 看得他头皮发麻 不会是被发现了吧 不应该啊 他这可是易容术改良后的2.0精致版易容 就算了解易容术 也不可能就这么被看穿了 白马探开车 离开加油站没多久 在路边看到了进道入口 迟疑了一下 还是转了进去 不远处 加油站休息厅二楼的窗户前 黑羽快豆默默拿着望远镜观察 看到车子开进进道后 嘴角扬起恶作剧得逞的笑意 那两个人连午饭都没吃就跑来了 应该是想早点抵达黄昏之馆 先看看情况踩踩点 只要一选择进道 就落入了他的陷阱 只条错误的路 不不 他才不会做那么没品的事 前段时间的体育课上 由于之前下了雨 地上有积水 白马探跑步路过 都会远远绕开 之后下午的课外活动也没参加 一直待在教室里看书 谁叫也不出去 再想到白马探动不动精确倒秒的计时方式 还有永远干净整洁 一丝不苟的衣服 他就懂了 那家伙绝对有强迫症 或者说是个完美主义者 他先帮忙把车洗干净 再指了劲道 就是想让白马探选择从劲道过去 昨晚的天气预报说过 今天下午三点过后 可能会下雨 虽然这两人应该会了解清楚 但那条路入口的地方 看起来是还算平整干净 正常计算 车子在下午三点前 绝对能通过山路 甚至已经抵达了黄昏之馆 然后就可以地把车停在干净的地方 白马探出于自信 权衡之后应该会选择劲道 不过那只是正常计算 不正常的是 那条山路有一段坑坑洼洼 开车只能放慢速度 在三点之前 那两个人绝对出不了山路 到时候 黑羽快抖心里窃笑 又把望远镜转向另一边的路口 耐心等他选好的目标到来 唉 谁让飞驰哥老是一脸冷淡 白马那家伙 也老是一副蜘蛛在握的模样 他忍不住就想皮一下 半个小时后 一辆车颠颠勃勃地在山路上前行 天空上乌云密布 一片阴沉 不到下午三点 看起来却像是已经到了傍晚 白马探沉默着 专注盯着前路开车 这条路中后段 比他想象中难开 根本提不起速度来 不行 快下雨了 刚洗干净的车 在泥坑里开一圈 根本没法人 什么 就算溅了你也没关系 雨水会把车子冲刷干净 那不一样 车子表面是冲刷干净了 但车底 车身下侧的缝隙里 会有泥 看起来会更刺眼 忍不了 绝对忍不了 池飞池发掘到了南开的路段 白马探不仅没减速 还加速 车子咚咚咚 在路上窜个不停 颠得人难受 出声提醒到 白马 速度可以慢一点 抱歉啊 我想在下雨前出这条路 白马探专注看路 车子后轮从一个土坑里窜出来的时候 车子滑了一下 前车轮又卡到一个土坑 再次打滑 差点撞到旁边的树上去 白马探努力稳住方向盘 好险才把车头转回正路 又是一阵不受控制颠簸 放弃挣扎 放慢车速 算了 这段路太难开了 嗯 池飞池放下车窗 抽烟没关系吧 没事 我不介意 白马探依旧一脸专注 他 跟这条路杠上了 池飞池点了支烟 看着车窗外面阴沉的天空 心里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白马探的状态不对劲 快逗那小子 似乎给白马探下套了 又过了十多分钟 大雨从天而降 打在泥土地上 很快在坑洼中 激起一滩滩浑浊的泥水 白马探额头蹦出青筋 死死盯着前路 绕开第一个水坑 绕开第二个水坑 绕开第三个 池飞池看着车子已诡异 危险的方式前行 看着已经被放下来的车窗 又想点支烟了 白马 稳着点 雨天的泥地路很滑 好 我尽量 白马探话没说完 车子滑了一下 车尾甩着刮到一棵树上 又带动车子偏移了方向 平 车子撞到树上 被迫杀停 好在速度不快 白马探又刻意控制过 只是车尾一侧撞到了 不过 看着车窗上被见到的大片泥点 白马探正在车内 心态崩了 他努力 维持了那么久的零泥点记录 毁了 车子还能开吗 池飞池问道 完全没觉得意外 他突然想起出发前 白马探说的那句我开车 你尽管放心 FG真的不能力 听着池飞池 没什么情绪波动的声音 白马探冷静了些 心里不由佩服 就算是车子滑出去 车尾甩到树干上 飞池哥不仅脸色 连眼神都没一下 依旧平静从容 这可是一不小心 就会一车两命的事啊 而且 看着池飞池 他的内心突然也无比平静 一点都不慌了 但丁大佬 恐怖如斯 他突然好奇 到底什么事 才能让池飞池的脸色变一下 不过 现在还是要看看 车子还能不能开 白马探压下好奇心 打火试了试 松了口气 还能开 我速度放慢一点 等到了地方 车子可以借水冲一下 迟飞迟到 他也看出问题来了 白马探这 应该不算洁癖 只是有点强迫症倾向 无法接受某种平衡 或者美好被破坏 黑雨快逗 应该是故意设的局 坦白说 刚才白马探开车的路线 虽然歪歪扭扭的 但因为下了雨 车速不快 可以说是归速行驶 就算车头撞上去 也不会伤到人 再加上 以他和白马的反应 在危险时 肯定会下意识地 做出正确选择 最后 车尾轻微撞击的 可能性比较大 根本没必要 担心会出大事 一个恶作剧 他倒不至于生气 等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了 再坑回来 白马探无奈笑道 被你发现了呀 也对 从一开始急着开出这段路 我就有点不够冷静 跟自己较着静 幼稚得像那小鬼一样 不过现在没事了 四点多 天阴沉的巷市已经入夜 大雨冲刷的树枝 摇摇晃晃 暗影绰绰 像是有什么恐怕的生物 隐藏在丛林中 盯着路过寂静道路上的车辆 于目下 黄昏别管有些剥落的墙面 显得更加沧桑陈旧 如同一座 被遗忘在城市外的 吸血鬼城堡 白马探没有将那辆建了泥土 车尾还扁了下去的车 开到黄昏之管 把车开到附近隐蔽处 跟池飞池下了车 一人打着一把伞 走向大门口 顺便低声解释道 这次邀请 肯定不是什么好宴 我将车子停在那边 谎称我们是让人送我们过来的 出了事 多少有条退路 而且 我实在不想让那辆车 来破坏这里的氛围 虽然看起来阴沉了点 但不得不说 这座宅邸 还真是壮观 池飞池抬头看了看 看整体风格 像是文艺复兴式建筑 哦 一旁的停车场上 一个穿着白色西服 富泰的男人 打着伞走上前 笑着道 这位小哥 你对建筑风格 也有所了解吗 希腊式建筑 特色是 立柱和像三明治一样的 三角门楣 之后的罗马式建筑 时飞时转头看着男人 目光镇静道 古罗马诗人霍雷斯说过 我们罗马人征服了希腊 可是文化上 却被希腊所征服 罗马式建筑 就是在希腊式建筑上 加上了一个像包子一样的拱 有的在后面加包子 有的在上面加包子 有的单独放包子 还有的把包子放进盘子里 也就是拱门 拜占庭式建筑 就是在建筑顶上 放一个洋葱头 哥特式建筑 看上去高尖尖 像树立的包米 白马炭 富泰男人 这么一想 还真就是 不过 怎么一直用食物来比喻 午饭大家都没吃好 现在一听 突然就有点饿了呢 文艺复兴式建筑的特点是 左右对称 窗户左右对称 柱子左右对称 非要比喻的话 就是一本书 池飞池终于没再用食物比喻 抬起头 从散沿下 看着整栋房屋 塔楼的顶部 是拜占庭式 不过整体来看的话 应该是文艺复兴式建筑 另外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风格 愿意识机型的珍珠的巴洛克风格 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 是在原本的文艺复兴建筑上 添了华丽 夸张 及雕刻进行装饰 一般是华贵的金色 你的比喻还真是有趣 富泰男人失笑 到了两人身边后 伸出手 在下大上助膳 很高兴见到两位 原来是美食侦探大上先生 在下白马探 是个高中生侦探 白马探伸手 跟大上助膳握了握 在池飞池跟大上助膳握手时 主动帮忙介绍 这位是池飞池 也可以说是 兽医 池飞池接过话 白马探 飞池哥 别这样 很尴尬的 池先生还真是幽默啊 大上助膳笑着 先一步往阶梯上走 两位也是受邀请过来的 对吗 那我们就早点进去参观一下吧 我对这个地方 可是好奇得很啊 池飞池跟了上去 大上助膳 这次邀请的主导人之一 本质上算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打算在黄昏之馆的谜题解开后 把其他侦探永远留在这里 不过可惜运气不好 死得早 门被敲响 没多久 脸上长着几粒小雀般的短发女佣打开门 鞠躬后 侧身让开路 和白马先生吧 里面请 我们应邀请而来 你的主家是不是该见一见我们了 大上助膳装出一副不了解内情的模样 抱歉 女佣为难道 实际上 我也不知道主人来了没有 我是通过网上招聘 被雇佣过来的 来了之后 跟主家只是通过邮件联络 并没有见过本人 还真是神秘呢 白马探进了门 合上了伞 将伞放进门旁放伞的存放桶里 笑着打亮着周围 没有特别华丽的金色装饰 楼梯是对称的 看起来也比较厚重 飞驰哥 看来不是巴洛克风格哦 驰飞驰不置可否 等机关开启后 请再看是不是华丽的金色 简直惊得可以闪瞎眼好吗 与其说是厚重 不如说是阴沉吧 大上助膳放好雨伞 一边观察 一边往里走 女佣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距离晚宴开始 还有两个多小时 我带三位去房间休息吧 要不要先 分别选各自感兴趣的地方 把这座别馆参观一下 驰飞驰问白马探和大上助膳 可以吗 嗯 主人没有说过这个 女佣思索着 下意识地咬了咬右手的大拇指 应该是可以的 那我们四处看看好了 白马探笑着 走上楼梯 我从楼上开始 我先整体看一圈 驰飞驰也选了一个方向离开 驰先生果然还是想看看 这是什么风格的建筑吗 大上助膳笑道 那我就从另一边开始看好了 三人分开后 驰飞驰把整个黄昏之馆的楼道 逛了一圈 记下了大致的地图 另外 这个别馆里 有不少隐藏的摄像头 它要偷偷把那些摄像头的位置 找出来并记住 在开始寻宝的时候 尽量避开 别馆里很多地方有摄像头 但并不密集 只要找出摄像头的位置 计算拍摄范围 找到死角 再加上伸手不错的话 要避开并不算太难 而电子设备运转的时间长了 难免会发热 跟周围的温度出现差异 那些隐藏起来的摄像头 还真的很难瞒过飞驰的热眼 池飞驰将黄昏之管里的路都记下后 避开分布在别馆各处的监控摄像头 沿着死角前行 回到大厅 又重新走进去 一路往东北方向走 那一位给他的谜题是 秦英响起 黑英鸣笑 两世王相搏 持剑欲刺敌 持俘勇应战 天神降下 胜受前来助阵 胜利宝珠就藏匿丛林之中 提示是 Ricky是一种同时拥有着太阳 月亮和星星的酒 只要看穿了提示 解开谜题并不难 Ricky是土耳其的国酒 土耳其没有官方的国徽 由一个很多官方机构 共同使用的图案所代替国徽 那是一个红色椭圆里 有着一个白色弯月 一颗白色星星的图案 如果把红色的椭圆 当成一轮红色的太阳 那么 那个图案就相当于 同时拥有了太阳 月亮和星星 也就是说 提示的真正意思是国徽 或者官方机构 所使用的地区标志图 第一句情音响起 是只有着一把竖琴的爱尔兰 第二句黑鹰名校 而国徽里有黑鹰的国度不止一个 不过身体是纯黑色的老鹰 就是德国 两狮王湘伯 持剑欲刺敌 持俘勇应战指的是两个国度 一个是拿剑的狮子 欲说明 剑还没有刺出去 这种文字游戏 他前世不知见过多少 也就是芬兰 芬兰的国徽 就是一只带着王冠 抗着剑的金狮 另一个地方是持府的狮子 而国徽是一只头戴王冠 持金炳宁府的狮子的地方 是挪威 同时 这两只狮子头上都有王冠 也符合狮王这一点 在之后的天神将下圣兽前来助阵 则是指英国 英国并没有国徽 英国人效忠国王和女王 并奉其为国家最高贵的象征 因此 英皇徽便有着国徽的含义 英皇徽上 左右拱卫盾牌的是一只代表英格兰的 头戴王冠的金狮 和一只代表苏格兰的独角兽 在传说中 独角兽就是天神将下的圣兽 最后 代表着胜利的星之宝珠 就藏匿丛林之中 是指意大利 意大利的国徽 是一个圆形齿轮 加白色星星 齿轮是代表劳动者 同时 齿轮周围环绕 象征和平的橄榄 和象征力量和尊严的橡树之条 远看的话 圆形齿轮就像一颗宝珠 上面有着星星的图案 也被树枝包裹着 也符合藏匿丛林之中这一句 整个谜题的答案 就是 爱尔兰 德国 芬兰 挪威 英国 意大利 之后 再把黄昏之馆的地图还原出来 将禁门的地方和谜题一开始提示的爱尔兰重合 按照谜题提示的顺序 从爱尔兰开始 到德国 芬兰 挪威 英国 意大利用箭头一一指向出来 就是一条路线 与芬兰所在地重合的是一间休息室 进去之后 从西南方向的另一道门出去 再继续往前 又是一个房间 飞翅探出头 凝视了房门片刻 主人 这个房间里 好像没有摄像头 再确认 迟飞翅没急着进去 轻轻将门拧开 打开一道缝隙 让飞翅先进去看看 这点耐心他还是有的 他可不想避了一路 在最后的关头翻船 等了一会儿 飞翅爬了出来 确实没有 嗯 池飞翅轻声推开门 打开电灯墙边的电灯开关 房间很大 地上铺着厚厚的红色地毯 水晶吊灯华丽璨 里面 却没有放任何家具和东西 没有大窗户 只在墙壁最上方 留了一排狭窄的通风窗口 池飞翅关上门 顺手轻声降门上锁 拿出一双手套戴上 低声道 飞翅 门外有人过来就提醒我 好的 主人 飞翅从池飞翅的领口探头 也压低了声音 显得有些鬼鬼祟祟 不过这里的东西 是不是都被搬走了呀 池飞池往南面的墙走去 接下来的谜题 指向是南面的墙 地毯的材质很好 但还是掩盖不了陈旧 说明应该是很多年前留下来的 没有人换过新的 上面有方形的压痕 大概是掌柜之类的东西 不过 四面的墙面上 褐色的深浅不一致 较浅的地方 大致能看出 是三个大小不一致的方形 墙上原本有挂画 而且挂了很久 这里应该是展示 另外 地毯靠墙角的地方 边缘有人工割裂的痕迹 而且 墙角的金色压边里 有红色的纤维 这里的地毯 原本应该是在装修时 直接将边缘压到墙壁下角的 不过之后 被人割开 掀起来看过 从割痕边缘来看 割痕至少是十年前留下的 考虑到地毯材质比较好 时间带来的改变会适当减轻 那最少是二十年前被割开的 甚至更早之前 具体是黄昏之馆哪一任屋主做的 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做的 暂时没法判断 那东西 会不会已经被人拿走了 飞驰问道 不清楚 蚩飞驰走到南面的墙壁前 顺着墙壁走 一边观察着 一边用戴着手套的右手轻轻擦过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没什么机关 难道是他找错地方了 不 历经多年 黄昏之馆辗转换了不少任屋主 那些人里 有不少人是想找到 乌安连椰留下的什么宝藏 才会买下这里 哪怕不改变屋里的布局 也肯定会把黄昏之馆翻个遍 要是机关在墙壁上那么简单 恐怕早就被发现了 嗯 等等 如果为了寻找宝藏 丽人屋主 都尽量将黄昏之馆里的陈设 维持原样 就不太可能将这里的东西搬走 是在乌安连椰去世后 这里的东西被搬出去了 出于某种原因 东西没有被搬回来 还是说 在乌安连椰去世之前 这个房间就已经被搬空了 如果是后者 为什么要搬空房间 一个空房间 有没有财富 一眼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第一个心理战术 让人觉得 这里没什么好东西 不会怎么耐心地寻找 其次 房间里的暗红地毯 和白色水晶灯太显眼了 吸引视线 看起来地毯和水晶灯 也都被动过 这是第二个心理战术 就算有人怀疑 这是顾不一阵 抱着希望 把比较显眼的地毯和水晶灯 查看一遍 再加上四周的墙面 都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或者机关之后 就会失望 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至少目前看来 心理战术是成功的 历刃屋主 好像都没有想过 在这个空旷的房间 安置摄像头 那么 真正想隐藏的东西 应该是在不起眼的地方 池飞池扫视着周围 目光在通风窗口上顿了一下 还真是 够无聊的 嗯 飞池精神了 主任 你知道东西在哪了 提示 其实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国灰 另一个是光线 池飞池看着通风窗口 太阳 月亮 星星都有光 想找到藏在丛林中的星之宝珠 也需要光 光在英文中有很多种说法 light ray beam light 一般是用在光源上 阳光 月光和星光 用到的都是light ray 有辐射状伸出的意思 比如 x光 就是xray 而beam 一般是指光线光柱 飞翅跟着思考 思考失败 选择放弃 那到底是哪个 light吗 不 珠宝本身是不会发光的 就算是夜明珠 也需要吸收足够的光线 我们要找的是宝珠 不是太阳 月亮和星星 所以光源排除掉 不是light 持飞翅轻声道 其次 灯光也会有因停电而熄灭的时候 永远存在的光 只有来自大自然的光 这个房间里 唯一可以投进自然光线的地方 飞翅看向了那一排通风窗口 持飞翅继续道 那个窗口有栅栏 如果有光线投进来的话 一定是光柱 不会是辐射状身处的ray 而是有着光柱含义的bing 另外 通风窗口在南墙的右边 也就是西方 只有在太阳卧山这段时间 阳光才会呈光柱投进来 跟黄昏之管这个名字也契合 房间应该没找错 嗯 光柱从外面投进来的话 最后会落到 飞翅默默转头 看着南面的墙 主人 最后又转回南面的墙上了耶 不 bing 还有一个意思 横梁 持飞翅抬头看着天花板 一般来说 这种建筑不太可能露出横梁 不过这个房间的横梁位置很好找 确实很好找 这个房间的天花板是木质的 其他地方虽然跟那根横梁齐平 也刷了同样颜色的木漆 但其他地方是散块木板 只有那根横梁 一横到底 在横梁里吗 飞翅抬头看着 横梁太长了 很难确定在哪个位置 而且 未必不会有人 注意到横梁 不在横梁上 这个房间通风窗口很高 将能投到南墙上的光柱落点 与横梁连接 就是一个标准正方形 持飞翅从外套口袋里 取出一根伸缩棍 拉长后 用伸缩棍在天花板上划过 在正方形里 画上五角星 与方形相交的五个落点 卡 卡 搭 棍子落在五个落点 发出的声音 有的清脆一些 有的沉闷一些 不过差别很小 如果不仔细听 很难听出差别来 五个落点敲完 没有动静 持飞翅也不意外 按敲击声 从清脆到沉闷的顺序 重新敲了一遍 如果不行 那就反过来试试 飞翅默默看着 心里有些感慨 哎 人类真是太复杂了 直接说东西在哪 怎么拿不行吗 随着最后一个点落下 前方的南面墙壁 传来了轻微的咔嚓声 南面墙壁靠地板的地方 伸出了一个像抽屉一样的格子 里面放着一个纯黑色的 剑玉 持飞翅 那一位说这是小东西 很有趣 真的没骗人啊 飞翅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主人 这是什么值钱的宝藏吗 在11世纪的法国 有一种游戏叫比尔伯凯 意思是杯子和球 在江湖时代 也就是17世纪初 传到了日本 作为晚饭后的娱乐活动 持飞翅蹲下身拿起剑玉 才发现底下还有一块圆形黑牌 没急着去看 打量着剑玉 在1918年的大正时期 日本人对外观进行了改革 这是改革之后的成品 被称之为剑玉 一种娱乐型的运动 这东西 玩起来挺上头的 飞翅有点猛 是玩具啊 解了半天谜题 结果找到的是玩具 这是一个冷消化吗 持飞翅第一眼看到 也觉得意外 不过很快就释然了 不管是什么东西 既然是送他的 他收下就是了 剑玉木质 通体漆黑 剑球上 剑身的卧柄上 敏的内部都刻着乌鸦图案 不是简约图案的家辉 而是各种形态的乌鸦 展翅飞翔的乌鸦 停在枝头的乌鸦 俯冲的乌鸦 两只凑在一起细细的乌鸦 每一只都雕刻得很小 却也都栩栩如生 作为剑玉来说 这种有太多雕刻纹路的剑玉 会影响剑球的平衡 让街球变得困难 拿去比赛绝对不过关 不过 当作艺术品或玩具的话 很具备收藏价值 而且也不是不能玩 只是不符合那个标准规格而已 剑玉曾经在日本 有过一段新盛时期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娱乐方式 进入人们的视线 热度也在慢慢消退 至今 虽然日本还是有剑玉协会 剑玉比赛存在 但很冷门 在很多人看来 这就是已经过时了的传统娱乐 很多小孩子和年轻人没接触过 大概还要再过几年 不 算了 他也不知道要再过多久 剑玉在国际上的热度 应该会提升一些 慢慢进入其他国家 不过 哪怕是他前世死之前的那段时间 身边玩剑玉的也不多 远谈不上盛行 他前世玩过 从记忆里看 原意识题也玩过两年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极限运动 一种可以挑战自身极限的运动 不仅考验身体脊椎 也磨练心智 很锻炼耐心和专注力 要一个人耐得住寂寞 去反复练习和挑战 飞翅剑池飞翅蹲着 踏离地面不高 干脆缩回头 从袖子里溜出去 落到地毯上 安慰池飞翅 算了 主人 其实玩具也不错 确实不错 池飞翅拿着剑身轻轻一提 绳子拉动 肩欲飞起来 在手腕翻转后 落在大银中 发出清脆的声音 又被轻微力道带得弹起来 同时 池飞翅又翻转了一下剑身 剑欲落下时 又落在中银上 再之后 是小银 剑尖 在剑球落在剑尖时 滑了一下 球洞并没有穿在剑尖上 而是滑落了下去 好久没完 手伤了 池飞翅停了一下 重新开始 大银 中银 小银 剑尖 飞翅之起了身 听着清脆的咚咚声 直勾勾盯着那个在剑身各处跳动的剑球 也盯着池飞翅灵巧翻动的手 舌头泛着冷冷的幽光 主人666 这个玩具很好玩 想玩 一分钟后 池飞翅熟悉了一下剑尖接球 又反复用大 小银接球 继续咚咚咚 飞翅耐心等着 五分钟后 池飞翅换了持育手势 继续咚咚咚 飞翅 十分钟后 池飞翅继续试着 用剑球反接剑身 失误 再来 失误 再来 这东西是真的上头 跟前世在中华流行过的溜溜球一样 当能完成某个之前没法完成的手法时 会有一种突破自我的喜悦和成就感 另外 玩消消乐之类的游戏 其实也是这种心理 一关关过下去 失败了就重新来 反复尝试 磨出通关诀窍 等通过了之前过不了的关卡 达成新纪录后 就会获得成就感 不由自主地制定下一个突破目标 进行突破 飞翅 能不能看看他 他等了半天了 咚咚 咚咚 飞翅等啊 剑齿飞翅 还是没注意到他 盯了老半天了 干脆出声道 主人 你看看我 你想玩 驰飞翅剑飞 赤直勾勾看着剑玉 停了下来 将剑玉递过去 本来他想教飞翅拿剑的 不过一看飞翅 蛇还能怎么拿 算了 丢给飞翅自己玩去 密室里 飞翅用尾巴卷起剑身 专注盯着剑球 窜起来 拉动线 等剑玉飞起来时 立刻在空中扭着身子转尾巴 将大米面向上 咚得清脆一声 剑球落到大米上 滑落下去 好像也不难嘛 哦 或或或或或 哎呀 失误 再来 我 再来 持飞持放飞翅在一边玩 没再多管 拿起 放在格子底的东西 一块直径三厘米左右的圆形木牌 跟剑玉一样通体漆黑 应该是同一种材质 从剑玉 以及木牌的手感 气味 色泽来判断 没有上过漆 这种木材 本身就是黑色的 乌木 而且不是黑酸枝之类的非洲乌木 而是远古时期 原始森林中的树木 遭受到地质灾害 将树木深埋缺氧的阴暗地层中 经过大自然长达数千年 甚至几万年的磨石造化 而形成的那种乌木 一种四石飞石 四木飞木的植物 木乃伊 很坚硬 在中华 又被称之为阴沉木 传说中能辟邪的 如果给它检验机器 大概还能鉴定出 这块乌木是哪里出产的 不过现在条件不够 目前也只能从有幽香这一点 判断应该是南木阴沉木 当然了 阴沉木没那么神奇 不是所有的阴沉木都能沉水 南木阴沉木 保留南木园有特质 以这块木牌的构造和重量 放进水杯里 大概会沉 不过放进水池里 肯定沉不下去 整块木牌 没有其他颜色点缀 除了黑还是黑 木牌上叼着简约的乌鸦图案 应该就是乌玩家的家辉 木牌顶部 还打穿了一个小孔 似乎原本就打算 当作饰品坠子来制作 如果是项链坠 对于女性来说 三厘米直径的圆 似乎大了一点 是为男性准备的 另外 这块木牌的做工并不算好 比起监狱上的精致群鸦图 这块木牌 像是业务爱好者刻出来的 由于乌木本身质地坚硬 雕刻难 上面有不少雕刻石 留下的划痕 抛光也很粗糙 总之 不算上乌玩家留下的东西 这个噱头 监狱还有点艺术品价值 大概能值一两百万日元 至于这块原木牌 这种东西拿出去 说是黄昏之馆找到的东西 恐怕也会有很多人当成玩笑 而剩下那一部分人 再挠不成什么宝藏钥匙之类的东西 说不定会找他麻烦 算了 都当收藏品收着 池飞驰收回思绪 把木牌装进口袋里 剑盒子里没有其他东西了 才转头看向飞驰那边 地毯上 飞驰用尾巴卷着剑身 窜起来 提起剑球后 又快速扭身 用尾巴缠着的剑身去接剑球 这次没接到 就差一点点 我接 起来 起来 我接 飞驰完全沉迷其中 上蹿下跳 喊着口号 扭成各种诡异的形状 像急了一条 被无形大手拎着抖来抖去 拧来拧去的蛇 池飞驰 这到底是 飞驰在玩剑狱 还是剑狱在玩飞驰 我接 接 哎呀 又没接好 我 嗯 飞驰又一次窜起来 甩尾巴 扭身子 窜起来 然后被拎住 池飞驰拎着飞驰 把剑狱从飞驰缠成几圈的尾巴上取下来 等回去再玩 该走了 飞驰意犹未尽 不过也知道他们消失的时间有点长了 再不出去 恐怕会麻烦 好吧 主人 我已经可以用大铭接球了 中铭有点难 不太好扭 累不累 池飞驰问道 飞驰玩剑狱 绝对比人玩剑狱累得多 他看着都累 还好 飞驰钻进池飞驰的袖子里 一路嗖嗖往上爬 又在衣领处探头 很锻炼身体啊 不愧是一种娱乐性的运动 池飞驰无话可说 又过去试着推动那个格子 尝试失败 站起身 把之前敲无脚星落点的顺序倒过来 敲了一遍 咔 墙壁上的格子缩了回去 跟之前一样 和墙壁严丝合缝 看不出一点异样 池飞驰又召唤出一只乌鸦 将剑狱递给乌鸦 等乌鸦用爪子抓稳后 又将乌鸦送回附近的天空中去 木牌比较小 装进口袋里 也看不出异样 只要放进衣服内侧口袋 别不小心掉出来就行 但以剑狱的大小 就算口袋能装下 也会变得鼓鼓的 一眼就让人看出 他在黄昏之馆里 找到了什么东西 等会儿侦探大聚会 稍有一样 就会被察觉 所以 剑狱也只能让乌鸦先带出去 好在他之前就考虑过 怎么瞒过那些侦探 把东西带出去的问题 让两只乌鸦 从东京一路跟了过来 清理了痕迹 池飞驰取下手套 让飞驰确认 外面走廊上没人后 才开门出去 没急着去一楼 闭着摄像头往楼上去 回到自己消失在监控中的 那一个房间 再度出门 重新出现在各处摄像头的监控中 继续在黄昏之馆内闲逛 下午六点 小雨依旧熙熙丽丽地下着 天色愈发阴沉 一辆白色车子 到了黄昏之馆 开进停车处 毛利小五郎打开车门 撑开雨伞下车 抬头打亮着黄昏之馆 近看之下 这座黄昏别馆 更像一栋鬼屋了呀 嗯 柯南撑着自己的小雨伞下车 认可点头 如果小兰在的话 大概会害怕吧 还好小兰没来 而如果迟飞迟在的话 大概会一脸冷漠地说 单家独户 冷清 风水不太好之类的话吧 等等 他为什么要去想 那个住到哪家 哪家出事 去做客 主人家出事 去参加同学聚会 同楼层 都能有人被杀 明明自己就是个温神 还老是说 问题出在他身上的家伙 就拿上次怀骨饭店 那个案子来说 如果不是大叔 看见美女走不动路 非要跟过去的话 他早就去海豚乐园 看表演了 根本不会去那个饭店 跟迟飞时那种 早就在那里 参加同学聚会的人 是不一样的 星号 星号 而且他只接触过 死者的朋友 到饭店的时候 人也早就死了 迟飞迟早就在饭店 还看到过死者 谁更温神 还用笔吗 这么老旧的地方 看起来诡异一点 也很正常 一个戴了圆帽 穿着长裙的老妇人 打开后座车门 撑伞下了车 要不是路上 来到了毛利侦探的车 我恐怕就得走着过来了 到这边来的人可不多 柯南被其他四辆车 吸引了视线 撑着散跑上前看了看 都是些名贵的进口车也 是啊 有宾士 法拉利 还有保时捷 毛利小五郎也走了过去 都是些麻烦的车子呢 老妇人感慨道 哦 毛利小五郎 被一辆深蓝色的车子 吸引了视线 立刻走过去 喜笑颜开的伸手摸了摸 这是爱快罗密欧吧 真是酷毕了 喂 车上穿着绿色西服 带着一顶棕色礼帽的的男人 打开车门 叼着烟下车 撑开雨伞走上前 请你不要乱碰我的女人行不行 为了这个泼辣的女人 花了我五年的时间 才把她弄到手 要是别的男人随便用脏手碰她 她要是闹起脾气的话 我可吃不消 你应该懂吧 小胡子 毛利小五郎一愣 小 小胡子 这什么鬼称货 茂木老弟 好久不见 老妇人上前 抬起雨伞 帮因为惊讶 而放下雨伞的毛利小五郎 遮了一下雨 对男人打招呼道 你也被邀请来参加晚宴了呀 原来是千奸大姐呀 茂木摇屎 见千奸将带过来 立刻将烟丢到一边的积水里熄灭 一边跟千奸祥带聊着天 一边往台阶上走 你也被邀请来了 是啊 千奸祥带也跟了上去 依旧以不急不躁的语气道 看报纸上说 你一个礼拜前 在芝加哥被黑手挡枪击了 没事吧 柯南跟在后面 顿时认出了茂木摇屎的身份 也是个有名的大侦探啊 那么久的事 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茂木摇屎语气散漫道 看得出 两个人的关系很好 千奸祥带唠叨道 我看你 也该娶妻生子了吧 再过三天 你就满四十岁了 不是吗 那么久之后的事 我哪知道啊 茂木摇屎上前敲了敲门 我目前关心的是 希望能快点 吃到一顿丰盛的晚餐 门被打开 女佣鞠躬后 侧身道 欢迎光临 是茂莉先生 茂木先生 和千奸女士吧 请进 三人和柯南进了门 在女佣的提醒下 把伞放到了门口 没能多聊 大上祝扇走来 有没有人啊 抱歉 试陪一下 女佣对茂莉小五郎等人说了一句 连忙迎上前 我能不能去厨房看一看 大上祝扇问道 茂木摇屎注意到大上祝扇 那一位好像是 茂莉小五郎都认出来了 他是美食侦探 大上祝扇 柯南看着那边 心里疑惑 又是一个名声在外的大侦探 这次宴会 还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找这么多侦探过来 怎么看 都是要发生大事的节奏 什么 那边 大上祝扇气冲冲地提到了嗓门 你说厨师生病 没法过来做菜了 我可是为了想用一顿可口的晚餐 才大老远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女佣忙道歉 真是抱歉 不过 我已经把晚餐 要用的食材都买来了 好吧 那就把厨房借给我 我来做菜 大上祝扇一脸不满地转身去厨房 还在埋怨着 毕竟只有美食和谋杀 才是能刺激我脑细胞的质保 真是的 女佣一愣 又连忙到毛利小五郎四人面前 刚才一定冷落了各位 真是抱歉 让各位耽搁了这么久 那么 你的主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千尖降待 抬眼注视着女佣 不急不缓地问道 把我们四个大名鼎鼎的侦探 邀请到这里来 一定有什么事吧 千尖降待 指的是毛利小五郎 他 茂木摇屎 大上祝扇 每一个都是登上过数次报到的大侦探 啊 不 女佣连忙解释道 其实我们一共邀请了七位侦探 除了四位以外 还有一位女士 一位先生 和一位少年 少年侦探 毛利小五郎一脸嫌弃 该不会是一个叫功腾心一的臭小子吧 不是了 柯南忙到 我想一定是评刺哥哥 不是 主人原本给我的那张宾客名单里 确实有那两位的名字 不过功腾先生一直联系不上 福布先生 说要忙着期中考试 打电话过来拒绝了 女佣道 之后 又听另一位客人的提议 邀请了一位先生 最后还剩下一个名额 毛利先生打电话来问 能不能带上家人 我问过我家主人后 他也同意了 那么 你们这个喜欢玩侦探游戏的主人呢 茂木摇屎左右看了看 问道 他现在在哪里 这 女佣迟疑了一下 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主人 什么 毛利小五郎疑惑 他不是把宾客名单交给你了吗 是 不过那是我来面试女佣 被录取的时候 拿到的 女佣回忆着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面试 因为这个工作的酬劳很多 所以应征者也络绎不绝 可是进入房间 里面只有一台电脑 一份这次晚餐的说明书 这次的宾客名单 都放在桌上 在我之前的应征者 都一脸疑惑地走出来 我也觉得奇怪 那么 你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被录取了 毛利小五郎追问 女佣点了点头 当时我正按照着电脑屏幕上的指示 结果电脑突然发出声音 屏幕上显示你被录取了的字样 那姐姐没有听到过对方的声音吗 柯南问道 没有 女佣道 事实上 我们一直是通过手机上的电子邮件 来互通讯息的 通往二楼的楼梯口 池飞池静静听着一群人的谈话 还别说 这个事件里 大上祝善这个邀请人的作风 跟那一位还真是相似 其实提示早就给柯南了吧 邮件通讯 白马探听到楼下的动静 也从旁边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 见池飞池听到动静后 从那边看过来 朝池飞池点了点头 池飞池收回 看白马探的视线 不管怎么说 经历一下这个事件 对他寻找心理疑问的答案有好处 现在看不出来也没关系 以后说不定就突然联想到什么了呢 楼下 千尖降待到 哦 这样不是很有趣吗 我感觉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则 茂木摇屎清泽一声 转头看大门上的黑点 我可是在看到玄关大门上的那个怪东西时 就已经头皮发麻了 毛利小五郎转头 那个是 可能是很久之前流下来的血迹 茂木摇屎道 应该是瞄准大门 朝约45度角 开枪射击后 流下来的血液 一个将微卷长发绑在脑后的女人 戴着手套 拿着一个瓶子 在楼梯旁 将瓶子里的液体 喷了一些在楼梯扶手上 伸手挡住灯光 看着亮起来的荧光 不仅是大门 墙上也有血流下来的痕迹 地板上也有血滴下来的痕迹 虽然好像曾经擦拭过 不过这栋房子 到处都留下了沾血的痕迹 应该不只是一两个人所留下来的 还有 两位少爷 站在那也看了一会儿了 不下来跟其他人打个招呼吗 抱歉 看你们讨论的这么热烈 我们就多听了一会儿 白马探站在池飞池身边 出声吸引了其他人的视线 柯南也跟其他人一样 好奇抬头 一看 心里顿时呵呵 那个站在楼梯上 一身黑衣 神情平淡地看着他们 气场强的 像是在俯视他们所有人的家伙 呃 虽然从楼梯上看下来 确实是俯视 但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 那家伙 他还真是熟得不得了呢 难怪他之前会想起池飞池 原来是预感到池飞池 又会神出鬼没地冒出来 池飞池看着眼前的毛利小五郎 不用想 毛利小五郎 肯定已经被黑羽快痘掉包了 虽然剧情发生了变化 黑羽快痘的手艺又有长进 但白马探今天一整天 都在他眼皮子底下 不可能被掉包 就算被掉包了 这一路接触 他也能看得出来 而其他几个侦探 在各国跑 黑羽快痘很难调查 那么 黑羽快痘最有可能掉包的 还是以前有过接触 可以在破案时装迷糊的毛利小五郎 伪装成毛利小五郎的黑羽快痘 心里遗憾 面上没露什么破绽 一脸嫌弃道 喂 你小子不是说不来吗 池飞池没有拆穿黑羽快痘 声音平静道 老师 我没说不来 只是说 那个名额留给你们 黑羽快痘 真冷 飞池哥面对自己的老师 也还是一副冷淡模样啊 柯南班越演 既然早就决定要过来 提前说一声 跟他这个小伙伴一起过来 不好吗 非要突然冒出来 吓他一跳 不过这么一看 今晚来这里做客的八个人 千尖匠带 茂木摇屎 大上助扇 羌田玉美 这四个都是名气不输毛利小五郎的名侦探 再加上池飞池这个 不能以名气衡量变态 毛利大叔 另一个也算有名的高中生侦探和他 八个人 八个都是 怪到积德说不定会冒充其中一个人跑过来 不过就算如此 这里至少 也有着七位侦探 简直是名侦探大聚会啊 茂木摇屎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池飞池 面对其他人 声音和神色都冷淡到这种地步的人可不多见 他心里突然生起一丝说不出的警惕 连他都觉得莫名其妙 哦 你们认识吗 池飞池下了楼梯 自我介绍到 我叫池飞池 是毛利老师门下还没出师的弟子 请多多指教 就算你这么说 我也不会小看你哦 曾经帮警察破获过连续枪击警察案件 就在前几天 又帮警察破获了连续殴打女性案件的神秘人先生 黑发术在脑后的女人 看着池飞池 缓声道 这还只是我知道的案件 如果非要说的话 那就是个低调的过分的人吧 枪田玉美小姐 真不愧是当过检察官的人 你连这些都知道了啊 白马探也走下了楼梯 对女人笑道 还有 我没想到 你连卢米诺尔事迹也带来了 我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那件惨案很感兴趣 所以把这东西带来了 至于池先生的事 那一次 警察连续被枪击的事件太轰动了 我想不听说都难 之后 我听还在任职检察官的朋友说 犯人是一位有着紫色眼睛的年轻人抓到的 我就好奇 到底是什么人 特地留意过 有紫色眼睛年轻人参与案件的报道 今天看到池先生的眼睛 又是跟你一起来的 我就知道是他 毕竟连你也认可并推荐过来的人 在推理方面的能力肯定不会差 枪田玉美转头看白马探 不知道我的这个推测对不对呢 少爷 完全正确 白马探给了枪田玉美答案 又看向其他人 我的名字叫白马探 请多多指教 白 白马探 黑羽快豆 顶着毛利小五郎的脸 露出惊讶神色 这么说 你是白马警示总监的 对 白马警示总监 确实是我的老爸 毛利先生 白马探走上前 客气道 之前就听说了飞驰哥 拜了毛利小五郎为师 今天能见到毛利先真是荣幸 哪里 毛利小五郎 抬手挠了毛头 能在这里见到各位 应该说是 我的荣幸才对啊 好了 我看大家就不要互相恭维了 枪田玉美提议道 距离晚饭开始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去休息室坐一会儿 怎么样 没有人反对 女佣带一群人去了休息室 哦 原来这里还有斯诺克啊 茂木摇屎看到台球桌后 立刻走了过去 又转头问其他人 有没有人一起 白马探下意识地 看向迟飞驰 斯诺克 也就是桌球 在英国是很流行的运动 两局 迟飞驰点了点头 又看向桌子上的扑克牌 其实我也比较想打牌 嗯 柯南心里惊讶 看迟飞驰的目光 顿时认真起来 他记得叶财三那次事件 迟飞驰在船上说过 对打牌不感兴趣的 而且接触下来看 迟飞驰也不是那种 既想打桌球 又想打牌 这么活跃的人 该不会 又被怪到既得益容了吧 迟飞驰跟茂木摇屎 打了两局桌球 让白马探顶上 又到了牌桌前 毛利小五郎 跟千尖将带下着棋 之前牌桌 就只有枪天玉美 带着柯南玩 等了一会儿 牌局结束 枪天玉美洗着牌 笑道 总算把你等来了 想玩什么 都可以 迟飞迟硬了一声 他对打牌不感兴趣 对桌球也是 只是手机没信号 又要打发时间 他就想试着 接触一下这些侦探 摸摸底 大上筑膳在厨房做菜 而且很快就要凉了 不用接触 千尖将带这次之后 就会被逮捕 也不用跑去特地了解 剩下的茂木摇屎 和枪天玉美 茂木摇屎在美国 英国很活跃 枪天玉美 则经常在日本 美国活动 以后跑组织任务的时候遇到 如果对这两个人 有一点基本的了解 知道对方的性格 习惯 思维方式 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柯南等着枪天玉美洗牌 主动试探吃飞迟 对了 齿哥哥 上次在北斗星号列车上 你不是说 自己不喜欢打牌吗 吃飞迟顿时懂了 柯南这是怀疑自己 被记得冒充了吧 我记得是在海上 啊 是吗 柯南心里松了口气 同音卖萌 那应该是我记错了 一群人各自凑堆玩着 气氛还算轻松 所有被邀请来的人里 只有池飞池和白马探觉得 这次邀请函的风格 不像怪盗积德 心里有所防备 就连柯南 也只是隐约觉得不对劲 但没法确认 邀请函是不是怪盗积德发的 其他侦探对怪盗积德的了解不多 在他们看来 他们只是 被那个国际大盗吸引 被邀请过来吃饭 顺便解解谜题 烧钱脑 跟那个大盗过过招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毕竟积德从来不杀人 或许因为这个地方的诡异 大家心里多多少少有点防备 但还远远不够重视 打了一会儿牌 池飞池大概摸清了 羌田玉美的性格 就没打算再玩下去 我休息一会儿 飞池哥昨晚好像没怎么休息好 白马探笑道 既然这样 我来陪羌田小姐打牌吧 我这边没事 一个人打斯诺克也可以 茂木摇屎也道 池哥哥 你昨晚不会又熬夜工作了吧 柯南无语问池飞池 哦 池先生的委托很多吗 茂木摇屎好奇问道 我之前好像忘了说 羌田玉美笑了笑 根据我了解 池先生是珍池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所以我之前才说两位少爷啊 不过 池先生也是最近热度很高的 Zank娱乐公司的出资人之一 新节目我很喜欢 茂木摇屎自我调侃道 那比起我这样 整天在各国乱晃的人 池先生的确是有的忙 也不算熬夜 睡得晚了一点 池飞池站起身 对柯南和其他人说了一句 从口袋里拿出烟 一旁 跟毛利小五郎下棋的千尖匠带转头 看着池飞池 为了等会儿 单独毒杀大上祝膳 他可不希望 有人在那个时候抽烟 那就必须让会抽烟的人都知道 他讨厌烟味 这样一来 大家同处餐厅里的时候 这些人就不会再碰过毒素之后去拿烟 把自己毒死了 茂木摇屎早就知道他讨厌烟味 路上搭毛利小五郎的车过来 他也再三加深 毛利小五郎对他讨厌烟味的印象 本来以为池飞池不抽烟的 毕竟见面以来都没见池飞池抽烟 没想到他还得再提一下 不过 让千尖匠带意外的是 没等他开口 池飞池抬头看到他 顿了一下 直接出门了 抱歉 池飞池拉开门出去 站在门外才点了烟 柯南也想起了千尖匠带讨厌烟味的事 愣了一下 随即脸上露出笑意 好吧 这种细心过头 默默体谅别人 又一声不吭的作风 可以确定了 这家伙就是池飞池 不是怪到记得易容的 千尖匠带回过神来 确定池飞池是在避他 出声问道 池先生是怎么知道 我讨厌烟味的呢 之前你们从停车处过来的时候 我站在三楼窗户前看到了 茂木先生下车的时候 刚点了烟 不过在千尖女士过去说话的时候 立刻把刚点燃的烟 丢到积水中熄灭了 所以猜到千尖女士不喜欢烟味 池飞池背靠门站着 他是不想看千尖匠带 在他面前反复刷讨厌烟味的印象 干脆就自己主动点 表示我懂了 记住了 你别反复刷印象 麻烦 茂木先生 你绅士的一面 完全被看得一清二楚呢 枪田玉美调侃道 啊 也不是 茂木摇屎莫名的有些不好意思 我是跟千尖大姐认识很久了 被他啰嗦了好几次 就记住了 千尖匠带笑眯眯道 如果你们都像池先生一样省心 我就不用啰啰嗦嗦了 对吧 茂木老弟 毛利先生 啊 毛利小五郎 干笑着挠头 不过 你们之前就把这座别馆逛了一圈了吗 茂木摇屎问道 算是吧 当年那件惨案留下的痕迹太多了 枪田玉美道 看 扑克牌上都还残留着血迹呢 那件惨案 毛利小五郎疑惑 池飞池站在门外 听着一群人聊天 没有吭声 听到脚步声 抬头见女佣过来 对自己鞠躬 也对女佣点了点头 女佣十元亚继走到门口 又对其他人鞠了一躬 今天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我家主人正在餐厅等待各位 请大家一架餐厅 主角终于要现身了 真叫人期待啊 一群人跟着女佣穿过走廊 前往餐厅 这里就是餐厅 女佣打开餐厅门 侧身让道一边 紧静 比如前 长餐桌上铺着蓝绿色的桌布 整齐放着餐具 和写着每个人名字的牌子 一个披着紫色斗篷的人 坐在主位上 肩帽子连连也一起挡住 眼睛的位置冒着红光 红光透过紫色布料 正对着门口 先一步进门的茂木 咬屎吓了一跳 拜托 你这打扮是什么意思 我看你电视看太多了吧 池飞池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这形象是模仿FFF团 现在在场气味崇高的侦探名家 主作上的人影出声 声音浑厚庄重 本人诚挚欢迎各位 光临这座黄昏碟馆 现在请大家先入座吧 桌子上有各位的名字 池飞池看柯南 这个被无视的小鬼 柯南只能在心里干笑 明明有八个人的 不过他也习惯了 估计对方就只当他是毛利小五郎 带来蹭饭的 茂木咬屎轻痴一声 走向餐桌 去寻找写了自己名字的牌子 其他人也跟了进去 桌子是谁选的 池飞池在路过女佣身边时 突然问道 其他几个侦探 奇迹转头 桌子有什么问题吗 女佣一愣 我也不清楚 是原本就在餐厅里的 白马探见其他几个侦探太过认真 干笑着解释 应该没什么关系 虽然我之前也想说 这个餐厅乃至整个别馆的主色调 是暗褐色 褐色 深紫色 搭配上浅蓝 浅绿的桌布 唉 奇怪了一点 浅蓝 浅绿都是比较清新活泼的颜色 跟整个别馆庄重的装饰 也很违和 其他人半月眼 好吧 这两位大少爷 看着是挺和气 不过在某些地方 还真是够挑剔的 不过当着主人的面就这么吐槽 真的合适吗 冷暖色调冲突 鲜明和沉重的感觉冲突 太过单调 跟别馆的精致装潢冲突 池飞池找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 在桌后坐下 神色冷淡到 品味极差 其他人 这个吐槽得更过分 门口 大上祝善症低声嘱咐女佣 按顺序上菜 闻言 嘴角微微一抽 他品味极差 他 他人 反正这两个挑衅的混蛋 迟早要死 其他人或尴尬笑 或无语 或幸灾乐祸 陆续找了自己的位置坐下 池飞池沉默 反思着 他以前说话有这么不客气吗 怎么感觉 是被琴酒带坏了 我今天邀请大家过来 主要是希望各位 能够帮我找出沉睡在这座别馆里的宝藏 主座上的人影再度出声 我花了很多年 才得到这笔财富 就算赌上性命 我也非要找到不可 毛利小五郎金仪 赌 赌上性命 哄 哄 外面接连传来爆炸声 大上祝善 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刚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车炸了 迟飞迟到 反正他没开自己的车过来 大上祝善一夜 大家都猜到了 不用这么平静地提醒一句吧 衬托的他刚才的表演 太复夸了点 气氛突然变了 白马炭没说什么 反正他的车没开到别馆门口 别担心 我只是想限制各位的行动自由而已 主座上的人影依旧不受影响 我总是处于被警察和你们这些侦探追逐的立场 所以我也想偶尔换个口味 站在追逐者的立场上 持飞持 这种情况 叫监管者 可能比较合适 算了 他不杠 你们刚才经过的那座桥 也被炸毁了 就算你们有车子 你们也不可能逃得掉 主座上的人影 继续以浑厚声音道 当然了 这里也没有什么电话 移动电话的信号基站 也没有覆盖这一带 你们想象外球员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是的 这是一场生存游戏 我愿意跟找到宝藏的人 评分那笔财富 并且告诉他 离开这里的方法 如何 有兴趣吗 其他人脸色沉迷 就连白马炭也微微皱了皱眉 如果华生在 还可以让华生去送信 不过突然想到 路上隐约看到的乌鸦 看向池飞池 见池飞池 也给了他一个平静眼神后 突然就 不 也不是那么放心 在那种车子失控 下一秒就可能车毁人亡的情况下 他也没见池飞池 有什么反应 刚才池飞池那冷静的一眼 完全没办法 作为判断池飞池心里 是否有底气的依据啊 哼 我最看不惯的 茂木摇石忍不了 冷亨一声站起身 走到主座前 猛然伸手将对方的紫色斗篷扯下来 就是你这种遮遮掩掩 不敢露脸的家伙 紫色斗篷被扯掉 露出一个端座假人 假人头上安装的扩音器 依旧继续播放着声音 好了 饿着肚子 是没办法作战的 请各位好好享受 这顿最后的晚餐吧 装了扩音器的假人 茂木摇石脸色难看 可恶 这 这到底是什么人做的 毛利小五郎一见惊讶 继续扮演着糊涂侦探 哎呀 羌田玉美一手撑着下巴 看着毛利小五郎 语气悠然到 鼎鼎大名的毛利先生 竟然会不知道 对手是谁就跑过来了 邀请函 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神所遗弃的儿子的幻影 这些侦探 你一言我一语 将邀请韩上的署名解答出来 飞翅躲在吃飞翅衣服下 默默听着 他就说吧 人类太复杂了 没错 千尖降待到 想要得到的猎物 就从未失守过 华丽的手法 就像再变魔术 羌田玉美借过话 有着星宿般变幻莫测的容貌和声音 将警方玩弄于鼓掌中的天才犯罪者 大上助扇笑了起来 让我们侦探等待到 频频吞口水的主菜 让人疯狂地 想将他送进监狱的狂妄坏蛋 茂木摇石也说了一句 而且 唯一能扰乱我思考的人 只有他 白马探双手搁在桌上 交我在身前 目光渐渐严肃起来 深夜时分 看到他那身雪白衣裳的人们 都是这么称呼他 怪到积德 持飞是没有掺和 这些人都什么毛病 好好说话不行吗 见一群侦探这么评价自己 易容成毛利小五郎的 黑羽快痘心里 忍不住激荡了一下 露出一丝张狂气息 忍不住看向持飞驰 作为怪盗积德的他 可不是那个 在飞驰哥面前不着调的小鬼 而是一个狂妄放肆的罪犯 飞驰哥有没有一点 意外 下一秒 黑羽快痘看着持飞驰 那张万年 不变冷漠脸 甚至带着隐隐一丝 不耐烦的神情 沉默 叮 收集到稀有款持 飞驰不耐烦冷漠脸表情 白马探也想看看持飞驰的反应 然后 叮 收集到稀有款持 看到怪盗积德存在的气息 嘴角扬起笑意 那个家伙 听到自己的名字 就露出冷冽的气息 那种令人毛骨悚然 又堂而皇之的感觉 让人觉得 到处都是他的身影 果然没错 怪盗积德 就在这就别管 不过说到那种气息 他用来描述怪盗积德有点不对 有个家伙更符合 柯南想到这里 下意识地 看向持飞驰 然后 叮 收集到稀有款持 飞驰不耐烦冷漠脸表情 黑羽快痘压下心里的无语 感觉飞驰哥一点都不明白 怪盗积德分量 依旧用毛利小五郎的声音 惊讶表演道 这么说的话 邀请我们来这里赴宴的 就是怪盗积德咯 对 这么看来 他的用意 似乎是想把我们七位侦探聚集在一起 进行一场智慧禁忌 大上助扇摸着自己的八字壶 用他之前到来的宝藏 和我们的性命做赌注 我想 他一定现在一定在某个地方 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吧 羌田玉美 用手撑着下巴 侧头看其他人 语气依旧不急不缓 这栋别馆里 好像到处都有隐藏式摄像头 黑羽快痘 假装迷糊地抬头看周围 气氛有一丝沉重 之后的女佣敲门声 也没能缓解多少 羌田玉美 见女佣推着餐车进门 语气玩味道 他说的最后的晚餐终于来了 开尾菜式 沾有松露碎丁的鹅干酱馅饼 女佣推着餐车 将盘子一一放到众人面前 请各位享用 拿起装开喂菜的餐盘打量着 难不成每道菜放在餐桌上的位置 也是你的主人事先决定好的吗 是的 女佣道 主人要我从白马先生开始 以顺时针的方向上菜 真是的 千尖降带道 这个游戏才开始 就说什么最后的晚餐 弄得我都搞不清状况了 坐在千尖降带旁边的大上 助扇忙笑道 晚餐是我做的 里面可没有下毒啊 可是 用餐时会用到的叉子 刀子 汤匙 还有酒杯 茶杯 都是之前就布置好的 坐在大上 助扇旁边的白马探拿起桌上 写有白马探字样的牌子 看着其他人 我们是按照桌上的名牌入座 虽然我不觉得 怪盗基德会杀人 但是他 确实有可能会为了试探我们的能力 和我们开一个一点不好笑的恶劣玩笑 持非是默默认可 比如让他们车子 在森林里出事故 这种恶劣玩笑 所以 我觉得 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手帕 先把自己的叉子 杯子等餐具擦拭一下 比较妥当 白马探提醒 是 怪盗基德不杀人 但如果他和持非持的推断没错 对方只是一个 打着怪盗基德的名义 不敢露面的家伙 搞不好还真会杀人 没错 我也不想 被他耍得团团转 茂木摇屎站起身 提议道 我看我们 干脆就用划拳的方式 来重新决定入座的顺序吧 毛利小五郎一脸惊恶 可 可是如果运气差中毒的话 哼 茂木摇屎冷哼打断 无所谓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只好去棺材里哭 抱怨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了 动作快点 持非持起身 走出餐桌旁 我饿了 这些人不饿吗 都晚上八点多了 还磨磨蹭蹭半天不吃饭 不知道有柯南在的时候 能好好吃顿饭 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很多时候刚吃饭 或者刚打算吃饭就死人 这次等吃完饭再死 已经很给面子了 请珍惜 一会儿的是少不了 看着桌上 不是餐具就是悲剧 黑雨快抖一夜 他算是发现了 大多数侦探的脾气 都有点奇怪 能做侦探的那类人也是一样 一群人用划拳的方式 重新决定了入座顺序 在没开始划拳之前 柯南就被一群人指定 小孩想坐哪就坐哪 心安理得地抛弃毛利小五郎 等持飞池选定座位后 跑到持飞池旁边坐了 餐桌左侧从假人往后 依次是大上助扇 毛利小五郎 千尖降带 羌甜欲美 而右侧从假人往后 就是柯南 持飞池 白马探 茂姆摇屎 柯南一边挨着假人 一边挨着持飞池 见其他人用手帕擦拭餐具 也开始动手 持飞池擦完 见柯南那小胳膊小腿的 还在忙活 有点看不下去 帮忙把茶杯 叉子擦了一下 变小之后 擦餐具的速度也会变慢 真神奇 柯南笑眯眯 谢谢持哥哥 持飞池没吭声 低头尝了一下开胃菜 既然他挤了毛利兰的名额 没有毛利兰帮柯南 那就有必要代替毛利兰 照顾一下柯南这个弱者 柯南了解持飞池的德性 也没放在心上 低声问道 持哥哥 你一开始看到假人之后 好像又多看了两眼 假人有什么问题吗 旁边 白马探疑或转头 假人有问题 没什么 刚才突然想起了一端审问会 FFF团 持飞池平静道 之前假人 披着肩帽斗篷 眼睛处有红光的形象 跟FFF团的打扮差不多 要说区别的话 大概是FFF团成员穿黑袍 而假人身上是紫色斗篷 不过都是将脸全部挡住 飞池 他感觉主人 又在一本正经的忽悠了 不过听着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 团体存在 捉对面的羌田玉美好奇看来 一端 审问会 哦 毛利小五郎也忍不住问道 这种打扮 原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茂木摇石也来了兴趣 我在各国辗转多年 审判异端之类的事例 是见过不少 不过没听说过FFF团 池先生要是有情报的话 可不要藏私啊 池飞池剑这群人 是真的不太喜欢吃饭 干脆简单说了一下 FFF团的历史原型 是野史中 风尘秀吉的秘密火工部队 黑莲母一众 宗旨是 供获幸福 反对一切男女交往的活动 也会对于违反宗旨 和背叛的团员进行审判 他们的团歌里 说得很清楚 我们高举火把 将一端审判 化身无情的杀戮之使者 将亵渎感情之人进行审判 为供获幸福 不可独自拥有 一端不止 圣战不休 烧死一端 茂木摇屎失笑 牵扯到信仰和宗教 狂热分子 都很可能化身为疯子啊 我不是FFF团成员 不过我觉得 怪盗积德是一端 池飞是声音幽冷道 一端都应该被烧死 那边 易容成毛利小五郎的黑羽快抖台眼 看着池飞池饭冷意的子眸 一头大汗 喂喂 开玩笑的吧 他又没做错什么 好吧好吧 他承认 之前是恶作剧了 但也不用这么吓唬他吧 飞池哥知不知道 自己这样子很吓人 其他人看着池飞池眼底的幽冷 心里也气气汗了一下 枪田玉美沉默了一会儿 那个 池先生跟怪盗积德有仇吗 其他人注视着池飞池 看样子 可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没有 池飞池眼底的冷意消散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只是连吃饭也要被监控 让我心情不太好 之前去取东西还不觉得 就当是潜入了某个防守严密的地方 不过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就让人有些难受了 他会想起 一开始在青山第四医院的时候 房间有着大大的观察玻璃窗 不时就有人过来查看情况 房间里的物品 多次排查危险性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吃饭有人盯着 睡觉有人盯着 活动有人盯着 虽然是为了防止原意识体自杀 但那种自由完全被剥夺的压抑感觉 他是不想再体验第二次了 想到这个 心里突然就有点不爽 不爽就可以吓唬快逗完了 谁让这小子之前恶作剧 看来池先生比较注重个人空间 貌木摇屎干巴巴道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被人盯着 但是 因为心情不好 就冷缩缩的提议烧死积德 是不是有点过来啊 以前老是有人说他性格古怪 他就不太认可 以后要是有人再说 他可以考虑 把池飞池拉过去 给那些人看看 什么才叫性格古怪 觉得不爽 脸上就表露出一点不满骂 突然冷冰冰地说 烧死那种话 很难判断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认真的 一群人没在说话 安静吃着晚餐 白马探垂谋思索 他又好奇 池飞池到底知不知道 现在看来 池飞池不像是知道的样子 刚才眼里的冷意太可怕了点 但也说不好 也没有证据证明 池飞池不知道 不过 池得那种总能干扰他思考的能力 该不会是被预示绝对冷静 完全无法干扰 还一言不合 就提议烧死池得的老哥鞭挞出来的吧 嗯 很有可能 热汤 清汤 副菜 煮菜 点心 一顿饭吃下来 花了一个多小时 黑羽块豆 努力扮演毛利小五郎 放下刀叉后 陶醉感慨 这道菜 还真是好吃啊 美食侦探 果然名不虚传 想不到你做菜的功力这么好啊 他必须好好演 以免被抓住 飞池哥肯定不会烧死他 但他总觉得 要是被逮出来 下场绝对不会好 最轻的 也要被飞池咬上两口吧 至少在飞池哥心情好转之前是这样 想到之前飞池哥犯冷意的眼睛 他就头皮发麻 或许 他可以主动点 让飞池哥心情变好 想着 黑羽快抖笑眯眯道 这么说的话 飞池做菜的功夫也是一流呢 以后你们说不定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夸 他找准吃飞池的特长使劲夸 还要夸得不突兀 至少不能让人看出 自己不是毛利小五郎 大上助扇用餐巾擦了擦嘴 谦虚笑道 哪里 为了满足我挑剔的舌头 当然只有自己在做菜方面多下功夫了 不过没想到池先生还懂得料理啊 难怪之前用食物来比喻建筑风格 以后我们是可以交流一下 黑羽快逗假脸下的脸有点僵 不是 这人会不会说话 自己谦虚就算了 弄得像是他在吐槽池飞池挑剔一样 抬眼 发现池飞池 只是对大上助扇点了点头 哎 完全看不出来 飞池哥心情有没有变化 不过 看来是我们刚才太多疑了 羌田玉美 也擦了擦嘴 不 白马探道 还不知道呢 各位都吃饱了吧 像是算着用餐时间 在白马探话音刚落 假人上的扩音器 又发出了声音 我为各位准备的这顿最后的晚餐 味道如何啊 你看 主角说话了 茂木咬屎玩味道 那我们可以言归正传了 扩音器继续发出声音 各位一定很好奇 我为何要以 这座耗费巨资得手的别馆 作为这场游戏的舞台吧 各位可以先看看自己手边的刀叉 汤池 以及其他餐具 池飞池拿起汤池看了看 不出意外 是乌鸦刁文 跟那个圆木牌上的刁文一样 出于商人的角度 其实他很想在黄昏之馆露出原貌前 将这里买下来 机关一启动 价格最少翻个十倍 不过考虑到 这里可能会牵扯到组织的破事 再加上他家里的钱 还得丢进网络公司 果断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是乌鸦 羌田玉美 看着盘子底部 千尖匠带 也端向着自己 餐具茶杯的底部 这该不会是 各位已经明白了吧 扩音器传出声音 这就是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前 离奇去世的大富翁 乌鸦连耶的家族徽章 毛利小五郎 惊呼出声 乌 乌鸦连耶 不只是这里的餐具 连这栋房屋的大门 客厅 地板 夕阳旗 以及扑克牌 全都是他特地找人定做的 换言之 这栋房屋 就是乌鸦建造的别墅 不 应该说是他以前的别墅 扩音器继续传出声音 四十年前 在暴风雨之夜 还未来临之前 这里曾经发生过 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 像各位这么杰出的名侦探 在踏进这栋别馆之后 就已经发现了吧 屋里到处沾染了 以各种形式 流下来的大量血迹 柯南沉默听着 神色凝重 其他地方 他没看过 不过大厅和棋拍室里 确实是这样 没错 悲剧就发生在四十年前 这座别馆 还保有他美丽光彩的那个夜晚 扩音器里传出的声音 缓缓诉说 那天夜里 这栋豪宅里有一场 名为乌安连椰追思会的盛宴 据说是为追到 以99岁高龄辞世的乌安连椰而举办的 受邀出席的 都是财经界的名人 但实际上 这是一场拍卖会 会提供大量乌安连椰生前收藏的美术品 给大家竞价标售 拍卖的物品超过三百件 所以 整个拍卖会 预计持续三天 然后 在第二天那个暴风雨的夜晚 拍卖会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会场上突然出现两个浑身被雨淋湿的男人 那两个男人 嘴唇 动得不停发抖 并说 我们因为这场暴风雨迷失了方向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 突然看到山上有光线 于是 我们就顺着 这道光线走过来了 可不可以让我们停留到暴风雨结束之后再离开 原本主办人不太愿意让他们进屋 可是 当他们拿出一片树叶代替钱给了主办人之后 主办人立刻转变了态度 并对他们言听计从 听他们的 将叶片卷起 荡成香烟再抽 没多久 主办人就爽朗地邀请他们进去 这两个人进入别馆后 也劝有其他来宾 试着抽这种叶片 最后 整个大厅都弥漫着烟雾